天元联邦,太白王国 藏龙市汉阳大学 一片不算茂密的树林空地上 穿浅蓝色短袖的礼拼 拼正打着一套拳法 拳净平平,肆以养身为主 片刻,他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果然,灵魂融合让我发生了一些特殊变化 我能精准感知到自身哪怕一个细胞的增强 一缕气血的提升 通过这些变化,我制定一套全新的训练方案 壮大气血的效率比先前提升了2.4倍 2.4倍 换句话说,原本要一年才可能达到巅峰的他 现在只需5个月 而这还不是极限 继续尝试,他还能更快 叮铃铃铃 这个时候,一阵铃声响起 礼拼手中的拳法一顿,却并未停止 手机铃声响个不停 他没有动作 一方面,一套拳尚未打完 另一方面,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任谁平白多了个陌生母亲,也会有所不适 铃声窃而不舍 响了50秒后,声音停止 半分钟不到,铃声再度响起 逃避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李平从口袋掏出手机,接通 很快,里面传来一个担忧中带关心的声音 儿子,你没事吧 我很好 李平回应 那就好,那就好 妈,就是关心你一下 我不会再做傻事 李平率先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 好好,妈相信你 还有钱用吗 没有的话妈再打给你 不用,我还有 拿着吧 你一个人在外面,马上要找工作实习 会很辛苦,要吃好一点 嗯,知道 李平回应 手机里,妇人的声音牢牢叨叨了好几分钟 这才道了一句 你姐要和你通话 很快,里面传出一个软糯的女生 小平,我给你买了一份宁神箱 你什么时候回来,观想试一试 宁神香 李平一皱眉 一份十几万 你哪来的钱 你不用管 姐姐工作这么多年,自然有些积蓄 李平无语 骗小孩吗 十几万 不是十几块 你从小就聪明 绝对有资质踏入修行 出人头地 女生软声细语劝导 观想心神十年 如果我真有资质,早就成功了 不会因为一份宁神箱改变 李平道 东西退了 已经买了 退不了了 就当姐先借给你 等小平你成为恋心者 以后还怕赚不到一份宁神箱的钱 身怀资质者万中无一 我不认为我是那个信任 李平说着 果觉道 我该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凡 宁神箱 卖出去 我不会用 嗯,先这样 严霸 他挂断了电话 看着屏幕渐渐黑下来的手机 李平有些羡慕 在平均工资只有一千的情况下 价值十几万的宁神箱 姐姐说拿出来就拿出来 真好 可他一个外人 受不起 是的 外人 他并不是原本的李平 而是灵魂来自蓝星的一个青年 蓝星上 他父母早早病逝 深刻感叹 生命脆弱的他 自小练武强身 靠着十倍于常人的汗水鲜血 在身体走下坡路前 他终于尽力入化 可他出身平平 既没有名师指点 也没有顶尖传承 虽然修有所成 却也将身体练垮 除非能报气承担缓缓调理 否则时日无多 寻破解之法三年无果 他决意报单 结果 报单失败 意识涣散 再度睁开眼时 是被湖水呛醒 他重生在这个 因猥亵女神安婉怡 舆论压力 跳壶自杀的 大三学生李平身上 身上没有任何病痛 有一个疼爱你的母亲 一个关心你的姐姐 一个视你为榜样的妹妹 因为舆论逼迫跳壶 脑子进水了 人生舍死无大事 李平看着这双白皙的手 感受着身体内薄薄的生机活力 22岁 健康 年轻 代表无限可能 这是何等幸运 片刻 平复体内气息的李平 抬头瞭望 看着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天空 穿越了 但不是孤儿院配置 单亲 有姐姐妹妹 半个月来母亲 想方设法关心 姐姐李云烟 亲尽全力支持 以及妹妹李云瑶 绞尽脑汁找李 由邀她出去散心陪伴 健康 年轻 还挺帅气 这种人生 却不知珍惜 她站起身 拍了拍裤子上 沾的草线 即日起 我就是李平 我相信 我会做得比你更好 主任 在这里 一声呼喊 从穿过树林的小道上传来 紧接着 便见两个先前 躲在树背后的青年 迅速朝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和一个富泰中年人迎上去 主任 她就是那个猥亵安婉一学妹 败坏了我汉阳大学校风的李平 其中一青年指着李平 对富泰中年男子道 和这种人待在一个学校 我感觉汉阳大学档次 都被拉低了 学校这是要开除她 怕是开除不了 否则她再自杀一次 死在学校 学校也会担责 回应她的是另一个青年 我也是服了 居然能够想出 跳壶自杀这种方式 要挟学校 这种人为什么不干脆 被淹死得了 自古以来都是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这里平在学校 就是惹人恶贤的毒瘤 走入社会 也绝对是危害社会的渣子 两人一言一语 没有半点留情 好了 没什么可说的 用话说 能叫人说死 这种人 让她在汉阳大学 再混不下去就行 眼不见心不凡 这个时候 西装革履的男子开口了 礼聘目光 落到几人身上 西装革履的男子 叫金云山 学生会副会长 安婉怡爱慕者 中年富泰男子 则是教务处主任王刚 你们没有亲眼见证事情的经过 就这样四处造谣 尤其是你 论坛的帖子 就是你让人发的吧 金云山 你不怕到时候事情反转自己打脸吗 礼聘平静看着他 谁告诉你 学校调查没出来 上面本来决定直接对你开除学籍 只是看在你精神状态不佳的份上 对你网开一面 留校查看 金云山冷笑道 结果出来了 还是留校查看 似乎是死前怨念 李聘对这一段记忆很清晰 他和安婉怡也算同班同学 当时安婉怡被一个富少纠缠 打算拿他荡挡剑牌假扮男友 怕惹麻烦的他 毫不犹豫拒绝了 事后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 可第二天 他猥亵安婉怡的消息 便闹得全校风雨 原声人人喊打 最终承受不住舆论压力 跳湖身亡 学校给予他留校查看处罚 这是坐实了他猥亵安婉怡的罪名 这是学校最终的调查结果 李聘妄向中年富泰男子 李聘 你可想过 事情因为你发展到现在 造成这么大的舆论 会给学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王刚不徐不缓道 舆论 是有人在背后造谣声势 煽风点火 你该处理那些人 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所以 你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 处理我 抛开事实不谈 你敢保证这件事 你真的没有半点过错 要是你当时向安婉怡道歉了 事情哪会闹到这种地步 道歉 李聘还想说他并无过错 为什么要道歉 可对方都已经抛开事实不谈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李聘 你得庆幸 你跳糊了 否则 就不是留校查看处分那么简单了 金云山冷笑道 不过无所谓 等这阵风声一过 你休想再在汉阳大学 多待哪怕一天 凭你那个笑懂爷爷 李聘道 金云山嘴角易扬 对自己的身份颇为自得 年轻人 我这叫提前让你学会 什么叫社会现实 李聘没有再和他争论 而是将目光转向王刚 记得准备好一份三千字的检讨书 去接受通报批评 王刚一副严肃模样道 上面要求尽快平息李聘 亵渎安婉怡一事 两害取其轻 相较于未来必然光芒万丈的安婉怡 处理平平无奇的李聘 是平息风波的最佳选择 检讨书 李聘痴笑一声 你脑子进水了 你们都光明正大针对我了 还让我低声下气写检讨 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王刚眼一瞪 不高兴 你开除我呀 李聘言霸 懒得废话 转身离去 你 王刚脸色顿时战红 他堂堂教务处主任 年薪十万的社会精英 居然被一个没有踏出校门的 穷学生羞辱 可现在开除他 万一他再想不通 跳虎死在学校 责任可就大了 他得意不了多久 等风声过去了 找个由头直接开除 他大三了 再读书也来不及 连个大学毕业证都没有 这辈子注定只能在社会底层私混 当个卖苦力的泥腿子 金云山脸上带着蔑视 他什么身份 对付一个无权无失的普通学生 还不随意搓捏 回寝室的路上 不时有人对李聘指指点点 安婉仪姐姐安悠然是新店娱乐公司 炙手可热的明星 安婉仪尽管现在没有出道 可在汉阳大学也有极高人气 才女人设 极智慧美貌于一身 李聘亵渎安婉仪仪式 这半个月闹得沸沸扬扬 等学校的处罚宣布 他将再难翻身 千夫所指 无病而死 舆论暴力 心智不坚的人 真不见得能抗住 吃定我一个普通人 翻不出什么风浪 李聘快步来到寝室 理论上也确实如此 普通人面对一座大学的人脉关系势力 只会被轻而易举打入尘埃 再难反抗 李聘是一个普通人 可他不是 无者 这个世界五刀大仗 李聘记得一篇针对中学生 未来职业规划的调查报道显示 太白所有中学生最向往 是成为恋心者 进入超凡 但这个职业 全看资质和绝大多数人无关 不算 抛开练心者不谈 普通人最重要的职业就是 出道成为明星 这个不适合 抛开练心者和需要资本捧的明星 排在第三的是 公务员 太白公务员基本上是半船成志 自考太难 也排除 除了以上三大职业 排行在第一的就是舞者 教师 医生 律师等等都得靠后站 可见舞者还是很受欢迎 武道作为恋心者的辅助 补充 尽管修炼极致 仍是肉体繁胎 挡不住机枪炮弹 可任何一位站在巅峰的武圣 所能享有的社会地位 比之普通恋心者 亦不逊色 李平半个月来 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 对他这种追求人体极限的舞者来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舞道大昌 蓝心上几乎绝技的豹丹宗师 层出不穷 同样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恋心者的存在 如同一座不可跨越的大山 让舞者始终难以 屹立于世界之巅 对我来说 能重活一世 就是最大的幸运 前世至死都停留于化境 这一世 就让我看看 我究竟能走到什么地步 李平精神昂扬 丝毫没有受金云山 王刚 安婉仪等人影响 他来到寝室 打算收拾东西 办理休学 老李来了 寝室中 室友方玉白 似乎正在等他 作为私立大学 环境较好 都是四人间寝室 李平三位室友中 其中两位和他关系一般 唯有方玉白 为人热心 和他关系较好 不 他和寝室三人关系 都很好 长得帅气 擅长交际 加之家境富裕 在汉阳大学 都算半个风云人物 此时 他一把将一份资料 递到他手上 看看 长风武馆宣传单 李平看了他一眼 老李 你的性格我知道 我相信 你绝对没有违心安婉仪 但架不住他护花使者众多 还有舞蹈戏的 万一有谁失去理智打你 你练了舞 不说要打赢谁 只要跑得快一点 安全性就有保障了 方玉白道 我四叔方玲爵新开的舞馆 正在招人 我给你要了优惠价 一个月只要三千 似乎怕李平觉得这个价格贵 他连忙道 他是有富高级职称的舞师 三千一个月 绝对不多 富高级职称 李平眼神一亮 报单 对 太白舞蹈总会认证 方玉白道 这个世界舞蹈昌盛不是一句空话 舞者有明确的职业资格认证 初级 助理级 中级 富高级 正高级舞级划分 在网上 就是舞蹈总会两年一平的舞圣 其中 富高级正对应练出丹靖的舞蹈大师 丹靖 放在古代 无不是那种统军大将级的人物 而且 周级舞蹈协会 还可以找关系 先认证 再报单 太白舞蹈总会 可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 怎么样 去不去 去 李平毫不犹豫硬了下来 前世报单宗师 几乎绝技 化尽已是舞蹈之巅 他既没有名师指点 也没有同道交流 完全靠自己埋头苦练 眼下才刚适应李平这个身份 就能接触报单大师 何其快哉 那走 方玉白说着 带他直奔学校停车场 他家境不错 大学期间 父母就为他买了一辆蓝马X5 这辆车售价二十余万 相当于很多成年人十年的收入 李平对金钱概念看得很淡 但却知道 穷文富武 如果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药物滋补 他恢复化尽巅峰的时间 还能再度缩短 方玉白驾车很快出了学校 会入街道车流 太白总面积600万平方公里 得益于世界大战后 长达60年的和平发展 已是世界少有的发达国家之一 人口高达3亿400万 但由于大部分区域属于荒山野岭 危机四伏 人口基本上集中在南方一带 不足百万平方公里疆土 像藏龙市不算核心重点城市 却也拥有高达300万人口 其中城区人口接近200万 路上车辆穿流不息 一个红灯就可能堵上三五分钟 在等一个红灯的过程中 方玉白忍不住看了李平一眼 感觉你有点不一样了 说完还补充一句 半个月前吧 就有这种感觉了 生死间有大恐怖 闲死还生总会有一些变化 李平笑着道 他一个画镜巅峰的舞者 又恢复性训练了半个月 言行举止 精神面貌自然会有所不同 对 有些人还能一招悟到呢 看样子 我不用再劝你什么了 方玉白笑着回应 接受了这个说法 他愿意热情地带李平去寻死书 关系不错是一点 最主要的 还是感觉这半个月来他身上的变化 结个善缘 半个小时后 蓝马X5 驶入一处写字楼的地下停车场 停好车 按了电梯 直接来到六楼 入目之地 就是长风舞馆的招牌 旁边还挂了对联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翻济沧海 横幅 天道酬情 在李平打亮长风舞馆的门面时 一位身材高挑 身材修长 穿着包裙的女子迎了上来 您好 欢迎光临 练舞 健身吗 我们有新出的季节套餐了解一下吗 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风韵游存的妇人快步跟上 方绍来了 说完和女子招呼了一声 这是方绍 你先去忙你的吧 苏经理 我说呢 在静世 我带你过去 被称为苏经理的妇人领着两人绕过屏风 穿过训练器材室 长风舞馆面积不小 器材崭新 齐全 还带着一种新装修不久的气味 不过很淡了 此时 里面有几个人在进行锻炼 不远处 一个足有上百平米的格斗台上 还有人在释手 李聘细细一打量 两人似乎都练出镜了 不得不说 这个世界的舞蹈确实昌盛 进室外 苏经理敲了敲门 带着里面传来一个镜字时 才推门而入 里面 一个哪怕坐着 仍显魁梧的男子 正文质彬彬地翻看一份资料 李聘能清晰分辨出 他撑起衬衫的肌肉中 蕴含的爆发性力量 而他的身高 怕也不下一米九 如此恐无有力之人 却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压迫 威胁 这 果然是爆丹 真正的爆丹 爆气成丹 魂缘一体之境 小白来了 方灵爵抬头看了看 说 能不能不叫小白 像是养的宠物狗一样 方玉白一脸无奈 他话未说完 却见方灵爵的目光 已经落到李聘身上 李聘尚未爆丹 无法内敛自身所有精气 紧紧站着 自有一股昂扬之意 普通人见了 只觉得这个小伙子有精神 可在身为爆丹高手的方灵爵看来 小白 你什么时候认识 这么年轻的炼竞好手了 炼竞 方玉白一正 紧接着 猛然睁圆眼睛 看向一旁的李聘 声音满是惊异 你炼出尽力了 李聘点了点头 千金难买一声响 炼竞就是明镜 刚进 全出风雷鸣 普通人要炼出尽力 东炼三九下炼三浮 都得十年八年 稍稍偷一下篮 大半辈子还在炼竞门槛徘徊 都不奇怪 炼竞需要悟性 这个世界尽管武道昌盛 可这一步如果没有明师指点 蹉跎三五年也很正常 说好的毕业以后一起打工 做个时代的社畜 你小子居然不声不响 炼出尽力成为舞者了 方玉白很郁闷 礼聘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你还打工 社畜 家里几个亿的资产 不去继承了 那是我爸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方玉白说着 看了自家四叔一眼 我还打算让你跟着四叔练武呢 这下好了 炼出尽力 考个舞者资格证 你可以直接当教练了 练武多久了 方玉绝接过苏经理 为他 李聘 方玉白端过来的茶 询问道 很久前就在练了 大学时压力大 断断续续停了一段时间 最近刚捡起来 李聘道 同时也接过苏经理端来的茶水 到了生谢县 最近 半个月前 方玉白很快想到了什么 李聘点了点头 方玉绝倒是心中一动 断断续续停了这么久 半个月就捡起来了 要知道 舞者圈子自古有个说法 在尚未报单前 身上功夫一天不练手脚慢 两天不练丢一半 三天不练门外汗 李聘半个月捡回尽力 天赋不错呀 我找个人和你搭把手 方玉绝道 好 珊瑚 方玉绝对外叫了声 很快 一个穿着素身衣 扎着马尾辫 看上去阳光健康的女子 走了进来 师父你叫我 来 你和 方玉绝一顿 李聘 李聘平静道 任何舞者都有自己的傲气 如果不是他练出尽力 想来哪怕方玉白介绍了 这位报单大师也未必会记住他的名字 好 李聘 你们练练手 长风舞管人很少 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外 训练的有六个 练舞的有三个 三千平米的面积 总共十几人 显得有些冷清 当然 这可能是刚开业的缘故 一旁的珊瑚 似乎看出了李聘心中所想 微微扬眉 自我师父抱气承担以来 他很多生意上朋友 亲戚 都想将孩子送到他手下来习武 很多人身份不一般 师父不好拒绝 索性便开了这家长风舞管 他补充道 长风舞管存在的意义 一方面 让那些人 有个统一练舞的地方 另一方面 师父的朋友来了 想着切磋一二 也有个场地 开馆教徒是附带 择忧而路 方玉白听得有些尴尬 总觉得珊瑚话里有话 这些是教练 李聘道 对 珊瑚点了点头 我两位师兄 徐欢 张乐 都有舞者资格证书 练舞之余兼职教练 此外 还有聘请来的五位练进舞者 其中 杨丹青杨武师 有三级从业资格证 总会认证的终极职称 人才极极 李聘由衷赞叹一声 前世的他 全盛时期来到这个世界 也只能考个终极职称 他越发期待 这个世界的舞蹈风景 会何等迷人了 珊瑚来到一处 墨绿色橡胶卷材的场地上站定 看着李聘 伸手 撩了撩 来 一米七三的身高 不逊男子 英姿飒爽 李聘想见识 丹靖大师的丹靖 但非亲非故 对方凭什么耍给你看 除非 你本身 有资格投资的价值 当下 他脚下静力一起 明明紧紧跨出一步 却是略出两米有余 没有任何筑摆 上身未动 单脚发力 能略出两米三 这一幕 让一直没有说话的方凌爵 微微压抑 不错 他点评了一句 看到有人比武 其他闲着的教练 也围了上来看热闹 请 李聘虚手一滑 请 珊瑚道了一声 抬手拍击 没有半点东道主应有的谦让之意 李聘见招拆招 体会着这个世界的武道 和他所了解武道的差异 珊瑚年龄比他应该小一两岁 但无论拳法 身法 应对 皆是德心应手 就是 少了一分凶悍 几乎在他脑海中 生出这个念头时 两人完成一轮交错的珊瑚 突然爆发 脚下静力一起 身形灵敏地 犹如猿猴 飞扑而上 移动之间 脚趾 小腿 大腿 腰 肩 五点力量揉成一线 浑身力量被调动超九成 尽数凝聚在一扑之中 旁观的方玉白尚未看清 他以跨越两者间相隔四米距离 画指为掌 对准李聘胸膛拍击而去 啪 李聘在他发力时 目光便瞄了他肩膀一眼 在他扑杀身前时 身形侧让 右手一擒 精准地扣在他的手腕上 就在他打算手臂发力 将其甩飞时 珊瑚手腕却一阵抖动 生生将李聘手中正脱而出 他顺着扑杀惯性 在即将和李聘交错而过时 腰力一扭 猛然甩身 修长的右腿 180度逆转 高高扬起 犹如一柄横扫舞的战斧 对准他的头颅披下 腿部的力量 相较于手臂强横 远不止一丁半点 尤其是刚才的接触中 李聘敏锐发现 他这具身体的力量 似乎不如珊瑚 不如一个女人 因此 面对他这战斧般 劈落而下的一腿 李聘不退反进 脚下尽力勃发 身形不可思议 在珊瑚劈落一击 爆发力即将达到巅峰时 狠狠靠撞向前 肩膀先一步顶在他的大腿位置 右手更是顺着身形 前冲猛然一推 哪怕尽力未放 珊瑚六十余公斤的身形 仍然被李聘推飞出去三四米 不过飞出去的珊瑚 却未砸落在地 而是身形扭转 身形凌空一个旋翻 化解推力 又足落地后一点 连退三步泄力 重新稳住身形 承让 李聘平静到 还没结束 再来 珊瑚有些不服输 就要再度上前 好了 这个时候 方灵爵发话 制止珊瑚意气用事 你只是和李聘试试手 让我对他的实力心中有数 可不是非得分出什么胜负高下 说完 他看向李聘 眼中带着审视 实战过 国中毕业 自诩修有所成 意高胆大 入过深山 搏杀过孤狼 李聘道 方灵爵听了 笑了笑 也不知信不信 没有细问 只是道 看样子 你真停练很久了 否则以你的尽力技巧 体魄不可能这么普通 李聘点了点头 这具身体 才练了半个月 现在 也就比常人稍好一些 来 测下 体魄气血 方灵爵说着 从身上 将一个类似于 手表般的仪器 抛了过去 体魄气血 才是舞者根基 对尽力的理解 运用再深 也不如 气血体魄 带来的碾压 为何刚进宗师 都敌不过 未曾掌握 尽力的恋心者 神进武圣 都不敢和 刚入门的恋心者 正面硬拼 就是因为 对方气血 动辄破百 没得打 气血检测仪 李聘看着 这个手表般的仪器 这个世界 武道昌盛 相关产业 产品 亦是层出不穷 这种仪器带身上 爆发出 最能引动 全身气血的拳法 拳法时 可以检测出 自身的体魄强度 武者必备 根据不同公司生产 最便宜的 都要上百万 够在藏龙市 买两套房了 他带上这个仪器 却并未施展拳法 而是深吸一口气 在他吸气间 他体内五脏六腑 似乎同时轻微震战 发出一阵 人类耳朵 几乎捕捉不到的 低频音波 这一幕 顿时让方灵爵 忍不住面露惊异 虎爆雷印 尽力由鸣转岸了 一旁不服气的珊瑚 也微微愕然 眼中的不甘 稍稍平复了一些 数十秒后 李聘停下内脏共鸣 仪器数字 一阵浮动后 最终停留在十六上 十六啊 新辉公司的 气血检测仪浮动数值 只有一至三点 看样子 你真的荒废太久了 否则以你尽力 由鸣转岸的境界 怎么也不至于 猜这个数字 方灵觉道 李聘了解过 这个世界的 气血强弱之分 普通人 气血体魄 在十到二十间 炼镜舞者 可达二十至三十 那些暴气承担 乃至吐气承刚的大师 宗师级人物 往往突破三十点 至于四十网上 都是指那些 天赋异禀者 舞者所能达到的 最高纪录 是四十九点 由一位身高两米三 天生神力的 中央王朝 丹靖大师测出 虽是丹靖大师 可靠着强大的 气血体魄 五胜都可能 被他生生打死 确实生疏了 李聘将检测仪 还了过去 刚才珊瑚的话 你听到了 我创办长峰舞馆 实际上 是为了应付 亲戚朋友 往我这里塞人 学员方面 我不会插手 方灵爵直言不会道 我有心在修炼路上 冲一冲 见识一番刚进 乃至神进武圣风景 没那么多时间 教弟子 而你又不是什么初学者 以你对尽力的领悟运用 恐怕杨丹青 都教不了你什么 只等补全气血 踏入暗境都非难事 一旁的方玉白 张了张口 想说什么 可实在不好 康他人之楷 只得闭口不言 不过 我虽没时间 教弟子 可时不时还会来 长峰舞馆做作 和大家交流交流 因此我有个建议 你不妨听听 请说 我想聘请你为我们 长峰舞馆的教练 月薪六千 包吃住 什么时候你的助理 舞者资格证书下来了 再给你涨到一万 方玲觉得 长峰舞馆的人不会太多 那些被长辈逼来学武的人 我估计 过个一年半载 就会走掉大半 工作不会很忙 另外 你在画镜 单镜上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问我 我会力所能及地替你解答 如何 六千 太白 现在的货币比较值钱 六千 相当于蓝星上一万八 这个酬星 属于炼镜舞者的基本水准 可加上能请教一位 丹镜大师的机会 性质可就不同了 礼聘已经大三 不打算再在汉阳大学浪费时间 刚才暴露虎豹雷音术 就有应聘入职的心思 方玲觉应该看出来了 才会主动提出 好 礼聘利落的一点头 接下来麻烦方管主了 哈哈 等你什么时候补足气血 再将尽力游民入岸 凭你的年龄 就是我们长风武馆一块活招牌 方玲觉笑着伸手 欢迎你的加入 长风武馆 能在市区租下一层 近三千平米的写字楼 可见财力不菲 他们还在写字楼 对面的云圣公寓租了房间 礼聘当天就住了进去 五十六平的单人间 太白没有公摊面积 哪怕算上二十平专为舞者 隔出的近视 这间公寓单人居住 也称得尚宽敞 忙碌了一下午 完成搬家 礼聘在请方玉白 以及不打不相识的珊瑚 吃了一顿 就算正式入职 长风武馆 耶 礼聘回到公寓 定下心来 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 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来到铺有厚厚橡胶店的近视 回忆自己修行的拳法 当年没有名师指点的 他所练拳普及百家之长 或者说东拼西凑 倒也创造了一门 属于自己的练法和打法 打法为八胸针火镜 练法为玄聘之门 最高可暴弃承担 当然 他暴弃承担失败 玄聘之门能不能到这一步 上代验证 明镜 暗镜 化镜 单镜 刚镜 都是指对静力的运用 我虽未暴弃承担 可借玄聘之门 暴音充扬 观想八胸引爆新火 却能打出单镜 李聘对这一点很清楚 但对现在的他并无意义 没有暴弃承担 静力未曾混原一体 全靠气血爆发 打出类似单镜的八胸针火镜 相当于超负荷运动 全胜时期的他 打上一两次 就会气血亏空 伤及筋骨 当年他和一位化镜舞者比武 对方败后怀恨在心 请高手围杀他 他就曾连发三道单镜 虽然杀出重围 却损伤根基 为后来暴弃承担失败 埋下隐患 单镜如此 刚镜更为凶险 刚镜薄发 须五脏六腑共鸣 如果肺腑不够强横 刚镜没来得及打出 自己就先内出血 身受重伤 严重者当场毙命 体魄是根本 体魄配合静力爆发 力合剂相互结合 才能真正演绎舞者的强大 李聘静下心 调整呼吸 运转玄聘之门 浮以虎豹雷音术 不断震站自己的身躯 似乎令每一个细胞都运动起来 这一过程轻车熟路 对他而言并不困难 足足半个小时 李聘完成一轮修行 明明未曾剧烈运动 可他浑身上下 已被汗水湿透 片刻 他调整了一下气息 然后集中精神 慢慢让自己沉浸到 对自身的感知中 灵魂融合 似乎产生了某种天赋 让他对自身的感知 精准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仅仅数分钟 他得出了这次修行 对体魄强度的提升 如果用武道协会 给出的体魄气血强度 作为伎量单位 李聘一转换 这一轮锻炼 我的气血从先前的16.113 提升至16.127 增幅为0.014 严格地说 为0.01466 只要他想 他能精准地 把控到小数点以后的 十位数 三十位数 乃至百位数 这种精准度 哪怕他不是第一次尝试 仍然心绪起伏 科学根本解释不了这种现象 不过穿越这种事都发生了 还有什么科学不科学 以我现在的营养摄入情况 一天可进行六轮训练 最终气血增幅为0.08796 取小数点后三位 再四舍五入 0.088 一个月就是2.64点 五个月后 他的气血强度会抵达29.328 正对应画境巅峰 也就是暴气承担的门槛 不过 这是理论上 这半个月 我再不断改良 悬病之门一天的气血 提升数 已经从先前的0.035 提升到0.088 现在改良效率 虽然慢了一些 可最终达到0.1不难 如果再服役一些练武药材 增加修炼次数 一天可能达到0.15 两个来月就能尝试报单 没有明师指点 顶尖传承 他自己身体的反馈 就是最好的老师 接下来 礼聘并未进行第二轮修炼 他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打开从宿舍搬来的电脑 登上太白最具人气的舞蹈网站 一上网站 马上弹出一个窗口 太白打算发起 针对死亡山谷凶兽魔物的青角计划 招募舞者深入探查 盖亚星面积超过20亿平方公里 但三分之二 都是凶兽魔物盘踞的荒山野岭 造成这一切的源头 星神 一种万千文字都无法描述 其伟大的高维生命 它的光辉填充了整个太阳系 93年前 部分资质者通过观想 看到这尊伟大 浩瀚的存在后 恐惧 混乱 疯狂 绝望 迅速弥漫 秩序崩溃 无数战争因它而爆发 三年后 战争也因它而终结 人类引以为傲的战争兵器 突然故障率越来越高 火药失效 火炮炸糖 战舰抛锚 遗弃失灵 因为 原子沐浴星光诞生意志 清净星神 当一些武器 遗弃携带敌异攻击 靠着观想星神沐浴星光的 炼星者时 原子抗拒 故障频发 率先毁灭的 往往是使用者自己 战争被迫落下帷幕 自此 星神时代来临 而沐浴星光的 可不止人类 野兽 植物 飞禽走兽 盖亚所有生命与路均沾 人类生活圈 一缩再缩 世界动荡二十年 直至七十年前 第一批恋星者 站上世界舞台 率领各国军队 抗击凶兽魔物 方才形成了今日格局 天元联邦 就是动荡三十年间 各国联合的产物 与大商 帝国 新盟 日耀 东海三十六国 并称世界六级 礼聘看了一眼 招募舞者开出的条件 根据实例 日薪少则上万 多则百万 有特殊发现 根据价值不同 奖金更是丰厚 最高上亿 可他看了一眼 便移开目光 魔物和恋星者 同出一员 靠近会生出感应 值得让舞者侦查 但 这是拿命去干的活 礼聘关闭弹窗 转入页面 搜寻少数单进大师 刚进宗师的出手视频 实际上也不用搜索 每一位单进大师 刚进宗师的视频 都有极高人气 轻轻松松 百万点击起步 他根据点击量搜索 看到的视频 除了一些沙雕 质量基本上 差不到哪去 其中一些视频中 甚至会讲述一些 他在蓝星上 求而不得的 单进心得 刚进经验 虽然以引流为主 不成体系 可总比蓝星上 他连一个活着的 刚进宗师 都找不到好 真是舞蹈盛事 李聘由衷赞叹 他刷了片刻 很快看到了一个 报单详解的视频 发布者有一连串认证 江州舞蹈协会 副高级职业认证 云光市舞蹈协会 副会长 铁剑武馆管主 神员十三件 嫡系传人 资深武术家 罗大师 周级舞蹈协会的 职业认证 周级职业认证 向来存在水分 副高级直称 能打出单进即可 随着他点入其中 发现对方还真是一位 真材实料的单进大师 可才看了一分钟 视频戛然而止 付费视频 礼聘一顿 半个小时的视频 价格倒是不高 十元罢了 他注册了一下账号 ID 想了想 输入十万新年四个字 然后进行付费观看 视频内容 让礼聘有些欣喜 尽管这位罗宗师 讲的都是 比较浅显的东西 可对他完善 玄聘之门的报单境界 却有不小帮助 不足之处 他能一点一点尝试 是我狭隘了 现在的我 不见得非要和单进大师交手 才能明误 如何弃学报单 礼聘看了一番 再继续刷一些单进运用视频 这些视频 最后都指向了 武馆弟子招收 声称 只有手把手的交 才能让人快速迈入武道 可真等报名缴费后 对方的管主 一个月能露面一次 都算厚到老实 接下来的时间 礼聘的生活 明显有规律起来 早上去长风武馆练武 时不时 珊瑚会来找他过过招 下午则抽时间 来教导几个赶鸭子上架的 富家子弟练武 尽管太白社会环境相对稳定 60年未经历战争 可危机尚未消失 尤其老一辈 经历过动荡岁月 安全感匮乏 在资质不够的情况下 指得惊言武道 自己不行就督促后辈 几个富家子弟 虽然每次练武 都愁眉苦脸 却不敢不来 礼聘教导他们 也算温故之心 教完弟子 晚上他一边修行 一边刷视频 在蓝星全靠自己埋头苦练 没接触过几个单进大师的礼聘 紧紧刷视频 都时刻有所领悟 通过观看他人对单进的运用 他在结合自身的八胸真火镜 进行改良 他对单进运转 已经越发得心应手 一个月后的某个早晨 长风无管 众教练未曾上班之际 碰 伴随着一声轰鸣 体魄尚未完全恢复的礼聘 第一次在这个世界 打出了符合单进爆发的一击 单进 李聘看着剧烈晃动的特制纱带 甩了甩手臂 他凝聚精神 集中在手臂上 仅一分钟已经洞察了手臂状态 软组织损伤 肌肉 肌腱有小幅度开裂 神经血管也有些损伤 具体感应的话 损伤集中在短趋肌 短斩肌 对掌肌之间 神经血管 则以正中神经 正中神经反肢 齿神经伸肢 饶动脉 齿动脉上 不过这些损伤都在正常范畴内 一个月下来 他的气血攀升到21.014 和珊瑚相当 这种体魄气血 想打出单进 自然不可能毫无代价 得和养生法一起练 前世李聘在意识到 自己商级根基后 有意搜寻功法条理 其中五情戏他花费精力最多 不过这一世 既然有洞察天赋 那就得换一种了 最合适的 道家的先天吐纳氧气术 前世 这算是他唯一一次奇遇 他功力入化为囚报单时 入陵云山寻访高人 得遇一位道家真修 对方虽不是什么武道高手 可年过96 却仍无病无痛 身体健老 他看出他时日无多 受他先天吐纳氧气术 这是一门能逆反先天 挖掘人体生命元气的氧气之法 在条理暗伤滋养肉身上有显著效果 可惜 当时他时日无多 心浮气躁 无法尽心参悟 至死都未曾修行入门 眼下重来一次 完全可以一世 当下 他按照先天氧气术法门进行吐纳 长逢五管 早上人叫少 九点多才陆陆续续有人前来 但都不是李拼带的学员 他练完先天氧气术 继续练起玄品之门 静中午时 李拼手机响起 接通后 很快传来方玉白的声音 老李 楼下王大厨 一起吃个饭 好 李拼并未拒绝 他和方玉白 先前本就聊得来 又有介绍方玲绝这一层关系在 这一个月里 两人关系好了很多 当即他下了楼 只往楼下商场的王大厨餐厅而去 等他到时才发现 方玉白已经和两位面容交好 打扮精致的少女 在那等候了 老李 方玉白打了声招呼 同时介绍 我女朋友孟玲兵 她朋友 张芸汐 你好 李拼主动打了声招呼 她是 李拼 孟玲兵 似乎认出了李拼 有些诧异地道了一声 是 方玉白说着 对她告诫了一声 你可别听信学校那些疯言疯语 哦 孟玲兵点了点头 但表情稍微有些不自然 而她身旁的女子张芸汐 却是皱了皱眉头 紧接着直接站起身来 冰冰 我们不是还约了乐了吗 她也道了 我们要不要去接下她 我 孟玲兵很快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犹豫了片刻 道 你先去吧 我在这等你 真不去 乐乐会不高兴 你去吧 孟玲兵说着 暗暗看了方玉白一眼 那行 张芸汐说着 招呼也没有再和方玉白 李拼打一个 直接离开了 这一结果 让方玉白有些尴尬 但她很快已经神色如常道 芸汐有事就先让她去 我们先吃 我上楼拿点东西 李拼道 她打算离开了 吃完再拿不迟 方玉白听明白了她的意思 直接一挥手 想吃什么 我帮你点 我们吃 你看着来 李拼见状也没有矫情 她甚至直接大方地询问 张芸汐认识安婉怡 呃 孟玲兵看了方玉白一眼 回了声 是 一旁的方玉白有些肝大道 张芸汐我也见过几次 觉得还算有修养 长得也不错 按林冰的说法 在学校也算洁身自好 我本想将她介绍给你 免得你一天到晚 待在武馆闷出病来 没想到 无妨 李拼道 未来等她修有所成 功成名就 她会找金鼓风 安婉怡 好好说道说道 至于汉阳大学 其他学生 她想来 不会再和他们 有任何交集 自然也不会 在他们身上 浪费情绪价值 李拼 方玉白 你们也在这里 这个时候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便见扎着马尾便 一身红白色运动服 看上去青春靓丽 如同学生装扮的珊瑚 走了过来 她身旁 还有一位 穿着黄色连衣裙 梳着奇刘海 长发披肩 而下的女子 女子不止五官精致 身上更是充满着 一种温婉的气质 她一来 似乎整个政厅 都明媚了几分 店中不少客人 频频侧目 玉白请吃饭 李拼到了一声 拼桌 一起 珊瑚大大方方道 李拼看向方玉白 方玉白目光 则是不自觉地 朝黄群女子 多看了几眼 当然可以 你朋友她 没事 珊瑚看了女子一眼 盈盈 人多热闹 我们可以多点几个菜 多品尝几种口味 而不用担心浪费 怎么样 好 女子对着方玉白 李拼几人微微一笑 打扰了 不打扰不打扰 请坐 方玉白连忙道 珊瑚一点不认声地 拉开椅子一坐 介绍了一下 我闺蜜柳盈盈 方玉白也将几人 介绍了一下 一坐下 珊瑚直接找李拼聊了起来 李拼 我看你的全境 比先前刚蒙有力多了 气血破二十了吧 到了 李拼到 你提升得太快了 不过你练得这么努力 也该有这种成就 没办法 我从事这份工作 自然得多用心一点 你很适合这条路 珊瑚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这一个月的训练他 看在眼里 哪怕李拼是将先前丢下的武功捡起来 可成长速度也太快了 只有一个解释 他本身就极有天赋 下周就到半年一次的五道资格证考核日了 一级证书能考下来吧 还是直接考二级 直接考二级 李拼到 如果不是最多只能挑一级考核 他还想直接考三级证书 也就是中级职称 不过也无妨 以他现在的进步 再等半年 直接考赴高级职称 可他的话 却让珊瑚愣了愣 紧接着忍不住道 我开玩笑的 你来真的 真直接考二级 助理舞者职称 对 李拼到 你 珊瑚原本的好心情 顿时没有了 二级 方玉白猛地睁大眼睛盯着李拼 这就考二级的助理舞者职称了 嗯 这不是为了早点旅行方馆长 签署的合同义务吗 李拼笑着道 你老实告诉我 你会不会打算半年后 就去考中级职称了 珊瑚盯着李拼 半年后的事 谁知道呢 李拼摆了摆手 好了 我们说的话题 别人未必有兴趣 还是换一个吧 有兴趣啊 柳盈盈眨了眨眼 舞者的二级职称含金量很高 你这么年轻 就能过二级 真的很厉害 孟林斌也愣愣地看着李拼 似乎想说什么 可想到刚才的尴尬 又有些说不出口 李拼摇了摇头 他并不觉得 这些话题 有什么继续下去的意义 他练舞的初衷 从来不是为了追求功成名就 而是为了自己 为了生命大欲 打破人体极限 彻底战胜病痛 意外 天灾人祸 未来 他还想看看 人类这种生物 究竟可以强大到什么地步 生命这场修行的尽头 究竟位于何处 其他的如金钱 身份都只是这个目标的附带 有最好 没有 他也不会过分抢求 这个时候 珊瑚突然到 师傅最近发现 武馆行业真的很赚钱 应该会扩大招生范围 你来做馆怎么样 我 不是杨师傅负责做馆吗 扩大招生后 武馆会分内馆和外馆 内馆为弟子 外馆称学员 杨师傅做内馆 你做外馆 珊瑚看着李聘 上上下下一阵打量 一米七八的身高 差了点 不过对舞者来说刚好 关键他的底子很好 如果请得造型师 好好打扮一下 精神 帅气 阳光 外馆学员 基本上以初学者为主 甚至还是年龄较小的男男女女 谁能拒绝得了 这样一个帅气有形 精神外貌俱佳 还拥有二级舞者资格证的馆长呢 方管主的行事风格 给我做了一个表率 他想在舞道路上继续走一下 看一看更高处的风景 我也有这个想法 李聘笑着回应 舞道之路 珊瑚看着李聘 有些恍惚 是了 你才二十二 舞者的成长期 可以维持到三十到三十五 你还有十几年时间 二十二呀 要是十八多好 这个时候 方玉白带着痛惜语气到 二级啊 如果你才十八 完全可以去参加少年组的江州舞蹈大赛 斩获名次 如果名次高 甚至有望参加全国大赛 乃至由天元举办的天下第一舞蹈大会 就算一轮游 凭借这份资历都足以让你拿代言 拿讲座 拿到手软 确实 现在的一线明星沈曼君 就是十四届海州舞蹈大赛少年组出身 他在少年组斩获前十 由于十四届前十名只有他一个女子 被他身后的运营公司包装为那一届少年组第一女舞者 当天吸粉六百万 随后一个月拿下十四个代言 仅一年捞金上亿 珊瑚点了点头 末了 他还补充了一句 是金元 上亿经 太白的货币制度曾被新蒙狙击 一度崩溃 居民随便下个管子就要好几万 现在本国货币虽然仍在使用 可大部分人已经用上天元王朝统一发行的天元币 天元币和太白币的汇率高达1比570 币制极高 又被称为金元 这还不算什么 我们江州出身的苏澳健 也是在十五届江州舞蹈大赛展露头角 直接被吸入国内日要级的乾坤武馆 现在已经在备战全国大会了 他的签约金五年高达八千万 方玉白羡慕道 他家有钱 但两代人打拼下来也就积累了几个亿资产 这些资产基本上产业为主 换成现金 几千万都拿不出来 他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一万金元上下 没办法 我已经二十二了 李聘怂了怂肩 李聘他可以去参加青年组啊 我记得青年组年龄限制是三十六 柳盈盈道 盈盈你不懂 珊瑚摇了摇头 舞者的成长期就是三十到三十五 换句话说 舞者基本上会在三十五到四时间达到巅峰 持续十几年后开始下滑 青年组 那是真正的众神大战 没有练出单进 根本别想在江州大赛脱颖而出 说着 他稍稍压低了一些声音 这段时间 我师父之所以不怎么来武馆 就是因为在备战第十六届江州舞蹈大赛 十六届江州舞蹈大赛 李聘心中也有些想法 这种大赛三年一见 共分为州级大赛 全国大赛 以及囊括整个天元联邦的天下第一舞蹈大赛 每级赛事持续一个月 大赛一旦开始举行 便是全国乃至整个联邦所有人的狂欢 尤其在决赛时 学校 各单位会专门放假 让人们观看赛事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舞者们想要凭最高职称 舞升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打入全国大赛 斩获冠军 据说在天下第一舞蹈大赛后 还有十年一届的世纪之王舞蹈大赛 而那些参赛者 无一例外 都已打破人体极限 肉身抗子弹 甚至能镇压寻常练兴者 不过这和太白王国关系不大了 近三届 世纪之王的桂冠都没有落到天元联邦头上 方管主如果能在江州大赛展露头角 长风舞馆的名气可就彻底打出去了 李聘道 对 到时候申请一下新徽级舞馆评级 如果通过成为势力扶持企业 规模绝对会快速膨胀 到时候学员数千上万都不是难事 珊瑚看了一眼李聘 怎么样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作馆 舞者在社会上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舞蹈能辅助新恋者修行 是一个因素 另一个因素 很多险地的侦察都虚用到 不会被魔物感应到的舞者 然而一个舞者要成长 最重要的就是实战 李聘平静道 国内不遗余力地举办各种大赛 就是为了给舞者增加实战经验 所以这一届大赛 我也想去见识一番 你要参加这一届江州大赛 珊瑚愕然 一 尽管你二级舞者的实力 达到了青年组报名标准 可二级舞者上去 那不是炮灰吗 一周之地 人才会脆 能闯入前十的 哪个不是丹静有成 成绩不是重点 只要能积累一些实战经验 和大量的华静高手 乃至丹静大师交手 我就心满意足了 李聘忠心道 在蓝星上 这种机会太少了 而这个世界 三年一见 每三年 就能和一位为丹静大师 刚静宗师交手 体悟丹静 刚静之妙 想想都让人激动 真不知道 当丹静轰入体内 震荡骨骼发出轰鸣时 会是怎样一种美妙的声音 一时间 他脸上不由自主 露出了一丝期待的笑容 老烈 稳住 别浪啊 一旁的方玉白连忙道 每一届舞蹈大赛 虽然都会请出舞蹈民宿 心气以测万全 可仍然存在死亡指标 我记得上届江州大赛 蛇了三个 残了九个 这不总共才十二个吗 李聘笑着道 每年死在车祸下的人都有几百万 难道就不开车了 再说 舞者的事 哪有不受伤的 这 方玉白不知道怎么说了 仅仅增加实战经验 倒不至于太危险 而且 以李聘的天赋和成长速度 36岁前 未必不能在江州大赛脱颖而出 提前参赛 也算为以后积累经验 珊瑚倒是十分赞同 我到时候替你加油 柳盈盈冲李聘笑着道 李聘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上了菜 众人也结束了这个话题 待得吃完饭 李聘和珊瑚 要上楼去舞馆 柳盈盈跟了上去 方玉白 则继续陪女朋友 逛街看电影 两人走了好一会儿 孟玲冰才突然问了一声 刚才那位珊瑚小姐说 李聘36岁前 未必不能在江州大赛脱颖而出 是真的 哪怕有夸奖的成分 想来也差不了多少吧 方玉白说着 有些感慨道 说真的 一个月前 我叔叔说他练出劲了 我吓了一跳 人家练出劲力 考到舞者证书后 从事相关行业的收入 绝不会比汉阳大学 网界毕业生差吧 而今天 他都要直接考二级支撑了 太白王国还好一些 未处天元联邦中央 境内除了死亡山谷 阴影森林外 没什么险地 大家生活于和平与安逸中 虽然知道恋心者身份尊贵 可作为恋心者补充 辅助的舞者 身份优势 并未凸显出来 而那些境内 周边有更恐怖险地的国家 每一位舞者 尤其是愿意替恋心者 去显地侦查的舞者 几乎都能享有英雄般的待遇 一些恋心者 对他们都十分尊敬 学术圈 娱乐圈 乃至商界 和舞蹈界 根本没得比 助理舞者的职称 比副教授职称都好用 考到终极舞者职称 就能享有减税 免税政策 甚至领取国家补助 你那个朋友 真是鼠目寸光 仅仅听信一些风言风语 就白白错失了 这样一个大好机会 方玉白冷笑道 等着吧 以后有他后悔的 我以后不和他来往了 孟林斌马上道 别 我可还想知道 等老李真的成名后 他到时候怎么个目瞪口呆呢 方玉白哈哈笑道 没办法 你男朋友 我就是这么一个俗气的人 藏龙是舞蹈协会 半年一度的舞者 考核之计 可谓人山人海 尽管考核者不多 但每一位考核人员 基本上都有家人亲属陪同 再加上半年才考一次 整个藏龙室 也只有一个考点 此时 舞蹈协会外 已经围得水泄不通 老李 我就送你到这了 离舞蹈协会 还有几百米的路上 方玉白不得不停下 自己的爱车 完全堵死了 实在走不动了 谢了 李聘笑着道 他没说什么 自己骑车过来就好 方玉白开车相送 本身就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善意 加油 一定要成啊 等证件下来了 给我拍张照 我发朋友圈 方玉白说着 用力一挥手 汉阳大学舞蹈社社长 二级证书都没考下来呢 有个二级舞者兄弟 以后汉阳大学 我还不横着走 李聘摆了白手 然后顺着人流 不急不还 往舞蹈协会而去 藏龙士舞蹈协会会长江青月 乃是一位刚进宗师 不过年过花甲 身体早不如从前 怕是还比不得一些 丹靖大成的高手 真正用来撑门面的 就是几位抱丹副会长了 现在的李聘 无时无刻不在 从网上汲取着丹靖经验 再借洞察天赋 化为己用 对接触抱丹 请教丹靖不那么紧迫 此刻的他 反而以一种融入舞蹈盛世的心情 打亮着来来回回 或紧张 或期待 或自信的考核舞者 这些人中 大部分都已练出尽力 一些考二级证书的人 已经到了尽力游民入岸的程度 熙熙攘攘 怕是有数百人 这种人人习武的热闹景象 在蓝星上根本不敢想象 顺着人流 李聘来到五道协会考场 舞者资格证书考核 分比式和现考 李聘和同行一批的数十人 进入一个拥有一台台电脑的考场 输入身份证明 时间一到 考试开始 他根据上面出的题目进行解答 舞者拥有的主要义务 保卫国家利益 和维护地区和平义务 保护弱势群体 协助抗击不法侵害义务 主要权益 享有国家各项优惠政策 更高权限的紧急避险 更高权限的自卫权 舞者比式涉及伤残 应免于法律正常处罚条例 或从轻处罚 但涉及生死搏杀 需向五道协会提前申请 李聘一一解答 判断题 舞者 舞者机构间遵循对等报复 但舞者张三 向五道协会申请复仇 得到许可后 马上找到舞者李四 将其杀死 大仇得报 可法律却判处其故意杀人罪 有期徒刑十年 此判处是否正确 正确 礼聘填写答案 申请复仇 哪怕得到舞道协会许可 也得三个工作日才能复仇 对方三天内可以进行准备 并且有权邀请任何朋友 协助应对复仇之战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处于舞者比式 需从轻处罚的范畴内 判断题 在一次冲突中 平民假手持刀剑威胁武者已 并未动手 被武者以依仗武力杀死 判处武者已故意杀人罪 错误 武者也是血肉之躯 不具备抵挡刀剑子弹的能力 平民手持刀剑 以能对武者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以武者更高级的自卫权 这一题顶尖律师出面 都最多判那位 武者一个防卫过当 李平答着题 尽管他在比试前复习了半个月 明白这个世界武者权限比普通人高 但看到这些题目 他还是觉得有些离谱 像这一题 武者张三欠下平民李四一百万 躲债三年未归 在某一天 李四发现张三回到家中 纠集一杆平民 为携带武器闯入武者张三家中 被张三杀死 法律判处张三无罪 因为 武者和平民不同 虽然事出有因 可除非有合法手续 否则武者对任何闯入自己家中的人 包括平民 拥有无限反击权 这是当年 一位大人物的弟子 因比武杀了人 报单时被人闯入家中 导致走火入魔后 提出来的一道律法 得到了所有武者认可 武者在一些修行关爱时 确实受不得任何干扰 50分钟后 李聘完成答题 堪堪在及格线上完成通过 紧接着排队 等待第二轮现考 武道协会各种仪器十分齐全 气血测试仪 测力机 反应测试设备等等 李聘全部一轮过 最后表演了一番按进搏发 顺利完成考核 考核结束 他在发证处等了不到一个小时 顺利拿到了二级武者证书 倒是很快 李聘到了一生 不过也对 武者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脱离了平民阶层 武道协会对他们 自然不会像太白政府部门 对待平民一样 一点小事 都让他们等个三五天 将证书放入口袋 李聘再去一旁大楼 以藏龙式武者身份 报名登记了一下江州武道大赛 这一过程同样十分顺利 没有遭到任何刁难 类似于江州武道大赛 这种政府大力推行的正式大赛 地方上都需要尽力支持 报名人数越多 上面越能看到下面的支持力度 而工作人员 可不会因为李聘是二级武者 而劝他考虑清楚 他们上面的领导 说不定都有指标 会主动劝导那些符合资格的武者参赛 轻松报名后 李聘往仍然人流不息的协会外走去 小兄弟请等等 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了过来 紧接着 便见一个中年富泰男子 快步上前 笑容可居的地上名片 小兄弟 我是红日服饰的袁太来 冒昧打扰了 刚才小兄弟领取武者证书时 我就在留意小兄弟了 先恭喜小兄弟 完成二级武者考核 有事吗 李聘询问 一句话 袁太来似乎明白了李聘的性子 连忙植入主题 小兄弟年纪轻轻 成就二级武者 当真年轻有为 另外 我刚看小兄弟从舞蹈大赛报名处走出来 可是打算体验一下江州舞蹈大赛的热闹 嗯 这段时间我看到的参赛者不少 可像小兄弟这般 年轻 帅气 俊朗 阳光之人 还是十分罕见 我们红日服饰 乃是藏龙市本土品牌 这段时间一直在寻求走出藏龙市 面向整个江州 正需要一个品牌代言人 小兄弟的人物形象 就很符合我们的代言标准 袁太来笑着道 所以 只要小兄弟愿意成为我们的代言人 拍一支广告 和一些宣传照 再在江州舞蹈大赛上 穿戴有红日服饰 标志的服装上场 我们愿意出价十万 袁太来的话 礼聘有些意外 可怜想到这个世界的风气 却又觉得是情理之中 很多成名舞者 都会拿代言 拍广告 礼聘二级舞者的实力 不算出类拔萃 但架不住他年轻 再加上得益于父母的优秀基因 藏龙市的二级舞者中 还真没几个 能在这方面和他相比 十万 格局小了 礼聘笑着道 你觉得我在江州舞蹈大赛上一轮游 呃 袁太来显然是这么想的 毕竟礼聘这么年轻 且才二级舞者 上去不就是炮灰吗 不过这话自然不能说出来 当然不是 主要是我们红日服饰 在代言宣传方面 预留的资金有限 相逢就是有缘 礼聘对这个世界的舞者代言 有种新气感 蓝星上 舞者属于默默无闻的群体 哪怕功夫入化 人气 收入 也比不上一个二流明星 眼下他考了个二级舞者证书 就有人找上门来 我提个建议 你不妨听听看 礼聘清笑道 广告视频我就不拍了 江州大赛期间 我授权你们 使用我的肖像权 用作红日服饰宣传 费用五万即可 不过如果我进入第二轮 价格涨到十万 要是能打入十强 一百万不过分吧 十强 袁太来微微一愣 我如果没看错 当时排号器显示出来的 身份证号码上 你今年二十二 只能参加青年组了吧 你一个二级舞者 打入十强 真当人家那些画镜高手 担镜大师是吃干饭的 对 有问题 礼聘道 袁太来顿时无语 见状 礼聘笑了笑 转身离去 他也只是觉得 代言一说有些新奇 袁太来找上来也算有缘 才和他多说了一句 现在看来 双方没有任何信任基础的合作 强人所难 也浪费时间了 可这个时候 袁太来却是反应了过来 他本来就是打算十万请礼聘代言 虽然他不愿拍广告 只允许他使用江州大赛期间的肖像权宣传 但第二轮和一轮游性质完全不同 前者只能说是江州舞蹈大赛参赛选手 后者 他加上江州舞蹈大赛优胜选手的头衔不过分吧 何况 真一轮游了 不也就五万吗 五万 他亏得起 等等 小兄弟 按你说的 我签 袁太来很快追了上去 照样给你十万 如果你能打到第二轮 我们给二十万 要是能打入十强 三百万 不过 我希望签一年 你们不就是要江州大赛期间的热度吗 礼聘有些奇怪 哼 哪怕没有江州舞蹈大赛 我也觉得 可以和小兄弟长期合作 袁太来笑着道 你看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这就找个地方把合同签了 有问题 礼聘道 就要我刚刚说的来 但 我不签一年 嗯 袁太来一正 为什么 礼聘笑了笑 万一我还要去打全国大赛呢 呃 袁太来直接被他这番话 弄得不知怎么回应了 如果说江州舞蹈大赛十强 还有较小的概率 让一些实战经验丰富化镜高手脱颖而出 那全国大赛 你没练出单进 怕是连获得邀请函的资格都没有 全国舞蹈大赛少年组 青年组都是邀请制 参赛者从那些各州前五 乃至前三者中选出 只有成年组才实行报名制 可最低报名标准 就是有副高级职称 也就是练出单进 袁太来说道 这 似乎一是他知道的这些资料 这位年轻人也必然知道 顿时 声音停了下来 好一会儿 他才有所决定 我签就按十万 二十万来 不止如此 如果你能打入江州大赛前十 我出两百万 只希望在我们江州旗舰店开业时 你能参与剪彩 李聘略意私存 微微汗手 可以 他确实觉得很新奇 打算将这些过程体验一下 以后除非有特殊情况 否则 应该不会再接什么代言了 当下 李聘拿手机打给了珊瑚 等他和袁太来 以及被袁太来随后叫来的法务人员 在一间咖啡厅拟好合同时 珊瑚带着一个中年男子匆匆而来 这是我们长风武馆的合作法务 珊瑚说着 忍不住在李聘身上一阵打量 可以啊 就拿代言了 看样子考过了 嗯 仅仅是肖像授权罢了 李聘说着 转向中年男子 有劳了 真通过了 珊瑚嘀咕着 传说中的武道天才 就这么被我碰上了 中年男子和袁太来带来的法务人员交流了一番 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了修改后 对着珊瑚 李聘点了点头 李聘见状 重新来到桌前 珊瑚趁机扫了一眼 顿时叫了一声 好家伙 江州武道大赛前十 心这么严 还有半年 试一试 李聘笑着道 试一试 珊瑚看着李聘 眼神有些复杂 他觉得 他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人了 刚开始时 对于方玉白走后门 要将李聘塞到师父门下 他还有心思敲打 等败在李聘手下后 才算正是他 随后一个月里 李聘的成长有目共睹 尽管按他的说法 他是将先前丢掉的武功 一点一点捡起来 进步较快 可他看的仍然有些不适滋味 现在 拿到二级舞者资格证书 都敢和人签江州武道大赛 前十的合同了 要知道 他师父对能不能打入 江州武道大赛前十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李聘哪怕只说试一试 言行中仍然体现出 无与伦比的勇气和自信 至少 换成是他 哪怕拿到二级舞者赠输了 也绝对没有勇气去报名参加江州武道大赛 更别说展望前十了 你先前 究竟练到了什么程度 珊瑚忍不住问一句 不会那个时候 就已经游民入岸了吧 李聘笑了笑 并未答话 他不想说谎 可有时候 真话说出来 比谎话更扎心 珊瑚是个好姑娘 让他自己慢慢想通吧 他再检查了一遍合同 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合作愉快 袁太来站起身来 和李聘握了握手 最迟明天 第一笔签约金五万会 打到你卡上 谢了 李聘点了点头 五万的签约金 是法务替他争取的 钱这种东西 还是落袋为安 而且 有钱了 买点气血药物滋补 他恢复到化尽巅峰体魄 所需花费的时间 也能再度缩短 长风无管 李聘快速打出一套拳法 浑身上下 气血如烘炉 炽热滚烫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拿测温枪给他来一下 会发现 他此刻的体温 绝对在45度以上 好一会儿 拳法打完 他胸前起伏 常常吐出一口气 大量的汗水 开始自他身上溢散 很快已经将衣服打湿 不过李聘并未理会 而是静静感应自身气血变化 片刻 他已换算出数据 0.02 吸收大量单进 刚进视频 再利用洞察天赋 不断微调 修改 玄聘之门一轮练习 已经可以提升 0.02的气血强度 一天六轮下来 就是0.12 此时 已是他拿到 二级舞者资格证的 三天后了 他的气血体魄 也已经提升到了23 一个月提升好几点 不过 气血体魄提升 都是前期大于后期 越往后越难 练进舞者 气血20到30 而单进大师 刚进宗师 甚至包括一些炼神武圣 气血都在30到40范畴内 除非天生神力 又或者服用天才地宝 否则 哪怕五圣 都很难将自己的气血体魄 提升到40以上 先天氧气术 第一篇为氧气 增强自身生命元气 有生机勃发 强身健体之效 第二篇为助肌 这一篇从根基上塑造 强化修炼者基础 我服以洞察天赋 或许可深入挖掘肉身潜力 达到类似天生神力者的效果 往后还有第三篇 金丹片 倒不是修仙者 那般的金丹境界 而是使修行者周身混元 生机不屑 如同一枚人体大丹 百病不生 延年益寿 上一世 他直接卡在生命元气 这一关上 找不到自身生命元气所在 而此时靠着天赋一柄 他修行先天炼气术 第一天 便找到了生命元气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循序渐进地 对其进行增强 温氧 这也是氧气片的核心所在 李片 你的快递到了 我帮你拿来了 这个时候 珊瑚的声音 从外面传了过来 这段时间买的东西不少啊 谢了 李片接过珊瑚递来的盒子 买的药材 你提升这么快 该不会就是吃了这些灵丹妙药吧 珊瑚看着上面的发货地址道 试一试 看什么药材利于修行 李片道 前世的他 对药材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但那些时期的了解 来自书籍 现在 卡里多了五万块 他打算以神农精神 崇尝百草 借天赋 选出最适合自己需求的药材 购买滋补 现在人工养殖业发达 网上买药材的话 未必是真品 也买不到真品 你真想买到好药材 找盈盈啊 他家就是开中药店 百年传承 品质有保障 我师父要用什么药了 都是去他家药店 珊瑚说着 有些遗憾 要不是他爷爷老顽固 不肯扩大经营 走连锁品牌 家里现在怎么着 都有几百上千万了 运气好做成品牌 他妥妥小富婆一枚 李聘觉得 他话里有话 但这个消息 对他还是有些作用 什么店 我到时候去看一看 择日不如壮日 壮日不如今日 我这就叫盈盈来带你去 便宜别人 不如便宜盈盈 珊瑚说着 直接打起电话 他的电话 终究没来得及打出去 方林爵来了 他显然是因礼聘而来 听徐欢说 你考到二级证书了 考到了 礼聘笑了笑 馆长打算 给我换合同了 对 方林爵点了点头 不过不是先前那一个 跟我来 说话间 他带着礼聘去了办公室 同时对珊瑚吩咐 让小苏将我的 吕山云雾拿来 好 珊瑚点了点头 茶文化自大商流传而来 有宁神静气之效 无论舞者还是恋心者 都身为喜爱 上等茶叶价格 比这一些山珍海味 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报名了江州舞蹈大赛 办公室中 方林爵直言询问 对 积累一些交手经验 李聘道 恐怕没那么简单 方林爵看着李聘 认真道 你实话告诉我 你先前 究竟练到什么程度了 由名入案 还是尽力入化 我的情况有些特殊 李聘道 灵魂重生这种事 在有超凡的 世界怕都不好解释 方林爵看着李聘 但见他神色坦荡 却闭口不言 只得叹息了一声 我明白了 我明天会搬出公寓 李聘道 你小子 方林爵笑赤一声 我在你眼里 就是那么没容忍之量的人 哪怕你真尽力入化了 又怎么样 我一个单进武师 还怕你宣兵夺主不成 再说了 我武馆里有高手作战 我高兴还来不及 还能往外赶 除非是你自己觉得 在这待得不舒心 不想待下去了 我挺喜欢长风武馆的氛围 李聘道 他虽然带着几个学员 且都是富家子弟 但并不顽固 反而颇有教养 对他也是彬彬有礼 工作轻松 珊瑚 徐欢 张乐几人 对他也很和睦 而且 在他有些穷困时 方林爵给他提供了第一份工作 李聘也不想因为这件事 将两人的关系闹僵 不管你先前究竟尽力入化 还是游民入暗 都可以看出你天赋惊人 再加上你选择参加江州舞蹈大赛 看样子 是真打算在舞蹈之路上走下去 再让你带学员 有些浪费你的时间了 方林爵道 珊瑚和你说过 我想扩大经营的是吧 李聘点了点头 半年后 也就是明年的5月1日 全国各州第16届舞蹈大赛同期开启 我练就丹竞 终究有5年了 上一届我在海州参赛 要不是运气差 碰到种子选手 就打入前十了 经过三年磨砺 这一次在江州参赛 前十不敢说十拿九稳 把握还是挺大 方林爵说着 心怀豪情 要不是年龄大了 未来 我还想去征战全国大赛呢 方管主可以从成年组参赛 成年组 下一届再说吧 方林爵的豪情持续几秒 化为感慨 方家生意做得也不小 我和小白 他爹几兄弟加起来 一家子五六个亿的资产还是有 所以我觉得我是个不差钱的主 别人送后辈来我门下练武 我内心是拒绝的 这帮孙子真TM太舍得花钱了 他看着李聘 你知道吗 我为了不让他们逼我亲自教他们的子嗣 浪费我的练武时间 开出了一节课一万的课时费 好几个人 直接给买了一百课 你信吗 这不到两个月 我都卖出去快两千课了 李聘有些惊异 丹静大师 这么赚钱的吗 两千课 两千万 两千课又不见得得一对一教导 而且 如果扩大规模 长风武管一家的收入 就抵得上整个方家十几家公司的利润 方林觉得 以前 我对那些丹静大师 在网上发表课程招收弟子的行为嗤之以鼻 简直丢了我们丹静大师的脸面 现在 李聘理解地点了点头 武者能有这种收入 在蓝星 简直不敢想象 你的意思是 让我做寡 冲你参加江州舞蹈大赛 并且还敢签署 江州前十这种对赌的魄力 我敢肯定 半年后 你十有八九要入化境 所以 我这里有两种方案 方林觉重重道 第一种 我想邀请你入股 成为长风武管一员 长风武管扩招后 总投资不会低于六千万 我不要你的任何投入 仅仅你这个人 我给你百分之五的股份 未来你修成单进 股权还能进一步提升 他说话间在留意李聘的表情变化 但见他情绪并没有什么起伏时 心中有些奇怪 但还是道 第二种 就是珊瑚说的 坐管 他顿了顿 等江州五道大赛结束 根据我最终的成绩 我们会再开三到五家店 你可以选择一家 不需再交弟子 负责充当分管门面即可 年薪定在一百万 你看怎么样 方管主对我真的很看重 礼聘由衷道 方林觉开出来的两个条件 都很有诚意 如果他没有天赋 这已是最佳归宿 放眼太白 年入百万用 完全能用万里挑一来形容 这还是 包括各种股权分红 个体经商者的情况 我记得第一次见管主时 你曾经说过 有兴趣见识一下宗师 乃至五胜的风采 礼聘看着方林觉 我和管主的目标 虽不完全一样 但也差不多 我明白了 方林觉有些惋惜 如果真能以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的股份 拉里拼入股 将他留在长丰武馆 十几年后 十有八九 又是一个丹静 到时候 一家武馆两大武师 这是何其引人的噱头 如果他能在丹静路上 再进一步 未来让长丰武馆 成为藏龙市第一武馆 也绝非奢望 那就请你做管 你只需要出面 应对一些寻常教练 无法应对的挑战者就行了 不会耽误你的修行 方林觉到 好 不过 先签一年吧 礼聘到 离十六届江州舞蹈大赛 开启还有半年 大赛日一共持续三个月 分别是州籍大赛 全国大赛 以及由天元联邦举办的 天下第一舞蹈大赛 一年后 他基本上也摸索清楚 天赋的极限 定好了自己未来的路 到时候 留在藏龙市的概率不大 可以 方林觉点了点头 你这半年 应该还要在武道上 冲刺一下吧 一百万签约费 我先发给你 提前发工资 礼聘看了方林觉一眼 方林觉亦是抱以一笑 礼聘明白了他的善意 也没有问 你就不怕我拿钱跑了的这种话 同样笑着硬了下来 这一百万 对我确实很重要 谢了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方林觉到 现在是新神力 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马上到新灵节了 武馆放假一周 你是回去 还是待在藏龙市 我一会让苏经理 给你一把武馆的钥匙 在武馆修炼 场地 器材齐全 也方便一些 应该得回去 礼聘到 动荡时代结束后 人们将第一个 看到新神的时间节点 定为新神力元年 由于那一天恰好是一月一日 于是便将每年的这个时间 定为新灵节 是全球所有国家都最重视的节日 所有公司 单位 都会在这期间 放假三到七天不等 庆祝新纪元的开启 李拼不想回去 但 两个月前刚发生了那种事 李母和李云烟 没来藏龙市打扰他 都已是极为尊重他的情绪了 他要是再不回去 叮铃铃 一阵铃声响起 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来电显示 李云瑶 去接电话吧 我等着你 到时候在江州舞蹈大赛上 一鸣惊人 方灵爵笑着道 李拼点了点头 出了办公室 接通电话 哥 我带朋友来藏龙市玩了 这边你 可是东道主 你可不能不管我 在哪了 刚下火车 你在哪 我打车过去 我去接你吧 李聘道 别 我自己打车就行 你来接我一来一回 多浪费时间 李云瑶连忙道 那行 李聘觉得 他既然接受了这个身份 作为兄妹 倒也没必要那么虚假的客气 我们约在星光中心东门见面吧 哇 哥打算大出血招待我们吗 放心 饿不着你们 李聘笑着道了一声 前世他六岁时 父母就已经病故 也没有兄弟姐妹一说 眼下随着身份带入 这种感觉倒也不差 挂了电话 李聘就要离开 李聘 接着 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传来 紧接着 便见方灵爵将一个 车钥匙丢了过来 方灵爵笑着道 藏龙市地方不小 带朋友一起玩 没有车可不方便 车就停在地下停车场出口处 谢了 李聘道了一声 去吧去吧 方灵爵挥了挥手 带着李聘离开 他想到了什么 很快叫来苏经理 将一份批好的手续给他 李聘的账号 你去趟银行 钱尽快转过去 走加急通道 争取天黑钱道 苏经理有些惊讶 一百万 紧接着他迟疑道 杨师傅会不会有意见 李聘和老杨不一样 方灵爵道 我会和老杨说 苏经理点了点头 很快照办去了 另一边 李聘并未开车 直接去了星光中心 到后等了不到半个小时 便见留着微卷披肩长发 穿着一件紫色卫衣 帽子处还戴着两个兔耳朵的李云瑶 快步走了过来 白色的休闲裤 将他那修长的细腿 完美展现出来 充满着青春阳光气息 再加上他们一家得天独厚的基因 他整个人 就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活泼少女 哥 李云瑶打了声招呼 紧接着 惊奇地围绕着他转了起来 上下一阵打量 小鹿小鹿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说了 我哥变得更帅了吧 李云瑶身边 和他从小玩到大的林小鹿 有些不敢看礼聘 只是恩了一声 走吧 难得来藏龙室 你们喜欢的东西 先带你们去星光中心楼顶打个卡 拍几张照 再带你们去云霞谷街吃小吃 当然 你们要吃饭也行 小吃小吃 李云瑶马上抢答 我要把云霞谷街的所有美食都吃一遍 哪怕暴涨三斤 也在所不惜 那走 李聘道 李云瑶用力点了点头 同时还忍不住在李聘身上一阵打量 哥 你变化真的好大 视频里看还不觉得 眼下看到你的真人 感觉你的精气神 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李聘对此 亦是拿出应对方玉白的理由 经历生死 总得想明白些什么 另外 我最近重新开始练武 精气神自然会发生变化 李云瑶看到李聘能自然而然地 和他谈论这个话题 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他真的从舆论暴力中走出来了 看着相较于先前那一项 闷不作声 现在变得阳光 精神 自信的李聘 他脸上笑出两个可爱的酒窝 心中 默默道了一句 真好 什么重新捡起来啊 你压根从来没练好吧 心情愉悦的李云瑶 故意和他伴起嘴来 啊 你不懂 你忘记了 在我开始练武的一段时间 经常很晚回来 李聘道 嗯 李云瑶一顿 有些惊奇道 你那个时候真在练武 我为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 你一个黄毛丫头 和你说 有什么意思 李聘平静道 我像是那种 会将我练过绝世武功的事 宣传到人尽皆知的人吗 李云瑶顿时睁圆了眼睛 他哥 真的那个时候 就开始练武了 当然不是 那个时候 他迷上了上山捉襟龟子 李聘仅仅是为自己 接下来的快速提升做铺垫 练武几年到华静 和练武几个月到华静 性质明显不同 看 李聘拿出手机 直接给他发了张 二级舞者证书的截图 他没有拍照炫耀的习惯 这是从方玉白朋友圈到的图 哦 哇 李云瑶差点原形毕露 但紧接着 还是迅速转化成 少女特有的可爱尖叫姿态 转向林小璐 小璐 小璐你看 二级舞者证书 嗯嗯 你看这上面 这是哪个大帅哥 这么帅的一张脸 就应该去拍 就不应该是凡人所能拥有 是我哥 那没事了 嗯嗯 林小璐顿时化为一个无情的点头机器 他偷偷看了李平一眼 稍稍有些脸红 三人很快上了星光中心顶楼 不过 当他们想要去楼顶的人造星空打卡时 却发现 这里被围了起来 十几个安保人员 在维持秩序 还有不少十几岁的年轻男女激动的大喊 安悠然 是安悠然呀 安悠然可是我们藏龙市走出去的大明星 我的偶像 听说最新古装大剧王的女人 第二部就是她出演女主角 真是太期待 我一定追报 我看到了 我看到悠然了 哇 绝绝子 叫喊声中 亦是有安保人员上前 对着李聘三人 以及同一批和李聘几人 坐电梯上来的游览人员挥手 这个时间段 楼顶暂步对外开放 请大家先离开 哥 我们走 这里的风景也就一般般 李云摇道 因为安婉仪的事 她恨屋极屋 对安悠然也没什么好感 好看个什么 还不都是靠化妆美颜加滤镜捧出来的 还没我 还没我家小鹿好看 没有 没有 林小鹿连忙摆手 李聘看了林小鹿一眼 她长得虽然不错 但也只能说是个小美女 充其量是那种楚楚可怜的气质 能够增添一些分数 单论颜值 别说相较于安悠然了 比安婉一来都要逊色一筹 没关系 我们在星光中心逛一逛 等过一会儿再上来 李聘道 不用 今日之事 本女侠记下了 总有一天 我会让整个星光中心的灯印照出我的名字 到时候 小鹿你想怎么看 就怎么看 李云摇哼哼道 我 我不是被你拉着来的吗 林小鹿小小地抗议一下 哟 看看 我发现谁了 这个时候 一个不合十一的声音突然从一旁传了过来 紧接着 便见十来个男男女女 正从一旁的电梯中出来 正在说话的 赫然是汉阳大学那位学生会副会长 金云山 而在那十几个男男女女中 除了他两个小弟外 李聘还看到了两个月前舆论风波的罪魁祸首 安婉仪 在李聘看向安婉仪时 这位才女 亦是将目光朝她看来 当看到她似乎完全不似两个月前的精气神 变得更为阳光精神时 似乎有些诧异 紧接着 诧异转为冷笑 笑容中 甚至有些得意 看到这些人 同样认出了安婉仪的李云瑶 迅速联想到了什么 脸上顿时没了笑容 连忙道 哥 我们走 走 这么急着走做什么 金云山刻意将声音升高了一些 吸引着周边众人的目光 还是因为害怕 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人渣 败类行为 咻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李聘动了 几乎没有助跑 助跳的过程 她整个人犹如一头灵敏的猎豹 瞬间扑杀向前 一个起落 跨越了两者间五六米距离 在金云山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前 右手如电 悍然孤住了她的脖子 使她接下来的话语戛然而止 紧接着 右臂中尽力勃发 顺着惯性 将她整个人凌空提起 对准地面狠狠一案 金云山人还是猛的 下一刻 剧烈的疼痛 伴随着天旋地转般的 晕眩刹那间 从她右半边脸传遍大脑 在蔓延向全身上下每一个角落 而在其他人眼中 却只见李聘身形抱起 一把提起金云山七十多公斤重的身躯 重重砸向地面 碰 闷尘的震动 伴随着一阵任何人听到 都觉得脸痛 牙齿痛的声音扩散来开 却见头晕目眩的金云山半边脸 血肉模糊 鲜血混合着碎牙 一下子吐了出来 染红地面 李聘松开手 缓缓站起身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你信口雌黄 很容易被打脸 这个时候 她后知后觉的疼痛神经 终于让她忍不住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身形更是躺在地上一阵扭曲 挣扎 啊 惨叫破空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注意力 和她同行的十来位男男女女 一个个难以置信地看着李聘 惊骇不已 其中一人 不知是气的 还是被吓的 哆哆嗦嗦指着她 李聘 你 你竟敢动手打人 你知不知道她 谁给你的勇气 无端侮辱一位正是舞者 李聘缓缓道 两位听到惨叫声过来的安保人员 听得他所言 脚步不由自主慢了点 目光在李聘身上一阵打量 舞者 看这个小伙子的精神面貌 还真像 李聘看了一眼汉阳大学人群中 花容失色的安婉仪 考虑到李云瑶 林小璐在这里 作为哥哥的她 不宜给他们做出什么不好的表率 她当即转身 冲二人道了一句 我们走吧 她刚考过舞者证 记得很清楚 根据法律 平民主动挑衅舞者 哪怕只是言语侮辱 舞者仍有权出手制服 制服过程 造成目标受伤 轻伤 大概要罚款五百吧 看到李聘要走 两位安保人员不得不上前 这位小兄弟 不好意思 弄脏地面了 清理费多少 我出 李聘平静道 至于我为什么出手 他们辱骂我在先 两位一查监控就知道 还有什么疑问 也可以直接去长风舞馆找我 长风舞馆 能在星光中心这种大型商场 充当安保人员的 基本上都属于舞蹈圈人员 两人自然听说过长风舞馆的名字 长风舞馆馆主方灵爵 可是这一届江州舞蹈大赛 藏龙市唯一一位可能杀入前十的人物 要知道 江州舞蹈大赛 面对的是整个江州九座城市 包括强者如云的首辅江州市在内 长风舞馆馆长方灵爵 若能打入前十 那是为藏龙市争光 接下来几年里 绝对会是藏龙市舞蹈界 炙手可热的人物 星光中心就在藏龙市 以后免不了和他打交道 意识到这一点后 两人的心态顿时发生了变化 你是舞者吧 他率先挑衅辱骂你 你才进行反击 其中一人询问了一声 李聘拿出自己的舞者证截图 二级舞者 那位安保人员 眼瞳一缩 上面的身份证编码 二十二岁的二级舞者 这要在这个行业继续走下去 未来至少也是划进高手 万一以后报弃承担 没事了 我们会去监控室调取监控进行处理 不过麻烦你留个电话 这位安保人员 心中很快有了决断 有劳了 李聘道了一声 留下电话 然后带着李云瑶 林小璐离去 金云山的惨叫还在继续 半边脸肿的老高 真应了李聘那句话 造谣声势 被狠狠打脸 那些和金云山同行而来的学生 看到两位安保人员 拦都不拦李聘 就这么让他走了 顿时愤怒起来 一位在汉阳大学 似乎也有些身份的学生 豁然站了出来 你们星光中心 就是这么保障顾客安全呢 他打了人 都打出血了 牙齿都崩了几颗 你们就这么 让他大摇大摆地直接走 以后谁还赶来你们 星光中心购物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这么多人有目共睹 那位先生带着朋友来 我们星光中心参观得好好的 他却直接出言不逊 挑衅一位舞者 对他乌言会语 进行人身攻击 和李聘对话的安保人员 朗声道 难不成你们都指着鼻子骂别人了 别人还要受着 忍着 又或者和你们一样对骂 他的话 引起了不少人的赞同 太白虽然因为舞者 闹出了不少治安事件 可人人都有牧强心理 再加上舞者 作为恋心者的辅助 强大的舞者 更是站在抵御凶兽魔物的 第一线 保卫太白内部的和平稳定 人们对舞者 天生就有更高的包容性 你们 那位自以为自己英勇正义的学生 脸色一阵通红 仿佛正遭受着什么不公平的对待一样 其他人在听的 李聘居然是一位舞者 在联想到 他刚才表现出来的凶悍 顿时变得默不作声 他们都是学生会成员 相较于其他学生 更有功利心一些 已经懂得 什么叫趋吉避凶 看你们的样子 还是学生吧 公众场合满口脏话 现在的学生就这种素质 你们哪个学校的 我找你们校长去 那位安保人员发话了 此话一出 仗义直言的学生也安静下来 倒是有一个女学生 将目光转向安婉怡 婉怡 云山可是为了替你出头 你看能不能请你姐姐出面 向星光中心施压 别 安婉怡连忙道 这件事我姐姐不好出面 说话间 她看了一眼李聘离开的方向 眼瞳深处 亦是藏着一丝京剧 安悠然正在竞选王的女人 这部大剧女主角 据说 有个代资尽祖的花瓶 也在和她竞争 正因如此 她才会回一趟藏龙市 打算利用藏龙市的地理优势 向星电娱乐 展现她的人气 如果这个时候 闹出风波来 李聘是舞者 万一逼得她发狂胡乱打人 我们谁拦得住她 还是赶紧打医院电话 帮金云山处理一下伤势 免得留下什么后遗症 安婉怡低声快速道 同时我们打电话抱手背听 让手背听至安部来收拾她 这位女学生 看着仍在痛苦惨叫 满口鲜血的金云山 连忙点了点头 哥 我们这么走了 真的没事吗 星光中心外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这已经是李云瑶 第三次重复问这个问题了 没事 李聘耐心地回应 我懂法 可那个人 好像是你们汉阳大学 学生会的副会长 而你 还是汉阳大学学生呢 真的没事 李云瑶眼中 仍然带着担忧 学生会副会长啊 相信我 李聘说着 摸了摸李云瑶柔慎的秀发 嗯 以前他就想着 自己如果有个妹妹 一定要来几套这样的温馨互动 现在终于满足了 至于李云瑶的担忧 他真的没有放在心上 人生舍死无大事 不同的眼界 会局限人不同的格局 一个汉阳大学的学生 千夫所指 觉得声誉尽毁 濒临退学 庞大的压力 如同天塌地线 击垮他的心理防线 让他不堪重负 跳壶自杀 可跳出汉阳大学的环境 抛开学生这一身份会发现 这点小事 根本不值一审 一家私立大学 放眼江州都微不足道 更别说纵观太白王国了 哪怕他仍然是普通平民 都不需要离开江州 只要把学一退 走出藏龙市 汉阳大学带来的压力 就将烟消云散 人生在世 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不必在意太多他人目光 一个压抑心灵的环境 有能力直接打破 没能力先前离开 天地之大 何处不可容身 在李平揉着李云瑶的头发时 却发现他眨着眼 看着他 眼眸一闪一闪的 你看着我干什么 李平道 哥 你真的 变了很多 李云瑶道 李平意识到 自己有些愉悦 吓到他了 他笑容不变地悄悄收回手 那你是 喜欢我以前那样 还是现在这样 当然是现在这样了 李云瑶一把将他想要收回去的手抓住 晚在B弯 我告诉你 你别不高兴 实际上我一直希望 我哥技能阳光 帅气 开朗 幽默 我想吃什么 就给我买什么 在我遇到危险时 还能极具安全感地站出来 将所有坏人统统打跑 现在 你基本上都符合了 想让我给你买零食 你就直说 不用拐着弯来夸我 李聘笑着道 哪哟 我真的在夸你呢 李云瑶撒娇道 走吧 云霞谷街 李聘道 金云山的事 浑然没有影响到他心情半分 云霞谷街 是藏龙市一条 极具商业化的仿谷街道 远远望去 深灰色的瓦颜舞殿 瓷奇笔伏 连成一片 走在街上 两旁珠门绣窗 飞檐翘脚 仿佛穿越时空 置身古代 由于天气较好 二十二度上下的气温 让街上人来人往 少男少女们 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 聊着天 赏着景 吃着小吃 似乎此时此刻握着彼此 就能握住这个冬天 还能看到 很多人穿着具备文化特色的服装 在一些颇具特色的古建筑旁拍照留念 这个好好吃 我还要吃 来来来 哥 帮我在这里拍一张 小鹿小鹿 别发呆了 我们尝尝这个吧 已经是高校生的李云瑶 平日学习任务繁重 大部分时间在他们流川县县城 很少来藏龙市 此时又是旅游又是逛街 很快释放出了天性 李聘跟着两人 有些宠溺地看着 很少和亲人相处的他 也不觉得无趣 小鹿 你看你看 那几个小姐姐好漂亮 这个时候 却见李云瑶拉着林小鹿 看着六位身着古装 打扮精致 青纱飘扬的女子 满脸羡慕 李聘看了一眼 太白王国承平六十年 各行各业发展迅速 经济娱乐十分繁荣 恋心者取高贺寡 离常人世界太远 倒是无者体系自古有之 武道大昌也带起来 仿古行业兴起 各种各样的古装 古服层出不穷 在经过现代工艺层层改良 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类似于眼前这般 身着古装的女子并不少见 只是这六位女子长得都不错 再加上衣着用料高档 设计精美 此时站在一座古桥边 首服洋流摆拍 自视引人注目 李聘看了看 却是一旁一家 规模不小的古装店新开业 让六位女子 身着华服在周边拍照 游玩 显然是商家的一种引流方式 这不像李云瑶 哥 小路 我们进去看看吧 不就被吸引了吗 李聘跟着两人 进入店内 古装价格根据用料 精细程度 价格浮动极大 眼前这家店看上去平平无奇 可里面装修却极具特色 像李云瑶这种 被吸引而来的客人倒也不少 只是很快 他们又匆匆离开了 至于原因 李云瑶前一秒 还看到一件现代元素 和古元素结合的粉色如群 眼眸满是欢喜 可下一秒 看到上面四位数的售价后 吓得悄悄拉着林小路 就往外走 喜欢就买下 李聘道 别 太贵了 2688 我的天啊 他李云瑶 一辈子就没买过这么贵的衣服 李富工作的研究所 十年前遭遇魔物袭击 李富 包括所内几十人全部遇害 事后研究所老板跑了 李家并没有拿到赔偿金 十年里 李家过得并不算好 当然 得益于大伯三叔帮扶 倒也不至于贫困 只是 包括李聘当年的高中学费 都来自于亲戚资助 他们自然不能买什么太贵的生活用品 直到大姐李云烟上班 嫁人后 情况才有所改善 无妨 想买就买 你觉得 二级舞者的收入 会买不起两件衣服 李聘道 刚才外面六个女子她看到了 这个店铺的用料 设计 工艺 确实让人赏心悦目 值得了这个价 并不是因为开设在繁华地带 而故意乱标天价 那也不行 太贵了 李云瑶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 一位留着两个马尾便 梳着空气刘海 看上去机灵可爱的少女走了过来 小姐姐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几套古装之一呢 是广袖流线群的改良版 我们这里还请了专门的化妆师 发型师 可帮每一位顾客免费化妆 造型 而且 现在是开业酬兵时期 同时买两套的话 可以享有七折优惠 说到这 少女一顿 有些惊叹地看着李云瑶 小姐姐长得这么好看 身材还这么好 简直是一个天然的衣架子 如果你们 愿意让我们拍张照留在店内的话 我可以向店长申请半价 哎 半价 还可以免费化妆造型 李云瑶往外走的身形顿了顿 她看了一眼那套衣服 真的很好看呀 但 她还是摇了摇头 李聘却是冲那少女笑了笑 去吧 她指了指李云瑶选的那一套 以及林小璐也喜欢的另一套 让化妆师准备 好的 两位小姐姐这边请 哥 我就不用了 林小璐连忙道 两套才有半价 这样买显然更实惠一些 李聘道 可这 叮 恰在此时 李聘手机传来一阵短信声 她扫了一眼 你或许不了解 一个年轻二级舞者的年薪情况 她将手机给李云瑶看了看 仅仅一眼 李云瑶已经睁大眼睛 宁伟号新号8879的卡于12月25日15点31分 转入100万点00元 交易后余额为1041073.58元 太白银行 哇 李云瑶眼中闪烁着光芒 哥 她从小以李聘为榜样 不是因为性格主要是李聘打小聪明 成绩好 家里亲戚都夸她 这个榜样 有一半因素 是家里人施加在她身上的 可此时此刻 她真的感觉到了 有一个哥哥的好处 感觉到了 什么叫幸福 去吧 李聘收了手机 拍了拍她的头 谢谢哥 那我去了 李云瑶欢喜地说着 拉着林小璐 很快跟着少女 去了二楼化妆室 看着满脸兴奋的李云瑶 李聘神色平静 在李聘的记忆中 李云瑶可从来没和她 这么亲近过 她 做得比她好 先生 这边请 另有一位同样穿着 他们店铺特有服装的少女上前 带着李聘去一旁买单 一路上柔声细语 2688的单 在平均收入 只有一千出头的藏龙室 接近普通人三个月工资了 李聘这么随便拿了出来 少女自然态度温柔 更何况 李聘身上还有一股 其他人根本没有的气质 惊气昂扬 阳光俊朗 这让她的笑容更为甜美 在李聘买单时 她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有人的目光 在她身上停留了一段时间 她偏过头看了一眼 却见一个女子 正有些羡慕地 看着李云瑶 林小璐各自选了一套精美古装上楼 在察觉到李聘的目光时 她似乎吓了一跳 连忙躲闪地看向一旁 拉着一个和她一起逛街的女子 很快出了这家店 李聘想了想 倒是记起了这个女子的名字 似乎是叫张云熙 不久前方白云想介绍她给她认识 结果饭还没吃她就走了 能认出张云熙来 都得得益于事情发生在不久前 否则隔上一两个月 一个一面之缘的人 她早忘得一干二净 不是她记忆差 而是她明白 人的大脑容量有限 没必要将宝贵的记忆 浪费在无意义的人身上 尽管只是简单化一下妆 可由于李云瑶形象极佳 化妆师和造型师在 他们两人身上 花费的时间不知不觉就长了一些 等他们焕然一新重新出来 李聘在外面的休息室 已经等了近一个小时 当看到自化妆间走出来的李云瑶时 哪怕一新只寻求生命大欲的李聘 都挣了挣 此时的李云瑶 已经换了一个古典发型 刘海微微左右倾斜 两边带着点缀满樱花的紫色发菇 原本随意披在肩上的绣发分到两边 形成植马尾 沿着锁骨垂落而下 和细白凝霜的肤色形成对比 橘色的乳裙 在披上粉色的外衣 将柔美和可爱融为一体 尤其在她走出之际 看到李聘时有些害羞的 低眉鸣嘴一笑 发自内心的喜悦 瞬间将整个休息室 渲染得春光明媚 似乎换上了古装 李云瑶兴致都收敛了一些 带着一丝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气 踩着小碎步迎应上前 一副快快夸夸我的模样仰着头 哥 怎么样 嫣然宁修一笑开 柳妖如醉暖相哀 李聘笑着评价一句 李云瑶听了 欣喜地提着裙摆转了的圈 哥 你喜欢就好 这个时候 林小璐也从里面走了出来 她单论相貌 确实是逊色李云瑶 但身上带着一种娇小 柔弱的气息再换上古装 且化妆师还有意 将她这种气质凸显出来 乍看之下 亦是让人有种 我见游怜之感 好看 李聘亦是含笑夸赞了一声 这个时候 一位看上去 似乎不到三十的女子 也跟了出来 她是两人的造型师 先生 她是您妹妹 不得不说 她的基础条件太好了 女子由衷到 可很快 她似乎发现了什么 目光在李聘身上一阵打量 紧接着 以一种满是惋惜的语气道 先生 您的发型 衣着 和您现在的外貌 气质 精神 完全不匹配 请给我一个机会 我绝对能够让您的形象分 提升十分以上 不用了 李聘道 他们一家人 长得都不差 先前的李聘 性格内向 不够阳光 也不怎么喜欢打扮 所以 在其他人看来 充其量只是长得不错的层级 比普通人强一点 可随着李聘开始练舞 精神面貌发生变化 整个人变得阳光 自信 昂阳 哪怕不怎么精心装扮 良好的底子 仍然凸显了出来 不过 她又不不想出道成为偶像 打扮那么精致干什么 这种看上去舒服的精神面貌 就可以了 先生 拍照吧 拍完我们该走了 李聘道 女子健壮 只得表示惋惜 很快 两人便随着店铺员工 来到十几米外的拱桥边 拍了几张照片 又在店门口 店内拍了几张 那足以碾压 先前六位女子的颜值形象 自是吸引了更多人瞩目 更是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 在妈妈的鼓励下 主动上前 和李云瑶合照 抱着这个小女孩 李云瑶高兴得不得了 俏丽的小脸上堆满了笑容 李聘则化身为一个无情的拍照机器 将这些美好的画面全部记录下来 唯一遗憾的是 没能准备专用的摄像机 拍照拍了近一个小时 李云瑶满心充足 在稍稍逛了片刻 李聘带他们吃了饭 去体验了一场VR魔幻之旅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十点多 考虑到他的公寓够大 他将两人带到了公寓中 自己在沙发上对付了一晚 第二天 李聘带着李云瑶 逛了一下周边景点 下午时买了些特产 在四点多 才坐上了返回家乡的班车 流川县离藏龙市八十多公里 四点一时的车 顺利的话 能到六点前能到 他家原本住在流川县下辖的三顺镇 不过最近流川县将三顺镇 纳入了县城范围 开通了城乡公交 十来公里 坐车半个小时就够 兜兜转转 在六点零五 李聘和李云瑶 林小璐乘坐最后一班公交车 驶出了这座小县城 马上就要回家了 虽然就离开了一天 但感觉已经过去很久了一样 公交车上 李云瑶显得很兴奋 李聘则是将目光望向窗外 这些景色他有些记忆 但却远没有李云瑶和林小璐一般 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瑶瑶打算考哪所大学 呃 李云瑶的兴奋劲 顿时如同被浇了冷水 片刻他才懦懦到 看考到哪所就哪所吧 李家三兄妹 除了李聘外 李云瑶 李云烟读书都不太行 其中大他三岁的李云烟 更因为家境因素 并未就读大学 就出去工作了 现在一年前 已经驾到了首府江州市 李聘没有说什么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话 只是道了句 那就先读着 嗯 李云瑶用力点了点头 紧接着 偷偷看了李聘一眼 哥 你说 我能不能练武啊 你 李聘看了他一眼 李云瑶的性格 很活泼好动 可要说 这就意味着能练武 未免有些太小看 练武要吃得苦了 不过 女孩子 学点东西防身 倒不是件坏事 回去有空了 我替你看看 李聘道 他有一个想法 一个关于他天赋 另一种运用的想法 具体能否实施 还得试过以后才知道 这个时候 车辆突然慢了下来 伴随着的 还有前面阵阵喧哗 怎么停下了 李云瑶道了一声 快跑 猫妖 是猫妖啊 好大一只猫妖 比豹子都大 杀了好几个人了 快躲起来 半个月前 不是说被打死了吗 怎么又来了一只 惊恐声在前方回荡 伴随着一个个民众 四处奔逃 猫妖 礼聘神色一变 星神的降临 不只带来了 人类练兴者体系 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 植物 甚至异类 同样沐浴星光 开启了新一轮进化 这些像人类练兴者 一样可以沐浴星光的生物 异类统称凶兽妖魔 尽管凶兽妖魔 不像人类一样 会主动性地研究功法 进行修炼 以至于普遍弱于人类 但其凶悍性仍然远非寻常 无者所能媲美 其中 猫妖属于最常见的凶兽 就是家猫 野猫 沐浴星光异化而成 礼聘脑海中 闪过这种猫妖的信息后 正见一头看上去像猫 但却人力而起 看上去足有一米六的怪物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朝这个方向奔袭而来 猫科动物的灵敏 丝毫没有因为它人力奔走 而影响半分 啊 看到这只猫妖 以及它利爪 头颅上沾染的鲜血时 车上好几人 遏制不住自己的恐惧 被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 尖叫声 瞬间吸引了那头猫妖注意 原本并不是直奔车辆 而来的猫妖 迅速方向一转 一个铺纵足足跨越十数米 直奔有十几人的公交车而来 关窗 关窗 快关窗户 司机大猴 通往乡镇的公交车 行驶时 大家都喜欢打开窗户 一来吹风 二来通气 而公交车窗户又极大 成人只要想 都能从窗户上跳下去 何况体长 只有一米六 比人类更纤细的猫妖 这要让那头猫妖扑进来 哥 李云瑶看到这一幕 吓得脸都白了 林小璐更是待在当场 睁大眼睛 陷入僵直 一动不动 来不及 李拼大脑 以极快速度一计算 以猫妖的速度 关窗来不及 绝不能让这头猫妖冲入车内 否则 乱战之下 哪怕李拼都不敢保证 能确保李云瑶 林小璐安危 他也不能主动冲出公交车 在野外和猫妖肉搏 最普通的凶兽 都只有刚进宗师 理论上只有练心者出手 才能催枯拉朽 无伤震杀 以这头猫妖的灵敏 丹靖大师 怕都会被他生生晚死 那么 只有一个办法 在他通过车窗冲上车之际 借助车辆独特的构造 以雷霆万军之势 将其轰杀 作文 李拼低贺一声 他的目光 死死盯着那头猫妖 这种在蓝星上根本不可能出现 其力找风锐到能生死虎包的怪物 精气神这一刻攀升到极致 哪怕他在蓝星上不止一次进行过生死搏杀 仍然感觉自己体内肾上腺素 开始疯狂分泌 一种无法言语的感觉涌变全身 紧张 惊骇 恐惧 以及 兴奋 喵 这头猫妖 以常人几乎难以看清的速度 飞窜而至 透过窗户 一跃而上 身形灵敏到超出人类血肉之躯的极限 而就在这头猫妖纵月尚时 李拼身形动了 他脑海中 早早观想出一尊恐怖的太古凶兽 仰天长啸 爆发出骇人心魄的凶煞之气 心脏更是如同有烈火焚烧 剧烈起搏 气血之力滚滚沸腾 夹杂着尽力 疯狂被输送到身躯每一个角落 在这头猫妖冲上车 半个身子进入公交车内 但却尚未来得及落地时 李拼脚下金刚铸就的车厢狠狠一阵 在这一阵之际 他整个人仿佛化为一尊比猫妖更为恐怖的凶兽 悍然迎上了纵入车内的猫妖 身上的力道 在这扑杀之际 通过大腿 透过腰间 层层传递 凝聚于手臂 最终化为打碎空气的全境 一席中 众人仿佛看到了 他浑身浴火 剧烈燃烧 似要燃尽一切 八胸真火箭 逃我 喵 猫妖瞬间察觉到了莫大危机 他那远不如人类壮瘦的身躯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转动 如动 竟是在关键时刻 生生地转过了自己的身躯 锋利的利爪 更是如同一柄柄撕裂金刚的匕首 狠狠朝他的头颅拍击而来 但礼聘的神色 没有任何变化 武者出拳 一往无前 当这一拳打出去 凝聚的 不只是自身的尽力气血 还包括所有的精神意志 这一刻 他除了信任自己的身躯 信任自己的全境 不会再有任何杂念 也不会为任何外力 外物撼动 心灵成澈 只于一念 有我无敌 碰 咔嚓 伴随着一阵闷雷般的轰响 和骨骼碎裂的声音 冲上车内 尚未来得及着地的猫腰 仿佛被一只锯锤砸中 毛发一圈圈荡漾开来 整个身躯不自然的弯曲 在随着惯性传递 狠狠倒飞出去 他那撕裂而下 犹如金刚匕首般的爪子 伴随着身体被全境砸飞 几乎紧贴着李平的脸颊掠过 越拉越远 找尖处携带的锋芒 甚至在他脸上留下三道淡淡的血痕 他的全境要有半分犹豫 猫腰这一找 将直接将他半个头颅撕裂 没有后怕 没有庆幸 轰飞猫腰的李平只感觉 内心变得前所未有的空灵 空灵中 他似乎能感觉到 身上每一个角落的欢呼 每一个细胞都在向他传输一种愉悦之感 告诉他 这才是修行的真谛 这才是生命的大狱 在这种大狱的催促下 在这种身体未知欢呼的状态下 他的精气神纵情释放 身上更如同有烈火燃烧 脚下几乎没有任何停顿 近到再度爆发 整个人仿佛弹簧般 狠狠追上被轰飞出窗户 但绝对没那么容易死的猫腰 他身形一横 急速飞窜而出 这一过程中 他的身形柔韧到 犹如化为一头蜿蜒巨蟒 可尽情伸展 而且 当他身形横飞 窜出车窗 更像是一头乘风而起的大蛇 似要腾云架雾 直入天际 把胸针火箭 腾蛇 李聘浑然不顾 已经微微泛红的手臂 在猫腰被轰飞出去的刹那 犹如巨蛇腾空 尽情地将自己所能发挥出来的 尽力状态调整到极致 在以凌空之身 携带坠落而下的重力之势 阴机而下 倒飞出去的猫腰 发出刺耳的尖叫 身形似乎想要挣扎着 脱离此地 可李聘的精气神 始终紧紧锁住他的身形 目光更是犹如洞穿了他的躯体结构 最终 这只猫腰眼睁睁看着扑杀而至的李聘 将浑身尽力凝聚于拳 再度轰中他 先前挨过一记尽力爆发的腰间 碰 贯穿性的劲道 将里面的内脏 骨骼 统统轰碎 本就被轰飞出去的猫腰 仿佛再度被施加一个加速度 以比刚才快上数倍的速度 重重砸向地面 坚固的水泥马路上 尘土飞扬 没等这头猫腰 有任何喘息 反应的余地 甚至 他连痛苦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李聘的身形没有半分 停滞地跟着坠落 尚在半空已经高高抬起的右脚 对准着猫腰的头颅 重重践踏而下 咔嚓 吃 骨骼碎脸 咸血迸射 猫腰的头颅 整个被践踏粉碎 血肉模糊 自此 纵然这头猫腰生命力在顽强 身躯意识抽搐着 渐渐失去了生机 呼 李聘 常常吐出一口气 脑海中观响的凶兽 虚影散去 体内沸腾如火的气血 渐渐平息 一瞬间 一种前所未有的虚弱 涌上心头 像是高烧数日 抽离了身体所有气力 连脊椎 似乎都已经对抗不了星球的重力 只想以最舒服的姿势 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但 李聘强行将这种骨骼 生痛的虚弱压了下去 他抬起左手 抹了妈脸上的血迹 小伤口 不至于毁容 然后缓了缓气 抬起脚来 鞋要换了 踩他的太用力 裂了 不过 幸亏及时捕上这一脚 他以八胸针火镜打出的一击 不逊色于单进武师全力爆发 房屋墙壁都能打崩 可先后两击尽力都未能将这头猫腰当场击毙 真正的致命一击 正是从天而降的重视践踏 这头凶兽 无论肌肉韧性 骨骼密度 全部远在他之上 估计就算普通手枪子弹 都未必能将他的身体射穿 中上十枪八枪 只要不是恰中要害 仍能凶悍杀人 而且 凶兽同样是沐浴星光进化的物种 属于兽类中的恋心者 这一点从一头猫腰 却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 就能看出一二 他模仿的不是人类 而是奈尊伟大心神 想枪杀这种生物 很大概率一开枪就会炸糖 嗯 挪开脚时 李聘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很快在一滩血肉中 找出了一枚指甲大小的金石 这是 星晶 凶兽魔物死亡 有概率会遗留星晶 这是铸造星器的主材料 越强大的凶兽魔物 遗留星晶的概率越大 品质越高 类似于猫腰这种普通凶兽 有星晶的可能性 无限接近于零 除非 这只猫腰进化后 还使用了另一头 比较强大的凶兽星晶 难以消化 遗留在体内 考虑到星晶的贵重性 未免因财富露白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李聘悄然将星晶收起来 死了 死了 猫腰死了 就在此时 车上猛然传来一阵惊呼 惊呼中 充满着一种死里逃生般的喜悦 李聘和猫腰的交手 实际上瞬间便已决出生死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秒 车上原本恐惧到极致的人们 到这个时候 才如梦初行反应过来 没事了 没事了 猫腰死了 我们没事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一位位乘客惊喜交加 有两人更因死里逃生 喜极而泣 李云瑶这个时候 亦是猛然惊醒 哥 他尖叫一声 一把起身 扑到车窗前 李聘对他摆了摆手 然后从车前面绕过去 背着右手 沿着车门不急不缓地 重新上了车 谢谢 武士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救了我们 司机第一个站起身来 满脸感激 车上其他人也是如此 不用客气 李聘道 抱一下地方守备厅吧 说着 他补充了一句 我以秘书激发气血 消耗很大 需要休息 你真要谢我 尽快到三顺站即可 是是是 一定准时 一定准时 司机连连点头 先送武士先生到家 让先生尽快休息 他是我们的恩人 其他人意识纷纷附和 对此 李聘道没有再抢球 早点回去 确实是件好事 哥 李云瑶看着李聘 脸上充满着激动 担忧 难以置信 打死了猫腰 对 猫腰已经死了 所以说 练武还是有点用处 李聘道 可是 可是书上不是说 每一头凶手都无比可怕 他们就像那些强大的恋心者一样 不一样 李聘道 凶兽魔物 本不如恋心者 这种最普通的猫腰 刚进宗师就能击杀 而死在单进武师手上的 普通凶物 也不在少数 我打了那头猫腰一个出其不备 这才将他打死 好了 车要开了 回自己位置上去 这样吗 李云瑶虽然知道 事情绝没有李聘说得那么简单 但 从这件事上 他已经深刻体会到了 自己哥哥的厉害 听着其他乘客由衷的感激声 望向他的目光 充满骄傲 实际上 想以舞者对抗凶兽 远比李聘说得凶险得多 死在单进武师手上的普通凶兽 确实不少 但死在凶兽手中的单进武师更多 哪怕猫腰在普通凶兽中偏弱 也绝不是任何一个二级舞者 乃至三级舞者无准备的情况下 可以对抗 只是 刚才的情况 由不得李聘考虑 犹豫 除了凝聚出全身精气 蹦射出最灵力的锋芒 一往无前出拳 他别无选择 好在 借助地力 瞬间爆发两剂单进 他打赢了 李聘在他们前面的位置坐下 偏头看了一眼后面的林小璐 吓到了 不过没事了 猫腰已经死 林小璐用力摇了摇头 紧接着 又用力点了点头 苍白的小脸上 写满着惊魂未定 李聘也没有过多安慰 他闭目养神 运转起先天氧气术 这个世界 城市中 哪怕现成 至少都有两三位恋心者坐镇 就像魔物隔着十几里 就能感应到恋心者一样 人类恋心者感知虽然逊色一筹 可要是有强大的魔物 靠近城市几里外 恋心者也会心有所感 从而迎战或求援 所以 城市安全性 基本上有保障 但乡镇不同 乡镇上没有恋心者助手 只有守备处行动队 一旦有凶兽 魔物现身 向县城求援 少说耽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会发生什么 没人知道 可让所有人集中在城市 也不现实 没有人种植粮食蔬果 根本供应不了 城市庞大的消耗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普通人想进城定居 却被城市高昂的房价 惊人的消费 逼得难以立足 不得不返回县城 乡镇 再加上各国一方面发展县城 一方面将一个个乡镇 并入县城 推行乡镇 县城一体化 造成一种普通人 扎根于县城 而非乡镇的假象 让他们多多少少 有些心理安慰 司机让一人打电话 给流川县守备处 汇报这边的情况后 很快启动车辆 他敬畏地看了一眼 闭目养神的李聘 集中精神在维持车速的情况下 平稳行驶 好在猫妖出现的地点 离三顺镇已经不远 只剩几公里路 十分钟不到 车辆直接到了 李聘家中的院落外 带着李聘下车 车上所有人都跟了下来 对着他满怀感激的行礼道谢 他们都知道 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 车上恰好有李聘在 他们全车十几人 至少得折损过半 李聘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离去 看到众人心有余悸地上车离开 他多多少少有些明白 为何这个世界的舞者 会有这种地位 为什么盖亚诸国舞蹈大昌 在枪械效率极差 成为恋心者 全靠资质 且万中无一的情况下 恋舞 自然成为了他们 自救自保的唯一稻草 在李聘顺利抵达家中时 他和猫妖搏杀的地点 一辆轿车匆匆而来 而在这里 车已经停了好几辆 既有守备处的牌子 又有武道协会的车辆 车辆一停 一位挂着守备处 徽章的男子便迎了上去 处长 镇守者先生得知猫妖已被处理 绊倒回去了 下车而来的 正是刘川县守备处副处长张又平 他知道这位队长想问什么 解释了一句 紧接着道 刘队长 情况怎么样 周家村死亡六人 伤三人 王家村也有四人死亡 还有两个伤员刚刚送去医院 不知能不能抢救回来 刘队长道 十个 张又平心中一沉 猫妖 狗妖 鼠妖之类的普通凶兽 几乎很难防备 可能突然哪一天就感应到心神 沐浴星光 在极短时间里 进化成凶兽 而且 哪怕他们先天弱小 比不得狼熊虎豹进化的凶兽 可蜕变后 对普通人仍然极具威胁 眼下 我在路上听你们说 猫妖被打死了 猫妖相较于狗妖 鼠妖 在灵敏上更占优势 单禁武师生死相搏 都未必能将其击杀 三顺镇这边有这种高手 张又平道 有队长找到司机正在询问 很快就能知道结果 刘队长道 张又平点了点头 很快来到猫妖尸体旁 这里 已经有守备处执行队的队员 拉好警戒线守着了 外面还有几十个周边村民 对着这个方向议论纷纷 心有余悸 此时 有一位中年男子 正蹲在猫妖尸体旁 检查着什么 盟会长 张又平打着招呼 张处长 被称为盟会长的中年男子 点了点头 站起身来 有些感慨到 好刚猛的丹靖 难怪能打死得了这只猫妖 真是一位丹靖武师出手 我在路上听人汇报 出手者是本地人 刘川县 除了盟会长和几位管主外 还有丹靖高手 张又平道 这个时候 一位队员迅速凑到刘队长旁边说了什么 刘队长快步上前 道 查清楚了 出手者是三顺镇人 名叫李聘 我们查了他的资料 有些奇怪 他只是二级舞者 二级舞者 盟会长毫不犹豫道 不可能 从那头猫妖的伤势来看 绝对是丹靖暴发打的 那位李聘 才22岁 刘队长补充了一句 22岁 盟会长微微一正 紧接着才道 我打个电话 22岁的二级舞者 也是年轻有为了 张又平道 由于舞蹈界评级和学术界类似 人们经常喜欢拿舞蹈界和学术界对比 但由于舞蹈界分量 比学术界更重的缘故 二级舞者 比得上重点大学中的讲师 放在乡镇 绝对算得上一号人物 二级舞者 怎么杀得了猫妖 刘队长不解道 就算按司机和乘客的说法 是趁猫妖尚未冲进来 半岛而击 可差别也太大了 你们小看李聘这个二级舞者了 这个时候 盟会长打完电话回来 有些振奋道 我查到 他并未进行一级舞者考核 而是直接考的二级舞者 而且他还参加了明年举行的 十六届江州舞蹈大会 张又平一政 联想到每一届舞蹈大会中 总会有一些黑马异军突起 很快明白了盟会长的意思 你是说 不错 我估计平日里他都在勤修苦练 不闻窗外之事 眼下借江州舞蹈大会举行之际 打算一鸣惊人了 盟会长道 二级舞者 是因为舞者第一次考核时 最多只能考二级 他的真正实力已达化尽 靠着秘书更能打出单进 这种实力 如果是名门之后 州级舞蹈协会给个面子 通过副高级职称考核 亦非难事 副高级职称 张又平、刘队长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二级舞者分量上 已经能对标重点大学 讲师一级的存在 副高级职称的舞者 直追正教授 如果肯加入刘川县舞蹈协会 最多陈电个一两年 就能被任命为副会长 而舞蹈协会 只比地方政府低半级 对方已足以和张又平 这位守备处副处长 平起平坐了 关键是 那里聘 才22岁 张又平道 盟会长笑着点了点头 恭喜盟会长啊 辖区中出现了这么一颗好苗子 等他什么时候 真正拿下副高级职称 这绝对能成为 你履历上的辉煌一笔 张又平马上一脸笑容道 具体情况 还得见到他的真人再说 那还等什么 我们一到前往 三顺镇中隐藏着这样一条乾隆 我迫不及待想见识一下了 他现在消耗很大 怕已经歇下了 我们明天下午再去拜访 盟会长道 张又平听了 心中一动 一个22岁的华静 未来十有八九能报器承担 甚至有希望能练就刚进 有这种实力傍身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眼下他消耗巨大 自是需要滋补 联想到最近自己侄子送来的百年山生 另一边 李聘和李母打了个招呼 换了身衣服 便休息去了 等稍稍调养好自身精神 已是第二天上午 他并未第一时间起身 而是集中精神于右手上 随着感应细微 他清晰察觉到 手臂处骨骼 肌肉 神经上的损坏 这种伤势 哪怕以污者的体质 并服以专门的疗伤药物 怕也得一个多月才能恢复 疼痛如小刀切割 刺激着他的心神 好在 这种伤势前世的他 多多少少已经习惯 不至于像普通人一样 一副手都不敢再动的模样 练舞 哪有不受伤 他尝试调动 体内先天氧气术 孕育出来的生命力 朝手臂方向集结 滋润这些损坏的区域 结果 效果寥寥 撕存了片刻 礼聘运转先天氧气术 稍稍改动呼吸吐纳的节奏 同时将精神集中到 极致留意每一丝 生命元气的流转 每当生命元力 即将经过手臂位置时 便放慢速度 让周天运转的生命元力 能停留得更久一些 这样虽然因周天运转终止 生命元气不会壮大 却间接性产生了 运气疗伤的效果 果然可行 礼聘微微一笑 他选择先天氧气术作为辅修 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 而且 这门涉及到生命元气的 氧气术 应该还有很多潜力 可以挖掘 运转先天氧气术 半个小时后 元气渐渐虚弱的礼聘 不得不停下来 虽然只半个小时 但手臂伤势 却已缓和许多 基本上相当于 养了一两天 如果能保证药材攻击 再加上 我胃部的消化能力 一天可运气三四次 顺利的话 十天八天就能恢复 这比他原计划中的 一个多月 快了一大截 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一阵 小心翼翼的脚步声 李聘不用猜就知道 是李云瑶在外面 他似乎在门外 偷听卧室的声音 看他起来了没有 李聘只得起身 换好衣服 还弄出了一些动静 果然 外面很快传来了 李云瑶兴奋的声音 哥 你起床了吗 起来了 李聘看了下时间 快十一点了 问了声 还有早餐吃吗 有有有 我让妈给你炖了 红枣乌鸡汤 还有桂圆莲子粥 李云瑶道 好 我十分钟后下去 李聘道 这两种食物 确实有益气 补血之效 看样子 李云瑶特意去网上查了 在李夫尚未过去前 在镇上建了一栋两层楼 加个隔热层的小别墅 一层有120来平米 这种120平米 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 抵得上蓝星那边 150平米 别墅下面还带了个院子 空间倒是颇为宽敞 十分钟后 李聘下了楼 李母一脸担忧 儿子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能有什么事 昨天就是太累了 李聘道了一声 我饿了 东西把你热好了 快来吃点 李母连忙道 嗯 李聘应了一声 他路过客厅时 却发现 门口处居然堆满了 大大小小的袋子 牛奶 礼盒 有客人来了 昨天车上的那些人 人家一大早就来了 想要感谢你 知道你还在休息后 放下东西就走了 饭都不肯留下吃一口 李云瑶连忙抢着道 俏丽的小脸上 写满了高兴 有两家 还有你林叔送来的 似乎是一些名贵老药材 你看看 要不要还回去 李母端来一碗粥道 送来了就留着吧 李聘道也没有推辞 同时将这碗粥 推到李母面前 你们也吃 我们都吃过了 哦 那好 李聘直接将熬粥锅 端了过来 看着大口喝粥的儿子 李母犹豫了片刻 道 儿子 他们说你打死了猫腰 是真的吗 嗯 李聘道 我从小练武 不过没有告诉你们罢了 说着 他看了一眼李云瑶 瑶瑶知道 一头猫腰 丹靖大师 都未必奈何得了的凶兽 结果被打死在他手上 可以预见 接下来流川县 都会小范围轰动 很快就会有人上门拜访 所以 事先统一一下 说辞很重要 对对对 我知道 哥他六七年前就开始练了 不过妈你当时忙着工作 没有留意 李云瑶很兴奋地充当聊机 说完 他马上转向李聘 哥 你看我们练武什么时候开始啊 别烦你哥 总得等他休息好了才行 李母轻声训斥了一句 无妨 可以先从基础练 下午开始吧 李聘道 很快 一锅粥 一大碗汤 被他消灭了个干干净净 那惊人的食量 看得李母有些心惊 这样吃不会出问题吧 我心里有数 李聘说着 将几家人送来的药材挑了挑 指着其中几样道 妈 你将这些药材处理一下 做成药扇 我一会儿给你几个配方 你照着来就行 好 李母点了点头 很快准备去了 李聘将药方写出来交给李母 便来到自家院子中练起先天氧气术 他一口气打出两剂单镜 气血亏空 换到前世 已然损伤根基 好在靠着天赋 他已经改良了八胸针火镜 这门打法对自身负荷降低了一些 虽然仍然避免不了气血衰竭 但至少不会留下隐患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不敢练悬瓶之门 只得先练几天氧气术 将身体恢复一些再说 练了半个小时 大伯和伯母赶了过来 看着李聘直接给出一个大拇指 小聘 好样的 猫腰都能打死 了不得呀 小聘 你没事吧 没事 李聘道 李父一家三口都是男丁 大伯李明志 加盟了一个农产品收购站 在三顺镇设立了一个站点 三叔李明星 则在首府江州市 开了个广告公司 当年李云烟外出工作 实际上就是投奔三叔 打虎亲兄殿 李明志和李明星两人 对他们一家 向来都十分照顾 并没有电影中那种 反目成仇的情况 两人来问候了一下 李聘的状况 看到他确实不像有事后 便离开了 下午两点 四辆轿车匆匆行驶到了 李聘家门前的空地上 随着车门打开 一行十几人 哗啦啦地下了车 三顺镇镇长正在其中 但他显然不是最具身份之人 一个看上去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带着一个中年舞者 先一步朝李聘而来 这位便是我们斩杀猫妖的英雄 李聘李武师吧 真是一表人才 人中之龙啊 我们刘川县能有李武师这样的人物 是全县人民之福啊 中年男子满脸热情道 三顺镇镇长连忙在旁边介绍了一句 这是首辈处张又平张处长 同时还介绍了一番中年舞者 刘川县武道协会会长蒙山 一位和方林爵一般 货真价实的丹靖大师 这也是太白各地武道协会的标准配置 县级武道协会会长 至少得是副高级职称的丹靖武师 是级武道协会会长 更要正高级的刚进宗师 李聘和两人打了声招呼 虚手一饮 李面请 两人客气了一番 入了院子 李姆得知来了守备处 武道协会的大人物后 连忙出来 忙上忙下 张又平看李拼气色不佳 知道他现在最重要的是休息 寒暄了一番 直入主题 事情的经过 我们已经知晓 感谢李武师仗义出手 保障了三顺镇民众安全 经县里连夜开会决定 授予李武师优秀青年称号 并且 我们还会替你申报 藏龙室杰出青年 说着 他语气一顿 此外 李武师不惜以身涉嫌斩杀猫妖 消耗极大 县里 不能让我们的英雄流血又出钱 经县里决定 补助李武师 营养费十万 阳光小区住宅一套 奖金十万 一套住宅 一旁的李武 李云瑶 听得这位张处长的话 只感觉眼前发亮 这个世界 房价向来离谱 县城中 房价虽然比市里低 可相较于流川县 不足一千的平均工资 一套房子 少说 也得三十万 阳光小区 李云瑶知道 那更是流川县的高档小区 哪怕最小九十九平方的户型 没有五十万别想拿下来 多谢 李亭并没有什么客气 他很清楚 县里送钱送房的原因 放在蓝星 这叫高端人才引进 何况 杀猫妖 他确实是用命在拼 这些补助并不算多 如果不是昨天李武师一名惊人 我都不知道我们流川县里 居然有你这样的年轻高手 李武师有没有考虑过 道武道协会来发展 蒙山笑着接过话 我接下来的时间 打算备战江州武道大赛 一切等江州武道大赛结束后再说 李聘道 对对对 武道大赛要紧 蒙山说话间 打量李聘这张年轻的脸庞 尽管他不认为这一次 李聘能在武道大赛上 打出什么好成绩来 但 未来 可能就是十八届 甚至十七届武道大赛中 前十必然会有他一席之地 这是龙虎丸 对滋补气血颇有效果 李武师 以上位抱丹之身 打出丹镜 希望这盒丹药 对李武师能有所帮助 蒙山说着 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来 一旁的张又平 看了这个盒子一眼 有些心惊 龙虎丸 这可是武道协会 内部特供之物 只在武道协会内部流通 有钱都很难买到 他有心教好礼聘 却舍不得老山深 而这和龙虎丸的价值并不比他 那只山参差多少 蒙山居然就这么拿出来了 李平看了一眼 很快想明白了什么 多谢 他并未拒绝地将龙虎丸收了下来 同时道 江州武道大会资料填写的 习武帝一栏 我会填流川线 蒙山顿时面露笑容 好好好 到时候李武师在江州武道大会上 脱颖而出 我也能跟着沾沾光 李平可是在藏龙市考的舞者证 如果不特意填写 就会默认为藏龙市舞者 他要是真在江州武道大会表现出色 这份功劳就到藏龙市舞道协会头上了 当然 一个二级舞者 藏龙市舞道协会 未必放在心上 可如果是一个能打出单进的舞者 且才只有22岁 藏龙市舞道协会那边知道后 绝对不会无动于衷 他蒙山用一盒龙虎玩懒来这份功劳 算是捡了个便宜 一番寒暄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蒙山 张又萍等人才 纷纷离去 李平也没有留他们吃晚饭 他们十几个人 他不想李母辛苦 带着蒙山 张又萍离开 李母看着李平 上下好一阵打量 最终 满怀欣慰 我儿出息了 可不是 我哥最厉害了 李云瑶第一时间跳了出来 估计明天 还得折腾一下 有什么事我来处理 李平说着 朝门外看了一眼 外面有不少正名转悠 打听情况 想来用不了多久 李平斩杀猫妖 让县里面大人物亲自拜访的消息 就会传遍整个三顺镇 死存着 他对李母道了声 我记得阳光小区 就在瑶瑶学校不远 瑶瑶明年就要进行最后一年冲刺 你去那边陪他 原本他并没有想到 让李母换个居住环境 一方面怕李母不习惯 另一方面他打算拿钱优先修炼 重点是 蓝星思维让他以为镇上很安全 昨天的遭遇表明事情并非如此 县城是里面的房价贵 消费高 是有一定的道理 安全性比乡镇高得多 那家里养的家禽 重的地 心灵节后再搬 地的话找人帮忙看着便是 家禽我们自己吃 吃不了的送给大伯 李聘道 好 李母点了点头 实际上论及安全性 县城比不过市里 市里也比不了周府 三叔李明星在周府发展 大姐李云烟同样嫁在周府 李聘的最佳选择 应该是在周府买房 但周府房价昂贵 一套下来两三百万 在李聘打完江州舞刀大赛前 没希望 好在半年而已 他也不急这么一点时间 藏龙市 一处高档别墅区 汉阳大学校董金鼓峰 看着脸上红肿未消 左半边眼睛都睁不开的金云衫 有点想笑 但现在是严肃场合 他皱了皱眉头 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李聘 李聘 金云山眼睛通红 里面仿佛有火焰在烧 窝要恰使 窝要恰使 恰 恰什么 金鼓峰愣了愣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他是说我要他死这话 只是牙齿掉了几颗 牙龈红肿 导致他说话受到影响 他一时听错了 爸 您看 云山都被打成这样了 那李聘 不收拾不行了 否则其他人知道了 还以为我们金家好欺负 金云山的爸爸 金正气在旁道 你打算怎么做 金鼓峰道 至少得先开除他 然后找个机会 请个更厉害的舞者 让他付出双倍 乃至十倍的代价 金正气狠狠道 蠢 金鼓峰直接斥马 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在打击暴富吗 你是嫌我的对手 抓不住我的把柄 进行攻击吗 可云山是您孙子啊 被那李聘打成这样 我们如果无动于衷 要报复 动用权力开除 他是最蠢的办法 你以为 以他现在二级舞者的身份 还会在乎区区一个大学毕业证 而且 你能找到舞者对付他 他背后难道没有舞者 长风舞馆的方林 绝不是吃素的 金鼓峰道 那 那怎么办 金家在藏龙市 也是有名有姓的大户人家 您孙子这顿打 总不能白挨了吧 舞者和我们不同 他们享有特权的同时 也容易引起监管 金鼓峰看了一眼金云山 我要你去向李聘道歉 寻求和解 并主动进行赔偿 金云山一听 顿时血压冲顶 脸色通红 不去 我就算实验 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自然要按法律办事 我不止 要你进行赔偿 还要你进行巨额赔偿 数量任他开 三十万 五十万都行 必须要在十万以上 然后 这位汉阳大学校董冷笑一声 告他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 此话一出 金正气 金云山两人同时意识到了什么 眼前一亮 舞者 掌握强大武力 心怀利器 杀心自欺 每一位舞者都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 舆论对其监管严格 金鼓峰不急不缓道 相较于礼聘这样的二级舞者 普通人的你 完全属于弱势群体 金云山连忙点头 对 对 对 我是弱势群体 啊 话一说得急 他似乎触动伤口 忍不住惨叫起来 身为弱势群体 自然就该学会 拿起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 你被他一个二级舞者 打了一顿 前去求和 他却狮子大开口 提出天价赔偿 你为其武力 不得不答应 然后将这件事宣扬出去 金鼓峰淡淡道 别说一个方灵爵 哪怕他背后 站着武道协会会长 都不敢保他 高 爸 实在是高 法律不就是为了 我们这些弱势群体 而设立的吗 金正气 亦是在庞道 十万以上 就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至少十年以上 必须坐牢 等他进了牢狱 事情风波过去了 我们再找点关系 将他弄成个残废 那不是轻而易举 一旁的金云山 也一脸兴奋地用力点头 他似乎已经遇见到 李聘因敲诈勒索罪 被关到牢狱中 那种暗无天日的 凄惨模样了 三顺镇李家大院 啊 痛 好痛 楼上 传来李云瑶气喘吁吁 以及压抑不住的痛呼 李聘看了他一眼 一阵无语 不就是练武前的摸骨吗 用得着叫这么夸张 摸骨过程 自然会有些疼痛 这点痛都受不了 还练什么武 不过 李聘承认 他持续的时间长了点 他再做一个尝试 他能精准感知自身的状态 那么 能否感知他人的气血运转 事实证明 当有实际接触时 确实可行 只是感知上弱了无数倍 好了 李聘捏完他的小腿骨 收回手 道了一声 根骨 我是不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 没成为恋心者 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 凝神相用于观想而耽误了 李云瑶眼中满是期待到 李聘本想说中等 不过他刚才已经确定 他的洞悉 天赋对他人同样有效 哪怕弱了无数倍 仍然足以让他精准地 把控到对方 任何一丝气血变化 凭借这种能力 李云瑶的修炼进度 绝对不会太慢 当即笑着点头道 很优秀 虽然离万中无一差了点 却也属于千里挑一的天才 只要你努力 自律 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武道高手 太好了 我就知道 我是天才 李云瑶兴奋的小脸通红 来 我先教你 练法壮大气血 李聘说着 便将玄聘之门练法 交给了李云瑶 这是他最熟练的练法 也方便 他更精准地把握 李云瑶的气血变化 练了半个小时 外面传来一阵声音 紧接着 却见林小璐和林副林震山 走了过来 小璐来了 来来来 陪我一起练 看谁先成为武者 李云瑶连忙招呼 李聘看了林小璐一眼 早上时 李云瑶希望让林小璐 陪他一起练武 抱着交一个是交 交两个也是交的心思 他也没拒绝 何况 一些尝试在李云瑶身上 有些束手束脚 但林小璐就没这个担忧了 这个时候 林震山有些拘谨上前 李聘 李小哥 我知道 以你的身份收徒 肯定要交很多学费 我们家实在拿不出太多钱 这是三年前我进山收获时 收到的一根老药 你看着交 能交几天算几天 林叔客气了 大家都是邻居 小璐又是我从小 看着长大的 也算我半个妹妹 不必多礼 李聘道 林震山却是不肯 李聘见状 倒没有再拒绝 将这根老药收了下来 跟着李哥好好练 李哥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知道吗 林震山离开时 慎重嘱咐道 林小璐重重点了点头 星光中心 回来的公交车上 他看到李聘动手时的身姿 深深地被迷住了 他一直不喜欢自己的性格 觉得自己太柔弱了 可偏偏不知从何改变 李聘的出现 如同照亮他 心灵的一束光 清晰地为他指明了方向 所以 他才会在明知冒昧的情况下 仍然选择一道前来 先摸骨吧 李聘道 第一次有点痛 忍着点 林小璐点了点头 很快 李聘便上手了 只是没想到 林小璐看上去柔柔弱弱 可在他摸骨期间 却是强忍疼痛 一声不吭 而且他有些惊异地发现 林小璐的根骨 比李云咬好得多 虽然达不到李云咬口中 万中无一练武奇才的地步 却也称得上优秀 了然于心后 李聘交起两人 交了一个来小时 李聘让两人自己练 他则进了正厅 我的天赋 还有很多潜力 用途可以挖掘 看了一眼村民 林振山送来的药材 补品 他私存了片刻 先将意气补血的龙虎丸 拿了出来 扶下一枚 他运转先天氧气数 细细感知 虽然无法精准感知 龙虎丸中的材料成分 但却能勉强分辨 他对生命元气的壮大 以修行一周天的先天氧气数 增加的生命元气 作为衡量标准 龙虎丸 生命元气增幅401% 可持续约8.6个周天 也就是两天 持续两天的四倍经验 不愧为武道协会内部特供 他接下来拿出一些补品 一一服用 尝试 元气一号 效果 没效果 李平深度感应 最终发现 生命元气增幅率 降低了14% 他再试了一下其他几种补品 效果基本上都在降低 增幅10%至30%浮动 也就是吃炖有营养的饭菜程度 这结果 让他无语 这叫补品 接下来几天 李平耐心将种种补充元气的药材 按照配方一一使用 精准的感知 使任何一种药材 移进入体内消化 造成的影响立竿见影 羊肉当归汤 生命元气增幅104% 乌鸡符苓 生命元气增幅91% 人参甲鱼 生命元气增幅148% 李平一一尝试 通过手上为数不多的原材料 最终他得出了两个最佳的药膳配方 第一个 以人参 麦冬 黄芪 莲子 乌鸡为主 能提升先天氧气数 壮大生命元气效果 260%到280% 具体数值受烹饪影响 一天成本约1000金元 第二种 李平用的是林小璐家里送来的老山参中 生命元气的增幅 一度达到了514% 为此 他特意翻了一下书 再通过自己精准的感知判断 这只山参有四五十年年份 这样一只老山参 足以卖出三四万高价 一次放一点 加上其他辅助材料 仍然能让这一天消费达到上万元 穷文负武 李平看了一眼银行卡余额 毫不犹豫 买下了一个月的用量 先天氧气数第一片为氧气 第二片为筑基 但并不是说筑基后就不需要氧气了 氧气也好 筑基 精丹也罢 都需要持续性修行 最好同时修行 只不过要在氧气到一定程度后才能筑基 同样筑基完成到一定程度后才能结丹 李平感知着自己这段时间积累下来的生命元气 大量药物滋补 运养出来的生命元气以肉眼可见壮大 当然 也只有他敢用肉眼可见形容 换成任何一个修炼先天氧气数的人 这么一点元气增长 别说运转起来用于疗伤了 到底练没练出生命元气来 他们都无法确定 他们最多就觉得 这几天经历好了一点 以现在生命元气的增长速度 离住基标准 李平很快算出精准数字 1316个修行周期 不到一年 这种效率很快 而且随着他对药膳不断改良 再对先天氧气数不断优化 这个时间只会更短不会更长 他用右手将一只心到货的人身拿着 细细端详 靠着生命元气滋养 手上伤势已经全部恢复 透过手指的感知传递 他隐隐能察觉到 人身中的药力程度 种类 只是一方面 他了解的知识太少 无法给出具体结论 另一方面 感知到 外界会削弱无数倍 他只能以自己为标准 衡量一件物品 可能造成的影响 产生的作用 如果多掌握一些知识 以后可以去当鉴定师 任何一件物品到我手上 种种妙用 都能被一一挖掘 李平道 可很快他又意识到 鉴定师这行业 他做不了 他是以自己为标准 进行衡量 他能一手提起一件两三百斤重的东西 普通人能行 他能忍受的疼痛 普通人可以忍受 人和人的体质并不相同 以我为标准 测量出来的数值 并不适用所有人 就像他制定出来的药膳 李云瑶 林小璐两人就有点受不了 时间流逝 很快到了心灵节 这个心灵节 李家明显热闹了不少 可惜 由于李云瑶怀孕几个月了 没法回三顺镇 这让李母有些难过 但有李平 李云瑶陪在身边 倒也不孤单 带着心灵节过去 李云瑶面临开学 李平一家人搬到了流川县 流川县不是什么大县 城区人口不足二十万 可这么一个小县城 平均房价仍然超过三千一平米 越靠近县政府的房子越贵 作为镇首使的练心者 便常居其中 阳光小区离县政府 只有不足三百米 分配给他们的房子 是标准的九十九平米 三十一厅 自带装修 拎包入住 由于林小璐和李云瑶 两人是同学 且又要跟着李平练舞 也住了进来 两人一个房间 而李平本身得去藏龙市 毕竟还和长风武馆 签了一年的约 你们接下来 按照我给你们规划的方案训练 每周来一次藏龙市 我会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 进行调整 阳光小区楼下 跨着一个背包的李平 对李云瑶 林小璐主妇 离考试还有半年 按照我的叫法 半年内 你们两个都有希望练出尽力 到时候考个五者证书 我想办法帮你们走首府 江州大学的特招名额 我们能去江州大学读说 李云瑶眼前顿时亮了 练出了尽力 就有希望 李平道 他不对李云瑶的成绩抱以希望 只能在这方面着手 练出尽力 我的进度多少了 李云瑶满怀期待地询问 李平拿出手机给他们看 上面有两行数字 李云瑶751000 林小璐911000 他这个所谓的进度值 是根据自己对尽力的理解 以及对两人修炼进度的精准把控推测出来的 89不离时 就算有些误差 比如说快满值时 还没有一点突破的感觉 他大不了说有瓶颈就是 如果提前突破了 也能推到顿悟上 反正数值是由他定期更新 差了可以及时调整过来 每一周都能看到数据反馈 也能让两人更有动力 哎 我和小璐的差距又拉大了 怎么可能 李云瑶睁大着眼睛 显然 你不够努力 看看人家小璐 从来不叫苦叫累 而你 练了一会儿就喊腰酸背痛 我 李云瑶有些不服气 你得知冷起来啊 李平笑着道 他答应叫林小璐 本意是为了方便尝试自己的洞悉天赋 眼下能侧面起道督促李云瑶的目的 倒是他没有想到的 也对 这个年龄的人正是不服输的时候 眼睁睁看着林小璐一点一点超过自己 李云瑶哪怕有时候实在累了 也拉不下脸来去偷懒 妈 我留下的药膳 记得每天替他们做好 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李平嘱咐 李母点了点头 交代完毕 他摆了摆手 在几人依依不舍的目光下 往车站方向而去 买了车票 车辆很快发车 不到两个小时 顺利抵达藏龙市 老脸 这脸 一出车站 已经传来方玉白的叫声 他知道他今天来 特意到车站接他 你这一回去 可就是一个多月啊 我一个人在这边无聊死了 方玉白道 不过这番话 李平自然不会信 跟着他 上了他的蓝马X5 很快会入车流 对了 金云山那个喜欢到处造谣的家伙 你还记得吧 他找到我 想要与你和解 还说可以替你向上面争取 取消留校查看处罚 证明你的清白 方玉白说着 补充一句 不用管我 我就是个传话的 嗯 李平应了一声 我实际上早看那小子不顺眼了 这一下栽在你手上了 方玉白有些吐气扬眉道 你打算怎么做 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赔礼道歉 恢复你的声誉 我都已经离开了汉阳大学 那边的事再说吧 李平平静道 外人以为他只是跳了弧 损失了声誉 眼下留校查看处罚取消 还能帮着他将声誉恢复 事情也算反转了 可在李平看来 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结束 因为 李平死了 长风武馆 珊瑚因为昨天练得太累 今天起床晚了 来到武馆的时间稍稍迟了一些 结果一入武馆 发现所有人居然都集中在训练区 杨丹青 徐欢 张乐 包括上位请假的两位教练 和几个来得早的学员 他们不是训练 而是看着一个人热身 似乎要进行某种测试 那人 李平回来了 珊瑚一喜 碰 下一刻 一阵闷沉的轰鸣 自测力机上传来 整个仪器似乎狠狠一阵 那种声响 让珊瑚吓了一跳 紧接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大不留心 很快来到了测力机前 当他看到上面显示的391时 眼皮狠狠一跳 心神受到强烈冲击 怎么可能 他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这种力量 丹静 丹静 这真的是丹静啊 了不起 了不起啊 杨丹青 徐欢 张乐几人 也好不到哪去 其中 杨丹青神色中 充满着厚生可畏的感慨与唏嘘 怎么回事 丹静 刚才李平打出来的 真是丹静 珊瑚有种身坠梦幻之感 这一个月里 他心灵节都没过 抓紧时间勤修苦练 一有时间就请教师傅 尽力运转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觉得自己进步极大 游民入岸就在眼前 本想着 等李平从老家回来后 再找他比试一下 结果 这就丹静了 谁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珊瑚茫然 早上时我遇上李平 恭维了他一句 一个月不见 肯定实力大尽了吧 徐欢脸色十分复杂 我发誓 我当时真的客气了一下 结果 他点头了 说领悟到了 丹静魂元之妙 说着 他的表情一阵不自然 他当时心中 只有一个想法 你TM是不是在逗我 二级舞者 回趟老家 就练出丹静了 开挂也不敢这么开吧 是我的错 我非得拉着他来测试一下 结果 你们也看到了 张乐在旁苦笑道 他看了一眼 调整气血的李平 张了张口 想说什么 最终总结成了三个字 怪物啊 原来 这个世界真有天才 杨丹青道 心灵节前 方馆主说 新开的一家舞馆中 会让李平坐馆 并给他百万年薪 我还有些不服气 李平天赋高不假 可要到能坐馆的画镜 再快 也得再等几年吧 当时我只能安慰自己 人家长得好 小年轻就喜欢他这模样 我一个糟老头子 没有这种待遇也说得过去 现在看来 他有些萧索地摇了摇头 人和人不能一概而论啊 丹静 丹静 珊瑚几步来到李平身边 身形都在微微发抖 好一会儿才到 真的练出丹静了 嗯 李平点了点头 我在老家遇上了一头猫腰 猫腰 此话一出 珊瑚 杨丹青 徐欢 张乐几人同时演同一所 猫腰 珊瑚更是重复性地高呼一声 显然 他很清楚 一头猫腰意味着什么 对 那种情况下 要么我死 要么猫腰死 李平以一种平静的口吻叙事 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生死时刻 我万念俱空 打出一拳 那一拳打出去时 我感觉我的精神 意志 气血 同时沸腾 化为一体 最终借地理优势 拼得气血亏空 将猫腰击杀 事后我细细揣摩发现 那种静 就是单静 他打死猫腰的消息 普通舞者可能接触不到 但方灵爵迟早会有听闻 再加上 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他自是落落大方地说了出来 可就是这种平静的述说 却宛如让几人猜到 当时的处境何其凶险 就像李聘说的 要么猫腰死 要么他死 生死间有大恐怖 确实有很多舞者于生死之中 雾透更高境界的尽力运转 踏入全新领域 原本几人以为 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故事 电影 小说中 没想到 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人家用命拼来的单静 他们 羡慕不来 天才 杨丹青由衷地赞叹一声 单静一成 未来报气承担 将只是时间问题 李武师前途无量啊 想不到 我居然能有幸亲眼目睹 一位天才的崛起 徐欢道 李武师 你报名了这一届江州舞蹈大赛 我等着看你到时候能达到什么程度 我从未怀疑李武师能不能练就单静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张乐也感慨道 这个才加入他们长风舞馆 不到三个月的年轻人 带给他们的震撼太多了 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 他们和那些真正天才间的差距 有多么巨大 实际上 早在我尚未读大学前 就已经练成虎豹雷音 尽力游民入岸 大学几年 虽然没有打磨身体 可时不时 我仍然会揣摩画镜之妙 这几个月里 身体素质上去了 自然也就水到渠成地踏入画镜 方管主估计是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才放心 让我坐镇一地 李平笑着解释道 22岁的画镜 还是雾透了丹镜的画镜 这也很惊人了 恐怕只有那种 武圣精心培养出来继承一波的弟子 才能在这个年龄达到这种地步 杨丹青这个时候 也稍微调整了心态 毕竟他年龄大了 只想在这个行业混到退休 没有什么拼搏向上的心思 因此 调整过来后 还有心情开玩笑 李武师该不会是某位武圣的隐秘弟子吧 李平笑了笑 并未回答 只是道 丹镜不意味着报丹 而且 我已经将我以前的积累消耗殆尽了 接下来的路 只能靠我自己一步一步再走下去了 杨丹青 珊瑚等人 只以为李平口中以前的积累是高中 大学练武那几年 却不知道 李平说的是前世十几年的岁月 前世的他 就是达到画镜巅峰 并能拼着气血亏空的代价 打出几道丹镜 而现在的他 已经完完全全追上了前世 恢复到了最巅峰时期的状态 没有了前世的经验 未来的路 他真的只能靠自己走下去了 长风武馆 李平在一旁打拳 而教练也好 学员也罢 都会远远避开 免得打扰他 他今天早上的表现 征服了长风武馆所有人 不知不觉中 他的身份已经隐隐超过杨丹青 成为了长风武馆中 仅次于馆主方灵爵的二号人物 打完一套拳的李平 常常吐出一口气 不用宁神感知 他都能想象出 自身气血体魄的变化 气血加0.03 总值29.81 下一步就是暴气承担 上一次我虽然匆匆暴单 可准备却也不少 结果以失败告终 可见暴单不易 这一次得走稳妥一些 李平打算用打磨单镜的方式 水到渠成的磨到 暴气承担之境 这是一种类似于 以利正道的法门 繁琐 但胜在安全 而打磨单镜 对其他画镜高手而言繁琐 但对天赋异禀的李平来说 仅仅是一次次改进 优化 从而达到将混元如一的镜力 炼成本能 这个时候 李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望向一旁 却见方灵 绝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正看着他打拳 察觉到他回神 他问了一声 结束了 结束了 去我办公室坐坐 好 李平回应 跟着方灵爵进了办公室 入了办公室 方灵爵亲自去帮李平 接水泡茶 不过 半途李平 还是将茶壶接了过去 我来 方灵爵也没有和他争 只是看着他好一阵打量 足有半分钟 他才道了一声 这就担静了呀 嗯 生死之间 思维电光石火 确实是顿悟突破的最佳时期 李平道 话是如此 但这是火中取栗呀 方灵爵道 武道界有这种人 被称之为囚道者 但纵观一位 未为武道 倾注一切的囚道者 却没有一人能够走得长远 李平知道 方灵爵在劝他以后 还是小心行事 他附和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 人生舍死无大事 我比所有人都珍惜自己的生命 因为 他想知道 人类的血肉之躯 究竟能够进化到什么程度 当今之事 那些达到人类巅峰 没有任何短板 号称世纪之王的存在 都扛不住机枪炮弹 充其量只能依靠刚进震荡 将手枪子弹弹开 在那之后会是什么领域 又有什么样的风景 没人知道 他 想去看一看 所以 他不会轻易死去 你能这么想就好 方灵爵道 我怕你两次突破 都依赖于生死搏杀 激发生命潜能 从而迷上了这种 快速突破的感觉 玩火自焚 你能保持冷静 看来是我多想了 李平笑了笑 心灵节前 你报名参加江州舞蹈大会 我们所有人都以为 你是去积累经验的 现在看来 早在当时 你就有想法了吧 方灵爵看着他 后生可畏啊 我只是觉得 等到江州舞蹈大会开始时 我的修为应该能再进一步 说实话 能不能在江州舞蹈大赛上 展露头角 乃至杀入前十 我并无把握 李平道 爆丹 是他前世从未涉及过的领域 自律 自信 方灵爵点了点头 你能打出丹静了 要不要去江州 江副高级职称考下来 不急 一个证件罢了 李平道 也是 方灵爵道 而且现在 也有些不是时候 嗯 死亡山谷的舞者 赵吉丽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 死亡山谷以死亡为名 可见其中凶险 太白成平已久 很多舞者已经失去了 动荡时代搏杀凶兽 和魔物争夺生存空间的血性 几个月下来 全国暴民舞者不足百人 现在有风声称 上面会下达强制征召令 方灵爵道 连我都能得到这个消息 这是八九不离十 李平听了 点了点头 误出丹静 接下来就该报丹了 你可有报丹之法 我总结了自身 毕生所学 揣摩出了报丹之路 具体效果 尚未实践 李平道 方灵爵一正 难以置信地盯着李平 你不会想告诉我 你没有传承 他紧接着道 你师父呢 李平缓缓摇了摇头 这不可能 方灵爵身形猛然前倾 那你是怎么练出丹静的 我以前自己揣摩 思考 另外 我刷了一个多月视频了 李平道 方灵爵瞪着李平 呼吸渐渐变得沉重 好一会儿 他失态地吐出一个词 卧槽 李平嘴角一抽 你是怪物吗 方灵爵喃道 这种年龄打出单境 基本上只有那种武圣弟子 或者极其优秀的宗师倾传 才能做到 你现在告诉我 你没有传承 连门像样的练法都没有 事实确实如此 李平赞同地点了点头 呼 方灵绝好一会儿 才吐出一口气 他猛然从抽屉里 将一个U盘拿了出来 拿去 里面记载着白鹤流的白鹤拳 我这就引荐你进白鹤流 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传承 仅靠自己修炼到这种地步 别说拜师宗师了 拜师五圣都很有希望 那就不用了 李平没有动这个U盘 为什么 方灵爵眉头一皱 不为什么 李平倾笑一声 我只是不习惯恭敬的行礼 叫别人 师父 方灵爵一正 紧接着 眼瞳一缩 他看着这个笑得 人畜无害的年轻人 他自认为 两个多月相处他 对他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所以 他才痛快地拿出了白鹤拳全谱 可此时此刻 听得他轻笑着说出这番话 他第一次发现 他从来没有看清过他 倦 或者说 奥 一种无法言语的奥 扎根于他身体筋骨 盘踞于他的心神意志 散发出一种 不灭昂扬的风锐 明明就是这么简单的 一句话 却犹如一柄植入云霄 照耀世间的渐光 似乎 他这一生 注定要在这个世界 留下轰轰烈烈的痕迹 良久 方灵爵忍不住再问一句 恭敬 很难吗 社会上 哪个人不弯腰 哪个人不低头 称势道富 有那么难 他无法理解 不难 礼拼道 但我不习惯 可你这样一来 你的路 会很难 方灵爵道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这个过程 本来很有意思 礼拼道 方灵爵没有说话 他看出来了 出生牛 毒不怕虎啊 或许是为了 打磨精神信念 不允许自己的念头 有半点不畅 恭敬 尊重 客气 尊重 客气 他都愿意 却仅仅因为 不习惯对人 弯腰恭敬 可这样会生生放弃 巨大捷径 年轻人 心比天高啊 方灵爵道 只希望 不会命笔纸薄 礼拼笑着回应 他知道 方灵爵心里 肯定这么想 但他不在乎 前世没有天赋 没有传承 他仍然能用 十几年 练到画境巅峰 离抱丹 只差半步 这一世有天赋 傍身 如果他还不能 求个念头畅达 按自己的心意 活个轰轰烈烈 以一往无前的信念 完成这场生命 最大的欲望 修行 未免 枉费 众活一世 白鹤全谱 非白鹤流弟子 不能修行 方灵爵将 幽盘拿了回来 尽管暗地里 也有不少人偷学 但他作为白鹤流弟子 却不能因为 看好礼聘 而光明正大 传给他 从抽屉里翻了翻 很快 再度拿出一个小册子 这是我这些年 总结的报单经验 希望对你报单有帮助 谢了 礼聘这道没有拒绝 人情来往 他能接受 他接受不了的是那种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的关系 或许很多人 可以不将这种关系 当一回事 为求武道 杀师是父 一如等闲 可他内心 做不到 你呀 方灵爵摇了摇头 做人如果能圆滑一点 未来的路会轻松许多 我知道 礼聘道 这个世界不断在叫人圆滑 厚黑 所有人都在雕琢 打磨自己 以适应世界运转 却渐渐忘了 世界的本质 从来没有那么复杂 他神色平静 大放无鱼 大气免成 大阴牺牲 大象无形 方灵绝没有和礼聘争执 他只能说 年轻 真好 虽说你天赋横溢 可报单 一步并非一事 过程更是颇为凶险 一朝不慎 还会危及生命 而你又不愿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我本身的武学 就是几百家所长 萃取而成 多翻翻 多看看 想来就能找到方向了 礼聘道 合适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方灵绝想反驳 觉得他将报单 看得太简单了 可怜想到礼聘的天赋 和这种天才交流 真的很气人 好一会儿 他才在嘱咐 报单不是开玩笑 你天赋再好 也千万别乱来 哪怕没有师父手把手交 至少也得有完整的报单传承 古人能走出单道之路 那也是在无数人摸索牺牲的经验下 积累出来的 礼聘点了点头 他认可 他认可这个说法 所以 他打算接下来五个月 都用来磨爆单进 这个时候 方灵绝却是斟酌了一番语言 藏龙事武道圈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一些顶尖全谱 练法 都有版权保护 颇为珍贵的物资 如虎抱丸 血身 也不允许在市面上交易 说着 他补充了一句 有关系 有身份的人自然有办法渠道 但很多有钱可身份关系 又够不着的人也想获得 有需求 就会有市场 久而久之 在各世间 基本上都催生出了一种 摆在明面下的市场 嘿是 嘿 别说得那么难听 应该叫私人线下交易市场 方灵绝笑了笑 你不想拜师 又想得到完整的报单功法 就只得去私人市场去淘淘看了 报单功法这种东西 倒没有那么珍贵 他拿出笔 写了个地址 每周周五晚 方正街罗家大院 礼聘对那个地方有印象 罗家大院旁 有个大型花卉市场 当年寝室有学生买多肉养 就是去那边进的货 这种私人交易市场 人员有些乱 售卖的物品也五花八门 假货众多 一个院打一个院挨 但优势是 上面有大人物罩着 地方部门不会来查 有时候 我们要去买一些市面上 不流通的东西 或者卖一些不方便出手的物资 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方灵爵笑着道 大人物 什么大人物 礼聘道 在藏龙市 能称之为大人物的 你说呢 方灵爵道 礼聘懂了 恋心者 所以 只要你不太高调 基本的安全 还是有保障 方灵爵道 礼聘点了点头 方灵爵再度嘱咐了一番礼聘 一些注意事项 末了才道 连拜师都不肯 看你的样子 也不打算走五道协会从政 从军这条道路了 我还打算 你化尽后 介绍你入 藏龙市五道协会的 理事会呢 也行 不过 藏龙市我 未必会待很久 礼聘道 方灵爵眼睛一瞪 好家伙 你 可以联想到 他靠着自己揣摩 练出丹静的成就 这种天才只要不死 抱丹绝不会是他的终点 刚静 乃至练神五圣 才是他的最终追求 而别说练神五圣 整个藏龙市 明面上的刚静宗师 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他的未来 确实不会局限于 一座小小的藏龙市中 想明白这一点后 方灵爵苦笑一声 我觉得 我应该将分店 开到江州市去 有你这张活招牌在 不怕在江州市 站不稳脚 可以啊 我们不是签了合约吗 到时候我替你作证 礼聘笑着道 方灵爵只是试探性提一提 听到他的话 却是稍稍认真了一些 你同意 那我可就去物色场地了 嗯 李聘笑着点头 方灵爵顿时来了精神 公寓竟是 李聘将方灵爵的报丹经验合上 报气承担 这一境界 最重要的是 掌控体内气血 让体内气血浑原如一 不轻易外泻 当完成这一步后 只要不是激烈运动 或和人动手 气血时时刻刻运转 冲刷着修炼者的身躯 增强体魄 壮大气血 从而让身体强度迅速突破30 人类是有极限的 就像蓝星那些跑步运动员 从百米12秒达到百米11秒容易 可从百米11秒达到百米10秒 难度几何性提升 而从百米10秒提升到百米9秒 至今为止都没有人成功 壮大气血亦是如此 练武之人靠着尽力淬炼自身 提破气血很容易突破20 并且会快速攀升到25 26 27等数值 接下来28 29就只能靠时间熬了 而想在练进阶段达到气血30 31 难度和跑出百米9秒有的一拼 可一旦暴气承担 身体完成一轮进化 气血的运转模式发生改变 接下来的气血提升 就会像普通人练出尽力一样 进入一个飞速提升期 三五个月就可以让气血提升到 32 33 34 不过到了34 35后会再度放缓 接下来只有练进成刚 内撞肺腑 才能继续攀升到 37 38 乃至39的地步 暴气承担 我一直有眉目 只差十件 但练进成刚 李聘眼中有些向往 在蓝星 单进宗师罕见 可至少偶尔惊鸿一线 可刚进宗师 已经沦为传说 彻底绝技 他练武十几年 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活生生的刚进 这也是他不止一次感叹 这个世界是武道盛世的原因 饭玩方管主的报单经验 我对暴气承担的理解 已经更为清晰 我只需要继续揣摩单进 一次次沸腾气血 使其浑渊一体 再顺利化为单进打出 次数多了 自然就能水到渠成 暴气承担 大概需要 李聘稍稍一计算 很快 他已经得出了精准的数值 出来吧 我的属性值面板 暴单 0514 属性面板 自然是李聘一句玩笑 所谓暴单 0 514 理论上是 需要打出514剂单进 他靠着生命元气滋补 以及重重优化过的 八胸真火镜 可以在气血亏空的情况下 每天打出2剂单进 但这并不意味着 非得练习514次 才能暴气承担 这一数值 时时刻刻都在变化 他得到了新的暴单之法 对暴气承担 有了新的理解 数字可能会从514降到500 450 每打出一剂单进后 略有所悟 增长的数值也会从1 变成2 甚至3 而且 单进和单进也不相同 爆发气血 可以打出单进 万念俱空 精气神沸腾到极致 也是打出单进 效果却截然不同 因此 这个数字只有参考意义 它需要无时无刻 根据自身的修炼进度进行调整 才能产生最佳的修炼效果 爆气承担 将周五道大赛开赛前 够了 礼聘道 爆气承担在望 下一步 刚进 礼聘回想自己看到的刚进视频 这种静力 主要源于细微性的共振 震荡自身 以自身为放大气 将这股静力打出去 顶尖强者刚进高频震荡超过因素 会形成一层白色气浪 古人称为先天刚气 这就是刚进最初由来 震荡自身 以自身为放大气 说起来容易 可做起来极难 因为在震荡自身 将自身作为放大气时 先承受静力反振的 就是自己 外在的皮肤 肌肉 骨骼 也就罢了 体内五脏六腑承担的静力反振 才是真正的考验 体魄 内脏不够强韧 没等刚进打出去 自己就先遭反噬受伤吐血 网上单进武师的视频不少 可刚进宗师的视频 却大幅降低 礼聘私存 这是因为 刚进宗师算真正的上层人物 他们虽然是正高级职称 但由于武道界分量 比其他行业更重的缘故 身份超过其他行业正高级职称者 高出一筹 享受国家补贴 在任何场合都能得到尊敬 没必要像单进武师一样 发视频引流 招收弟子 他们本身就是流量 像藏龙市这种人口几百万的城市 明面上的刚进宗师 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单进武师身边 围绕的还是一些富商 亲友 算是出人头地 还能带动身边的人过得不错 刚进宗师周边 谭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丁 真真正正踏入另一个阶层 以我现在的知识底蕴 身体强度和对刚进的理解 想要外练刚切 内壮肺腑 大概需要 礼拼很快重新得出一个数值 练刚 16481 遥遥无期 不过 无妨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先定个小目标 打出刚进 然后由外耳内 循序渐进 礼拼平静地接受自己 和练刚间的差距 而且 先天氧气术练出来的生命元气 对滋养肺腑 有着非比寻常的作用 反正 受伤 滋养 恢复 这本身就是一种锻炼 这会为他早日打出刚进 奠定良好的基础 最好还是得有一些完整练就 刚进的点击 传承 希望周五的私人交易市场 不会让我失望 周五很快就到 晚上8点 礼拼乘车来到方正街 罗家大院 大型花卉市场 由于占地缘故 不可能位于市中心 从罗家大院临近花卉市场 就能得知 这里并不繁华 由于旁边就是藏龙市 尚未完全开发成景区的横域山 这里夜晚还显得有些荒凉 不过 当礼拼来 罗家大院 这里 却显得颇为热闹 其中院旁的几条老巷子 来来往往的人流 还不少 这些人大部分都和礼拼一样 穿身衣 戴帽子 口罩 一些人还裹住全身 改变身形 此外 多数人看上去身材壮硕 精气充沛 气血昂扬 可见练武有成 在每个巷子口 都有人守着 他旁边有一个警示牌 灯光照射下 上面的字迹看得很清楚 不得大声喧哗 不得强买强卖 不得询问货物来源 钱货两清 盖不负责 零零总总 十几条 礼拼扫了一眼 进入其中一个巷子 巷子里 地面有几十人 在地上摆摊 来来往往者不算多 约百余人 算上其他几条巷子 可以推测 这个黑市每开一次 总人流量 估计也就千人层次 礼拼一一查看 摊子上卖的东西 五花八门 来历不明的功法 年代久远的古籍 不知功效的奇物 四模四样的药材 走私出来的丹丸 还有带着故事的令牌 刀剑 古物 但这些东西 九成都没有太多价值 好在 这处黑市 不同于古董古丸类 九成九都是假货的黑市 里面还是有一些人 售卖真品 像武道协会内部 流出来的龙虎丸 就在其中 礼拼翻找片刻 很快找到了一门 可修制报单的功法 龙行拳 龙拳馆的功法 这个武馆是江州有名的武馆 请了刚进宗师挂名 怎么卖 十六万 十六万 这个价格比他预料中低很多 不过也对 龙拳馆在江州影响力很大 一旦被发现偷练龙拳馆的拳法 有关系的赔钱 没关系的 被直接打死也不奇怪 再则 黑市上卖秘籍 卖了一家 还能卖第二家 最关键的一点 如果对着一本秘籍 就能报器承担 世界上的担径 早就泛滥成灾了 就像很少有学生 能靠着书籍自学成才 并应聘为顶尖大学教授一样 李聘并未急着出手 而是继续查看 售卖报单武学的摊子不少 一圈下来 他找到了六门报单武学 其中售价最高的是一家没落武馆的传人 自家售卖 没有任何隐患 但价格也最高 五十万 剩下几门 价格都在十万到五十万之间 卖十万的那本 是藏龙市第一武道市里 五行门中的核心 传承五行链体数 五行门建立至今四十余年 分馆开到周边好几座城市 首府江州市都有他们的分馆 交出的学员没十万 也有八万 兼知又是藏龙市本土市里 弟子学员遍布各行各业 他在翻看这门五行链体数时 就隐隐察觉有人在盯着这个摊位 如果他真买了这侧链体数 出了罗家大院后 能不能安全回到家中都是未知数 这位摊主将五行链体数拿出来卖 要么就是心大 无知者无畏 要么 根本就是冲着五行门来 李平避开了卖五行链体数的巷子 去了隔壁 转了几圈后 在一个卖药材的摊子前停了下来 他一一感应着这些药材对体内生命元气的刺激 当碰触到燃血粉时 动作微微一顿 怎么慢 三千一克 可有燃血草 李平道 摊主看了李平一眼 燃血粉就是燃血草萃取而成 可大幅激活气血 令气血燃烧沸腾 从而让舞者爆发出更强战力 类似于兴奋剂 只是使用后会陷入好几天虚弱 李平想买燃血草 他以为李平是想自己动手 萃取节约成本 私存了片刻 他回应道 有三万一斤 低于一斤 我懒得卖 先给我一斤 可以 我让人送来 摊主拿出手机发了的信息 半个小时后你来拿 李平点了点头 他刚刚感应到燃血草 似乎对生命元气刺激效果很好 具体如何 还是得等回去后尝试了 才能得出结果 如果和他想象中一样 他突破到住基期的时间又能缩短了 有没有老药 看你要什么老药了 百年山餐 有 不过得加钱 根据具体年份 三千到五千一克 摊主到 李平一私存 买不起 一只百年山生重量 基本上都在三百克以上 这价格就是上百万了 而且性价比不高 当下 李平起身继续去其他摊子查看 看能否靠着自己的感知天赋 捡到一些好货 这个时候 他却发现 一群人围绕的一个摊子上 隐隐传来压抑的呼声 确实是兴器 虽然是劣质心经铸旧 但也是兴器 李平文生凑了上去 这位摊主摊子上 没有任何其他货物 只有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小手镯 标价两百八十万 兴器 李平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 和恋心者有关的物品 舞者几乎激发不了兴器的神意 而劣质兴器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神意 可对舞者来说 这些劣质兴器却有一个练心者不在乎 对他们却至关重要的效果 它能让舞者对上科技武器时 使科技武器有小概率出故障 要知道 再强的舞者都扛不住机枪大炮 纵观过去几十年 那些受了欺压 被普通人用枪打死的单道武师 刚进宗师 比比皆是 可如果那位武师身上能佩戴兴器 他的生还率就会大幅提升 身上佩戴的兴器越多 质量越好 科技武器对付他们 实出故障的概率就越高 如果全身兴器 某种情况下 他们能像练心者一样 免疫科技武器攻击 这就是 哪怕劣质兴器 都能卖出高价的原因 280万 李聘想到自己身上那枚心精 哪怕不是兴器 也能卖出一两百万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算上到时候红日服饰那边的上百万 都能在江州首府买一套房了 正好那个时候 李云瑶高考结束 带着他和李母一道 搬至首府 首府有高级练心者坐镇 安全性远非现成可比 我杀猫妖一事人尽皆知 倒是可以从正规渠道销售 李聘转了一圈 重新来到卖龙行拳的摊子 龙行拳可以融入他的八胸针火镜 赤龙中他花十六万将这策直达报单的全法买了下来 买下典籍 他再回到药滩 买下一斤燃血草 就在他打算再逛逛时 却发现人流量少了一些 一些摊主甚至提前收摊 匆匆离开 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李聘观察片刻 很快顺着人流出了巷子 却见几个巷子不远 一行十余人默默站着 神情冷冽 一副生人物尽的模样 但却并未有任何一人踏入巷子 李聘看了片刻 很快认出了其中两人 五行门副掌门曹作丘 齐东远 这两人都是有副高级职称的人物 其中 曹作丘更在五年前报单成功 五行门门主曹天游 是炼钢宗师 三十年前创立五行门后 以一己之力 将五行门推到藏龙市第一的位置 他最巅峰时期 曾在第九届全国舞蹈大赛斩获前时 威名赫赫 不过现今年事已高 气血渐衰 早在四年前 已经搬到了首府江州 过上退休养老的生活 五行门称门面的 便是曹作丘 齐东远 以及跟在他身边 在首府图谋发展的大弟子赵渊 此时坐镇藏龙市的曹作丘 齐东远都到了 身边十余人也无一例外 都是炼进友诚的高手 显然就是冲着那位 胆敢光明正大 售卖五行门核心传承之人而来 之所以没有直接杀入黑市 都是在克制自己 给黑市主人一个面子 一个单进 一个报单 顺应人流的礼聘身形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 黑市中传来一阵压抑不住的哗然 紧接着 便见先前售卖五行练体术的男子 不急不缓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淡然自若的神色 丝毫没有将五行门十余人放在眼里 这种姿态 售卖五行练体术 他赫然是故意为之 风声不对 黑市中所有人纷纷离开 不敢凑热闹 但仍有数十人停了下来 不愿离去 单进大战 看样子还是生死大战 这种场面在藏龙市 可是极其罕见 王道义 曹作丘盯着男子 来了 被称为王道义的男子 淡淡道了一句 打算怎么死 十四年前 我父亲就看出你心术不正 未来毕生反骨 果然 你到我五行门核心传承 卷走所有珍贵物资 今日 居然还敢光明正大 出现在我五行门的地盘 当真以为 我们杀不了你 曹作丘立声道 冲在第一线的是我 打生打死的是我 背锅受罚的是我 世道临头 却连核心传承都不肯给我 王道义吃笑一声 戴上一双特制手套 伸手 将袖子一层一层挽起 让我看看 你们这些被那个老东西 寄予厚望的废物 究竟能将五行练体术 练到什么程度 话一说完 他身形动了 一人 面对五行门十二人 竟是全无半分距异 反而主动出击 一动间 视若雷霆 如猛虎下山 骇人的凶煞气息扑面而来 李聘第一时间确定 王道义杀过人 还不止一个 对付这种背叛师门 不忠不孝之徒 不用讲什么武林道义 一起上 曹作丘一声低吼 和齐东远 十位练进友成的好手 同时迎击 练了这么多年 你 包括那个老东西 却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五行链体术 王道义一声长笑 浑身上下的气势 在这一刻达到顶尖 面对十二位强者的围攻 他不需要同时和十二人对抗 只需要在令十一人的攻击降临前 轰杀挡在前面的对手 再靠着抱单强者的爆发 拉开距离 一对十二和一对一 毫无区别 就像现在 王道义死死盯着十二人中的最强者 曹作丘 在他眼中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任何人存在 双方即将接触的刹那 曹作丘率先单进爆发 加持速度 身形如同蹦射的箭矢 在快到极致的情况下 扑杀速度再度暴涨 欲在王道义气势攀升到极致时 以自己最强的一点 轰击对方最弱的一点 但 王道义对五行链体术 对曹作丘太了解了 再加上相较于 坐镇五行门教导学员的曹作丘 他经历过太多的生死搏杀 四围电光石火间 先一步看穿了曹作丘的意图 在他爆发之际 他体内的气血紧跟着沸腾 五脏六腑一阵轰鸣 五行炼铁 心属火 肺属精 干属木 肾属水 皮属土 五行武器 在这一刻同时调动 循环 共振 最终 五行合一 拳镜前方 似乎有一层无形的白浪炸散 这一刻 王道义的拳 似乎打破了一层臂障 超越了某种极限 后发先至 在曹作丘爆发的单镜 落到他身上时 狠狠砸中他的胸膛 轰隆 虚空中仿佛响起一阵闷雷 被拳镜轰击的曹作丘 胸膛瞬间塌陷 犹如出现一道拳印 炸裂的力量崩碎了他胸前的衣巾 贯穿了他的身躯 使得背部撑起骨骼断裂形成的拳印 曹作丘猛地瞪大眼睛 眼中充满惊骇 可暴弃承担 本身就要历经生死恐怖 在这一刻 曹作丘仿佛重回当年暴弃承担时的景象 纵然被王道义一拳轰中胸膛 五脏六腑尽数粉碎 仍然奋起于境 狠狠砸向王道义的头颅 迫使他不得不身形急转 这么一耽误 齐东远邪果丹镜的一击 已经轰然降临 静如雷霆 电光石火 纵然王道义身经百战 也只得匆匆横臂格挡 碰 咔嚓 静力炸散和骨骼碎裂的声音 同时响起 王道义左臂持骨断裂 整个手已不规则形状弯曲 那是 刚进 礼聘回想 刚才两人的交手 神色有些惊异 不止他 围观的人群中 亦有人才猜测 王道义练出钢镜了 发镜三寸才是钢镜标准 他的镜不能离体 应该是某种秘书 黑市方面 几位负责坐镇的高手一轮 师兄 掌门 痛苦 愤怒的呼声 自五行门众人中响起 肋骨断裂 五脏六腑 尽数被尽力崩裂 这种伤 仙神难医 不过 靠着曹作秋那么一耽误 王道义错失了一击撕碎 挡在他面前目标的机会 被骑东远 几位炼镜大成的高手 一阵围攻 身上瞬间挨了几下 可他身经百战 尽管凶险至极 可身经百战 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 却让他瞬间抓住突围的契机 伴随着丹镜爆发 他整个人犹如一辆急驰的卡车 狠狠撞在五行门 一位炼镜大成的高手身上 那位高手被撞飞五六米 砸在地上后 仍然滑翔出两三米 趁着这个空荡 他虎扑而出 全速狂奔 瞬间拉开了和其他人的距离 而只要确保 自己不陷入包围 他有的是办法 将五行门十人一一杀死 拦住他 齐东远低吼着 快步追击 其他九位五行门高手 紧随其后 趁他病 要贪命 所有人心里清楚 任何秘书施展 必然极耗体力 何况他还实打实地挨了一记丹镜 如果不能趁这次机会将他杀死 等他恢复过来 必然是五行门的末日 他们不像大多数学员 想退出就退出 属于五行门敌传的他们 已经和五行门捆绑一起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这个时候 绝不能有半分退缩 战场转移 李聘紧紧跟上 围观的几十人中 大部分人看着曹作丘 这位暴丹武师的惨状 停下了脚步 但仍有三拨人跟了上去 不肯错过这场大戏 众人速度极快 仅仅数分钟 已经远离上千米 齐东远带人跟着 并未莽撞为杀 五行炼体术的秘书 五行合一 乃是刚进秘书 对五脏六腑负荷极大 王道义打出五行合一 在剧烈运动 伤势必然加重 何况 藏龙市是五行门的地盘 随着时间推移 还会有五行门弟子 包括五行门的朋友 受邀请来加入对王道义的围堵 时间站在他们这边 王道义似乎明白这一点 在某一刻 猛然窜入一个拐角 等齐东远追进时突然反身 气血如火 瞬间连发三道丹径 齐东远虽能打出丹径 却为暴气承担 第一季丹径他挡了下来 第二季丹径他已经气血紊乱 等到王道义第三季丹径下来 他再难抵达 被轰中胸膛 飞出树米 没被直接杀死 都是因为他生性慎重 里面加穿了护甲 没有丹径高手阻拦 王道义如虎入羊群 冲入九位炼竞高手中 一阵乱杀 哈哈 只剩下一个老东西 和一个赵渊 你们五行门 还拿什么阻挡我的暴风 我这个月杀十个 下个月再杀十个 我倒要看看 你们五行门 有多少人给我杀 伴随着他的肆意大笑 他浑身上下的气焰 攀升到极致 在打死第四个炼竞高手后 剩下五人 已有精神不堪恐惧 当场溃败之事 眼见这样下去 五行门一行人 将全军覆没 齐东远强忍着恐惧 伤痛 望向四方 大吼道 王道义乃是挂上 藏龙士武道协会 悬赏榜的邪魔歪道 赏金一千万 我五行门院 再加两千万 恳请诸位同道仗义出手 灭杀邪魔 匡扶藏龙士武道界秩序 三千万 齐东远的话 让围观众人心中一动 这可是三千万 除非自己开馆授徒 否则 很多单进武士的年收入 基本上都在一千万上下浮动 开武馆 不只要启动资金 还要有关系 有背景 有实力 否则就等着其他同仓打上门来 像方林绝能开武馆 方家在藏翁市有关系 出身白鹤流有背景 报单修为有实力 长封武馆 这才能一帆风顺 三千万 相当于很多单进武士 大几年收入了 王道义很强 怕是报单中最强的一批人 凭借那守五行合一 宁刚宗师非必要都不会招惹 可问题是 他现在受伤了 又是秘书 又是连发树道单进 他的实力还剩下多少 一时间 不少人望向王道义的目光 稍微发生了变化 正打算将五行门 剩下五位炼镜高手 全部打死的王道义 敏锐察觉到了这一点 不行 此刻的他 绝不能有半分示弱 否则在五行门三千万的诱惑下 将会有被猎杀的风险 他目光很利 杀气沸腾 猛然扫过周边围观的四方人马身上 第一方 黑市镇守者 身份有据可查 一个报单 两个化镜 第二方估计是某个势力 虽然没有报单高手 却有八人之多 其中三个龙金虎猛 壮硕不凡 时有八九功力入化 另两方 一方三人 在察觉到王道义狠辣的目光时 犹豫了片刻 被他杀气所射 退离了现场 单近交锋 他们看到了 剩下追杀几个炼镜 似乎也没什么好看的 弄不好 还会引火上身 而最后一方 李聘 孤身一人 身上还没有报单高手 特有的魂元 如意韵味 而且 他对此人还有印象 他问过自己 五行炼体术的架 听声音 十分年轻 年轻 代表着实力 不会太强 正适用于 展现自己战力尚存 杀鸡儆猴 威慑其他两方 没有人告诉过你 好奇心害死猫吗 王道义盯着李聘 集中精力 观察他的反应 李聘证了证 有些意外 战火波及到他这个吃瓜群众身上了 他很快明白了 王道义的意图 而当他看了一眼观战三方后 又觉得 这种情况 属于情理之中 围观有风险 看戏虚谨慎 他喜欢这种风险 不过出于礼貌 再考虑到爆单大战 已经看完了 他也心满意足了 当即他身形一退 道 那我走 我让你走了吗 王道义缓缓说着 紧接着 双目一瞪 射出骇然的凶光 跪下 我不该走 李聘反应过来 无法善了了 无法善了 就无法善了吧 货真价实的爆单武师啊 李聘身形停下 看着一脸凶狠 冷酷的王道义 你把自己想象成了一头受伤的草原雄狮 四周被猎狗环似 但凡露出半点虚弱姿态 就会被猎狗一拥而上 奋而食之 所以 你不得不伪装出一副 自己上海强大的假象 大声咆哮 想要将猎狗吓退 他的语气微微一顿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才是只敢 吟吟狂飞的猎狗 而雄狮 是我 放肆 王道义一声力喝 脚下尽力爆发 再度展露出 近乎扑杀操作丘一击般的灵敏和凶悍 扑杀之际 犹如开闸下山的猛虎 咆哮山林 百兽射服 可几乎在他动手的同时 李聘跟着出手了 他的身形大步向前 精神世界中 八胸逃悟的虚影 自他精神世界中显化而出 心脏搏动 体内气血瞬间被星火点燃 一股丝毫不逊色于他这尊手上 沾染了不下三十条人命武士的煞气 滚滚而来 两者间的气势相撞 无论是汉勇还是煞气 他浑然不逊色于王道义半分 这一幕 只让王道义心神俱阵 很难想象 一个听声音明明如此年轻的舞者 权势当中居然会这种凶煞 尤其是他爆发出来的净力 提到铁板了 可是已至此 由不得半分退缩 狭路相逢勇者胜 没有魂缘如一 你终究未曾爆气承担 王道义一声低吼 以此激发自己的心气 信念 这一刻他所做的 就是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权 将自己的力量 速度爆发到极致 尽情展现一位 爆丹武士的强大 身似猎公 一崩一射 如霹雳闲金 砰砰砰 两人速度快到极致 刹那间三个闪烁 交错 在交错的瞬间 两人几乎都做了同样的事 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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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光石火 全静轰胶 每一击都犹如平地惊雷 气浪炸散 蹦射的劲道 当场将两人衣袖处的衣巾崩碎 不屑纷飞 第一拳 两人劲道轰击 平分秋色 第二拳 李聘自侧身发劲 一手持骨断裂的王道义 鞭长莫及 落入下风 第三拳 李聘抓住机会 整个柔身而上 厚重到仿佛锯锤的丹镜 狠狠砸开王道义手势 在他身形连退之际 大不留心 瞬间画拳为爪 夹杂十三种变化 悍然扣向这位强大抱丹的脖梗 五指如铁锅 一旦扣上 指关节强劲的力量 绝对会将他脖梗猴杰气管 统统捏碎 不好 生死时刻 王道义暴退的步伐急促 脚尖点地 整个人仿佛平移一寸 头颅挤扭 千军一发 避开李聘这一抓 可没等他来得及 再有其他动作 李聘立足之地 石板一阵 碎屑纷飞 丹镜爆发 他的速度攀升到极致 伴随着速度 转化为更狂暴的冲击劲力 他那落入空处的手臂 朝外一弯 以肘为气 重重砸在王道义的喉咙上 碰 王道义眼瞳大张 脖子上的皮肉 清晰可见的荡漾 凹陷 他的整个气管 石管同时崩碎 贯穿性的力量 穿透而入 轰至颈椎 一袭中 似乎传来一阵咔嚓声响 紧接着 这位强悍道 以五行合一法 正面击毙一尊 暴气承担高手的强大武师 被手肘上蕴含的狂暴力量 轰击得倒飞数米 重重砸落地面 他惊恐地睁大着眼睛 似乎是颈椎某处神经被打断 身形疯狂抽搐 抖动 前所未有的恐惧 弥漫他全身 他张口 似乎想说什么 可最终 伴随着抽搐渐弱 失去声息 单剑 又一个单剑 在李聘和王道义交上手时 黑市镇守者 齐东元等人 已经心头一震 那个年轻人 全练出了单剑 王道义运气居然这么差 杀鸡景侯 选上了一个练出单剑高手 不过仔细一想 倒也合情合理 对方敢孤身一人跟上来观战 要么 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 要么就对自身实力 有足够信心 而没等他们来得及 孝王道义运气不好 碰上了后者时 那年轻单剑 和他针锋相对的碰撞 再度让所有人精神一震 刹那间 三剂单剑的碰撞 更是电光石火 将武者生死搏杀的凶险 演绎得淋漓尽致 吐起胡落 一个失误 那个年轻单剑 已经抓住机会 一击致命 终结战斗 整个过程交手双方 没有半分停顿 迟疑 每一招 每一世 都爆发出现今所能 爆发出的最强状态 打出最强的力量 极限演绎着单剑 抱单的强大 这不只是体魄 气血的对抗 更是精神 意志的交锋 换成其他人 但凡心里有半分迟疑 畏惧 退缩 死得绝对比王道义 更快 可惜 王道义强 那个年轻单剑更强 在王道义身躯 重重砸在地上的那一刻 碰撞声就像一柄锯锤 狠狠敲击着场中 十余人的心灵 让他们一个个心头俱阵 好强 这个丹静 同为丹静的齐东远 眼瞳俱缩 他有种感觉 如果让他对上这个年轻人 他的结果 相较于王道义 不会有半点变化 别说他了 就连那位暴气承担的 黑市镇守者 眼皮一是狠狠一条 他也算身经百战的 暴单武师了 可换成他对上此刻受伤 却仍有战力的王道义 也没把握能做到 比这个年轻丹静更好 藏王氏 什么时候出现这等强人了 而且听他的声音 还很年轻 此外 他心中还有些不解 他的体魄略逊王道义 以正面交锋剧烈碰撞 刺激王道义体内伤势 确实是正确的打法 只是 他明明没有暴单 为什么能一口气打出三道单径 他的身体 支撑得了这种爆发 望着那个站在原地的男子 他心中意识不解 暴单 李聘站在原地 静静感受着 刚才和王道义交手时 单静和单静的碰撞 以及单静轰胶 剧烈的震荡中 单静渗透皮肤 压迫骨骼时 传来的刺激感 疼痛感 那种感觉 就像整个人都活过来了一样 很多时候 人们的感官 只局限于身体上的大剑上 身躯 四肢 头颅等等 可在单静透体后 他不止感觉到了肌肉 筋络 骨骼的存在 甚至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刺激性的疼痛 从骨骼内部传出 那是骨膜 骨质 骨髓受到损伤 带来的反馈 这种反馈感 让他无比清晰地感觉到 这些部位的存在 并以无比热情的姿态 和他打着招呼 使得他忍不住发出了一声 出自内心的感慨 进行回应 痛 正因为这种痛 让他知道 他并不是一个身体 这一机械驾驶员 他和自己的身体 属于一个不分彼此的整体 真好 李平难难自语 就像按摩 尽管过程有些痛 可按完以后 真的很舒服 好一会儿 李平稍稍动了动 红肿起来的手臂 感觉到一阵 火辣辣的灼热感后 这才心满意足地 从这种单静 和自身震荡 碰撞 撕裂的感官中 回过神来 他也没有顾及 什么高手风范 就这么 在王道义的尸体上 搜索起来 不多时 搜出了两本小册子 一个数据盘 还有几张大鹅精元 他也没有客气 直接将东西收起来 这才目光一转 落到了五行门 黑市镇守者 以及八位舞者身上 随着他的目光扫过 八位舞者 包括其中三位 身材壮硕的男子 眼中同时一领 不敢逗留 迅速和同行 七人离开 黑市方面 那位鲍丹武师 微微一笑 这些尸体 可要我们处理 不劳易先生了 都是我们五行门的人 我们需要将他们带回去 齐东远强忍伤势道 被称为易先生的鲍丹武师 点了点头 冲着李聘拱了拱手 示意自己并无恶意 然后和另两人离开 三千万 李聘道了一声 当然 齐东远心中一灵 目睹了李聘凶悍的他们 不敢赖账 连忙道 请先生给个联系方式或账号 李聘报了一个账号 齐东远听罢 慎重道 请先生放心 我们很快送到 我相信五行门的信誉 李聘道了一声 转身离去 带得李聘离开 先前四散奔逃的几位 炼镜舞者才赶了过来 望着地上一具具尸体 他们一个个脸上 满是悲痛之色 先带回门内吧 齐东远叹息道 黎明十分 五行门笼罩在一片 愁云惨淡的气氛中 此时 不知五行门其他高手到了 就连远在首府的曹天游 赵渊 亦是赶到了藏龙室中 畜上 身是畜上 此时 赵渊神色中满是怒火的 对着王道义的尸体泄愤 而曹天游这位 年事已高的炼钢宗师 坐在曹作丘的尸体边 眼中有遏制不住的悲痛 原本已经66岁的他 此时看上去 显得更加苍老 曹作丘乃是曹天游之子 尽管不是独子 但却是唯一一个 继承了他一波 修炼到抱丹镜的儿子 他这一死 无疑是打断了 曹天游这位宗师的脊梁 门主 稍稍调理了一番的齐东远 看着惊气神 垮了一劫的曹天游 劝道 人死不能复生 明节哀 想不到我曹天游有朝一日 也会白发人送黑发人 曹天游落寞地说着 终究将目光 从曹作丘身上收回 入关吧 当下 很快有弟子安排起来 也有其他子嗣 搀扶着曹天游 到了另一个房间 查出来了吗 银行中有我们的人 查到了 他给的是真实实名账号 齐东远将一份资料递了上去 曹天游看了一眼 着重在他出身的长风武馆 和22岁的年龄上停留了片刻 真是 厚生可畏啊 好一会儿 才到 尽快将钱打过去吧 说完 他常常吐出一口气 五行门 经不起动荡了 李聘是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的 叮 宁伟号新号8879的卡余 2月3日9点13分 转入3000万点00元 交易后余额为 30141073.58元 太白银行 看着银行卡余额 他整个人都精神了一些 自然就不再计较被短信吵醒这件小事了 之所以今天睡到这么晚 主要是昨天晚上敷药 运工疗伤 花费了不少时间 外人以为他一口气打出三道单镜 可实际上 他在最后一刻的速度爆发 同样算是一剂单镜释放 只不过用在速度加持上 四次单镜 超过了当年他全胜时期 打出的单镜极限 要不是因为先天氧气术修游所成 他已经要面临气血衰败 前程净毁的后果了 五行门倒是很实在 李聘到了声 对这个门派的印象有所改观 他换了身衣服 稍稍一运动 马上感觉到自身的虚弱和肌肉 以及船子骨骼中的疼痛 一时间不禁皱了皱眉 昨天晚上虽然运工疗伤 但连打四季单镜 身体负荷较重 一两次疗伤 显然难以痊愈 接下来 怕是都得好好休养了 李聘拿出手机 打算向方林爵请假 几乎在他打算打给方林爵时 手机先响了起来 他主动打来了 随着他将电话接通 里面很快传来了方林爵的声音 昨天晚上 在罗家大院 打死五行门叛徒 王道义的那个武师是你 是我 李聘道 他并未意外 方家在藏龙市 不算什么大家族 但也属于地头蛇之一 作为单进武师的方林 决能在第二天得到这则消息 不算奇怪 你现在在公寓 对 我马上到 方林爵说完 挂断电话 李聘当下起身 刷牙漱口 当他准备得差不多时 门铃响起 带着他将门打开 门外 方林爵 珊瑚 以及一个看上去五十来岁的男子 已经在外等候了 看到李聘的第一时间 方林爵的目光 便落到了他手上 但见他的手虽有红肿 可似乎尚能活动 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是柳十一管的柳平生医生 我特意带他来帮你看看 你的身体状况 方林爵说着 神色凝重道 尚未暴气成丹 却一口气 打出三剂丹镜 你知道 这对你身体的负担有多大吗 五道界类似于你这种 未曾报丹前领悟丹镜的 华镜高手 不在少数 可连发两道丹镜 已是所能承担的极限 三道丹镜 他深吸了一口气 几乎每年 都会有一些丹镜尚未报丹 却乱发丹镜 最终废在这一步 我自己的状况 我心里有数 李聘道 先检查一下再说 方林爵道 李聘健壮 并未拒绝 他转向柳平生 我修有一门养生功 有生肌滋润 倒是不惧一般的气血损耗 就是感觉营养滋补上 有些跟不上 柳大夫正好帮我看看 是否有什么好药方 能在滋补上成效显著 养生功 柳平生有些意外 养生功 可不像年轻人练的功法 他上前 一一为李聘检查了一番 片刻 皱了皱眉头 气血亏空的确实厉害 他看了李聘一眼 我建议你还是去我那边好好调理一下 多谢柳大夫好意 半个月后 如果我尚未好转 再去求教柳大夫 李聘道 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就强撑 方林爵劝了一句 李聘点了点头 柳平生健壮不好再说什么 再度给李聘检查了一轮后 道 既然你想靠滋补和温养调理自身 那就按你说得来吧 他拿起纸笔书写 方管主给你开了百万年薪 用药方面我也不给你客气 按照这个方子来 三天一次 一个月的药物成本一万三 可以接受吗 可以 李聘道 钱不是问题 如果有什么更好 见效更快的方子 也请柳大夫不用替我节约 五行门三千万转过来了 方林爵道 对 李聘点了点头 我得为江州舞蹈大赛做准备 早一日将身体调理好 也能早一日恢复训练 有这三千万 你接下来确实也不缺钱用了 方林爵转向柳平生 按最好的来吧 柳平生点了点头 李聘 你会煎药吗 我觉得 你可以让柳叔帮你家熬好了 再去柳叔的铺子拿来服用 这个时候 珊瑚提议道 这个办法不错 方林爵马上赞同 服用药物后 如果有什么不适 也能让柳医生随时调整 好 李聘点了点头 不过这几天我得在家中休息 正想向你请假呢 你就在家好好调养 熬的药 我会让你珊瑚给你送来 方林爵说着 有些无语 王道义啊 五星门最有名的叛徒 赫赫有名的豹丹武师 这种漩涡 你都敢躺 简直不要命了 当时的情况 可怨不得我 李聘怂了怂肩 怨不得你 王道义盯上你了 你不会跑 他还会舍了齐东远去追你不成 你就是仗着自己 能打杀猫妖 练出丹静 逞一枪泄勇 方林爵有些埋怨 他以身涉险 李聘听了 却是无力反驳 如果王道义没有盯上他 他不至于主动掺和他和五行门之事 可王道义将主意打到他身上 一位活着的的豹丹武师啊 多新鲜啊 和这种人物交手的机会 何其难得 所以 他承认 当时的他 确确实实也存在顺势而为 和王道义搏杀一场的心思 李聘终究不是他的弟子 他方林爵也不是李聘什么人 说了几句 他也明白自己 没有指责他的立场 都是成年人了 李聘 自有自己的想法 也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眼见柳平生帮李聘看得差不多了 他道了一声 接下来 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 说着 他笑道 连王道义都能打死 尽管是在他和五行门 拼了个两败俱伤的情况下 但这种能耐 对标富高级职称者 已经名副其实了 因为你 今天一大早 我都接了好几个电话 长风武馆在舞者圈都出名了 他忍不住感慨 你真是每隔一段时间 都能给我一个惊喜 李聘对于这些人 能够查到昨天晚上那位舞者 就是自己并不奇怪 毕竟他爆出来的银行卡账号 就是他本人 有权人从这方面下手 顺藤摸瓜 查出他的身份不难 方林爵和柳平生 珊瑚离开后不到两个小时 珊瑚再度带着一些煎好的药材 赶到了公寓 和他同行的 还有柳盈盈 看到他 李聘很快想到了什么 柳大富 是我父亲 柳盈盈说着 将一束淡色的百合花 放到了李聘窗前 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 李聘道了一声 我来和你说一下 这些药材的具体服用方式吧 这些药可是很贵 柳盈盈说着 道 姨父要泡三次 吃一天 三天吃一次 他一一嘱咐着 柳声细语 很有耐心 实际上 李聘道用不着他介绍 药效具体如何 要怎么搭配 他吃了后慢慢体会 自然能分辨出来 每个人的体质并不一样 不过对于柳盈盈的一番好意 他也不便拒绝 好一会儿 柳盈盈陈述完毕 珊瑚这才走了过来 他的心情虽然复杂 但却已经没有了 什么攀比之心 人和人不一样 他已经接受了 自己不是武道天才的事实 我在等监要时 好好查了一下 这个王道义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 报单高手 而且 他曾经加入过 狩猎者小队 狩猎过猫妖 翼狼 甚至雪人 珊瑚看着李聘 我现在明白 你为什么会和红日服饰 签署江州大赛 前十的对赌协议了 说不定 你真能做到 成你急言了 李聘笑了笑 我到时候叫上我的朋友 去给你加油 期待着 你在江州舞蹈大赛 大放光彩的一天 珊瑚道 李聘微微一汗手 你身上有伤 需要我们留个人照顾吗 珊瑚道 不用 我们都是练武之人 这种伤势不算什么 李聘道 珊瑚暗暗看了柳盈盈一眼 也没抢球 那行 你好好休息 你的要三天后 我们再送来 有劳了 李聘起身相送 带着两人离开 他便运转起先天氧气术 炼化那份药材的药力 很快 他眼中已经露出一丝惊异 生命元气增幅率618% 果然 论及滋补药方 这些常年和武道界接触的大夫 才是专业的 并不是说 李聘得来的药方不行 而是在蓝星上 武者数量太少了 很多药方 都是根据普通人来配置的 相较于他先前使用的药方 这个药方精细性 还逊色一筹 可人家却舍得用药 大力出奇迹 效果自然也水涨船高 或许我可以将这个世界的 滋补药方 和蓝星上的滋补药方 中和一下 取长补短 然后利用我的天赋 重新合成出一个 效果更好的药方 李聘心中衡量 一五不分家 两者都是 对人体这一宝库的深入研究 他并不介意 分出一些精力 投入在这方面 诱惑者 找人帮忙 带着这种想法 李聘完成修炼 然后来到书桌前 将得自王道义的 两本小册子拿出来 一本正是他在黑市 售卖的五行链体术 另一本是锻炼五脏六腑的秘法 名为三昧链心法 应该是某一门 链钢传承中的一部分 李聘首先翻看的 自然是五行链体术 看了不久 他很快投入进去 原本他以为五行链体术 只是一门报单之法 当他真正看下去时才发现 这门功法 俨然直指宁钢 且宁钢部分还颇为精妙 似乎意犹未尽 我倒是忘了 曹天游不就是一位炼钢高手 他曾在全国大赛中打入前十 正因如此 当他携全国十大高手之一的头衔 重回藏龙市时 五行门才能以极快的速度 发展为藏龙市第一大派 李聘新道 炼钢传承啊 如果说报单在蓝星上 还能听到一些传闻 那炼钢 已经彻底绝技 他只在一些武道典籍中 听到过这个境界的描述 对于如何达到这一层次 一无所知 眼下 这门五行链体术 却给他指出了一个清晰的方向 真是意外之喜 李聘满怀欣慰 接下来几天里 他足不出户 费寝忘食地研究起 这门五行链体术 时不时还会拿出那门十六万买来的龙行拳揣摩 参悟其中蕴含的报单之法 再加上他和王道义交手 深刻体会到了 对方单进爆发时 气血的运转释放 等他将伤势彻底养好 报器承担 在他面前 已经再无任何神秘可言 换点通俗的话来说 晋升报单所需要的经验值 大幅降低 长风武馆 当李聘再次来到武馆时 徐欢 张乐等人全部走了过来 和他打招呼 李武师 看李武师精神异异的模样 怕是已经完全恢复了 李武师 你什么时候去考复高级职业证术啊 一个个教练满是笑容 就连杨丹青 亦是放下了茶杯 站起身来 笑着道 李武师来了 李聘一一回应着 上一次他击杀猫腰 就隐隐有成为 长风武馆二号人物的趋势 随着他协助五行门 击杀王道义 这位货真价实的 报单武师的消息 在圈子内流传 他的身份地位 在南北任何人撼动 哪怕有着三级武者证书的 老资格画镜 杨丹青也不例外 李武师 我给您泡茶 苏经理意识笑着招呼 不用 我带个水 你去忙吧 李聘举了举自己的保温杯 里面放着大量滋补药材 其中一些药材的珍贵性 使得这杯水的价值 数以千计 他直接来到 比较靠后的测试区 稍稍活动了一下筋骨 当察觉到不少教练的目光 都在朝这个方向观望时 他笑着道了一句 想看就看 李武师是要练习薄发丹静 徐欢迅速凑了上来 李聘点了点头 当下 张乐 包括杨丹青 都不好撑着面子了 观摩他人打出丹静 这种机会 可是十分罕见 尤其是这种近距离接触 对他们揣摩丹静之妙 亦有很大好处 很快 一位位教练都围了上来 李聘也不藏着掖着 气血体魄没有到25以上 哪怕明白丹静的发力方式最好 都不要尝试 对自己的身体有害无力 他讲述着丹静的发力之法 用了十来分钟后 来到测试仪器前 随着心神变化 身形豁然前扑 碰 一声矩震自测试仪器前传出 紧接着 一个惊人的数字 在仪器上显示出来 引得惊叹连连 打出这一记丹静 李聘觉得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通过心神感应 意识得出一个准确的数据 报单 101 119 数据对我来说 还真只有参考意义 李聘看着丹静的熟练度 心道一声 他养伤的小半个月里 虽然并未怎么修炼玄聘之门 可对丹静的理解已经透彻 接下来适应一段时间 将水稻渠成 暴气承担 这段时间里 进步比较大的 反而是先天氧气术 他已将自己尚未修行 先天氧气术时 拥有的生命元气 用数字识来衡量 这段时间的运养 这一数值已达十七 提升了将近一倍 受伤后 身体状况恶化 可以视作气血值降低 某种情况下 生命元气的疗伤效果 相当于将元气值 转化为气血值 以恢复自身 就像受伤后 用药物滋补 恢复气血值一样 只不过 他将药材药力 转化为元气储存在体内 恢复起来 比单纯的药材滋补 更快罢了 这个时候 一阵学员 教练们的招呼声 从外面传来 紧接着 便见方灵爵背负双手 不急不缓地走了 进入训练区 看着休养了一段时间的李聘 他上下一阵打量 不错 同时有些意外 养生功对气血损耗 恢复这么显著 可能是我练得比较好 李聘道 得 你们这种武道天才 还真是不讲道理 方灵爵道 李聘没有持续这个话题 而是道 管主来了 正好我有件事 要向管主请教 去我办公室 方灵爵点了点头 李聘跟上 在进入办公室时 还关上了门 这个小动作 让方灵爵微微一正 紧接着收敛了随意的神态 什么事 我们藏龙室 可有人能打造新妾 李聘道 打造新妾 方灵爵顿时讶异 你有新精 我打杀猫妖 从猫妖体内 得到了一枚劣质新精 李聘道 原本他打算将新精卖了换钱 以便在首府买房 现在得了五星门的三千万 钱暂时够用了 倒是不用再卖出这枚新精 劣质新精打造的新器 尽管让武者面临科技武器攻击 持出故障的概率比较低 但 也算一层保险 杀猫妖都能得到新精 方灵爵愣了愣 紧接着吴宇道 你是老天爷私生子吗 武道天赋好也就罢了 居然还有这种运气 李聘听方灵爵这么一说 也有些意外 似乎 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确实变得幸运了一些 当然 这种幸运是对他而言 换成其他人 没等他来得及 从猫妖体内得到新精 在被猫妖盯上之际 已经沦为了一具尸体 打造新器 只有请练新者出手 方灵爵道 如果你信得过我 可以将新精给我 我去帮你找人 当然 加工费必不可少 一般而言 用劣质新精打造的新器 负责这一行业的练新者 会收30到50万加工费 李聘直接将新精拿了出来 抛给了方灵爵 方灵爵打量了一眼 真是新精 质量在次品新精中 还算可以 钱我先转点你 不够你先垫着 李聘道 你刚赚了3000万 我就不和你这个土豪客气了 方灵爵道 3000万对你方馆主 可不算什么 李聘道 我也不容易 开着这个舞馆 为了维持人脉 天天早出晚归 练舞时间都受到影响 方灵爵有些感慨 专心练舞 开舞馆不可兼得 哪怕他将大小事宜 交付给杨丹青 可很多事情 终究需要他才能出面 他想做个甩手掌柜 并不是件简单的事 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 伴随着的 还有苏经理的声音 馆主 五行门的起舞师和赵舞师 想要前来拜访 请示您是否有时间 五行门 方灵爵看了李聘一眼 应该是冲你来的 李聘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 他稍稍了解了一番 五行门的作风 能成为藏龙市第一舞蹈势力 岂不知初 自然算不上什么光明正大 同样 能作为藏龙市舞蹈界一张名片 自然不可能走上邪魔歪道 向王道义之事 还真是他的心术不正 以为给五行门立了功 曹天游就必须将他当成一波传人对待 总体而言 五行门在藏龙市 还是有着较好的信誉 那就渐渐 李聘道 当下方灵爵朝门外的苏经理 回了一句 欢迎他们前来拜访 带着苏经理离开后 他才笑着道 我猜得不错的话 他怕是想来挖你过去了 没兴趣 李聘道 那可不见得 五行门可是藏龙市第一武道势力 单藏龙市的分馆就有六家 此外 他们还涉及房地产 物业 运输方面 曹天游本人和镇守者 都维持着不错的关系 据说其中一位镇守者 当年还向他请教过 如何修行丹静 方灵爵道 论及财富 人脉 势力 五行门别说比我们长风无管了 比整个方家都强出一筹 说着 他看了李聘一眼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你的未来注定不会局限于一个小小的长风无管 如果五行门真舍得花大价钱来挖你 我不介意你跳槽过去 我的目标是江州舞蹈大赛 在那之后 不见得会在藏龙市中逗留 所以 五行门在藏龙市 给予我的种种许诺于我而言 没有太大意义 还不如你设立在江州市的分馆 李聘道 好兄弟 讲一切 方灵爵笑着一拍桌子 要么你干脆投一千万进来 江州市分馆 我们一人一半怎么样 三千万可不怎么惊花 我还是留着买药材滋补气血吧 李聘道 方灵爵见状 只得表示遗憾 半个小时后 五行门齐东远 赵渊 和几位弟子造访 被带到了惠客室中 赵渊首先给方灵爵 奉上了一份大礼 他打听到了方灵爵 打算扩张长峰武馆的意图 愿意将市中心一处分馆场地 转让给长峰武馆 在算是 以此表达歉意后 他才转向李聘 到明了他们的目的 一如方灵爵猜测 想要李聘入五行门 以李武师的天赋 将来绝对会走出藏龙 一飞冲天 在这一飞冲天的路途上 我五行门愿为李武师 左臂右膀 助李武师一臂之力 赵渊这位曹天游大弟子 代表着五行门而来的 报单高手 客气地将一个盒子 拿了出来 这是我五行门最核心传承 用于炼赃的武器朝圆法 以及我师父总结出来的报单 明刚经验心得 请李武师收下 武器朝圆法 看着赵渊拿出来的 这个小盒子 方灵绝都有些眼热 炼赃秘法 五行门 还真是舍得 炼钢分成两部分 外炼 内炼 又称外钢 内钢 其中 外钢好炼 只要体魄够强 速度够快 力量刚猛 就能拳破阴障 引发声暴 形成白色气浪 钢气离体 像王道义 击杀曹作秋时 施展的五行合一 某种程度上 已经接近外钢 只要他的体魄 再强一些 速度再快一些 就能真正打出钢筋 找点关系 就能平到正高级支撑 成为一室中最顶尖一批的武道宗师 而内钢 涉及炼脏换血 需五脏六腑同时发力 带动周天循环 形成独特频率 由那儿外 再由外耳内 由于五脏六腑全部强化 甚至完成洗水换血 人体这一刻达到极致 打出去的净力之刚猛 纵然对手身上穿戴钢盔铁甲 也毫无意义 直接给你拍扁了 因此 内钢又被人暗称为大宗师 炼脏换血的大宗师 再怎么锻炼力量 速度 气血 都不会再有什么增长 哪怕在网上的炼神五圣 炼的也只是神 而非淬炼体魄 而神的修炼注重悟性 什么时候领悟心神力量 就有资格去评五圣 真真正正地站在武道之巅 这个过程对内钢大宗师来说 可能是一瞬 也可能这辈子都无法跨远 因此 很多人再怎么战绩赫赫 武功了得 却始终评不上五圣 除非他能以绝对实力 在全国大赛成年组中脱颖而出 摘得冠军 一时间 方林觉得目光落到李聘身上 出于他的虔诚考虑 他已经不介意 李聘改投五行门下了 李聘没有接这个盒子 而是看着赵渊 我需要做什么 我们希望李武师 能加入我们五行门 未来藏龙市大小武馆 皆以李武师马首是瞻 五行门必将李武师 当作扛骑人来培养 赵渊慎重道 李聘有些意外 可细细一想 也是情理之中 曹天游年龄大了 已经66岁的他 充其量再活个十几二十年 而他活的十几二十年里 已然无法再和其他人动手 否则寿命会大幅缩短 早在四年前 他已带上赵渊等一干精英 去江州市发展 江州市已经打下来一定基础 眼下负责坐镇藏龙市的 担禁武师曹作秋生死 只剩齐东远一人 撑不起这么大的摊子 在这种情况下 吸收新鲜血液加入 负责帮他们五行门 看好藏龙市的基业 就很有必要了 以五行门的关系渠道 这小半个月里想来 已经将他调查个七七八八 天赋好 身家清白 本身也就和长风武馆这家建立不久的 武道势力有瓜葛 此外 他已获得战利品的方式 从王道义身上得了五行练体术 未免这门功法流传出去 他们也希望将他纳入五行门体系 这样一综合 他确实是五行门坐镇藏龙市的最佳人选 可惜 草长们既然让赵武师将武器朝元法送来 就应该是看好我 未来能练弃成钢 而我 对自己的天赋一有信心 我的未来不会局限于藏龙市 礼聘看着赵渊 所以草长们的好意我只能心领了 赵渊 齐东远对视一眼 礼聘的这种回答在他们的意料之中 我们自然相信 李武师的天赋 不会局限于藏龙一地 同时我们也坚信 可能三年 最多六年 李武师必然能一飞冲天 赵渊笑着道 什么时候 李武师觉得五行门这座庙小了 大可奔向更辽阔的天地 我们满心祝愿李武师能前程似井 只是在李武师尚未打算 离开藏龙市民洞江州前 我们的许诺一直有效 李聘看了他一眼 你就不怕 我现在硬下来 得了武器朝圆法后 马上就离开藏龙市 我们相信李武师的为人 赵渊毫不犹豫到 他们并不是相信李聘的为人 而是相信自己 现在的李聘 五行门压得住 而只要李聘能入五行门 他们自然会想办法 一步一步让他认可五行门 直到最终完全成为五行门一份子 当然 或许李聘天赋横溢 有朝一日 整个五行门都 无法给他提供任何壁住时 他仍然会选择离开五行门 外出闯荡 可那个时候 五行门应该熬过了这段艰难期 李聘至少也已有炼钢修为 到时候 他们大气豁达地送他一程 有这些年的交情在 以后五行门真遇到了事 想来李聘也不会袖手旁观 五行门相当于多出了一尊炼钢宗师 作为靠山 不亏 他的打算 李聘微微一撕存 倒也猜到了个七七八八 他不想坑五行门 没必要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报名参加了江州舞蹈大赛 如果我能在江州舞蹈大赛展露头角 携这份名气 未来差不多就会在江州市发展 所以 你们打算借我之力 坐镇藏龙式的打算 怕是行不通 李聘说着 语气一顿 况且 江州舞蹈大赛也只是一个跳板 等时机成熟 全国舞蹈大赛我也会去闯一闯 赵渊 齐东远对视一眼 同时笑道 李武师如果真的能够在全国大赛得到名次 我们五行门上下 必举宗为李武师道贺 算了 李聘摆了摆手 我和方馆长可是已经签署了协议 赵渊先歉意地看了方林爵一眼 紧接着道 据我所知 李武师和长峰舞馆的协议只是一年 他微微一笑 既然李武师有信心能在全国大赛展露锋芒 那么 我们不妨商定 如果李武师能够打出名次 我们五行门上下 必备一封厚礼 助李武师前程伺井 而李武师未在全国大赛有所建树前 等和长峰舞馆的协议结束 便来我们五行门如何 你确定 李聘看着他 要是我江州大赛打完 马上接着打全国大赛 并斩获名次呢 哈哈 如果真是如此 我们五行门说好的后里绝无二话 立马奉上 赵渊笑着道 不过 他显然根本不相信 李聘会有这个能力 这样吧 李聘对武器朝圆法 倒是感兴趣 但也不想将五行门坑得太惨 当即道 全国大赛时 我可以以长峰舞馆 戒掉至五行门的身份出战 那最好不过了 赵渊马上到 他觉得 李聘真要打全国大赛 至少是三年后的下一届 甚至六年后 乃至九年后 这么长的时间 足以让五行门缓过气来 那就签协议吧 李聘没再多说 这就签 赵渊笑着道 李武师能一口气打出单进 哪怕尚未报单 考个副高级职称 已然不在话下 师傅在江州市 倒认识了不少五道界同僚 其中就有人负责五道证书考核 等下次考核开始了 李武师要不要去一趟 这个不结 李聘微微一笑 等他打入江州大赛前时 副高级的职称证书 五道协会 自然会给他送来 还能省得他跑一趟 签下协议 赵渊 齐东元两人 热情地邀李聘前去做客 考虑到方林爵此刻的心情 李聘拒绝了 见状 赵渊只得退球其次 邀请李聘 参加半个月后 掌门曹天游66大寿 曹作秋已经下葬 五行门在王道义手上 折了一个报单 几个炼金大成的好手 怕是会让藏龙市五道势力 生出不该有的想法 为了展现五行门 在藏龙市上有影响力 他们打算 借着曹天游66寿辰 大办一场 邀请各路宾客出席 考虑到盒子里面 有曹天游 亲自书写的报单经验 练刚心得 这次寿辰 他倒不便拒绝 硬了下来 等到李聘 宋兆渊 齐东远到电梯口后 再返回办公室时 方林爵才有些感慨 看着你 我就像看到一轮 冉冉生腾的太阳 十七届 最多十八届舞蹈大赛 你怕就能如日中天 光耀江州 将所有青年舞者 覆盖在你的光芒之下 这一届 我也报名参加了 方管主 有没有感觉到压力 李聘笑着打趣 哈哈 笑话 我方林爵 好歹也是这一届 江州舞蹈大赛的 前十热门 甚至有望杀入前十 受邀前去参加 全国大赛的人物 你吗 未来必然光芒万丈 可是想压住我的光芒 等十几年后吧 方林爵大笑道 毕竟 这是他最后一届 青年组的 江州舞蹈大赛了 以后他再要参加 也是参加成年组比赛 而二十二岁的李聘 离到成年组 还得十几年 李聘笑了笑 没有再说话 闲聊了片刻 他回到了公寓中 迫不及待地 将武器朝圆法翻开 炼脏秘法 哪怕在武道大昌的这个世界 都称得上珍贵 很多功法 或许会蕴含炼钢部分 但如何温养内脏 淬炼内脏 却无一例外 都属于一个个传承中的 不传之秘 只有最核心的那些弟子 才会予以传授 当年曾有武圣 推动太白王国 立法保护炼钢功法 避免炼钢功法 被外传 偷学 理由是 没有正规的炼脏秘法 贸然修炼炼钢功法 虽能打出钢径 却也会损伤武者 武脏六腑 自毁虔诚 不利于武道界发展 这一法案虽然没有通过 但随后那位武圣退球 其次将范围缩小到 炼脏秘法后 却通过了 从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 炼脏秘法的宝贵 如果说 一位武者偷学炼钢功法 这个门派要去清理门户 还得走武道协会的正规程序 得到许可后才能出手 那么 一旦发现有人偷学 自家炼脏秘法 这个门派高手 直接将偷学者打死了 都会受法律保护 死了也是白死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炼脏功法的贵重性 五行门的炼脏法 着重于五行武器的温养 淬炼 我第一次翻看五行炼体术时 就觉得这门功法 有些意犹未尽 现在看来 是少了武器朝圆法这一部分 礼聘翻了一遍 若有所思 那王道义也是因为 没有得到武器朝圆法 不得不退求其次 修炼不知从何处得来的 三魅炼心法 以内撞肺腑 结果因为功法不配套 虽然借肺腑共振之力 整合全身劲道 打出了五行合一 自己却也受了严重内伤 一再不敢轻易施展了 他将三魅炼心法 拿了出来 和武器朝圆法对照 相较于三魅炼心法的赤裂 霸道 武器朝圆法明显中正平和得多 两者 一个像魔道 一个像正道 三魅炼心法 点燃神火 金火 气火 淬炼内脏 效率会更快 但三魅心火焚烧 对自身的伤害极大 他联想王道义的年龄 四十五上下 虽然已经过了最巅峰状态 可离状态下滑 还有一段时间 他这个时候 匆匆忙忙赶至藏龙氏 报复五行门 应该是三魅炼心法炼出问题 状态下滑的时间 比其他舞者早很多 李平的目光 在赤裂霸道的三魅炼心法上看了一眼 又转向中正平和的武器朝圆法 武器朝圆法虽然安全 可炼脏太慢 三魅炼心法 不知道他的先天氧气术 顶不顶得住 又或者 将两门炼脏秘法中 合一下 有先天氧气术打底 再加上他对自身状态把控入微 一旦有问题 可以随时停止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炼脏法 无非是时间问题罢了 报器承担 以气血浑源如一的状态 温养自身 这个时候 如果勤修苦练 三五个月 气血体魄就能达到巅峰 也就是33 34的地步 下一步就该着手炼脏 从这一点看 报单以后 炼脏就不算远了 又或者说 报单阶段修炼完毕 就走上了炼钢的道路 什么时候肺腑壮大到 可以支撑打出钢劲 就算是钢劲宗师 可去考核正高级支撑 获得宗师美誉 等到游瓦儿内 浸透肺腑骨髓 炼脏换血 正高级支撑随便过 李聘仔细地参悟了数日 钢劲 炼钢 在他眼中再不像前世那般 如若神话传说 而是实实在在地 展现在他面前 感悟着自己此刻的身体状态 李聘心念一动 炼钢 11846 虽然现在连钢劲都打不出来 可至少看到希望了 而且 报单嘛 李聘身形一动 一拳轰出 轰隆隆 虚空阵战 二十来平米的近视 发出一阵闷沉的声响 整个地面都在微微抖动 就像有一辆重型卡车 轰着油门 刚从外面经过 单进加一 这一次 他几乎没有观想陶悟 腾蛇 李龙等八胸中的任何一尊凶兽 可打出去的全径 仍然堪堪达到了单进爆发的层次 快了 李聘再度静下心来 研究其五行链体术 以及曹天游 方灵爵两人的报单心得来 十三天后 长风无管 李聘打完一套悬聘之门练法 他甚至没有主动激发单进 体内的气血突然一阵涌动 这种意向让他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心念一动 浑身上下的气血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自身某一处凝聚而去 没有任何凶险 亦没有什么天经地动 他就这么维持着悬聘之门的练法 按照这段时间里 他明误的方式对气血进行引导 半个小时不到 他浑身上下所能控制的气血之力 已然在体内凝成一团 再不外泄半分 他整个人随意往那一站 便是浑原如一 周身无漏 暴气承担 这就成了 暴气承担最大的特点 就是将自身气血 净数凝于一体 如若大胆 长存体内 这种周身无漏的状态 使得气血外溢的消耗降到极致 自然而然 就能将多余的气血分离出来 温养自身 使得体魄气血快速壮大 五道抱丹和先天氧气术的精丹 某种程度上有同工一曲之妙 不过五道抱丹更注重于 将气血用于锻炼体魄 强壮自身 先天氧气术的精丹 则在于温养生命元气 逆反先天 保持身体纯净 做到延年益寿 百病不生 礼聘心中体悟 这两者的区别 就相当于海浪中的勇者 一个强壮体魄 以和海浪对抗 另一个则尝试 融入水中 天水合一 接下来 礼聘练习玄聘之门 体悟抱丹之妙的同时 一点一点完善 玄聘之门的抱丹部分 时间很快到了下午 徐欢看着到了下班的时间点 收拾好东西 路过礼聘身边时 笑着打了声招呼 李武师还在练啊 一会就回去了 礼聘道 李武师天赋又好 还这么勤快 难怪能有这种成就 徐欢有些感慨 他的家事也不错 钱虽然不多 可几千万还是有 关键是 他家中长辈 走的是从政路线 他的大伯 已经坐到了 藏龙市检察厅 调查部部长的位置 国家五级官员 李支藏龙市市长 地方议会议长 藏龙市检察长 这些三级官员来都仅差了两个级别 正因如此 他才会被方林爵 说为弟子 悉心教导 但面对李聘 他这位官二代 实在骄傲不起来 现在的李聘 正处于如日中天的上升期 未来极有可能练气成刚 哪怕他不能练气成刚 只要能在江州舞蹈大赛上 脱颖而出 闯出名气 靠着五行门的关系 未来在藏龙市熬几年资历 有很大希望能坐上 舞蹈协会副会长的位置 直接和他大伯平起平坐 更大的可能 是他练气成刚 未来角逐舞蹈协会会长 那时候 他将是仅次于三大巨头 和检察厅副检察长 同一级的权贵人物 我看你离静立游民转案不远了 好好练练 应该在近几个月就能突破 李聘道 还不知什么时候呢 徐欢说着 看了李聘一眼 他觉得 李武士有些不一样了 可具体哪里不一样 他又说不上来 他并未练出单静 从未体会过那种 魂缘一体的韵味 自是无法精准分辨出李聘的境界 打了声招呼 徐欢离开了 眼见宝洁阿姨开始搞卫生了 李聘也没有酒呆 回到公寓 回来后 他倒没有第一时间刷视频 观摩刚进宗师发进 而是将自己炮制好的草药拿了出来 就着水浮下 这些草药并非柳盈印送来的那些滋补元气的药汤 而是燃血草 燃血草提炼出来的燃血粉 可让舞者血液沸腾 大幅增强战力 燃血草的效率 自然无法和精炼后的燃血粉相比 可当李聘将草药服下 清晰地感觉自己的气血 意识活跃了不少 不止气血 连带着生命元气 都得到刺激 更为灵动 李聘 宁神观摩元气变化 心神移动 很快运转起先天氧气数 这一运转 他敏锐察觉到 生命元气的调度 变得更轻松了一些 一些原本生命元气 无法滋养的地方 亦是能够渗透进去 比如骨髓 内脏 换句话说 以后不只是肌肉拉伤 骨骼开裂 哪怕更细微之处 他仍能引导生命元气 进行滋养 这种变化 来得正是时候 李聘微微一笑 抱单数月 气血体魄会达到巅峰 接下来就要内练肺腑 才能进一步 让气血快速增长 靠着燃血草 刺激生命元气 他原计划 借三妹练心法 这一速成练脏秘术的方案 无疑能提上日程了 我还以为 要等到筑基片 挖掘了肉身潜力 以后才能扛得住 三妹练心法的霸道 外物对修炼者的辅助效果 还真是不容小觑 礼聘心道 不过这一世情理之中 草木精华可以练丹 人体同样是一枚大丹 草木精华以丹炉炼制 人体大丹以天地炼制 而如果将视野拔高 放到星辰的立场上 草木 人类 飞禽走兽 都是一体 并无区分 就像人们只会将天体 分成陨星 卫星 行星 恒星 充其量再细分白矮星 中子星等星体 绝不会在意那些行星上 还有什么物种 再将其一一罗裂 在这种情况下 人体和草木精华 互助互补 自是合情合理 燃血草的效果 好像还不止如此 礼聘静静感应 气血变化 燃血草精炼出来的燃血粉 可让气血活跃 沸腾 这种效果 用科学的说法 就是让自身超导化 气血不止运转加速 且流动期间的内耗 也大幅度降低 自然而然 可以发挥出更强战力 礼聘通过对自身精准的把握 掌控 铭记着这种状态 不知不觉 两个多小时过去 燃血草的药力耗尽 一阵虚弱感 涌上心头 不过由于它服用的 并非燃血粉 虚弱效果 倒是并不明显 且随着先天氧气术一转 虚弱状态很快消失 它脑海中回味着 服用燃血草气血活跃 沸腾的奇妙状态 紧接着 开始有意识地 催动自身气血 模拟起那种状态 很快 稍稍有了一丝效果 但效果接近于无 如果将燃血粉的气血沸腾 活跃效果比率 衡量为30% 燃血草只有5.14% 而我刚才的模拟 只有0.32% 基本上等于没效果 但 李聘明白 这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他再度服用了一份燃血草 几乎铭记着气血活跃 沸腾的效率 效率为 5.33% 等到要效果去 他自主进行模拟 这一次 效率提升到了0.39% 幅度很小 仅仅0.07% 但 有效果就好 李聘微微一笑 多练几次 他完全可以将这种状态 转化成一种爆发性秘书 从而让自己有朝一日 不借助燃血草的情况下 进入气血活跃 沸腾状态 另外 我刚才已经感应到了 之所以会有副作用 是因为体内气血 不适应这种活跃状态 就像普通人 常年不断练 让它跑个3000米 跑完后 自然气喘吁吁 我只需要多练习一下 副作用的效果 也会大幅降低 李聘对这门秘书的思路 已经清晰 这门秘书 即使模拟燃血草药利而成 就较燃血秘书吧 不断服用草药体内 会渐渐生出药物抗性 可秘书却没有要抗一说 李聘一边完善燃血秘书 一边报单温养自身 靠着对自身变化的精准把握 他报气承担后 气血调理并非被动进行 虽然参考了五行炼体术中的 爆单炼体部分 可最主要的还是自身反馈 在确保不会造成负面伤害的情况下 效率怎么高就怎么来 仅仅两天 他的气血增长到了31.04 这速度不可谓不快 照这个趋势 一个月 最迟一个半月 我的气血就能达到34了 比预料中快了两三倍 李聘心道 能够精准把控自身状态 并朝正确的方向引导修炼 让他没有浪费半点时间 也没有走几乎任何岔路 在这种情况下 常人需要三五个月 才能完成的体魄淬炼时间 被他大幅度压缩 叮铃铃 这个时候 李聘手机铃声响起 随着他将手机接通 里面很快传来了方灵爵的声音 今天就是曹宗师的寿臣 该出发了 我这就下来 李聘回了一声 曹天游66寿臣 虽然不是什么大寿 可这位炼钢宗师打算大办 邀请者自然不在少数 方灵爵作为藏龙室舞道圈少有的报单大师 也在邀请的范畴内 两人相约中午一起过去 随着他下楼 在门口观望了好一会儿 直到听到方灵爵的声音 才来到路边 一辆豪华大气的金色幻影轿车旁 此时 在车边都有人在偷偷拍照 其中一个看上去打扮得颇为精致的女子 在和方灵爵调笑着什么 看到李聘过来 方灵爵才道了一声 瞧瞧 我老板来了 那位女子诧异地看了李聘一眼 眼前似乎更亮了一分 没等她上前想说些什么 李聘已经开车门坐了进去 在聊什么 现在的小姑娘真大胆 方灵爵没有细说 很快启动车辆 李聘也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纠缠 换车了 不是先前那辆语言了 说完笑着补充一句 我这辈子都没有坐过这个等级的豪车 沾你的光了 你好歹身怀三千万巨款 两百来万的车 想买还不是随随便便 方灵爵道 今天那位曹宗师请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 不开辆好点的车过去不行 那得多亏你来接我了 不然我都打算骑车过去 到时候别门都进不去 李聘道 他心里倒有了买车的想法 总是蹭方欲白 方灵爵的车也有些过意不去 也不用买像方灵爵这般两百来万的豪车 相较于他此刻所处的位置 过得去就行了 蓝马X7就挺不错 怎么可能 你和五星门签了那个协议后 未来几年 已然相当于五星门半个扛齐人 我不信 他们没打电话说要开车来接你 方灵爵道 李聘昨天确实接到了齐东远亲自打来的电话 但他当时已经答应了方灵爵 自是拒绝了 自 就在此时 车辆猛然一个急刹车 突然停了下来 要不是 李聘反应迅速 怕是忍不住前倾撞碎出风口了 他看了一眼前方 路况良好 没出什么事过 紧接着便发现 方灵爵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 明明还握着方向盘 却路都不看 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 你报单啊 开车 停在马路中央 很容易出事故 李聘催促了一声 同时道 不正常吗 我两个月前就悟出单静了 现在打磨了足足两个月 自然就突破了 两个月 方灵爵深吸一口车在空调打出来的冷气 22岁 报单 事先还没有名师指点 淡定 李聘道 你也说了 我在没有任何名师指点的情况下 自己摸索炼镜大成 眼下得了五行门核心传承五行炼体术 又有你和曹宗师的报单经验 一举报器承担 这很合理 这真的合理吗 这非常合理 李聘给予了肯定回答 方灵爵看着李聘那张 比自己年轻了十几岁的脸庞 突然有一种 自己大半辈子 修炼到狗身上的感觉 想当年 他在白鹤流中 也属于小天才级的人物 虽然比不得那几位 被视为一波传人的师兄 可也是自信满满地 认为自己未来的成就 不会差到哪去 可现在 他突然生出了一种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感觉 人和人的天赋 果然不能一概而论 滴滴滴 这个时候 后面已经传来了一阵 暗喇叭的声音 如果不是因为方灵爵 开的是金色幻影 其他人跟得远远的 就冲他在马路中央 停靠这么久 怕是已经有车挨过来了 呼 好一会儿 方灵爵重新开动车辆 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起 李聘和他一样 要参加江州舞蹈大赛 尽管先前 他先有斩杀猫腰的经验 又有首刃王道义的战绩 可那两次情况 都有些特殊 方灵爵并未放在心上 可现在 他报单了 在李舞蹈大赛开启前 还有两个多月的情况下 报单 理论上 人们需要三五个月时间 才能将体魄 温养到报单进顶点 可面对李聘这种 不能用常理来衡量的天才 两个月 差不多了吧 凭借他三次生死搏杀的经验 再加上和他相似的报单修为 到时候 还真有希望 打入江州前十 甚至和他一起 角逐全国大赛名额 一念至此 他心神不经一个恍惚 不知不觉中 那个四个多月前 刚进入长丰武馆 似乎只想找一份工作的年轻人 在武道修行上 已经成长到了不逊色于他的地步 车辆顺着车流 快速前行 一路上 倒是没有 谁敢随意加塞 影响驾驶员的驾驶体验 车辆很快来到了曹家 举办寿宴的星药国际中心 由于星神 恋星者的存在 凡是高档一些的机构 都喜欢以星命名 就像太白当年有一段时间 人人喜欢取个星盟 风格名字一样 李聘和方灵爵抵达时 星药国际中心门口处 似乎还聚着不少人 其中有一些年轻男女 举着牌子 照片 进行等待 李聘看了一眼 赫然是安悠然的照片 这个时候 他似乎想起 曹天游的这次寿陈 确实请了几位本土明星 来现场表演 私存着 车辆已经从另一通道 驶入酒店内部 这里 赵渊 齐东远 和几位五行门高层 已经提前等候了 赵渊 齐东远 以及几位政界 商界 颇有声望的武行门中人 在门口待客 在这虽然不是大门宽敞亮堂 但同样 颇具奢华的入口处 一辆辆豪车不断前来 车上意识走下来 一位为珠光宝气的男男女女 商界来客 由从商的五行门中人负责接待 政界来客 则由从政的五行门弟子引领 每人下车 自是免不了一番寒暄 相较于五行门 我们长风五管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方灵爵有些感慨 更带着羡慕 说完 他还看了李聘一眼 未来你接过了五行门的担子 这些风光议会加持在你身上 作为藏龙市发展了几十年的第一大派 五行门在议会 政界 武道界 司法界 商界 都有人脉 这一次来的 据说就有两位藏龙市地方议会议员 议员 贵族还是恋心者 礼聘询问 太白王国三权分立 王国结构由议会 政府 司法 共同组成 其中 议会高高在上 执掌立法 财政 人事 监督之权 必要时刻弹劾总统 勒令政府重组 而能加入议会者 只有自古流传下来的贵族 以及新兴统治阶层恋心者 像那些大企业家 武道宗师 都差了半仇 当然了 那些真正顶尖的大企业家 成名大宗师 太白王室会先赐予其贵族头衔 使其成为贵族 到时候 他自然也有资格进入议会 指点江山 为太白王国的未来发展 出谋划策 一位恋心者 一位王国男爵 方灵爵道 那位恋心者 曾跟随曹天游修行丹静 算他半个弟子 而那位王国男爵 辈分上属于曹天游的女婿 说着 他补充了一句 这两人也是五行门最大的靠山 李聘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方灵爵已经停车 和李聘一起下来 见状 赵渊 齐东元两人 第一时间迎了上去 自有五行门弟子 快速上前接过车钥匙 帮忙停车 方管长 李武师 总算等到你们两位了 里面请 赵渊笑着道 同时对李聘道了一句 师父可是念叨你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段时间忙着修炼 所以才没抽出时间 去拜访曹宗师 李聘道 理解理解 赵渊点了点头 李聘刚得了五行炼体术 武器朝圆法 自然会如获至宝地研究一番 半对月时间 他有没有将五行炼体术吃透都很成 嗯 赵渊思绪转动间 却突然一顿 紧接着目光猛然落到了李聘身上 寻常练镜舞者 看不出李聘身上的异常 可赵渊本身就是爆气承担的高手 两者近距离一接触 他第一时间察觉到了他身上发生的变化 他身上的那种感觉 李武师 你 你爆气承担了 赵渊惊叫失声 齐东远意识猛然停下了步伐 盯着李聘打量 眼中意识充满着不可思议 方灵觉见状顿时不急着走了 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表情剧烈变化 我说了 我这段时间忙着修炼 闭关苦练半个月之久 自然得有所收获 效果吗 就如赵武师所见 顺利报气承担 李聘笑着回应 这 这就爆单了 赵渊盯着李聘 心绪一阵翻涌 在王道义事件过后 他们详细调查过李聘 李聘真正练舞 似乎是在十四五岁时开始 这是他们从三顺镇打听到的 到了大学 因为学业的缘故 他的舞蹈有所荒废 他的同学们 几乎没有看到过 他练舞就是最好的证明 直到半年前 他重新将舞蹈捡了起来 乍一道长风舞馆 就展现出了 尽力游民入岸的底蕴 随后短短不到半年 和猫妖生死搏杀 练就丹静 和王道义一战 丹静更是运用纯熟 而此时 更是完成了爆单 真真正正踏入了丹静 这一共用了多久 算上大学三年 都不过七八年罢了 这等天赋 假以时日 必成炼钢 一时间 赵渊 齐东元两人望向李聘的目光 变得热切起来 李武师当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啊 赵渊道 原本他们还担心李聘年轻 哪怕有斩杀猫妖 王道义的战绩 也未必压得住藏龙氏的局面 可现在 爆单 还是一个如此年轻 潜力无限的爆单 足够了 曹天游未死 他也时刻 可以从江州市池源 藏龙氏谁敢不给他们五星门一个面子 我一直觉得 李武师真正爆单 估计就是近几年的事 没想到这一天来的会如此之快 这一下 藏龙氏这边我完全可以放下心来 好好辅助李武师即可 齐东远亦是笑着道 五星门的事 还是要靠齐武师多负责 我充其量 只能在名气上 予以五星门一些帮衬 李聘道 有李武师的名气就足够了 我们藏龙氏 既不是什么经济重镇 又没有背靠什么凶险之地 武道界相对稳定 哪有那么多打声打死 齐东远说着 连忙虚首一矣 师父知道你已经报单 必然会十分高兴 当下 在他的带领下 两人迅速朝星耀国际中心而去 整个星耀国际中心二楼 尽数被五星门包了下来 顺着楼梯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一个 装点精致的大厅 大厅铺着地毯 空间十分宽阔 高度足有近十米 天花板上画着壁画 吊着光芒闪耀的水晶灯 每一盏灯都极其繁琐 将奢华的气息演绎淋漓尽致 大厅内部摆着两排六张长桌和两张圆桌 还配备了一个舞台 舞台上此时正播放着一些宣传五星门荣光的视频 由于宴会尚未开始 大厅内三五成群衣着华丽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 交谈闲聊 每一人似乎都做了精心打扮 男子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俨然社会精英 女子基本以碗里裙为主 露出白皙性感的锁骨 展现出纤细修长的身形 在齐东远的带领下 方灵爵坐到了第二排的长桌 李聘则直接和赵渊来到了其中一张圆桌上 这里作为老兽星的曹天游已然先行到场 正和旁边几人笑着交流什么 气氛十分融洽 在看到赵渊将李聘带来时 他意识将目光转移了过来 而这也是李聘前世今生 第一次看到的活着的炼钢宗师 炼钢 在蓝星已经沦为神话传说 是如同陆地神仙般的人物 李聘在蓝星混迹舞蹈界十数年之久 听说过炼钢的名号 可当他找过去 要么是遇不到真人 要么 根本就是孤名钓鱼之辈 而这种人物 即便放在这个世界 仍然算得上真正的高层 炼星者们都会上门 请教其报单经验 一些民生极大的炼钢 甚至会被王室册封为贵族 从而具备进入地方议会的资格 哪怕民生不险 只要有炼钢修为 走五道界路线 仍然能够轻松获得非同寻常的地位 别说县级五道协会会长了 就算是级五道协会副会长 只要不是那种地处要道的重点城市 炼钢任副会长已经绰绰有余 藏龙市就只有一个会长 一个荣誉会长和三个副会长 其中三个副会长无一例外 都才报单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炼钢强者的身份 曹天尤就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炼钢宗师 嗯 曹天尤打量了李平一眼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惊声道 你报单了 此话一出 桌子上原本和他交谈的几人目光 一时被吸引过来 得益于五行炼体术的玄妙 和曹宗师的报单心得 这半个月来我突然心有所悟 幸运地踏出那一步 李平道 好好 好啊 曹天尤脸上露出惊喜 李平已经和五行门签约 他越强 五行门在藏龙室的位置就越稳固 真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这位就是五行门新加入的李武师 这个时候 先前和曹天尤闲聊的老者询问道 李平看了他一眼 隐隐觉得他身上的气度和曹天尤有些类似 紧接着 他似乎想到什么 舞蹈协会会长江青月 他就是我们藏龙室舞蹈界最闪耀的明星 李平 李武师 曹天尤笑着道 在流川县斩杀猫妖 并将我们藏龙室通缉已久的邪道舞者 缉拿归案 李武师的名字我也听说过不止一次 今日看到真人 比我预料中的更年轻 年轻人了不得呀 藏龙室的未来必将交付到你们手上 老者江青月亦是满脸笑容 江会长过奖了 李平道 我这是实话实说 江青月道 江老哥有所不知 李平此番已经报名参加了江州舞蹈大赛 原本他尚未报单 想要掌获名次 还稍稍差了点火候 可现在 他报单成功 未来几个月 亦能很快将体魄提升到报单顶点 以他的实战能力 江州前十 大有希望 曹天游一脸笑容 这一次我们藏龙室不止方林爵舞师在江州大赛前十有望 眼下更多出了一个李舞师 到时候若真掌获了两个名额 江会长履历上无疑会加上厚重一笔 江青月听了也是面露笑容 望向李平的目光更亲切一分 即便李平这一届得不到前十 以他的年龄 下一届也有很大希望 下一届不行 还有下下一届 据说他才22 还能参加四届江州大赛 他已经能够遇见 这位年轻舞师 未来所能给自己带来的诸多荣耀了 李舞师可有意去藏龙大学舞蹈院 只等李舞师结业 藏龙大学会为李舞师铺平副教授 教授 以及对应的主任 舞蹈院院长的晋升路线 这个时候 另一位中年男子突然开口相邀 一些大学中同样设立有舞蹈院 可很多报单舞师年收入 往往数百万 上千万 学校哪开得了那么高的工资 因此 这些学校的舞蹈系 能请到一两位三级舞者 就是极限 除了国内最顶尖的十几所大学外 没有哪家大学能让报单舞师前往 名声不显的藏龙大学也不例外 李平看了一眼 这位疑似藏龙大学校长的男子 谢决道 我接下来的时间精力当以参加舞蹈大赛为主 这位是主管文化 教育 宣传的田飞宇田市长 一旁的曹天游介绍一声 同时笑着道 田市长是想让李舞师这次 已在校学生身份参加舞蹈大赛 在校学生身份和出身于某个舞馆的来历并不冲突 田飞宇笑着道 曹天游等人点了点头 他们知道 这倒是事实 李平尽管才22岁 可参加的是青年组 年龄优势无法凸显出来 可如果他摆出在校学生的身份 哪怕未能在江州大赛打入前十 只要表现出色 再以学生身份为学头 足以让他名声大噪 传遍江州 他的名声上去了 藏龙室 乃至于他这位主管 自然而然就能入得江州那些大人物之眼 未来他想再进一步 转赴为正 乃至以后前往江州市 这都是一笔精彩的功绩 这一点恐怕要让田市长失望了 李舞师现在已经不算学生 原本他就读于汉阳大学 现已被开除 学籍都已发回地方 再要读藏龙大学 怕是得重考一轮 这次江州大赛 怕是来不及参加了 而到下一届 他的年龄已是25 再用大学生身份 就有些不合适了 一旁的赵渊道了一句 嗯 怎么回事 曹天游有些诧异 在邀李舞师入五星门时 我特意调查过这一点 赵渊说着 歉意地看了李平一眼 抱歉李舞师 再事先 我们得明白李舞师的品性 不过事实证明 李舞师确实是高风亮节之人 李平神色则有些古怪 他总觉得 赵渊和曹天游 有点一唱一鹤的意思在内 无妨 亲者自亲 他回了一句 好一句亲者自亲 赵渊由衷称赞了一句 李舞师的做法 也完全当得起亲者自亲一说 明明蒙兽不白之渊 却没有依仗自己的武力予以报复 说完 他解释道 几个月前 李舞师在汉阳大学中 因为一件莫须有之事 被人造谣误害 遭受舆论压迫 曾一度让李舞师想不开 险些做了傻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真是有人诬陷造谣 一定要彻查到底 田飞宇怒声道 过程上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 事情从始至终 都是有人在暗中搅风搅雨 煽风点火 赵渊感叹道 我本不欲在这种场合提及此事 可此事涉及到了汉阳大学董事会中的一名董事 如果任由这件事发酵下去 等到李舞师功成名就 在江州大赛展露锋芒 乃至闯入全国大赛 万众瞩目 他经历的一切 必然会被挖出来 到时候 他面露担忧 影响的就不只是汉阳大学了 连带着田市长 怕也会遭受到波及 甚至背上一个监管不利的责任 赵渊并未夸大其词 而是实事求是的 将汉阳大学发生的事 明明白白说了出来 其中 关于李聘猥亵安婉怡一事 他更是找到了 两人接触不到三分钟的视频 作为证据 视频离得较远 没有声音 可根据画面 分明是安婉怡主动靠上李聘 紧接着李聘摆手 双方交流了片刻 李聘迅速转身离去 在那之后 两人再没有任何接触 第二天 谣言便传了出来 而谣言诞生的过程 赵渊也完成了取证 还有金云山两位小弟的证词 至于证词的获得方式 或许有些不怎么光明正大 但这个时候 不会有人在意这些细节 事情明明白白 就连李聘自己听完 都有些诧异 原来他被汉阳大学开除了 不过这也不意外 上个月 金云山还打电话找他 想要和他画干戈为玉博 只是他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挂了 这才过去一个月 他就被汉阳大学除名了 方玉白没有和他提及此事 是因为已经知道身怀三千万巨款 且练出单禁的他 不在意区区一张大学毕业证了 实际上说起来 他还是挺在意的 毕竟前世 他就没能读大学 想不到我们藏龙市教育界 还有这种害群之马存在 这是将教育这等 为国为民的大忌 当作他们手中肆意挥霍的权力了 此时 田飞渝已经听完赵渊对事情的描述 脸色越发难看 汉阳大学如果不想在藏龙市办下去了 我们成全他们 反正汉阳大学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 全国前一百都排不上 而且 赵渊说的不无道理 如果李聘一辈子平平无奇 也就罢了 可现在 他已经暴弃承担 在江州舞蹈大赛 都可能脱颖而出 一旦 他在江州大赛斩获成绩 凭借他22岁的年龄 必然带来惊人的话题量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将汉阳大学的事爆料出去 他一个监管不利的责任 怎么也逃不过 如果他的竞争对手 再趁机发难 他这个市长 就别想有负转正了 再则 凭李聘和五星门的关系 再加上他本身有望练钢的潜力 眼下拿汉阳大学一个小小的校董 和他结个善缘 怎么看都是划算的买卖 想到这 他转向李聘慎重许诺道 李武师请放心 对于滥用职权之人 我们绝不姑息 这件事 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 李聘将目光从赵渊 曹天游身上收回 义士回应道 那就多谢田市长了 这本是我分内之事 李武师暴气承担 却能始终恪守律法 没有通过暴力胁迫 对汉阳大学进行报复 这是对我们地方的信任 应该是我向你道谢才是 田飞宇义士回应 场中的气氛 顿时变得热切起来 双方闲聊了片刻 一位中年男子 在耳边说了句什么 紧接着曹天游站起身来 有些激动到 伤风镇守使和朱迪男爵到了 我出去接一下 两位议员到了吗 田飞宇也笑着站起来 一起去吧 曹天游点了点头 转向李聘道 你也一起来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 恋心者吗 李聘对这种超凡生命 也好奇已久 他尽管得到了原生记忆 可从未在电视网络以外的地方 见过真正的恋心者 一方面恋心者罕见 万中无一 另一方面 恋心者有自己的圈子 亦有自己的职责 往往坐镇于大城 边境 甚至被天游联邦 戒掉驻扎要塞 防守险地 整个藏龙市恋心者加起来 估计都只有几十个 在这种情况下 普通人想要见到 自然十分艰难 当下 一行人浩浩荡荡 来到燕厅门口 一到门口 便见两人在十余人的拥促下 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 两人中 那位朱迪男爵也就罢了 可那位伤风震首使 简直如同一位活生生的凶手 尽管他身上有一种 暴气承担的韵味 但这种浑渊一体之感 却根本遮掩不住 他身上那种恐怖到仿佛 生命未接压制的气息 站在他面前 李聘只有一种普通人 站在猛虎身前 不 不是猛虎 是暴龙 体积 力量 远远超过人类的暴龙 可以想象 在这等热闹非凡的宴会场景 一头暴龙突然抵达现场 会造成什么影响 安静 原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交流 使得一片热闹的宴会厅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安静下来 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发话 仅仅他的到来 所有人就像遭遇天敌 又或是更高层级生命震慑一般 陷入安静之中 似乎生怕他们的声音太大 惊扰到了这等恐怖凶兽 使其稍稍移动 便将所有人撕成粉碎 这是 李聘清晰感觉到 自己的心跳速度加快 血液循环加速 手心更是溢出了一丝细汗 不受控制 身不由己 这是身体最本能 最原始的反应 他可是抱单高手 都是这副表现 其他人 不要试图对恋心者 升起任何对抗 鄙视的想法 对抗恋心者 就是在对抗你本身的意志 或者说 对抗构建你这具身躯 属于原子的意志 赵渊似乎察觉到了 李聘的异样 轻声提醒了一句 李聘看了一眼赵渊 却发现他的表现 比他好得多 因为 他根本没有任何 与这尊恋心者竞争 对抗的想法 人类虽然可以用自身意志 压制住原子意志 不至于像机械 物质一样 对恋心者出手 都会产生故障 但原子的本能抗拒 仍然会影响人体本能 除非恋神而成武圣 否则 哪怕强大的宗师 对上恋心者 实诚实力 发挥不了三四成 赵渊道 原子意志 李聘难难自语 他听说过 原子沐浴心神光辉 诞生意志的说法 同样也不止一次听说 有人意图依仗科技武器 为杀恋心者 眼下他站在这位恋心者身前 仅仅是存在着竞争 比较知心 没有夹杂半分敌意 身体已然不由自主 生出被震慑的反应 如果真的想要出手 后果不堪设想 这 就是恋心者 恋心者观想心神 沐浴心光 气血动辄破百 每一个在体魄强度上 不知超出常人多少倍 赵渊道 不过 体魄强大 对应的他们想要掌控 运用自身力量 易变得艰难 所以 恋心者们会通过舞蹈 提升对自身掌控度 而且 更好地掌控了自身力量 也便于沐浴更多星光 从而让体魄更加强大 这是良性循环 李拼点了点头 相较于普通人 拼死拼活突破境界 才提升那么几点体魄强度 恋心者们稍稍观想心神 沐浴心光 体魄强度就蹭蹭蹭地往上涨 对恋心者来说 体魄强度的提升 从来不是问题 问题是 他们的身体能够容纳多少 他们自身能够掌控多少 赵渊道 而容纳掌控上线 则和他们的舞蹈境界有关 像淬炼过五脏六腑的 炼钢宗师体魄 所能容纳掌控的气血 和才刚刚炼镜的舞者 所能容纳掌控的气血 明显不是同一个层次 正因如此 恋心者们会向那些炼钢宗师 乃至恋神武圣 请教尽力搬运之法 从而结下师徒之缘 他看着万众瞩目 一现身就成为场地中心的商风 当年商阵首使成功观想心神后 师父曾清登商阵首使府上 居住三年之久 教导其炼镜 报丹之法 而商阵首使 亦是铭记这份恩情 每次师父回藏龙室 都会主动宴请招待 奉如恩师 说话间 他有些感慨 并不是每一个炼心者 悟透尽力 丹镜后 都会对教导他们的宗师 心怀敬意 对很多炼心者来说 舞蹈仅仅是炼心者体系的补充 他们之间 只是普通的交易关系 交易结束 双方一拍两散 一些人甚至担心 那些教自己尽力 担禁的宗师 以此攀附上他们 拿他们的名声招摇撞骗 还会详情乐指他们 将这份交易外传 传授结束后 更是再不准进行半点联系 商风这般尊师重道 在炼心者中都比较少见 这个时候 被曹天游迎过来的商风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目光朝赵渊 礼聘所在望来 赵渊连忙暗暗提示 对恋心者需保持尊敬 不得有半分对抗念头 可惜 他的提示显然慢了一分 商风的目光 已然落到了李聘身上 他似乎有些诧异 不过 当看到李聘如此年轻时 不禁笑了笑 似乎很理解他心中的想法 他也没有计较 这种年轻人 他成为恋心者后 见得多了 尽管他的年龄 也不到三十 在曹天游的带领下 他和朱迪几人 往艳厅内部走去 路过李聘时 曹天游想要将李聘 介绍给商风 可这一下 却不好开口 最终 他暗暗给了李聘 一个烧安的眼神 继续和商风 有说有笑 赵渊 跟在一行人后面 冲着李聘苦笑了一声 是我提醒的迟了 不怪你 即便你提醒了 我短时间里 心态也难以改过来 李聘道 赵渊张了张口 想说什么 最终指得道 是我们疏忽了 紧接着感慨道 你年纪轻轻 修成报丹武师 未来更是有望在江州大赛脱颖而出 保持着锋芒毕露的心态很有必要 但对上恋心者时 该有的恭敬必不可少 观想心神虚心思纯粹 乃至保持赤子之心 所以恋心者行事 往往率性而为 你明白我的意思 李聘点了点头 至于他心中的想法 没人知道 不过有意思的是 原本李聘被赵渊 直接带到了右边的圆桌上 也就是曹天游 田飞宇 江青月等人那一席 可这一次 他却又被赵渊带回了左边的圆桌 桌上尽管每一个 也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且和五行门关系不菲 但分量上 相较于右边那一桌来 明显差了不少 恋心者即便抱单 身上无时无刻散发出来的威压 仍然无法完全消散 如果你心中满怀敬意 毫无对抗之念 只会觉得 对方身居高位 一举一动 满怀厚重之意 可要是你心中有想法 待在那一桌上 你会很难受 负责招待这一桌贵客的齐东远 凑到李聘身边 小声解释了一句 所以 师父让我将你先安排在这边 免得你吃个喜也不自在 我懂 李聘点了点头 是我让曹宗师为难了 该道歉是我们 是我们顾虑不周 等大宴结束 我们五行门内部 再来一场小宴句句 齐东远道 好 李聘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纠缠 商风和朱迪一道 大宴开启 似乎他们两个才是这场宴会真正的主角 连曹天游这位寿星公都得靠边站 当然了 商风 朱迪也足够给曹天游面子 始终维持着不抢寿星公的风头 带得曹天游上台发言 感谢了一番来宾贵客后 各种各样的美酒佳肴 纷纷成了上来 明明只有六张长桌和两张圆桌 客人数量不过150余位 客厂中立于两旁的侍从却有五六十人之多 几乎每两位客人都有一位侍从专门服务 招待方面 星药国际中心做得十分到位 开宴后 一位为受邀而来的明星纷纷上台表演节目 在开宴二十来分钟时 便有一位穿着亮紫色礼服 脱着长长裙摆的女子上台现场 李聘在进酒店时看到过他的照片 正是新店娱乐炙手可热的新星安悠然 长桌上的宾客还好一些 倒是有不少人欣赏安悠然的演出 但两张圆桌上的客人却没有谁多往他身上看几眼 一个个抓紧时间和旁边众人密切交流 欢声笑语 时不时还有人三三两两成对 前去右边的桌子敬酒 为老寿星祝寿 当然了 在给老寿星祝寿后 朱迪、商风两人的酒一定要敬到 而且 这还是这一桌 以及长桌第一排的人有这个资格 等到第一排的人敬酒得差不多了 朱迪、商风和曹天游 三人主动开口 敬了场中所有人一杯 宣告敬酒环节结束 接下来再要推杯换盏 也只有各自桌上的人内部进行 李聘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总算明白 为什么长风武馆和五星门的差距了 仅从人脉关系来看 双方就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场中热闹的气氛 持续了接近两个小时 才渐渐散去 曹天游、田飞宇、江青一等人 裴朱迪、商风去了 赵渊则是返回 笑着对李聘道 今天别急着回去 晚上还有一场小宴 另外 我们在酒店给你订好了房间 还替你安排了一场活动 不会让你失望 练心者 酒店房间中 李聘坐在沙发上 目光看着窗外风景 但眼中却并没有焦距 在网上 电视上再怎么把练心者夸得天花乱坠 都不足亲身经历带来的冲击之万一 那种可怕的抑制干涉 那种恐怖的气血压制 似乎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提醒他 让他不要和这种高等生命为敌 难怪方灵爵当初和我说 武者 练心者根本没得比 对方动辄上摆气血 对方靠着纯粹的速度 力量碾压 就足以将任何一个暴丹 练刚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李聘道 只有练神武圣凝聚武道意志 精神强大 以自身武道镇压原子意志 才能让他们和练心者堪堪交手 但也不敢正面交锋 最多在一位练心者和另一位练心者敌对时 武圣们可以从旁干扰 不至于像抱丹 练纲一样 被压制到甚至不敢出手 而那种真正能够一对一 和练心者交手的 无一例外 都是那种在武圣阶段修炼到极致 使自身彻底完美无憾 真正站在武道界之巅 有资格参加世纪之王大赛 角逐这一武道界至高头衔的存在 不过 武圣 似乎还有另一条路 那就是冒险一搏 练气化神 李聘联想到五行门点击中 记载的简短信息 将精神意志淬炼到极致的五圣 可以选择燃烧自我 炼气化神 在那一刻 自身的精神力量会攀升到极致 从而强行观想心神 踏入炼心者领域 这一步 如飞蛾扑火 凶险至极 实不存一 失败 气血燃烧殆尽 生死到消 可若成功 就能沐浴星光 迅速补全消耗的气血 有死相声 并且 由于他们曾经走过炼镜 抱丹 炼钢 炼神的道路 有这些经验在 哪怕炼心者需要运转的气血 远胜于五者 他们未来的成长速度 仍会变得极快 巴结炼心者的 往往是抱丹 炼钢 很少有五圣加入其中 炼心者都会主动于以 五圣足够的尊重 尽管希望渺茫 可谁也不知道 那位五圣未来 是否能炼气化神 强行观想心神 亦非冲天 天眼四九 顿去其一 五道入圣 是那些不具备天赋者 踏入炼心者的唯一希望 再加上 五圣一旦观想心神 实力必然突飞猛进 很快在炼心者中 都能化为真正强者 这也是五道大心 全国大力 以一层层大赛 推广五道的原因所在 礼拼私存着 让自己静下心来 五圣 炼气化神 精神 他脑海中闪过一副星图 星图类似于银河系 在那银河系中央 星光环绕中 却有一个模糊的身影 若隐若现 他闭上眼睛 静静观想 想要将那个身影看清 想要和那些星光 合而为一 尝试一个小时 失败 他和那道屹立于 星光中央的身影间 似乎缺少某种产生感知的关键 以至于让两者间 始终存在两片维度 不存在任何交际 就像普通人 看着电脑中的玩具 缺了一台3D打印机一样 辞质 礼拼宁神 静静感知着自身变化 搜寻自己观想 星神一个小时的收获 结果 哪怕他将自己的天赋 发挥到极致 详细到开始 洞悉细胞层面 甚至要更进一步透过细胞 洞察这种有机物的分子结构 仍然没有看出任何异常 充其量 精神稍稍好了一些 就像闭目养神会恢复精神一样 精神 礼拼心中一动 五圣的五道意志 某种情况下 就属于一种高度凝炼的精神力 它们燃烧自我 炼气化神 亦是真净升华 在那一刻绽放生命 已将精神感知激发到极致 从而强行观想星神 以类似于精神干涉物质的方式 将星光炼入体内 成为炼心者 所以 如果他的精神足够强大 强大到不需要燃烧自我 仍能炼化星光 以五入道 礼拼缓缓吐出四个字 这条路看上去很难 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但 五道修行 何尝不是逆天争命 一次次的话 不可能为可能 而若能以这条路走上巅峰 探寻人体奥秘 不也正是他一生的追求所在 这个世界 真是处处给人带来惊喜 礼拼脸上 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他闭上眼睛 重新观想 这一次 他不再执着于 看清心神所在 而是透过观想 寻找最大效率 内壮精神的方式 晚上 五行门内部 进行一场小剧 曹天尤亲自拉着李聘 坐在他旁边 并就中午发生的事进行解释 李聘表示理解 在他并不是主角的情况下 不可能要求所有人为他旋转 配角就该有配角的觉悟 哪怕曹天尤这种炼钢宗师 在朱迪 商风两人面前都得陪笑 何况他一个抱单 在赵渊 齐东远 包括曹天尤等人 有意拉拢下 场中气氛很是融洽 期间曹天尤似乎想到了什么 还提了一句 这一届江州大赛 你也不必太过执着于杀入前十 当作积累经验就好 嗯 李聘看了他一眼 我记得前十几届江州大赛 报单舞者最多的一次是26位 最少的一次只有8位 我听到一个风声 尽管现在尚未确认 但已经传了出来 想来差不了多远 曹天尤道 李火宗是江州一家顶尖武道势力 规模足以排入前三 这个势力原本和我们五星门在藏龙市一样 带着精锐前往王都开拓市场 主要精力也放在王都 但这一届不知上面适合想法 一位为武圣纷纷派遣自己青传弟子参赛 好几个绝世天才 强大到不讲道理 其中更有人和你一样的年龄 却以炼气成钢 22岁的炼气成钢 对 曹天尤点了点头 李火宗有感于王都压力太大 选择了将精锐抽回 参加江州大赛 所以 这一届江州大赛竞争会很激烈 他顿了顿 你如果在报单境中沉淀了三五年 自是有望和他们角逐一番 可你毕竟才刚踏入报单 所以 我希望你 我会量力而行 李聘道 那我就放心了 曹天尤笑着点了点头 双方一顿饭吃到九点多 这才散去 李聘回到自己的房间 才一开门 身形微微一顿 体内单进顿时激发 里面有人 五星门在招待上 自是舍得本钱 五星级酒店不说 他所处的还是一间总面积达 200余平米的套间 客厅 竟是休闲区一应俱全 李聘一入门 映入眼帘的便是位于客厅一角的吧台 吧台的氛围灯已经打开 一个身材修长 穿着银白吊带睡衣 露出洁白光滑背脊的女子 正调着红酒 听到声音 女子转过身 露出一张青唇中带着妩媚的脸庞 李先生 你来了 安悠然 李聘认出了他的名字 紧接着 他联想到小剧结束时 赵约一由所指的活动一说 很快知道 为什么他会有自己房间的房卡了 他看了一眼四周 自己的东西被整理了一下 动过了 这种安排 他并不喜欢 李先生 这是我专门替你调制的红酒 我曾经到康里斯福酒庄 专门学过相关记忆 希望你能喜欢 安悠然端着红酒 摇曳而来 银色镂空的吊带睡衣 在灯光的照射下 反射光芒 你可以走了 李聘道 安悠然动作微微一僵 紧接着笑道 李先生 我知道我妹妹和你之间有些误会 我在这里替他向你道歉 无论李先生有任何要求 我都会尽力满足 我 既然道歉 你应该让他来 李聘看着他 安悠然脸上的笑容 有些不自然起来 好一会儿 他才道 李先生 晚一塌 你走吧 李聘道 男女之欲 如何比得上生命进化的修行大欲 当然 他并不排斥 未来有人和他一路同行 但那个人 必须是能够触动他 心灵的道理 如果没有心灵上的触动 沉沦于肉欲之欢 最终只能够触动他 最终只会俯视他练武的意志 李先生 安悠然小脸上有些委屈 还请给我一个向您赔罪的机会 哪怕李先生要惩罚我 我也毫无怨言 赔罪 李聘摇了摇头 直到现在 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错误 甚至心中只以为 我是在仗势欺人 没有一点反省你妹妹安婉仪 到底做了什么 所以 你的赔罪 我不接受 他指着房门 你可以走了 我 安悠然咬了咬涂抹 鲜红唇高的嘴唇 可见李聘神色坚决 终究不敢继续惹他厌烦 只得弯腰一礼 我很抱歉 他表面上没有露出半分 但心中确实有气 他都已经这么卑躬屈膝地 送上门来道歉了 他李聘还想怎么样 自己妹妹 不就是说了他几句吗 煽风点火的人 又不是他 为什么责任 都怪到他身上 他也因这场舆论丢了面子 再说了 李聘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为什么死 抓着这一点小事不放 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 真下头 安悠然离开后 李聘拿出电话 打开了赵渊 那边 赵渊似乎有些意外 这么快 安悠然是你们安排的 呵呵 李武师对这个安排是否满意 赵渊说着 马上道 放心 师父通过朱迪南爵的关系 认识了新店娱乐一位董事 都已经安排好了 李武师好好享受便是 这个时候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难道是他不听话 紧接着 这位五行门江州市的扛齐人 冷笑了起来 简直想造反了 他安悠然虽然点名气 但像他这种流量明星 新店娱乐给他资源 他就能红 不给他资源他 算个什么东西 我这就让师父联系 新店娱乐董事 李聘知道 赵渊说的是真的 成平已久 且作为发达国家的太白王国 娱乐业极其发达 偶像 明星 意识无比繁多 在这种情况下 明星 偶像表面风光 实际上地位很低 对于那些 有身份的人物来说 这些人就是工具 耗材 想要封杀 完全是一句话的事 甚至靠着先前 埋在合同里的陷阱 还能让他们 将先前赚的钱 统统吐出来 并背上巨大债务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但 没必要 李聘道 这件事的安婉仪引发 安婉仪 赵渊恍然 我懂了 是我们的失误 李武师等我们好消息 我的事 我到时候解决 李聘道 李武师好好修炼 替我们五行门 撑起舞蹈界的门面即可 这种所谢之事 哪能耽误你宝贵的时间 赵渊道了一声 李聘听了 点了点头 有五行门的关系渠道 帮着收集证据 将安婉仪绳之以法 判个几年不成问题 那行 我等你们的消息 李聘道 挂了手机以后 他倒是有些感慨 难怪五行门有把握 只要他入了五行门 就能够将他绑在 五行门的战车上 当手下有人 手里有钱 上面有权时 一些人还真会沉沦其中 被这一身份束缚 难以自拔 太白王国 作为一个君主制国家 上行下校 换算到藏龙市来 站在最顶端的 自然就是由贵族 练兴者组成的议会了 紧接着 才轮到地方政府和检察厅 而由于地方议会 和地方各大势力纠缠不清 一些大富豪 大势力之主的影响力 更在地方政府及检察厅之上 作为藏龙市五道界第一势力的五行门 兼一个总资产几十亿的大型利益集团 绝对能被纳入大势力范畴 这样一个势力发力 使得李聘在新药国际中新酒店尚未休息时 汉阳私立大学董事长张明龙 已经接到了一个电话 明白 我懂了 我绝不会允许这种肆意妄为的害群之马 污染藏龙市教育界的风气 是 明白 多谢田老哥提点 这位董事长断音诺着 等他挂断电话 联想到刚才那位顶头人物的敲打语气 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去 该死 金谷风想害得我们汉阳大学 关门倒闭不成 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自他身上散发 他眼神冷冽 片刻 一把拿起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贺秘书 通知各位董事 明天早上十点召开董事会 有重大事项宣布 说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用通知金谷风 是 贺秘书应默的声音响起 金家别墅 由于没有任何人通知董事会的召开 金谷风得知自己 被踢出董事会的消息 已经是下午三点 董事长张明龙这种背后捅刀子的做法 让金谷风心中震怒至极 金家在藏龙市 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虽然不是真正踏入了上流社会 但凭借家中几代人 积累下来的数亿资产 在他们所处的教育 出版 印刷几大行业都颇具影响力 此时被汉阳大学扫地出门 他直接拨通了张明龙的电话 考虑到张家势力比之金家还要大上一分 和地方政府多位高官交好 他强压着怒气 张董事长 不知我哪里做错了 值得张董事长这般心事动众的对待 老金啊 如果我是你 就不会打这个电话 张明龙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倒也听不出喜怒 你应该知道 我虽然是董事长 但权力也没有大到 可以随便对一位董事怎样 可为什么这一次董事会 所有董事会 一致通过这个决定呢 你不妨自己想想看 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我 得罪了什么人 金鼓风皱了皱眉头 金家从事的几大行业 竞争对手自然有 但没有哪个竞争对手 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影响整个汉阳大学董事会 毕竟能成为汉阳大学董事的 哪一个不是身家过亿 在当地有头有脸 董事长 你就名言吧 到底是谁 哪位大人物看我不顺眼了 也好让我拜佛有路 金鼓风道 那边沉默了片刻 考虑到双方这些年来合作的交情 亦是拐弯抹角地说了几句 末了 才道 昨天晚上 田市长和我通电话了 现在我们藏龙市 可是在禁凭江州教育先进城市 田市长 金鼓风一震 紧接着心中一震 只有种眼前发晕之感 他 怎么得罪那等大人物了 这 我从未 HT市长有过交际 田市长最近对教育行业 一些人滥用职权 无故将人开除之事 可是盯得很紧 我们压力也很大 所以 希望你能表示理解 就这样 你来交接一下 好聚好散吧 张明龙没有再说下去 挂断了电话 金鼓风听到电话里的盲音 神色越发难看 滥用职权 开除 他脑海中不禁想到了那个屡次不给他面子的李聘 原本他打算让金云山以赔偿为由 引李聘狮子大开口 好在事后 告他敲诈勒索 结果李聘根本不来汉阳大学 对于金云山的几次赔罪相邀 也视若无睹 无奈之下 他只得传出开除李聘的说法 想引得李聘来笑据理力争 结果 他仍然没有半点动静 哪怕现在他真正将李聘开除了 他仍然没有半点表示 仿佛汉阳大学的一切 他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面对这样一个尤言不尽的舞者 他也有力无处时 眼下董事会突然来这么一出 还提及到他开除学子一事 他这是反击了 至于李聘打死猫妖 击杀王道义 已然报单的消息 以他的圈子根本接触不到 不好了 爸 出事了 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一阵叫喊 紧接着便见金正气匆匆而来 我们印刷厂的几家供应商 全部宣布中止 和我们的合作 我们名下的三大培训单位 也都有人闹事 还有人被打伤了 就连我们出版方面的产业 也同一时间爆雷 说到这 他眼中带着一丝怒火 有人在针对我们 金谷峰脸色一变 动作这么快 他马上拿出手机 打出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 没等他开口询问 里面已经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 老金 你怎么得罪五行门了 五行门什么重量 你比我清楚 这种武道势力 实际影响力 彼所拥有的体量大几倍 赶快去找找你 到底哪里得罪五行门高层 然后背上厚礼 亲自登门赔罪 否则你们金家以后 休想再在藏龙市立足 五行门 金谷峰眼瞳一说 我们藏龙市武道界第一势力 五行门 除了那个五行门 还能有谁 那个声音再读到 五行门 黑白两道谁敢不给他们面子 这种庞然大悟 我们真惹不起 这件事 你不解决妥当 恐怕不只是破财那么简单 弄不好 会有生命危险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炎霸 他一时迅速挂断了电话 五行门 五行门 金谷峰这一刻 心情已经不再是沉重 眼中已然带上了恐惧 五行门可是武道势力 国家为何给予武者种种特权 是因为武者的力量远胜常人 身怀利器 杀心自起 匹夫一怒 血见五步 这些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寻常一级 二级武者就算是划进高手 都还好一些 守备听之安处的人可以应对 可到了暴丹 武者的实力呈非人化 对付难度几何性提升 困入房屋 人家破墙而出 潜入水底 人家一憋气 就是半个小时 这种人还能几天时间 不吃不喝不睡 对付起来的难度 何止一丁半点 可以说 如果一位暴丹武士不顾法律 以玉石俱焚的心态 盯上他们金家这种势力 金家上下所有人都 可能被统统杀死 而五行门 藏龙是第一武道势力 这种非人化怪物 还不止一个 如果是五行门在后面发烈 田市长出面逼迫张明龙 将我提出董事会 就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 我们和五行门从未有过交界 这等庞然大物 为什么要对付我 一个小小的金家 金谷峰心中满是不安 他不断拿手机拨打电话 一些消息灵通的人 则是直接不接电话 甚至关机 消息不灵通的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金谷峰打了近一个小时 从一位在新药国际中心工作的 部门经理口中 得到了重要情报 再根据他的猜测 最终推导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李聘22岁 就已经是二级舞者 武道天赋必然不凡 他极有可能被五行门门主 曹天游 曹老爷子 收为弟子 所以 五行门这是在为他出头 想明白这一点 一切的迷雾 豁然散开 他心中顿时明雾 我们金家遭逢五行门围堵 就是因为不久前 被我开除的礼片 江州市 江州首府 钟灵玉秀之地 即一周数千万人 精华于一城 高楼遍布 商铺林立 各种各样的商场 企业 充斥城中 李聘跟着方灵爵 来到江州的第一印象 就是赌 到处是车 到处是人 一个十字路口 不等上三五分钟 似乎都对不起 在这里设置一个红绿灯 选择双休日 来首府刊房 李聘揉了揉眉心 江州的拥堵程度 简直比得上一线大城市 三顺镇发生的事 让他意识到镇上 县里不安全 再加上藏龙市 没有什么好大学 他有意 让李云瑶六月高考后来 江州就读 恰好方灵爵说 江州市分馆 找好了场地 请他这个未来一年的 作证馆长来看看 他便跟车过来 结果 不到百公里路程 硬生生开了两个多小时 其中一个小时 浪费在进城后 半年前我来江州市 还没感觉有这么多人 怎么现在一下子 多了这么多 方灵爵道 难道网上流传的消息是真的 什么消息 南里国出变故了 方灵爵道 他们国内最大险地 堕落神庙魔物暴动 南里国举国之力镇压 大半而回 现在那些魔物 已经走出堕落神庙 侵入南里国 荼毒数百里 南里国 李聘很快得知了 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太白王国得天独后 境内只有死亡山谷 移出四级险地 这种险地 炼出刚进的三阶炼心者 便可闯荡 其他的荒野中 或许有凶兽魔物存在 可数量稀少 基本上不成气候 在这种情况下 太白王国 可谓成平已久 之所以不用受到外界威胁 就是因为 太白王国 处于天元联邦 几乎中心的位置 而南里国 正是太白王国 南边屏障 南里国境内的 堕落神庙 是一座达第六级的 凶险之地 平日里 完全靠天元联邦 从各国抽调 顶尖炼心者 依赖于地理优势协防 这一次出现 这么大的变故 哪怕天元联邦 反应迅速 想要将这些魔物 重新赶回 堕落神庙 仍然不是 一时半会 所能做到 堕落神庙 怎么突然 就出这么大变故了 李聘道 谁知道呢 这些关系 到一国安定兴衰的大事 可不是我们两个报单 接触得到的 方灵爵说着 顿了顿 哪怕你 以后要接触到这种消息 都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 除非你能修成武圣 李聘点了点头 他看了一眼 拥堵不堪的车道 南里国人跨过边境 外逃到了江州 甚至 江州下面县城 城市中的人 也察觉到危机 涌入江州市 说不定 还有江州市本身 推波助澜 吸收下面的人口 以加速自己的发展 方灵爵道 太白这一届纲 通过了确立王都 耀州市以外 再则两地建立东部 南部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 其中 江州市可是南部中心城市的 有力竞争者 说着 他语气一顿 你听说过李火宗的人 来江州市 参加武道大赛仪式了吧 他们之所以选江州 就是因为 江州市接下来的战略定位 如果这个定位确立下来 而他们李火宗又包揽了江州大赛前三 乃至前五 说出去 自然也是莫大荣誉 李聘点了点头 两人拥堵良久 终于来到了方灵爵 看好的一处场地 不算市中心 但也不是很偏僻 场地面积比藏龙市 长风武馆小一些 但考虑到江州市寸土寸金 有这种面积 已经算是大型武馆 对得起 他这位报丹武士的身份 李聘看得倒是颇为满意 接下来带你看房 方灵爵说着 方向盘一打 开着这辆雨宴 往一个别墅区而去 不是李聘看不上大平层 而是 他担心 随着自己修为提升 练武时一不小心 就把楼给踏踏了 长远考虑 接地气的别墅 显然更适合一些 这个别墅区闹钟取静 俨然屹立于城中一座小山头 山头另一边 就是一座开放性公园 你要求离武馆近一些 又要带院子 就只有这座江山一品了 方灵爵说着 补充了一句 价格很高 多高 李聘问了一声 你身上的钱 勉强够吧 方灵爵道 车辆来到这个别墅区时 已经有两位穿着制服 打扮得十分精致的女子 在这里等候了 方先生 李先生 欢迎你们的到来 感谢你们对我们江山一品的信任 我是置业顾问叶叔 两人中 年长的一位女子说着 躬身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方灵爵点了点头 转向李聘 看看吧 好 李聘跟着两人 入了小区 江山一品 放眼江州市 不算最高档的别墅区 但却是普通人所购买的最高档别墅之一 在品质上 自始无庸置疑 整个楼盘一共只有32栋别墅 眼下已售卖大半 环境上同样极其精致 且旁边就是公园 不愁没有地方闲逛 而且几百米外 还有大型商场 生活也十分方便 不过正是因为这些大型商场 使得江山一品的质量下滑 因为商场由好几栋高楼组成 尽管别墅区栽种了大量树木 用于绿化 遮挡 但隐私性并不好 再加上旁边就是一个公园 里面还有游乐园 人来人往 闹钟取静 也静得不彻底 这对那些力求完美 并不愿将自己暴露在普通人视野中的 真正大人物来说 显然不可接受 李聘转了几处 却迟迟没有发话 方林觉见状 明白她不是很重义 指得到 再安静一点的就只有花语院了 那里离武馆有十来公里 每天来回通勤上 怕是要花一个多小时 就这里吧 李聘到了一生 在剩下的九栋别墅中 选了院子最大的一座 饶势存在着一些瑕疵 可当结算时 这栋别墅的价格仍然高达2600万 可以贷款吧 李聘道 当然可以 不过贷款额度不会超过1500万 叶书道 行 李聘点了点头 钱不够 只能贷款了 不过她相信 以她的进步速度 以后的1000万 绝对比不上现在的1000万 当下 双方签署协议 这个时候 她身上手机铃声响起 随着她接通 里面很快传出了赵云的声音 出事了 王道义当年猎杀凶兽时 认识的一些队友 以为王道义复仇为名 意图敲诈我们五行门 我们已经在找关系了 安全起见 你最近一段时间 不要回藏龙市 王道义的队友 这件事归根结底是 他们想以这个由头 敲诈我们五行门 一群猎狗一样的玩意儿 想从我们五行门身上吸血 没那么容易 赵云说着 马上道 王道义主要死在你手上 为了避免这些人兵刑 显得对你不利 你这段时间 不要待在藏龙市 给我们一个月 最多一个月 我们五行门会找关系 将事情解决 他补充了一句 江湖可不止打打杀杀 不是谁实力强 就能胡作非为 我明白 李聘应了一声 你小心点 实在不行 就躲躲风头 赵云说完 就要挂电话 李聘快速追问一声 他的队友有哪些人 实力如何 我至少要做到心中有数 好 我一会将他们的消息 发给你 赵云说着 想到什么 补充道 不要冲动行事 你还年轻 未来只要你成长起来 这些人根本不算什么 我知道 李聘回应着 那边赵云再嘱咐了几句 挂断电话 怎么回事 王道义的队友 找上门来了 方灵觉神色凝重道 李聘点了点头 这个世界 成群结队 猎杀凶兽魔物的 舞者有几种 一种 是为了积累战斗经验 一种是那种 为追求更高境界 与生死之间 魔力自身意志 这两种都还好一些 怕就怕后两种 大人物的私人武力 闲着的时候 打打凶兽魔物赚外快 以及 为了钱不断接受 悬赏的赏金猎人 方灵觉到 前者一不小心 就会惹上大麻烦 后者 他冷笑一声 赏金猎人听上去不错 可如果不是有各种原因 导致混不下去 至少身为单进高手的他们 谁会提着脑袋去赚钱 开个武馆 去地方任职 教教弟子 混混资历 不轻松吗 半数以上的赏金猎人 都相当于 游走在灰色地带 为钱奔波的猎狗 一旦有机会咬住目标 就绝不会轻易松口 王道义是赏金猎人 李聘道 对 方灵觉点了点头 这也是为什么五星门人说 他们是来敲诈的原因 给王道义复仇 只是一个幌子 如果曹天游还能打 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 赏金猎人群体 基本上已单进 刚进五者居多 在网上 只要不是犯了大事 或自身有大问题 基本上能找到关系摆平 曹天游如果上海力壮 以他练钢宗师的实力 再加上弟子们拥促左右 绝不会有什么赏金猎人小队 敢于招惹 可现在 他老了 又有王道义的油头 这才将这些猎狗般的赏金猎人召来 这边 叶叔替李聘 请来了银行经理 走完贷款程序 总价2600万 付1200万 贷1400万 这种贷款额额度 他五者的身份 提供了很大便利 否则以别墅的贷款难度 能贷1000万 就算不错了 办理完手续 他手机响了一下 一段资料发送过来 李聘看了一眼 很快对这伙敲诈五行门的赏金猎人心中有数 一个赏金猎人小队的阵容 从两人到十一人不等 王道义的小队共七人 折损了王道义后 还剩六人 就像方林爵说的那样 如果不是因为各种原因混不下去 很少有谁会选择去做赏金猎人 六人中最强的是队长 本名相义 代号有损 曾五藏齐名 打出过刚进 队伍中另有报单两人 单进三人 另有一个六人团队 不过这六人以收集情报提供辅助为主 不属于主战人员 这一阵容不可谓不强 不强也不敢去敲诈五行门 刚进 李聘看着赵渊传来的资料 眼神有些发热 刚进 他看到过曹天游 江青月两个活着的炼钢 但这两人都年事已高 属于德高望重的那种 所以才能居于高位 真大的话 刚进一发 半只脚就踏入棺材了 他也不好向这两人 请教一下刚进之力 可眼前这位相义 片刻 他的目光再度落到另五人身上 在他和相义刚进对决的情况下 两位报单 三位单进 在一拥而上 他挡不住 看看五行门怎么谈吧 最好来一场一对一的公平对决 车轮战也行 我可以上 礼聘新道 装修公司我帮你联络 还是你自己设计喜欢的风格 方灵爵询问 你有人选 礼聘问了一声 紧接着想到了什么 长风武馆江州市分店就在装修 想来你找到了合适的合作方 对 那家装修公司不错 那就有劳了 礼聘道 我这就让他们和你对接 反正长风武馆分馆的装修 我得时常往江州市跑 你没时间的话 我可以帮你盯一下 方灵爵道 礼聘眼见着就要发达了 这种小事上 他不介意是个好 多谢了 两人闲聊着 叶书已经将各种发票合同 尽数递了过来 并感谢性地希望 请两人吃饭 可礼聘并不习惯 和一个陌生人一起吃饭 直接拒绝了 当下离开了江山一品 结果 他仍然没有逃出被邀请的命运 装修公司经理赵木 得知了江山一品的装修项目后 特意跑了过来 这人和方家多多少少沾亲带故 方灵觉到不好拒绝 带着他来到了江州市地标建筑 星空大厦 两人来到所说的餐厅 尚未进去 却被另一家开设在这座商场五楼的餐厅吸引 这个同样装表豪华 人均消费能达两三百的高档餐厅中 此时充斥着十几位龙金虎猛的男子 当然 里面还夹杂着数量不多的女子 这些人半数以上的人都做同一种打扮 从他们衣服上的灰迹判断 是江州市大派李火宗的弟子 方灵觉说着 有些意外 李火宗弟子聚餐 李火宗 李聘隔着玻璃朝餐厅内望去 由于离得较远又有一些装饰性物品阻隔 倒是感应不清楚这些人的具体修为 但李火宗 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着强大 此时 这次的聚餐气氛似乎已经达到了高潮 一位看上去三十来岁 像大师兄一样的男子站了起来 举起酒杯 所有人一起起立 请诸位记住 我们不远千里 自王都来到江州 参加五道大赛 目标只有一个 男子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 枪枪有声道 称霸江州 称霸江州 其他人同时响应 每个人言语中 无不带着无穷自信 方灵觉远远看着这一幕 目光尤其落在那位男子身上 好一会儿 他才叹息了一声 龙泉江振海啊 这一届江州大赛 难了 王都来的天才 很强 礼聘询问 这江振海号称龙泉 而能闯出自己名号的 哪一个不都是在该阶段中 近乎最强的存在 这江振海 据说可以上得了 练刚强者的手 方灵觉有些无奈 本来这一次我对 能否在江州大赛上 掌获名次 信心满满 可偏偏出了这么一档事 李火宗虽然规模仅江州前三 但那是因为他们将发展重心 放到王都 如果这些年来 他们一直深耕江州本地 江州第一武道势力 还是不是白河武馆 都是未知之术 说着 他摇了摇头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练武的目的 从来不是为了夺得什么荣耀 也不是一定要和人分出胜负 只要能够战上一场 在战斗中 让我看清自己的部族 从而将这些部族补权完成进步 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这种情况下 江州大赛强者云集 才更有意思 不是吗 李聘笑着道 这样 方灵爵有些诧异地 看了李聘一眼 他还以为 李聘是那种心高气傲 不肯服输的人呢 毕竟他可是连尸都不愿意摆 当然 李聘正经地点了点头 只要能让我感到进步的战斗 我都由衷地欢喜 并为那一刻的到来满怀期待 方灵爵目光在李聘身上 停留了好一会儿 这个时候 他们吃饭的餐厅中 赵木似乎看到了两人 大不留心迎了过来 李先生 方先生 在他身后 还有两位年轻一些的助理 这位经理上前后 热情地行了一礼 李先生 感谢您的信任 将您的豪宅交给我们 我们点心家庄 一定竭尽全力 给你一个满意的新居 李聘将心神 从李火宗收回 点了点头 点心家庄 这些年来在江州市发展十分迅速 以过硬的品质 和良好的服务 深得顾客的好评 实力毋庸置疑 他们生生凭借优秀的表现 得到星光集团的注资 收购 现已成为星光集团的子公司 星光集团的眼光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方灵爵笑着道 星光集团 李聘心中一动 他记得李云烟提过 他那位他记忆中就见过一面 看上去思思文文的姐夫 就在星光集团上班 星光集团规模很大 不是大 是很传奇 方灵爵道 星光集团尽管成立 至今尚未超过二十年 但却从无到有 发展到了几十亿规模的程度 他是江州市白手起家的典范 星光集团掌舵人秦董市长 也是江州很多商界中人的偶像 说着 他道了一句 进去聊吧 李聘点了点头 一行人入座后 方灵爵将菜单递给了李聘 李聘又还给了方灵爵 方灵爵听说过这个餐厅 但也不是很熟 又将菜单交给了赵木 赵木连忙细心询问着李聘的口味 喜好 带得点完菜 他带来的助理 换上了他们自己带来的茶叶 并在一旁泡着茶花 赵木则满脸笑容 李先生能拿下江山一品 可见实力非凡 对装修的品质自然也有极高需求 你应该知道 我是练武之人 所以我最看重的指标只有一个 李聘伸出手指 耐用 必须兼顾耐用 明白 我们明白 我们的团队曾经帮助过几位报当武师 对其宅院进行装修 还曾帮一位有正高级职称的 钢径宗师 进行过修炼式加固 我们一定按照他的标准来 钢径差了些 李聘考虑到 自己在江州 应该会住一段时间 修炼区按练钢标准来吧 片刻 他想到了什么 按练神标准来吧 此话一出 方灵觉的目光顿时落到了他身上 练神 练神武圣 不止他 赵木脸上的表情亦是微微一致 练神武圣 修炼区按练神武圣标准 难不成 不过很快 他已经反应过来 很多人用东西 都喜欢用最好的 一些才刚开始练武的富豪子弟 何尝不是直接上武圣标准的修炼式 只是 武圣修炼式装修 我们也不止一次研究过 并掌握着相关技术 但能承受武圣净力爆发的 地面必须铺垫云钢石 墙壁如果考虑密封性 隔阴性 隔热性等方面 也得以 赵木爆了一堆材料 最终道 到时候 可能一个百平米的修炼式装修 就得要五百万的预估 嗯 李聘应了一声 接受了这个报价 你 方灵爵看着李聘 张了张口 想要劝上一句 可紧接着 他又闭口不言 修炼式标准是一回事 以后能不能用上 又是另一回事 再则 装修毕竟是大事 一个修炼式五百万的花销虽高 却也不算什么 那我们就按这个标准来了 赵木说话间 声音微微有些发颤 装修费用 不是政府有意推高 并逐渐离谱的房价 江州市的工价虽高 可在平均收入不到两千的情况下 搞完一套江山一品别墅的装修 三四十万也差不多了 当然了 一些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 一次装修 可能会花六十万 八十万 乃至上百万 原本赵木来时 觉得这个单子 能有一百万 就够他吃上一年了 现在看来 六百万 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天文数字 哪怕在房价贵到要上天的江州市 都足以买两套房子了 毕竟对很多工薪阶层来说 江州市均价三万的房价 他们不吃不喝 也得工作一百年 才能买得起一套 一时间 赵木脸色涨红 恨不得挖心掏肺 来保障自己的信誉 请李先生放心 我们一定拿出最好的方案 投入十二分精力 来帮您的豪宅完成装修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有劳了 礼聘到了一生 接下来 赵木拿出了最大的热情招待礼聘 端茶地水 忙上忙下 饭后 更是想邀请他去参加活动 但被礼聘有事 唯有拒绝了 带得赵木动力十足地离开后 方灵觉神色有些怪异地 看了他一眼 一个装修砸进去六百万 今天这位经理 如果不是赵木 换成一个千娇百妹的姑娘 你已经能够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了 礼聘看着方灵觉 将宝贵的事情 浪费在这种无意义的欲望 宣泄上 你觉得美妙 方灵觉盯着礼聘 似乎想听出他这番话 真心还是假意 不过联想到他装修修炼式的决心 礼聘 该不会来真的吧 他真以为他未来能成武圣 礼聘并未听从赵渊劝导 待在江州市 买好房 安排好装修 他便返回藏龙室 并非他不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而是他认为 逃避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不过眼下五星门说 自己有能力解决相义小队的麻烦 他自视不好阅阻带袍 叮铃铃 一阵电话铃江礼聘 从睡眠中唤醒 他睁开眼睛 拿起手机 9点41 这么晚了 昨天晚上 他修炼观想法略有收获 通过洞察到极致的观摩 他能判断出 他的精神素质有所增长 所以 观想得稍微久了一些 结果第二天 睡到这时候 礼聘接通电话 里面很快传来李云瑶的声音 哥 我们来了 嗯 到了 礼聘问了一声 最近几个月 李云瑶 林小璐 每逢周六周日 就会来一趟藏龙市 让礼聘 根据他们的练武状况 调整修炼计划 是啊是啊 再有十分钟 就到公寓楼下了 哥 你才刚起床 要我们 给你带早餐吗 好 不用 我一会下去 李云说着 挂断电话 看了一眼 手机上显示的日期 4月16日 星期六 离江州大赛正式开启 只剩不到半个月时间了 李聘到了一声 同时 他稍稍感知了一下自身情况 气血 33.41 元气 27.55 刚径 107 143 先天氧气数 氧气偏 64102 燃血密数 29.41 大概就这些了 迈入爆单一个多月 体魄强度已经上来了 燃血密数 经过这段时间内的不断改良 效果也已达到了 媲美服用燃血粉的地步 副作用虽然没有完全消失 但却大幅减弱 靠着一个月近百万的资金投入 药材滋补 先天氧气数进步很大 等江州大赛结束 差不多就能迈入筑基片了 李聘着重在元气这个数值上 停留了片刻 紧接着 他想到了昨天晚上观想时的异样 他已经能够把握到 精神数值的增长 当然 效率很低便是 这个世界的五道修行 某种程度上很讲究科学 像气血体魄数值 就是经过一个个科研部门 千锤百炼总结出来的 只是 气血体魄好衡量 可精神意志太过虚无缥缈 不同的心境下 数值浮动很大 李聘收集过相关信息 当年倒是有科学家提出过 效仿五道气血值 收集精神数值 可几万组试验下来 数值差得太离谱 各国在这个项目烧了几千亿后 至今为止都没有一个权威标准 没有足够的数值参考 他只得以自身为标杆进行衡量 以我观想前的状态为标准 定义为十 经过这段时间沉淀 李聘很快归纳出一个新属性 精神 十点五三 感知这些数字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属性面板就是这么明了整洁 当下 他快速地刷牙 洗脸 等稍稍清理了一下自身后 门铃刚好响起 李聘将门打开 牛仔裤加T恤 充满青春气息的李云瑶 一把跳了进来 在他身后 则是看上去长大了一些的林小璐 练舞几个月 他们两人的精气神 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再加上年龄小 第一眼看过去 两人充满一种阳光 清爽的感觉 来了 李聘到了声 那就运动运动 哥 你才刚起来 可以吗 到时候 会不会累得没力气啊 李云瑶道 检查一下你们的修炼进度 能用多少力气 李聘无语道 好嘞 李云瑶一把往近视走去 当着李聘的面 打了一套拳法 他练得已经颇具火后 两个马尾便飞舞 青春气息洋溢挥洒 看上去赏心悦目 李聘时不时上手感知一番 对他们的修行进行指证 指点完李云瑶 再换上林小璐 林小璐 进度比李云瑶快很多 已经触摸到敬礼门槛了 不过 当他看了片刻 却是顿了顿 林小璐的平衡性 他在他胸前扫了一眼 好一会儿才到 你真打算在武道这条路上走下去 你的资质不错 但一些条件会限制你初期的成长 嗯 林小璐点了点头 我以前很怕和人说话 别人靠近我我都会紧张 可在我练武后 我感觉好了一点 这样吗 李聘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道了句那少喝点牛奶 林小璐很快明白了什么 小脸上顿时充满羞难 李云瑶顿时嘻嘻大笑了起来 哈哈 我就说了 小璐你条件不行 不适合练武 未来的武道界 还是要靠我李云瑶 给你保驾护航 紧接着他转向李聘 哥 我呢 我的条件没问题吧 李聘看了他一眼 平静地点了点头 你没问题 我就知道 李云瑶有些得意 可得意了片刻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李聘刚才说的条件 好像是指 他得意地笑容一僵 紧接着他低头 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穿着的小白鞋 再看了一眼林小璐 顿时郁闷起来 这个时候 他真的不知道该高兴 还是该难过 小璐的话 应该这个月就能练出尽力了 你的话 下个月也差不多 上个月 我去了一趟江州市 找人了解了一下江州大学的招生政策 你们两个只要练出了尽力 考试在四百分以上 就能入校了 李聘道 四百分 李云瑶睁大了眼睛 这么多 李聘看了他一眼 这不是相当于总分的及格数吗 可 可你知道 及格有多难吗 考不到 李聘眉头一皱 虽然让他去考 他也考不到 但 李聘 可是考了六百多分 我 我 废物 你 你默契少女穷 李云瑶气愤道 你真的很穷 李聘点了点头 李云瑶确实有点废 他都不知道 以后他进入社会了 要如何养活自己 片刻 他看了一眼李云瑶那哪怕生气 仍然有种可爱到 让人想在他脸蛋上捏一把的模样 或许 可能 他会和李云烟一样 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一时间 李聘忍不住伸手 在他白皙无暇到有些犯规的脸上捏了捏 好了 我来想办法 但分数上你还得尽量多考 李大哥 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门没有关 所以我 紧接着 便见柳盈盈 送着一些药材走了进来 不过 当他看到李聘和李云瑶 两人的亲密互动后 顿时鼻子一酸 低下了头 对不起 我来的不是时候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 李聘上前 正好帮我 把我新买的要再熬一下 我要给瑶瑶和小璐服用 柳盈盈终究开开心心地帮李云瑶 林小璐两人熬药去了 李聘一边啃着面包 一边看三人在厨房忙得有说有笑 然后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手机 由于江州大赛即将开启 舞蹈协会已经将大赛规则发过来了 基本上还是前几节那一套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点到为止 如果在对手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情况下 仍然下杀手 不只会被踢除参赛资格 事后还会酌情量刑 可如果是激烈搏杀 留不住手 举办方请来了高等星期 这件星期对舞者来说 只要不是当场死亡 基本上可以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看完这些资料 李聘的手机响了起来 李聘看了一眼 接通 里面很快传来方灵爵的声音 在家 在 你的星期打造好了 我给你送来 好了 李聘振作了些精神 我一会去一趟舞馆 也行 方灵绝利落回应 挂断电话 当下 李聘指导两人服用药物 然后带着他们往长风舞馆而去 正好借长风舞馆的场地 将药效最大化 带着几人 李聘上了电梯 一到长风舞馆 认识他的人 纷纷打起招呼 李武师来了 李武师都工程报单了 训练的还这么轻快 那可不是 正是因为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李武师才能在年仅22报器承担吧 说起来 我们长风舞馆 现在可是一门两报单 这种阵容 整个藏龙室都没几家能比 所有人 包括一些经常在长风舞馆训练的学员 脸上都满是笑容 李聘也是 一一点头示意 报单 跟在他身后的李云瑶 听得愣了愣 小半年下来 他已经不再是刚接触舞蹈的萌新 他很清楚 报单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那是不需要找关系 仍能轻易考得富高级职称的人物 放到任何一座大学 都能轻松成为舞蹈系教授 专门负责带优秀学生 冲击一项项赛事 为学校争夺荣耀的存在 要知道 周级舞蹈大赛 全国舞蹈大赛 天下第一舞蹈大赛 虽然是全国以及整个天原联邦最重视的赛事 但这种赛事三年一届 往日里 那些两年一届 一年一届的赛事也不在少数 分量上也丝毫不低 很多人 学校的评级都落在这些赛事上 而听这些人的意思 哥 已经报单了 几个月前我就能打死猫腰了 现在报单 不很正常吗 李聘回了一句 这 李云瑶一时不知道怎么回 可片刻 他已经将这种想法抛诸脑后 马上转为一脸崇拜地看着他 哥 你太厉害了 真是太棒了 我好喜欢你 李聘看着他这副可爱的模样 忍不住伸手摸头 四指插入他乌黑柔顺的发丝间 一阵乱柔 笑道 这算什么 以后我会让你知道 我还有更厉害的 啊 人家来时刚洗的头 头发都被你弄乱了 李云瑶叫了一声 嘿 李聘心满意足地收手 他往训练区指了指 你们自己先去练着 我找一下方管主 恰好 他看到珊瑚走了过来 对着他喊了声 你来得正好 帮我看着点他们两个 好 珊瑚点了点头 李聘代理云烟 林小璐 在长风武馆办了卡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来武馆练习了 他对两人并不陌生 来了 办公室 看到推门 而入的李聘 方林爵第一时间将个盒子推上前 看看 李聘将盒子打开 里面有一枚成古铜色的戒指 材料是守阳山童 再注入心惊中蕴含的心力 至于效果 方林爵顿了顿 这种程度的心气 也就那样 好不好用 全看运气 李聘点了点头 我记得网上有个说法 次品心惊炼制的心气 生效概率在2%到10%上下 心气和心气间存在干扰 佩戴三四件就是极限了 所以 单个品质很重要 这种数据没有意义 方林爵道 毕竟当你面对枪击时 只会有生效和不生效两种选项 生效了 防御效率100% 不生效 那就是零 说着 他语气一顿 除非你能有一身三阶心气 李聘看了一眼 这枚古铜色宝剑 次品心惊打造的心气 往往被称之为零阶心气 就是恋心者用来敷衍那些大老板的货色 好让那些人多多少少有点心理安慰 而三阶心气 就算三阶练心者都不见得能够配齐 这种宝物 关系到一位练心者的综合实力 每一件交易时 甚至能涉及到两个练心者背后势力的兴衰 常人根本没有购买渠道 想要纯粹依赖于金钱购买 少说得准备十几个亿 谢了 李聘道了一声 材料是你准备的 加工费是你出的 谢我干什么 方林爵笑了笑 对了 再有不到半个月 江州大赛就该开始了 我打算下周前往江州市 虽然我们藏龙市离江州市不到百公里 但也算提前适应环境 说着 他感慨了一声 这一届江州大赛 因为李火宗的变故不好打 我们必须得维持最佳状态 才有希望脱颖而出 那一起去吧 李聘道 对于这次江州舞蹈大赛 他也十分期待 二十几位报单报名 如果算上那些练出单进的巅峰三级舞者 强有力的竞争者 近百人 这等盛会 放到蓝星 简直不敢想象 他无论如何 也不愿错过 那行 到时候我去接你 方林爵道 紧接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补充道 等到江州大赛开始时 你的别墅差不多可以住人了 他笑了笑 用的都是最高档的材料 钱也给到位了 他们的效率可是十分迅捷 那正好 李聘点了点头 他打江州大赛期间 可以直接入住 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惊呼 听声音 是珊瑚 方林爵和李聘对视一眼 很快出了办公室 他们才一出门 李云瑶已经迫不及待地喊了起来 练出镜了 小鹿他练出镜了 练出镜 李聘有些意外 他估计林小鹿应该是这个月能练出尽力 但应该是下一周或下下一周 没想到 这个一转眼 他居然就成功了 名师出高途啊 方林爵听到不是出什么事 很快放下心来 我没猜错的话 这两个小姑娘还没到18岁吧 刚练出劲而已 不值得大惊小怪 李聘回了一声 紧接着 他看着一脸欣喜 似乎想要向他邀功的林小鹿 不错 不过还得继续努力 他道了一声 江州大赛少年组 想要脱颖而出 都得尽力入岸才行 他们离那些真正天才差得远 嗯 林小鹿用力点了点头 谢谢哥 什么叫差得远 这个时候 一旁的珊瑚看不过去了 他瞪着眼睛 你只看到小鹿今年不到18 可你忘了 小鹿他练武还不到半年啊 不到半年练出尽力 这不是天才是什么 李聘听得神色寻常 可一旁的方林爵 却猛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眼瞳骤然一缩 这一点他也清楚 林小鹿 李云瑶开始练武时 就在长风武馆办了卡 算算时间 他们练武真的还不到半年 确切地说不到五个月 四个多月时间练出尽力 这种天赋 方林爵倒吸一口冷气 李聘 你捡到宝了 四个多月练出尽力 照这个趋势下去 三五年后 岂不是要像你一样 暴气承担 这种悟性 资质 天赋 整个白鹤流 都不见得能找出来 你一波传人有了 三五年 李聘稍稍计算了一下 随着他自己暴气承担 对于丹静 抱丹的理解 也越发深刻 不出意外的话 他确实有很大的把握 让他们两个 在三年内抱丹 当下他点了点头 差不多吧 具体如何 还是得看他们的修炼进度 如果和我预料中的有偏差 可能就不止这么点时间了 你还真是好运钱 方林爵羡慕地看了李聘一眼 这样一个天才 理论上 该去寻一位宗师 乃至五胜 才能最大化地发挥他的天赋 不过你本身也是天才 宗师有望 教导他 倒也不算埋没了他的天赋 李聘笑了笑 并未回答 倒是李云瑶 忍不住期待地询问 你说了 小鹿这个月会突破 我是下个月 眼下小鹿提前半个月就突破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这个月也能突破 练出尽力 成为真正的舞者了 那得看你的努力程度 和是否能抓住 那一傻式的灵感了 李聘道 我一定可以 李云瑶说着 马上转向林小鹿 小鹿小鹿 快和我说说 练出尽力 到底是怎么感觉 我来吸一口欧气 我刚才和珊瑚姐交手时 在自身力量和她的尽力碰撞时 突然就通透了一样 林小鹿有些不知如何解释 两人很快到一旁交流经验去了 倒是方林爵 在听得李云瑶说自己下个月 能练出尽力时 脸上有些诧异 紧接着 她猛然想到了什么 瞬间变了脸色 不止她 一旁的珊瑚 以及被吸引过来的徐欢 张乐等人 同时眼瞳一缩 脑海中不约而同 诞生出一个骇人的猜测 李聘 他们两人的天赋 应该不是那种万中无一的恋武奇才吧 方林爵感觉自己的声音中 充满着不可思议 也算是挺优秀了 李聘道 可这番话无疑证明了方林爵 珊瑚 徐欢 张乐等人心中的猜测 所以 再不是练武奇才的情况下 你就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将两个先前根本没有进行过舞蹈筑基 甚至没有正式接触过舞蹈的人 交成了练进舞者 方林爵盯着李聘 不过李聘知道 为什么他的语气会发生这种变化 这个世界的舞者 自己练成顶尖天才 不是本事 能够将一位为普通人 交成舞蹈天才 才是真正的本事 一个擅长教导弟子的舞师 身份地位比宗师还要尊贵 因为 炼心者 炼心者也需要通过炼镜 报单 炼钢等方式 将自身力量化为战力 并冲击更高境界 每一位炼心者观想成功后 往往都会请来炼钢宗师前来教导 甚至大部分人 是像曹天游那样 主动凑上门去 只为和这位未来必然会身居高位的 炼心者 结个善缘 但 真正的名师 根本不愁没有炼心者弟子 那些顶级名师 更是足以吸引一位未炼心者 趋之若鹜 他们的人脉宽广道 让人无法想象 只需要稍稍将人脉和地位转化一番 他们的前程 就将远远超出同镜舞者的想象 不过 李聘并没有走明师路线的意思 浪费时间 可能是他们 对我完全信任的缘故 换成其他人 未必有这么好的效果 李聘解释了一声 李聘 要么让珊瑚跟着你练几个月 方灵觉斟酌着询问 他暗暗看了一眼林小璐和李云瑶 在两人并非练武奇才的情况下 李聘仍然只用了四个多月时间 将他们交成练进舞者 这种效率 已经有了明师之姿 只要他再将这种成绩重复几次 哪怕他尚未练弃弃成钢 仍然会有钢观想成功的 练心者找上门来 希望得到他的教导 这种前途 哪怕练钢宗师 乃至未来平上五胜 都无法媲美 我 珊瑚望向李聘 他现在早已经不把他当作竞争对手了 此时对方灵觉的提议 眼中有些渴望 李聘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方灵觉 管主 你应该知道我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不会在其他事上浪费太多精力 宗师 五胜的风景 方灵觉到了一声 只是如果你真有这方面的能力 这条路的风景会比那条路精彩得多 每个人对风景的好坏都有自己的定义 我个人更喜欢那条路 李聘道 方灵觉听了 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 珊瑚神色亦是有些黯然 可这个时候 李聘确实道 不过珊瑚一人的话 我还是能抽出时间指点一二 珊瑚顿时精神一振 方灵觉亦是给他打了个眼色 顿时 珊瑚毫不犹豫地拱手行礼 师父在上 请受弟子一拜 不必如此 李聘将珊瑚扶起来 我本身也不够报单罢了 你现在尽力以游民入岸 下一步便是尽力入化 炼进大城 然后便会为报器承担做准备 我也未必能教你些什么 他硬下教导珊瑚一事 一方面是为了环方灵觉人情 另一方面 珊瑚在日常生活上 也给予了他不少帮助 力所能及下 他自然会给予一些帮助 当然了 一切的前提都在于 不影响到他本身修炼的情况下 而且 教导珊瑚 他显然不会像教导李云瑶 林小璐一般 倾注大量心力 我相信师父 一切听从师父安排 珊瑚坚定道 叫我名字吧 李聘道 他没有认下 这段师父关系的打算 这 珊瑚似乎看出了李聘的意思 有些犹豫 一旁的方灵觉补了一声 就依李聘所言吧 珊瑚见状点了点头 对李聘道 那我称你为理师吧 可 李聘道了一声 先摸骨 让我对你的体质 有个详细了解 摸骨 珊瑚脸上闪过一丝红韵 但他知道这是练武之人 必要的过程 马上到 听从李师安排 当下 李聘带着珊瑚 去了一旁的近视 李云瑶则环绕在林小璐身边 不停地询问着尽力的神奇 方灵觉看着两位少女 心中不禁再度生出一种 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慨 在一旁 看着李聘和珊瑚离开的张乐 徐欢 愈言愈止 不过联想到一开始 时李聘是和他们一样的教员 再加上正牌师父方灵觉就在身边 他们终究没能拉下脸来 开口求教 相较于李云瑶摸骨过程的嬉笑叫闹 珊瑚作为一个舞者 对藤阳的抗性强很多 再加上他主动配合 很快礼聘已经上手完毕 对他的修炼状况心里有数 并根据他此刻的状况 制定了一番修炼计划 是吧 珊瑚邀请到 李师 接下来承蒙您指点 再加上林姑娘练出尽力 值得庆贺 可否由我做东请李师和小鹿 摇摇就餐 那就你安排吧 李聘到位推辞 很快 一行人乘坐电梯来到富二层停车场 珊瑚家境并不算差 自然早早买了车 一辆价值二十几万 鲜红如火的云池一三百 李云瑶看了一眼 就忍不住惊呼起来 哇 好漂亮 喜欢 送你一辆 珊瑚笑着道 别别别 这么贵的东西 我可不能要 李云瑶连忙摆手 再说 我没有驾照呢 驾照的话 李聘看了他一眼 你抽空去考一个 他有想过买车 但至今未尚 尚未付出行动 原因是他不喜欢开车 倒是可以让李云瑶 学会开车以后 给他当司机 不过片刻 他想到了李云瑶 大大咧咧的性格 当下转向林小璐 你也去考一个 相较于李云瑶 他靠谱得多 嗯 林小璐有些紧张地点了点头 这反应 让李聘回味过来 怎么忘记 这丫头胆子小的问题了 照这个趋势 他还得再找个人 专门给他开车 又或者 收个关门弟子 燕红色的云池轿车 驶出地下停车场 很快会入车流 往珊瑚订好的餐厅而去 坐在副驾驶上的李聘 沿路观察 不止江州市的外来人口增长了 连藏龙市人流也有所增加 街道上还能看到一些流浪汉 混迹往返 似乎 堕落神庙的魔物 仍然没有被击溃 李聘回想不久前 武道网站上的新闻 尽管魔物不见得比凶兽更强 但相较于凶兽 它们最大的特征是拥有智慧 智慧的存在 使得魔物初步形成了 属于它们的社会结构 它们会分工合作 各司其职以加快运转效率 再加上一些魔物 还根据自己独特的身体结构 研究出特殊能力 使得魔物对人类的威胁 比凶兽大很多 死亡山谷到处都是裂缝 凶兽魔物时不时从地底裂缝窜出 攻击人类 从而让盘踞于里面的凶兽魔物 难以剿灭 堕落神庙 其核心处存在一个天然迷宫 这个迷宫挡住了天元联邦 不知道多少次攻击 李聘想到 网站上有关于上一次争讨战争的帖子 上一次南里国举国之力 反击也败在那个迷宫前 上百高阶 恋心者被迷宫所困 如同无头苍蝇四处乱窜 被一一分化 侥幸穿过迷宫的人 一头扎入埋伏圈中 损失惨重 他想到视频上魔物 荼毒千里的惨状 这个世界从不和平 人类退出山野园林 丢失三分之二地盘 就能看出世界的真相 只不过 他所在的太白王国 恰好处于世界六级之一 天元联邦的中心罢了 带着这种感慨 李聘收回心神 嗯 这个时候 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目光突然看了一眼后视镜 后视镜中的那辆黑色轿车 几乎从他们出商场时 就跟着了 他静静看着 并未表现什么 珊瑚开着这辆红色轿车 走了二十来分钟 在一处环境优雅 带着仿古风格的小院外 停了下来 而那辆黑色轿车 亦是停在对面一个露天停车场 一行四人 很快入了小院 他们几个的颜值装扮 李云瑶 李聘 就不用说了 哪怕珊瑚 林小鹿 都各自都充满着一种健康 英姿飒爽 以及柔弱 小家碧玉般的美感 下了车来自是吸引不少目光 带着进入珊瑚订好的包间 认了下路后 李聘道了声 我去上个洗手间 然后重新出了小院 这个时候 那辆黑色轿车上 两人中的其中一个 似乎想要透风 正打开车窗吸烟 看到李聘出来 扫了一眼 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 没有露出任何一样 但 出了小院的李聘 却是直奔他而来 带来到他们身前时 上下一阵打量 看到自己明显暴露了 那个吸烟的男子 亦是不装了 索性地同样盯着他 神情淡漠 有损小队 李聘看了他一眼 目光很快一到副驾驶座上 那个人同样朝他看来 一脸从容不破 你们过界了 李聘道 吸烟男子冷笑一声 他知道李聘是指什么 不找五行门 却来找他 还不是光明正大上门 而是用私下跟踪这种方法 但 他吐出一个烟圈 淡淡道 然后呢 李聘看了他一眼 数秒后 他的目光再度转向副驾驶 为什么就在旁边跟踪监视 而不动手呢 他看着这位 哪怕神色平静 他仍能感觉到 一丝浑原如意韵味的男子 开口道 跟踪监视 能吓死人吗 王道义就死在我手上 为队友报仇血恨的 报单大高手 两位为什么不干脆下车 来打死我呢 李聘话一说完 车上两人眼瞳 同时一缩 望向他的眼神 变得无比凌厉 吸烟男子更是动作一顿 下一刻 一生冷喝 好胆 谢谢夸奖 李聘对着这个男子 点了点头 但他身上 并没有那种 浑原如意的韵味 显然并未报单 估计是三位 练出单进的队员之一 所以 李聘的目光 主要还是集中在 那位报单高手身上 你们监控我 是想拿我为棋子威慑 胁迫五行门低头 但五行门 作为藏龙式霸主 不像会是那么容易服软的势力 真要震慑的话 最好拿我杀鸡儆猴 只有死亡和鲜血 才会让五行门认清事实 从而选择和你们和谈 说你大胆都不够抬举你 你应该是 狂妄 吸烟男子 缓缓道 哼 这个时候 那位报单高手 轻笑了一声 很久没有遇到过 这么有意思的年轻人了 他打开车门锁 推开门 原本 我确实是打算废了 你去敲打五行门 可看在 你这么有趣的份上 我突然于心不忍了 废了 你多可惜 他下车 站直身形 再不掩盖自己属于 报单武士的气息 一米九的身高 散发出射人的威势 居高临下地看着礼聘 我应该 直接打死你 那我们换个地方 这里有监控 礼聘对他道 紧接着 补充了一句 我们打快点 打完以后 我还要去吃饭 你还想吃饭 那位丹靖男子 吃笑一声 你以为 你打死了王道义 就报单无敌了 当然不是 但这和打完以后 去吃饭不冲突 礼聘说着 很快找到了 停车场不远处的 一个小巷子 快不朝巷子而去 或者 你们到时候 吃我的喜也行 丹靖男子 和那位报单高手 对视一眼 快不跟了上去 很快 三人已经来到了 一处巷子 贵姓 李聘道 那位报单高手 和丹靖男子 对视一眼 这个时候 反而变得谨慎起来 尽管根据 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 李聘是趁着 王道义和曹作秋等人 拼了个两败俱伤后 才减了便宜 不过 能打死王道义 本身就代表着能耐 尤其现在 他也以报器承担 虽然时间尚短 可一位报单高手 且还有过生死实战的 报单高手 已经值得他们 给予重视 这一刻 两人再没有半分犹豫 也没有半点 在车上时 表现出来的俯视 巨傲 甚至不顾什么 以多欺少的道义 在将李聘堵在巷子后 无比果决的同时出手 一前一后 身上之势 如雷霆万军 悍然爆发 报单男子 代号磨杀 修行军部中 流传出来的杀拳 以杀意未养杀气 权意 直至权法大成 实战性极强 而他 也是游损小队 仅次于队长相义的高手 伴随他悍然出手 拳出身动 蕴含在全境当中的杀鸡 以及这些年来 击杀无数人类 凶兽形成的恐怖煞气 全面爆发 使得本就身材壮硕 充满着压迫性力量的他 威势在长 一席中 仿佛有凶兽咆哮 携带着吞噬万物的恐怖 滚滚而来 换成其他舞者 哪怕练进大成的三级舞者 这一刻 怕是都会被震慑心神 十成战力 发挥不出三成 好 李聘眼中充满振奋 权益 磨杀这门拳法中 居然蕴含了 五道意志般的变化 这是五圣拳法 尽管他的拳法 是靠融合煞气 杀意模拟凝炼而成 但也足以证明 这门拳法何其了得 就像李聘的八兄真火镜 最高只能让化镜舞者 模拟出单镜一样 差距显而易见 仅仅对方展现出来的拳法 已然让李聘欣喜不已 这 才是真正的舞刀大事 逃物 穷奇 李聘紧跟着 将自身体内的单镜 全部引爆 他的气势 远不及磨杀的血腥 凶煞 骇人 恐怖 但却带着一种浩荡战意 直刺心神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他开始观想 精神变得更加凝炼 精神和战意结合 形成一股一往无前 有我无敌的志强之士 一席中 他身后仿佛显化出一尊 心神虚影 浩瀚无垠的身躯 仿佛居于璀璨星空 迎合中央 伴随他一念之间 星光化为守护凶兽 撕裂苍穹 降临凡间 那种浩瀚无垠的广播 竟是将磨杀爆发而出 无往不利的权益 一举击溃 李聘 这么强 不好 另一位单近男子 第一时间察觉到了 两者气势交锋的变化 他体内劲道勃发 仿佛一柄利剑 刺入两人气势交锋处 刹那间将李聘的契机扰乱 趁此机会 磨杀一声狂吼 悍然向前 在自身的权益即将溃散时 现一步跨越两者间 不到十米的距离 全径轰出 轰隆隆 两股浑渊一体的单径 就好像两颗出 搪射出的炮弹 轰然撞击 气流的极具挤压 使得虚空中 响起一阵闷沉声响 伴随着声音的弥漫 气压在达到极限后 爆炸开来 形成肉眼可见的 进风冲击 本就有些杀力 尘埃的地面地面 被进风席卷 尘土飞扬 而两人立足的地板 更是因为尽力的泄倒 寸寸崩裂 再被卷向四方的进风 吹向四方 千军破 沙尘弥漫当中 一声怒吼 伴随着比之先前 更为狂暴的煞气纵横 沙尘中 隐隐能够看到 磨砂浑身通红 体内的气血 犹如化为火焰 剧烈燃烧 那是气血爆发到极致 和空气蒸腾形成的幻想 血丹爆发 这是暴丹舞者的血丹爆发 暴丹舞者 相较于那些 可以打出丹镜的化镜舞者 最大的区别 就是他们体内 凝聚了这枚气血大丹 平日里 他们将自身气血 凝炼成一团 修生养息 维持周身无漏 甚至就连打出丹镜时 也是将这一团 凝炼到极致的气血之力 砸出去 和化镜舞者 将气血之力凝成一点 形成丹镜打出去 并没有太大区别 但当他们爆发血丹时 暴丹和丹镜的差距 就将明显区分 这个状态的他们 强横到极致 一举一动 无不能开杯烈石 不过 一旦血丹爆发 虽然短时间里 可以获得无与伦比的战力 却相当于 从暴丹临时性跌落下来 尽管拥有过暴丹心得 再加上气血澎湃 重新修炼上去 比第一次暴丹更容易 可一旦在薄杀中损伤根基 也会导致境界永久跌落 除非命悬一线的生死薄杀 否则没有那位暴丹高手会 打到这种地步 但刚才的一击 已经让磨杀意识到 礼聘 俨然是和他同一个层次的对手 再加上他的传承精妙 本身有类似秘法重聚血丹 所以他爆发得无比狠辣 果决 狮子薄兔 易用全力 这就是他磨杀 他能在赏金猎人中混迹九年 仍然不死积累下的经验 死 就在磨杀无比狠辣的血丹爆发 拼尽全力的同时 一股完全不逊色于 他爆发血丹的沸腾气息 紧跟着自礼聘身上涌起 血丹爆发 礼聘居然同样选择了血丹爆发 展现出了自身最强状态 这一幕落到另一位 单近无者眼中 却是让他眼前一亮 血丹爆发根本持续不了多久 如若秘书 只要我们能够撑过他爆发的这段时间 他将不战自愧 他的目光第一时间转向磨杀 但 这位爆丹高手 却丝毫没有转变战术号死里聘的意思 全境轰骄 两人身形碰撞 电光石火 战斗酷烈到了极致 狭路相逢勇者胜 爆丹层面的生死搏杀 不只打的是自身的精气 还包括一枪无惧无畏的精神 两者任何一方一旦退缩 意志变弱 等待他们的绝对是万劫不复的结果 杀 杀尘弥漫中 磨杀仿佛化身为战场杀神 带着以一抵白 一骑破迁的凶煞之势 狠狠地和李聘的全境不断碰撞 两人全境交锋的刹那 体内的气血之力 在血丹爆发增幅下 竟是如同开闸的洪流 浩浩荡荡 奔涌炸裂 这等全境若是落在墙壁 或者普通岩石上 绝对能够将那些墙壁 岩石统统打爆 哪怕轿车车门 钢板 一拳下去 也会生生凹陷 直接爆毁 这种战斗 李聘的血丹疯狂运转 这是他第一次 将血丹力量爆发到这种程度 气血之力在他的运转下 犹如海啸 带着摧毁一切的威势 伴随拳法 凝聚于他的全境中 不断轰出 混沌 穷奇 滔天 陶物 藤蛇 柳象 李龙 壁方 血丹爆发 本身就是超越 武者极限的力量 在这种极限力量下 两者间的身躯 体力 无不被压榨到了极限 尤其是在尽力碰撞之际 狂暴的丹静 甚至会游鸣入岸 轰入对方体内 震荡对方的筋骨 嗡嗡 这种尽力的轰击令礼拼 筋骨齐名 每一处肌肉 每一根骨骼 每一条经络 似乎同时动了起来 尽管轰入体内的尽力 大部分在他引导下贯穿而下 透过脊椎 骨骨 肥骨 筋骨 直接导入地面 但那种尽力过体带来的感觉 仍然让他清晰感觉到 整个身体的活跃 欢呼 好拳法 李聘忍不住一声大喝 大部分劲道 虽被他泄倒入地 但尽力穿透脊椎 骨骨 肥骨 筋骨带来的极大负荷造成的痛苦 仍然让他有种畅快淋漓之感 剧烈的气血翻涌 让他越发感觉到血液的沸腾 那种整个身体活跃过来的欢呼声 似乎谱写出了 生命最伟大的乐章 而这一乐章的名字 叫做进化 再来 李聘顺势而为 在体内血液沸腾之际 他的气血之力亦是如同攀上一个新的巅峰 燃血 秘书 燃血 伴随着这门秘书施展 他仿佛以精神为柴 信念为新 在战役熊熊下将体内的气血全部点燃 点燃的气血在这一刻 无论是活跃性 爆发性 全部攀上新的高峰 这一刻就是他最强形态 战役沸腾 血淡爆发 秘书燃血 三者叠加 此刻的强大 就连李聘自己都感到喜出望外 他清晰地感知到 人类的体魄 原来可以进化到这种程度 强大到连肉身都有些不堪重负 可这种不堪重负 恰恰是李聘所追求的生命进化 不破不立 破而后立 一次次打破自己的极限 一次次超越自己的极限 这正是修行的最终奥义 生命的终极大鱼 李聘发出一阵畅快淋漓的大笑 笑声中他心念通透 体内似乎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共振 这种共振 五脏齐鸣 这真是 惊喜 想不到当他爆发出自己最强形态后 竟能带来这种惊喜 什么叫极限 这才是超越自我的极限 李聘纵情长笑 浑身上下的精气神 仿佛攀升到了一个 超出肉身桎梏的境地 他仿佛一个旁观者般 清晰地看到自己体内五脏齐鸣 五脏肺腑之力 和外在气血之力合而为一 打出去的全境 宛如一柄刺透黑夜的神剑 尽情绽放 轰隆 白浪炸散 全境打破阴障 撕裂大气形成的白浪 肆意炸散 生如惊雷 狂暴惊雷般的轰鸣 哪怕身经百战的磨砂 都生出了一种 发自灵魂的战力 五行合一 磨砂发出一阵惊怒的吼叫 他认得出来 这是王道义最强的杀招 五行合一 威力媲美刚进的五行合一 而且 和王道义打出去的五行合一 只是闷想不同 李聘这一拳 形成乍响 如春雷惊哲 射人心魄 不是说李聘 是趁着王道义重伤 才将他打死吗 不是说李聘 暴弃承担 不到两个月吗 不是说李聘 根本没有得到曹天游这位炼钢宗师 过多指点吗 一个强大到能打出刚劲的人 后勤人员居然建议他们 拿他威慑五行门 你们这是想拿狮子去威胁豺狼 想法不错 可对他这位行动者来说 坑爹呢 这是 背水 生死时刻 磨砂也顾不得在咒骂 后勤人员的愚蠢无能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倾助身上所有气血 打出自己最强的一击 以死中求生的信念 背水一战 演绎江河道观 乾坤逆转 哄 两尊暴弹强者 极致燃烧 演绎出的最强一击 在小巷子较为封闭的环境中 轰然碰撞 一时间 好像有一枚炮弹 凌空爆炸 一圈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在两股劲道碰撞的刹那 扎散四方 劈啪 小巷不远处的一栋 三层小楼的玻璃窗 在冲击波席震荡下 瞬间粉碎 啊 磨砂发出痛苦绝望的吼叫 他终究未能实现 他扭转乾坤绝地反杀的壮举 他的手臂 好像被一个上千斤重的铁锤 狠狠砸中 恐不尽力透过他的手臂 当场将他手臂上的饶骨 齿骨 弓骨 肩胛骨 统统打断 于是不减地尽力 贯穿他的身躯 轰击他他的体内 震碎他的五脏六腑 长驱直入地 继续震裂他腿上的骨骨 病骨 肥骨 颈骨 直骨 粉碎 五行合一 一击 几乎将他身上所有骨头 全部打碎 这位自以为自己全数了得 报单之中 含有敌手的顶尖高手 哪怕明知道 李聘有击杀王道义的战绩 仍然毫不犹豫地跟踪上来 打算将他废掉掳走 用于威慑五行门 可面对修成燃血秘术 五行炼体术的李聘最强形态 显然差了一筹 最终 惨败 而惨败所需付出的代价 就是 命 磨杀 先前开车 西安的男子看到被李聘 以五行合一一拳打死的磨杀 瞬间脸色大变 原本他和磨杀联手为杀李聘 可在李聘血丹爆发时 因缺乏足够的魄力生死相搏 选择了退避 结果 就这么片刻 磨杀已经被李聘以凶狠狂暴之势当场打死 李聘 怎么会这么强 呼 在丹靖男子心神震撼之际时 打死磨杀的李聘 没有半分犹豫 仿佛一头绝世凶兽 卷起一阵兴风 悍然朝丹静男子扑杀而来 人未知 那种邪狂暴煞气扑面而来的杀意 已经让男子肝胆欲裂 逃 这一刻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逃 逃得越快越好 他去做赏金猎人 从来没有太崇高的目标 就是为了钱 眼下他们来敲诈五行门 也是觉得 凭他们得力量震的 住在走下坡路的五行门 最不济 先狮子大开口 等五行门真请人来了 把价格压低一些 讨口辛苦费 反正不会吃亏 他们根本没想过会 为此拼命 乃至 送命 面对此刻 以凶狠残暴之势 打死他们小队第二高手 磨杀的李聘 这位单近男子 没有半点再敢与之敌对的念头 以最快的速度抽身暴退 碰 李聘立足之地 猛然一震 砖板被声声踏裂 沉屑纷飞 以此借力 他整个人仿佛一条扑出去的游龙 亦如同低空掠过的猛禽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朝单近男子追杀而去 巴胸真火剑 吃龙 李聘的巴胸真火 乃是他结合练武十几年的经验 创造出来的一套武技 囊括各方各面 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并未将这门武技放下 反而借助天赋 一点点优化 一步步完善 时至今日 巴胸真火镜的威力 早已飞比往昔 着重于身法爆发的李聋 服以三十三点数值的气血体魄 使得他当真 犹如龙游大帝 几个起落 扑杀至丹靖男子身后 丹靖男子亡魂皆冒 浑然没有半点战斗之心 惊骇之下 他竭尽全力丹靖爆发 身形再度向前窜上一头 竟是直接冲出了小巷 小巷外 人来人往 众目睽睽 丹靖男子 自以为逃到这里凭会心生忌惮 能够确保安危 可没等他来得及喘一口气 音效飞略 咻 一根似乎是某种废弃家具上 拆出来的石心木棍 带着尽力破空而至 精准性 稳定性 再加上尽力致出 赋予的可怕加速度 刹那间 这位单靖男子的头颅 被一举贯穿 一节燃血的棍头 自眉心处透出 他眼瞳猛然大张 身形仿佛彻底失去控制 顺着惯性 向前跑出了几步 倒在地上 啊 这一幕 顿时吓得两位 似乎互有好感 但却并未手牵手的年轻男女 忍不住发出惊恐的大叫 其中那个女子 更是一把扑到了男子怀中 浑身上下瑟瑟发抖 顿时 那个男子不叫了 强压着身体的轻颤 抱着少女 一步一步后退 就 丹静男子冲两人张了张口 似乎想要说什么 可终究 没能说出一句话 无力地趴在地上 渐渐失去了生机 礼聘上前 收敛自身气血 爆发的丹静 意识渐渐平息 与此同时 先天氧气术运转 小有成就的生命元气 仿佛一缕清流 渗透到 他四肢百骸 使得身上刚生起的那种 仿佛三天没吃过饭的虚弱 迅速得到滋补 这个时候 他才从身上拿出自己的舞者证 晃了晃 执行司机拿要饭 两位没事的话不要围观 明白 明白 年轻男子连忙点了点头 迅速搂着少女离开 至于李聘拿出来的是舞者证 而不是执法证 谁会看得那么清楚 看清楚了普通人 又怎能分辨真假 至于说 这个年轻男子 非得较真一下 这种现象 在太白王国并不存在 自从前些年执行司 以妨碍公务 或将其定义为同党为由头 抓了一批多管闲事的人后 所有人对于执行司人员 都以为之如虎 一旦见了 都会远远避开 正因如此 李聘拿出舞者证 冒充首背 处执行司杀人 根本不担心会被拆穿 打发了两人 他将担进男子的尸体 重新拖回巷子 然后拿出手机 拨通电话 很快 里面已经传来 齐东远的声音 李武师 我刚刚遭遇 游损小队中人围杀 反击中打死两人 地址在石卫居 对面停车场旁的小巷子 你们派人来处理一下 李聘简要道 什么 游损小队 有人围杀你 电话中 齐东远顿时惊叫出声 对 李聘点了点头 虽然 两人一开始时 只是跟踪他 他一开口腰战 两人马上动手了 可见他们本身目的不良 有过围杀的念头 也可以纳入围杀的范畴 该死 简直丝毫不讲规矩 齐东远心中震怒 紧接着迅速道 我马上来 嗯 你们看着处理 我先吃个饭 李聘道 吃 吃饭 齐东远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个时候 还有心情吃饭 不会带来麻烦 不会 齐东远收敛心神 马上回应 交给我们 嗯 李聘应了声 出了小巷子 回到食卫居 去洗手间洗了个手 还抽了一张纸巾 将沾满灰尘的鞋子擦了擦 做完这些 他才朝包厢走去 他和磨砂交谈 动手 从开始到结束 用了不到三分钟 速度快到极致 反倒是来回路上 用了两分钟 打电话用了一分钟 清洗一下自身 又用了两分钟 当他重新回到 珊瑚店的包厢 总耗时不到十分钟 珊瑚 李云瑶 林小璐 没有半分怀疑 李师 珊瑚看到李聘来 拿着菜单站起身 可李聘却先挥了挥手 我对这个店的东西不懂 你看着来 我等着开席就行 那好 珊瑚在刚才 已经在和李云瑶的闲聊中 了解了一些李聘的口味 六个菜 一个汤 一个点心下来 基本上都是他喜欢的食物 随着顺利下单 包厢中很快进入了一片融洽的闲聊气氛中 李聘时不时意加入三人的交流行列来上一句 仿佛停车场外小巷子的那场生死搏杀 根本不曾发生过 自 三辆轿车在市区中驶出60公里的时速 迅速开到了李聘所说的停车场 堵住小巷 车门打开 一个个壮硕 精干的汉子 纷纷从车上下来 往小巷里面走去 其中更有人 穿上了执行司的服装 将小巷封锁 五行门在藏龙市扎根几十年 弟子早已遍布各行各业 这些弟子 让他们和人进行生死搏杀 他们肯定不去 但在他们职权范围内 让他们行个方便 他们绝不会推辞 封锁好场地 齐东远第一时间来到两具尸体旁 看到巷子口的丹靖男子也就罢了 当磨杀的尸体也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饶视齐东远在藏龙市也算一号人物 仍然经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师傅 是有损小队的二号人物磨杀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 语气凛然道 我知道 齐东远道 根据我们调查的资料 磨杀刑武出身 修行军官才有资格修行的破军权 这可是十六年前 军部当年集合了全国十几位武圣 共同研发专卫军队创造的拳法 他靠着这门拳法 力压王道义 成为仅次于队长相义的高手 男子眼中带着惊骇 没想到居然死在这里 他朝不远处十位居方向看了一眼 死在李聘 李武是一个报单不足两月的新晋武师手上 齐东远的目光在磨杀身上停留了好一会儿 意识同样将目光转向十位居 他们已经知道 李聘就在十位居吃饭 似乎是因为察觉到了磨杀两人的跟踪 所以主动出手 将两人打死 一翼敌二 将一个报单 一个单镜打死 这简直是 匪夷所思 他该不会练出刚镜了吧 男子道 刚镜 齐东远正了正 眼中有些迟疑 他尽管已经意识到 礼聘天赋高到惊人 但报单不足两个月就练就刚镜 这么看 都有种听段子的感觉 这不可能吧 要吗 男子再往十位居方向看了一眼 去问问 齐东远沉默不语 如果是先前 他自然就直接去十位居询问事情经过了 但 磨杀和另一位单镜男子的尸体就在眼前 这等人物都被李聘正面打死 那位年纪轻轻 看上去给人一种人畜无害感的少年 已经不知不觉让他变得敬畏起来 以至于现在他弟子提议直接询问李聘这件事的经过 他心中明显犹豫 这种犹豫让他有些别扭 表情都有些不自然 好一会儿 他猜到 李武师现在正和朋友用餐 我们不便打扰 先将这边的事处理妥当吧 紧接着 他再度将目光转向磨杀两人 似乎想到了什么 突然笑道 这一下 我看向毅还能不能嚣张下去 嗯 男子有些意外 磨杀死了 不会令矛盾激化 让向毅更激烈地向我们五行们 向李聘复仇吗 你真以为 磨杀这一次 找上我们五行们 是为王道义报仇血恨来了 齐东元冷笑道 赏金猎人小队队员间的关系 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亲密 毕竟他们都是一群为了钱而不择手段的人 这种手段可不包括拼命 甚至因为经历过更多生死 他们比一般人更惜命 师父的意思是 向毅的小队一共就剩两位报单 三个单进了 这里一下子折了两个 真正拿得出手的高手 就只有向毅本身和另一位报单云殴 而那云殴相较于磨杀 王道义来却是弱上一筹 赵师兄都有不少把握 能对付得了他 齐东远道 剩下的就是向毅了 向毅此人练就刚进 实力之强无庸置疑 但他想要在磨杀两人联手的情况下 轻松将两人打死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换句话说 让他和李武师生死搏杀 哪怕他胜面更高 却已经没有绝对把握了 此话一出 男子顿时明白了齐东远的意思 那岂不是说 不错 沾李武师的光 我们五星门这场危机 算是迎刃而解了 齐东远点了点头 笑着道 磨杀两人对李武师出手 李武师打死了王道义 是一个原因 以后他会成为我们五星门藏龙士 扛其人 同样是一个原因 他将事情看得很清楚 如果他们能够生情李武师 必然对五星门造成极大震慑 不止我们五星门内部 会考虑和他们为敌下去 是否明智 就连其他势力态度 也会发生变化 到时候 我们除了给予足够的赔偿 将他们送走外 就只能选择死磕 死磕 代价太大 十有八九 五星门方面会选择破财消灾 不过现在 这种事不会发生了 磨杀想拿李武师震慑我们 没想到将自己送了进去 而这又何尝不能算作 我们五星门对他们的震慑 齐东远说吧 直接道 带上他们两个的尸体 走 我们回五星门 他冷笑一声 是打是合 该和相义他们好好谈谈了 珊瑚作为本地人 从小在藏翁市长大 他选择的地方 口味自然差不到哪去 哪怕李拼对食物没有太高要求 仍然不得不承认 食味居确实美味 以后我一定要带着妈和姐姐 来这边再吃一顿 李云瑶满是意犹未尽地说道 你喜欢就好 我在这边有会员卡 瑶瑶你 什么时候想吃了 直接报我的名字就是 珊瑚笑着道 不必对他太过纵容 李拼对珊瑚道了一句 一点美食而已 又不是什么奢侈品 珊瑚道 好在李云瑶也不是什么 分不清轻重的人 当下只是道谢了一声 并未接话 吃饱喝足 李拼说着 似乎想到什么 接下来我要前往江州市 你们两个到时候 直接去江州找我 乘坐金光客运的车 金光客运 是江州境内最大的客运公司 每一辆车都加强加固 并有化境舞者跟随 以确保安危 遇到一些寻常凶兽 能够确保安危 当然 车票费用自然贵了一大截 好 李云瑶有些期待道 我长这么大 就姐姐结婚时 去过一次江州市 我已经在那边买好房了 等你考到江州大学 我们就搬去那边 李拼道 买房了 李云瑶有些惊喜 哥你什么时候 在江州买房了 就在上个月 李拼说着 抹了抹他的头 以后我们会在那边立足 江州市 你可以随便逛 此时的他 已经有了说这番话的底气 原因 在于他吃饭时 自己脑洞更新的属性 刚进 107 107 被他抛诸脑后 新的数据形成 炼钢 164 李拼对武道 尽力的理解 虽然达不到一阵永正那么夸张 但透过对自身状态精准入微的理解 打出一次刚进 在身躯留下记忆 基本上相当于掌握了这种能力 接下来 他只需要利用自身天赋 将这种感觉重现出来 打出第二次 第三次 乃至第十次 三十次刚进 都只是时间问题 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说 已经掌握了刚进 虽然速度比他预料中更快 但也算不上夸张 以前的他 从未有过五行炼体术 这等直指炼钢的顶尖传承 完全靠自己一点一点摸索 眼下 不只有传承 还有能洞悉自身每一分变化的天赋 修炼效率 自时大幅提升 经过长达半年时间苦练 提升到刚进层次十分合理 毕竟他前世 就已经能打出单进 相当于半步报单 眼下炼就刚进 仅仅只是跨越了一个境界罢了 如果要辩论一下 对于那些有关系的舞者来说 单进就能平复高级支撑了 而那些没关系的舞者 刚进也平不到正高级支撑 只有真正内练肺腑 踏入炼钢阶段后 才能完成正高级支撑考核 在那之前 仍在副高级支撑圈子中打滚 和单进支撑一样 这么一看 半年间这点提升 太合理了 李聘没有陪李云瑶 林小璐两人逛街 委托珊瑚教导他们一些舞蹈戒常识后 他先行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运转起先天氧气术恢复状态 他现在的体魄 用数值表示 虽然达到33点 但对五脏六腑的淬炼上不显著 打出那一记刚劲 对五脏六腑影响 更在燃血秘术之上 好在 靠着先天氧气术 运养下来的生命元气 这种损伤 经过一个晚上的调理 恢复了个七七八八 而且 这一次打出五行合一 最大的优势在于 让李聘感应到了五脏齐名 进而洞悉了五脏之妙 用于淬炼内脏的武器朝圆法 自然而然算修有小成 这效率 反而比他心心念念 倾注经历的三魅炼心法更快 由此可见 修炼的是除了苦练以外 一些机缘也必不可少 三魅炼心法 点燃神火 金火 气火来淬炼内脏 其中 燃烧精气方面 我可以借燃血秘术进行辅助 燃血秘术爆发时 就是在燃烧精气 不同的是 正常燃血秘术的用法 是化作净力 对外轰击 而我现在 则需以三魅炼心法引动 对内震荡肺腑 礼聘借助昨日一战 五脏齐鸣的经验 稍稍总结 尝试 在精气方面 渐渐摸到了门路 这种炼法 对五脏六腑损伤很大 可靠着先天氧气术 和大量药物滋补 倒还在可以承受的范畴内 倒是精神之火燃烧 礼聘略微私存 精神 就是五道意志 这是炼钢宗师 才会接触的领域 同样也是成就五圣 必不可少的关键 这一关的修行 玄之又玄 能成宗师 没有一个庸才 可哪怕对炼钢宗师来说 五道意志 仍然是很多人 一辈子都迈不过去的门槛 这种需要领悟的东西 悟不透就是悟不透 不过众多五圣 根据自己的修行 多多少少 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宁炼五道意志 需要无比纯粹的心灵 和不可撼动的信念 就像观想心神 思维越空灵 越纯粹越好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成年后 几乎不会再将时间精力 用于心神观想上 少年时期都没能观想成功 成年后接触的世界 太过复杂 瞻前顾后 而乍我鱼 思虑太多 更没有希望 很多恋心者 刻意保持心灵的纯粹 维持修行 可当他们修有所成 身居高位 被花花世界迷乱眼前时 他们的成就 基本上也会止步于此了 宗师 同样如此 哪一位宗师 不都已经功成名就 只要稍微躺平一些 就能过上 衣食无忧的生活 直至寿终旧情 像曹天游 江青月等人 就算现在退休 他们赚到的钱 都足够他们活几辈子 纯粹的心灵 不可撼动的信念 李聘念着这两段话 信念 他有 纯粹的心灵 什么才叫纯粹的心灵 李聘摇了摇头 这种玄乎又玄的东西 难以把握 还不如按他的方式来 继续观想心神 用观想心神的方式 壮大精神 至于如何将精神点燃 赋予精神燃烧的特性 大日 李聘道 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后 恋心者成为既经济 军事以外 衡量一个国家 战力强弱最重要的标准 因此 各国大力推行观想教育 太白王国也不例外 编写的星光观想法 在六年前 已经更新到第八版了 而除了星光观想法外 还有一些其他观想法存在 大日 心神观想法 就是其中之一 这门观想法 因危害性大 稳定性差 并未广泛普及 甚至被很多国家封禁 但又因这门观想法 效果显著 名声赫赫 风静得又不彻底 毕竟国家需要 更多的恋心者 为了保证自己爱民如子 他们自是不能让所有人 去修行大日 心神观想法 但让这门观想法 暗中流传 便于那些没有资质的人 冒险一事 民众们也挑不出 什么不是来 五行门 甚至方灵爵那里 应该都有这门观想法收藏 李聘估计着 叮铃铃 在他想到五行门时 手机响了起来 打他电话的 赫然是五行门中 仅次于曹天游的 二号人物赵渊 电话一接通 赵渊的笑声 已经传了过来 哈哈 李聘 多亏了你啊 要不是你打死了磨砂 有损小队这群猎狗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打发 一下子折了他们两位高手 相义这头有损头领撑不住了 这不 已经接受了 我们通过朱迪大人 递过去的话 打算和我们和谈了 何谈了 李聘有些意外 相义可是练就 刚进的人物 他们小队中 还有一位抱单 两位单进吧 就这么低头服软了 呃 听得李聘所言 电话对面的赵渊 一时不知怎么接 好一会儿 他才道 大家出来混 都只是为了求财 除非走投无路 否则 哪能真拿自己的性命去拼 尤其是面对一个 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势力 何谈才是正常 这样吗 李聘心中遗憾 他刚练出刚进 如果相义打算死磕到底 让他再和相义打上一场 他对刚进的理解 领悟 无疑会提升一大截 踏入练刚进阶的时间 也会大幅缩短 现在看来 希望泡汤了 今天晚上 有一场和谈宴会 我希望李武师也能出席 一方面 李武师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五行门上下必须有所感谢 另一方面 也请李武师为五行门 撑撑场子 以防万一 赵渊道 李聘本不想去 不过赵渊一句 以防万一 还是有不小的诱惑力 万一谈崩了 打起来了呢 半个武行门成员的他 不得出来劝个假 当个合适老 当即李聘硬了下来 好 我会到场 下午 休息得差不多的李聘 回到长丰武馆 而在武馆中 珊瑚 李云瑶 林小璐三人都在 其中 李云瑶最积极修炼着 李聘为他量身打造的拳法 小脸通红 气喘吁吁 但他仍然不肯停止 练得无比刻苦 显然 这是被林小璐练出尽力后 打击到了 李聘看了一番 虽然这种超出他计划外的 加练效果不大 但李云瑶原本相较于闷不作声的林小璐 就缺了一股心气 如果能维持住这股心气 倒未必不能提前在这个月 将尽力练出来 他并未制止 来到内部修炼区 他感知着 在先天氧气术滋补下 渐渐恢复的身躯状态 目光落到了测试仪器上 五脏共鸣 五行合一 李聘轻到了一生 他并未第一时间运转武器朝圆法 而是以虎豹雷音术 震荡经络骨骼 并进一步将阵门 功法朝五脏六腑渗透 当这种渗透 达到虎豹雷音术 所能达到的极致时 他马上转运武器朝圆法 心气 肺气 脾气 肝气 肾气 被同时引动 震荡 融入气血 随着这种震动 达到某种程度 李聘体内血单 猛然一阵收缩 并在下一刻爆发开来 爆发之际 五脏武器就像河流中五道原本关闭 此刻全面开启的大坝 使得奔涌的河水 在地势引导下化为洪流 汹涌澎湃地奔腾而出 最终 碰 测试仪器矩阵 上面闪烁出483的数字 巨大的轰鸣声 引得武馆内不少人侧目 不过 当看到使用测试仪器的 是武馆二号人物李聘后 所有人都觉得这很正常 差了一点 李聘道 理论上 钢径的破坏值会超过500 放到古代亦有种种传说 如九牛二虎之力 钢顶之力 四项不过之力等等 这些形容词形容的 就是打出钢径的炼钢大宗师 倒不是打不出钢径了 而是将钢径打出来 我的肺腑会受伤 为了滋养血丹 先天氧气数积累的生命元气 消耗七七八八 今天晚上 又有可能面临一场大战 还是稳妥一些为妙 李聘没有再练下去 他已经明白了 自己此刻的状态 夜幕时分 一辆豪华轿车 来到了长风武馆 所在的商务楼下 修养好精神 做足准备的李聘下了楼 很快 金色幻影中的齐东远 迎了上来 李武师 紧接着 主动帮他将车门打开 哪用得着你亲自相应 随便让个弟子来接我即可 或者我自己打车 过去也行 李聘道 哈哈 李武师未来 必然是能成就宗师的绝顶人物 以后我有没有资格为 李武师开车 都是未知之术 趁着现在 自然要多体验一番 齐东远笑着道 麻烦了 李聘道了一声 就要上车 这个时候 保持敏锐的他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朝一旁看了一眼 却见方玉白正带着孟灵兵 似乎要上楼 看到李聘想要上前打招呼 又不知道场合是否合适 李聘倒是没有那么多想法 笑着道了一声 去找方管主 那你来的可是不巧 方管主这段时间 经常往江州市跑 现在不在 倒不是为了找我四说 方玉白看到李聘主动和他交谈 也是很快笑着回应 我是找珊瑚姐来了 珊瑚在 你直接上去吧 李聘道了声 好 方玉白点了点头 然后目送李聘上了这辆金色幻影 看着这道金光汇入车流 这一幕落到孟灵兵眼中 让他神色有些诧异 刚才那是200多万的豪车吧 这辆车都抵得上我们藏龙市一套房了 尊享版金色幻影 指导价229万 基本上还要选一些配饰 最终价格应该在240到260万上下 藏龙市一套房可不够 两套或者市中心的大平层 方玉白道 我看那个司机对他颇为尊重 李聘他 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难道他考到三级舞者证书了 三级舞者 方玉白摇了摇头 他心中也颇有些感慨 半年前他察觉到李聘精气神发生了变化 秉着杰格善元的心思带他来到四叔的武馆 算为他寻个前程 结果没想到 短短半年时间 李聘的实力 身份 地位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四叔都暗暗提醒他 让他好好维护和李聘这份关系 现在的他已经报气承担 未来炼钢有望 而一旦炼钢 那相当于真正完成了身份签约 迈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 那个阶层所能接触到的世界 整个方家都挤尖了脑袋 想往里面钻 还不得门路 想到这 他道了一声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李聘现在 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这个时候 他意识记起了什么一般 你如果有留意学校董事会人事变化就能看出 金云山的爷爷金鼓峰 已经退出董事会了 金云山 孟灵斌对这位学校的风云人物自然有印象 最近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他的风声了 他爷爷退出董事会 他跟着老师下来了 紧接着 这位少女仿佛想到了什么 突然睁大了眼睛 我记得你说 李聘因安晚一一事被网爆 是因为金云山在背后煽风点火 金云山的爷爷退出学校董事会 该不会 方玉白慎重地点了点头 孟灵斌眼中充满不可思议 怕 他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左右汉阳大学董事会的决定 左右汉阳大学董事会的决定 还不止 你还可以往上一点猜 方玉白道 此话一出 孟灵斌顿时有些发猛 往上 汉阳大学董事会在往上 就是藏龙市真正执政者们的圈子了 那些存在 很多人一辈子连剑上一面的资格都没有 李聘 他能影响到这个层面的大人物 这 怎么可能 孟灵斌难难道 是啊 不可能 但事实却是如此 方玉白道 谁敢想象 半年前 他还被金云山区区一个学生会 附会长逼的跳壶自杀呢 他感慨着 估计也是在经历了这种生死间的大彻大悟 他才彻底觉醒过来 意识到了世界真正的面目 从而打破身上所有枷锁 释放潜能 自此一飞冲天吧 他看了一眼 乘坐金色幻影 消失在车流中的礼聘 有些羡慕 但人和人并不相同 有些事 有些人 真羡慕不来 河潭地点 设立在一处茶楼 茶楼装修得古朴雅致 档次上不算顶尖 但也不是太差 关键是 这栋茶楼的主人 人称吴夫人 朱迪南爵的情人之一 冲着朱迪南爵的身份 藏龙氏上下 没有谁敢不给他一份面子 李聘和齐东远来到茶楼时 赵渊主动迎了下来 满脸笑容 我们五行们这次危机 能够迎刃而减 多亏李武师 这份人情 五行们铭记于心 必不敢忘 我既已和五行们签署协议 自也相当于五行们一员 五行们有难 当尽全力 李聘通情达理 双方寒暄了一番 很快入了二楼一个包厢 包厢中 已经有数人在这里等候了 看到李聘 同时开口打招呼 李武师 李武师来了 这一次多亏李武师了 真是人中俊杰 有李武师在 我五行们高枕无忧了 几位五行们中人纷纷开口 李聘和他们一一打招呼 上一次聚会 他见到过几人 他们都是五行们中 仅次于曹天游 赵渊 曹作秋几人的高手 其中还有人和齐东远 一般能打出单进 在包厢中待了片刻 赵渊似乎得到消息 重新下楼 不多时 便见这段时间里 为了五行们操碎心的曹天游 以及一行庶人走了进来 来时 看过相义资料的他 第一眼便辨认出了 这位油损小队的刚进强者 不过除了他以外 庶人中明显还有一个中年男子 已练就刚进 这位便是朱迪男爵手下的 头号干将兼他的亲侄子 朱从武 太白王国立国三百年 在几十年前的动荡时期 很多人被纷纷削了爵位 贵族数量大幅缩减 但能保住爵位传承下来的 无一例外 都底蕴深厚 朱迪男爵便是如此 他能坐稳男爵位置 一方面靠着钱财 培养出了好几位顶尖高手 另一方面 他有个恋心者的儿子 正是这个儿子 使得他的男爵爵位不可撼动 而他也能在藏龙室中呼风唤雨 和任何一位顶尖人物平起平坐 一行人入了包厢 尚未打招呼 为首几人的目光 几乎同时落到了李聘身上 这些人中 以相义的眼神 最具侵略性 不过 当他仔细打量了李聘一番 却见李聘脸色红润 气息如常 浑然没有半点受伤的姿态 眼瞳明显一缩 尤其是 当他察觉到 他的目光充满侵略性时 李聘似乎 兴奋了起来 望向他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赤脸 这种眼神 他莫名地有些熟悉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他连忙将充满侵略性的目光 收敛起来 作为常年 混迹于赏金猎人圈子中的他们 很清楚知道 什么人能惹 什么人不能惹 末期少年穷 绝不是一句空话 要欺 就直接打死 打不死 最好连敌意都不要露出来 以一己之力 打死磨杀和他一位 单进队员的李聘 似乎连伤都没留下些什么 这种实力 已然足以被他 划入打不死的范畴内 再加上他这种目光 让他产生的联想 这位尤存小队队长 不止迅速收敛了目光 还主动对他点了点头 表达了一丝善意 这就是五行门 新选的藏龙士扛齐人 李聘李武师吧 这个时候 朱从武道了一声 一脸称赞道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原本这一届江州武道大赛 由于李火宗来了个回马枪 我们以为藏龙士再难有人 能够在江州大赛上脱颖而出 现在看来 有李武师在 我藏龙士舞者 未必不能在赛场展露头角 过奖了 李聘回应了一声 曹天游同样看着李聘 神色有些复杂 既有些惊喜 欣慰 又有些惋惜 遗憾 惊喜 欣慰 是因为李聘表现出来的战礼 藏龙士无忧 惋惜 遗憾是李聘 并非五行门嫡系出身 否则 真让他有这么一个 天赋横溢的武道奇才 作为弟子 他估计做梦都会笑醒 双方客套了一番 由朱从武开头 很快进入了和谈的过程 相依暗暗看了李聘一眼 又看了看 虽然年事已高 但仍然还具备舍身一搏能力的曹天游 最终道 我们理解五行门最近所面临的困境 同时 我们也意识到 先前我们的语言有些过激 在这里 我们向曹长们道个歉 希望曹长们 能够理解我们的当时的心情 他语气沉重道 毕竟 那可是和我们生死与公的队友啊 理解 理解 曹天游意识点了点头 也是我们当时忽略了向队长的心情 才会导致事情发生到这种地步 这件事上 我们也有些不对 这开场白 让李聘有些无语 和谈 你们来真的 还真气氛和谐地和谈起来 磨砂尸骨未寒 你们一副和谐友好的 坐在假惺惺 这合适吗 相义不应该先强势地表明 一下自己的态度 最好打上一场 展现自己的强大 什么事都不做 不怕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 向队长远来是客 兼知这些年来 游走于深山大泽之中 猎杀凶兽魔物 也算为我们太白王国的和平盛世 贡献了一番力量 对此 我曹天游 意识铭记于心 且颇为敬佩 曹天游维持着客气 我五星门院 拿出三百万来 请诸位喝酒 感谢诸位这些年 在诛杀凶兽魔物 这一路上的付出 三百万 这个数字和向益的心理预期 差了显然不止一丁半点 甚至 他觉得 这个数字 是对他们有损小队的侮辱 不过 看了一眼坐在旁边 一直对他虎视眈眈的礼聘 他还是将心中的不满 和怒火压了下去 感谢草长们的慷慨解囊 我们也算收到了草长们的心意 哎 可惜 这一次 我们双方的冲突 完全没必要发生 磨杀这一次任务执行结束后 他就想着 将自己的义子 买一份心源水 看能否让他观想心神 成为恋心者 现在看来 三千万一份的心源水 是永远买不了了 李聘很快听出了 向益的意思 还在要价 只是将原本据说 要敲诈的三个益 压缩到了三千万 这笔钱 想来曹天游 不会心甘情愿地拿出来 李聘稍稍振作了一些精神 曹天游确实明白了向益的意思 他同样也明白 向益的难处 好歹是一只赏金猎人小队中的队长 刚进高手 这次兴师动众来五行门 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 唠叨 他一将颜面尽失 虽然他们五行门有 李聘一军突起 他还请了朱从武出面 但 就当拿点钱 打发叫花子吧 磨杀武士的事 我们也很抱歉 如果事先 我们能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 事情也不会闹到这种程度 他私存着语言道 新元水这种宝物 可遇不可求 哪怕凑齐了足够的资金 想要买下来都不见得有渠道 我觉得 八百万的紫光玄金 反而更靠谱一些 紫光玄金 三千万变成八百万 向益不愿轻易退让 草长们 此话不妥 顿时 礼聘身行都坐直了一些 谈崩了 向益可不是曹天尤 江青月那种老年宗师 正直壮年的刚进 还是很能打的那种刚进 再和这种刚进高手打上一场 他练那练刚进的时间 怕都会大幅缩短吧 一时间 他望向向益的目光 更为炯炯有神 而就是这种目光 却让原本还想争取一下的 向益 一个机灵 马上开口 我手上并没有购买紫光玄金的渠道 如果草长们能够待劳 就再好不过了 哈哈 小事 交给我吧 必然会将一份紫光玄金 送到向队长手上 那就有劳草长们了 能帮得上向队长的忙 这也是我们五行们的荣幸 我们双方也算不打不相识 这份人情我向益记下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 草长们可尽管开口 向益适当地表达了一番自己的善意 这个人情基本上没什么用处 但有这句话 以后五行们 要雇佣人去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至少也是一条门路 八百万买这么一个门路 到底值不值 只得说 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 双方寒暄着 刚升起一丁点的剑拔弩张 很快消弥于无形 看着曹天游送向一己人离去 礼聘心中有些失望 但也知道 这才是正常发展 毕竟齐东远都说了 双方已经有了和谈的想法 打算让这件事早早结束 他来此也只是以防万一 既然是以防万一 那么发生意外的概率 自然不值一提 曹天游离开了不久 重新回到了包厢 看着礼聘 满怀感慨道 礼武师 这次多亏了你 如果不是你 相依这些人 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我并没有做什么 礼聘道 我们明白 曹天游道 这段时间里 他们也找了一些关系 虽然有人愿意出面 帮五行门摆平油损小队 但五行门所需付出的代价 怕是得一个亿 还要搭个人情进去 礼聘 确实是帮了五行门大忙 当下他挥了挥手 身后一位西装革履 不向舞者的男子上前 将一份合同拿了出来 看看 曹天游道 嗯 礼聘扫了一眼合同 有些诧异 新电娱乐6.5%的股份 曹天游含笑点了点头 新电娱乐属于江州本土娱乐公司 成立于14年前 发展至今已是国内 能够排行前五的娱乐公司 虽然比不得三大巨头 但总市值超过20个亿 去年净利润达5800多万 当然了 娱乐公司的市值 多多少少有些水分 但真实市值 10个亿还是有 拍电影 办活动 需要接触到各方各面的人 自然也免不了 被一些势力盯上 因此 新电娱乐和江州本土的 四项舞馆 一直有合作 不久前 曹天游找到了四项舞馆馆主 和他进行了一些利益置换 将四项舞馆馆主手上 这份属于新电娱乐的股权 换了过来 成为了新电娱乐第三大股东 同样也从四项舞馆手上 接过了 为新电娱乐保驾护航 不受武道势力骚扰的任务 眼下这份股权 便摆放在礼聘面前 新电娱乐一年下来 有大几千万的利润 分红也颇为频繁 关键是 这是我们江州本土的大公司 大集团 李武师有什么事 或人需要安排 也十分方便 曹天游笑着道 以新电娱乐的市值来算 这可是超过一个亿 李聘道 这次这件事 如果不是因为李武师出手 我们五行们想要痛快解决 所付出的利益 恐怕不会低于这个价格 与其便宜了外人 还不如给我们自己 曹天游道 李聘看着这份协议 脑海中在想一个问题 能折线吗 不过 想要套现估计 没有那么容易 私存了片刻 李聘倒是没有签字 只是道 如果掌门真想谢我 帮我弄一门大日新神观想法吧 他直言道 在和磨砂交手时 他以煞气孕育权益的拳法 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想看看 是否有什么方法 能够和这种拳法对抗 磨砂的破军权 确实十分了得 不过李武师想接触的是 拳益和大日新神观想法 可不相同 拳益 意志 这是属于巅峰宗师 所需涉及的领域 乃是通往五圣的钥匙 曹天游慎重道 五道意志的凝练十分重要 一步出错 后果不堪设想 很多时候 哪怕你明知道自己错了 仍然只能不回头地走下去 我知道 李聘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里 他不止刷了单进 刚进视频 五圣视频也看过 自然明白 五道意志对舞者的影响 那是真正的 一旦做出选择 没有半点反悔的余地 就和曹天游说的那般 哪怕一些是非上 他们只需稍稍迂回 退让 危机就能迎刃而解 可他们仍然选择了最困难的一条路 最终导致自身死亡 宗门覆灭 这种无法被理解 甚至常人看来反制的操作 就是五道意志的影响 由此可见 五道意志选择的重要性 我只是想看看 是否有办法抗住五道意志冲击 并非现在 就着手凝聚五道意志 李聘道 真要凝聚五道意志 就不会选大日新神观想法了 曹天游听了 点了点头 你打算以观想法壮大精神 以对抗五道意志 这确实是一个方法 不过大日新神观想法会不会 爆炼 李聘笑了笑 正需要这种爆炼的力量 抵挡五道意志冲击 反正我又不奢望 以此成为恋心者 倒不用担心会恋出什么问题 也是 曹天游笑着点了点头 只要不像恋心者一般 天天观想 偶尔恋上一下 不至于有太大影响 我到时候 让东远给你送去 曹天游说着 再度将这份合同向前一推 这份转让协议 你也签了吧 他笑着道 可以预见 未来你必然能一飞冲天 趁着我们五行门 现在还能 在一些所谢之事用的上里 我们可是要抓紧时间 和你打好关系 曹掌门严重了 李聘谦让了一声 不过曹天游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 他倒不好再拒绝 否则的话 未免有看不上五行门的意思 这一次 李聘没有 再在五行门安排的酒店居住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公寨 一到公寨 就听到卧室里传来一阵叫喊 啊呀 李云瑶饱受痛苦的声音不断传来 轻点 小路 你轻点 瑶瑶 小路 李聘不明所以 明天不是该上课了 他们居然还没回去 他来到卧室 将门推开 正见李云瑶 穿着一套白色花边睡裙 露出白皙修长的大腿 林小路则坐在他身边 帮他进行腿部按摩 卧室中的氛围格外起立 但这种起立 仅仅持续片刻 再度被李云瑶半死不活的惨叫打破 什么情况 李聘有些不明所以 你们今天没回流川县 哥 我要死了 李云瑶看到李聘来 马上可怜巴巴地抬起头 眼睛一眨一眨 似乎想憋出点泪水来 李聘没理他 只是看向林小路 林小路马上到 瑶瑶他 练得太过了 拉伤肌肉和筋络了 李聘这个时候 倒也看出来了 显然 他被林小路练出尽力的事实 给打击到了 昨天苦练一天 今天仍不停歇 这不 此时起果了 李聘看着 以一种夸张语气惨叫的李云瑶 倒是没有多少心疼 反而笑了起来 说了 让你按照我给你制定的训练计划来 这下知道错了吧 我就是想早点练出尽力 以免到时候上不了江州大学嘛 你还怪我 李云瑶小脸满是委屈 这小表情 李聘笑得更开心了 甚至还有心情上前 捏了捏他的脸 不错不错 很可爱 来 保持住 我给你拍一张照 李云瑶顿时瞪圆了眼睛 哥 你都不安慰我 不就是肌肉拉伤吗 过个几天就恢复了 大惊小怪 不止肌肉拉伤 珊瑶姐说我筋络 也受伤了 恢复要十几天 李云瑶苦着脸 这个月肯定练不出尽力了 这可怎么办 十几天 练武是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一天不练手脚慢 两天不练丢一半 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足以证明 如果长时间不断练 对武功影响有多大 真耽误个十几天 李云瑶在江州大学招生前 能不能练出镜 以武道特招生 进入江州大学 都很成问题 小鹿你下来 我看看吧 李聘到了一声 紧接着 看了一眼被扰乱的床单 嘴角一抽 这是我的床 你们还真不客气 林小鹿连忙低下头 小脸一红 李云瑶则是鼓着嘴抗议 我都要废掉了 你还在关心你的床 得了 多大点的事 我来 躺好 李聘在他身边坐下 捏了捏他的肩膀 手臂 小腿 很快对他的身体情况 了然于心 先天氧气书记熟了吧 记住了 李云瑶道 至于生命元气 李聘自然不奢望 他们练了这么点时间 就能找到 蕴养出来 他食指和中指 放在李云瑶白皙的锁骨间 不得不说 这小丫头的皮肤 真的很好 宁之如玉 大概就是专门形容他 李聘将自己的洞悉天赋 激发到极致 感应着他体内变化 一些额外原因 再加上他这段时间 对生命元气越发理解 他通过这种方式 已然能勉强捕捉到 李云瑶体内生命元气所在 仔细感应这个位置 有什么感觉 温温的 热热的 来 记住这种感觉 然后尝试用我教你们的 先天氧气术 引动这种感觉 沿着我手指滑出来的轨迹运行 借生命元气滋养肉身 加速恢复 李聘道 好 集中精神 李聘肃然道 哦 李云瑶见李聘神色严肃 再加上他也不想因此 考不上江州大学 意识变得正经起来 可他天赋平平 李聘引导了十几遍 才算让他堪堪记住了 将生命元气 运转全身的轨迹 而生命元气 随着人体活动 时时刻刻都在变化 他每一次引导 都得集中心力细细搜索 这期间对精神损耗 不可谓不大 足足一个小时 他才堪堪收手 神色有些疲惫道 好了 这些运气轨迹你都记下 接下来 你自己运转先天练气术 好好滋养 我再让柳盈盈多送点药物 来帮你滋补 明天 或者后天 你就能恢复了 可是 没有跟你帮我引导 我找不到 先天氧气术里说的生命元气 生命元气运行轨迹 基本上就是那些地方 运转一两天 哪怕没效果 也不至于练出问题 你就当熟悉先天氧气术得了 李平说着抹了抹额头上的细汗 看到这一幕 李云瑶才知道 帮他引导修行先天氧气术 李平究竟有多辛苦 一时间 李云瑶有些感动地抱着他的胳膊 哥 你对我真好 还撒起胶来了 李平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紧接着笑了笑 再次捏了捏他的脸 与其言语感谢 你还不如好好修炼 乖乖听话 少让我操心 讨厌啊 为什么又捏我的脸 我又不是小孩子 现在已经知道自己不是小孩子了 我再不多捏几下 以后就没机会了 李平笑着道 紧接着站起身来 我先去洗澡 洗完你们再洗 这么晚了 你们回去肯定来不及 也不安全 那就睡我这 嗯嗯 李云瑶连连点头 当下 李平出了卧室 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直接去浸室打地铺 在休息前 他却是仔细地回想起 刚才引导李云瑶体内生命元气 运行轨迹时的感知 感知似乎变强了 李平道 原本他以为 感应到李云瑶体内的气血之力 就是洞察天赋的极限了 要找到他体内微弱的生命元气 希望很小 可当他真正找起来才发现 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难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就是他的感知在增强 而感知增强的关键 精神 李平的目光 集中在精神属性上 精神 11.14 一场生死大战 尤其是观想心神和磨砂的权益碰撞 使得他的精神得到显著性锤炼 对常人来说 不到一点增幅 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对他来说 确实让他找到了挖掘自身天赋的方向 精神 感知 两者间在某种程度上 确实息息相关 增强精神 会增强我的天赋 亦是很符合情理 李平有些欣喜 他在集中精神时 对自身的观察 可以达到细胞层面 再往内 就会出现心力不济 精神唯靡等现象 这本身就是精神属性之偏低的表现 如果他能不断锻炼精神属性 感知能力进一步增强 不止对外界的感应 把控会有所提升 对自己体内的观测 亦会变得更为细致 到时候 别说细胞层面了 在分子层面 原子层面 观察自身的变化 亦绝非奢望 精神属性的增长 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比较慢 修炼观想法 胜在细水长流 另一个 用自己的精神 和他人的舞蹈意志 进行碰撞 一次次碰撞 一次次锤炼 对方的舞蹈意志越强 锤炼效果越好 甚至 在锤炼过程中 他还能透过天赋 观摩这种锤炼原理 从而大幅度放大锤炼 带来的提升效果 可以预见 等历经千锤百炼 他的精神属性必将大成 江州大赛 强者如云 礼聘难难自语 一时间 他对江州大赛的开启 越发期待 快了 快了 第二天 李云瑶的身体状况 明显好了很多 在滋补了大量药物后 下午时分 行动上已经和常人无异 说是满血复活也不为过 见状 李聘也不再留他们 直接将他们送到了汽车站 等他重新回到公寓时 齐东远前来拜访 带来的还有李聘 要的大日新神观想法 得知了精神 属性的重要后 李聘亦不迟疑 很快投入了对这门观想法的修炼中 并一点一点进行修改 找出对自己影响最小 增幅精神属性最快的观想方式 时间一晃 到了4月27日 这一天 在江州市待了十几天的方林爵 终于回到了藏龙市 到了藏龙市 他还没能好好修行 就直接拉着李聘 朝舞蹈协会而去 江州舞蹈大赛再有几天 就会正式开启 原本李聘 方林爵还打算提前过去适应环境 但因为舞蹈协会会长江青月会 宴请所有报名参加舞蹈大赛的舞者 两人不得不多待几天 很快 车辆来到了舞蹈协会 上一次来还是半年前 李聘为了考舞者证书 这一次 他和方林爵一到正厅 舞蹈协会一位副会长 亲自迎了上来 满脸笑容 方管主 李武师来了 长风舞管一门双报单 真是我藏龙市舞蹈势力之典范 说话间 他转向李聘 早就想见一见李武师了 李武师为我们藏龙市舞蹈界的和谐稳定 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都该感谢李武师 过奖了 李聘道 哈哈 方管主 李武师 会长已经在等你们了 里面请 这位副会长说着 虚手一饮 带着他朝宴会厅而去 此时宴会厅已经颇为热闹 嘻嘻嚷嚷聚集了三四百人 江州舞蹈大赛 分少年组 青年组 成年组 其中 少年组报名最低要求为一级舞者 青年组为二级舞者 成年组为三级舞者 这些人都得到了邀请 虽然以少年组 青年组的人居多 但成年组高手也不少 三四百人聚在一起 可谓人才积极 李聘跟着武道协会副会长 往江青月那一桌走去 才走了片刻 已经有人认出他来 李武师来了 那一位就是我们五行门的李聘李武师 这一次江州大赛 前十必然有他一席之地 这位李武师 可是一个狠人 出道至今不过半年 手上已经舍了两个报单高手 是报单 而不是单界 放眼我们藏龙市诸多青年俊艳中 他绝对属于最出色的一位 议论声很快在人群中响起 跟在李聘身旁的方灵爵 看着万众瞩目的李聘 心中有些感慨 李聘打死磨杀的是 他在江州市已经听说了 在得到那个消息时 他几天时间都没有缓过神 这也是他为什么在江州市 待到现在的原因 不知道如何面对李聘 这位光芒万丈的绝世天才 毕竟李聘可谓是他亲眼看着 一点一点成长到现在 不过 唏嘘纠结了十几天 他终于想通了 是金子 哪里都会发光 李聘在没有任何传承的情况下 并且大学期间还滑水了三年 仍然以极快速度修成单进时 他就知道 李聘的未来必然是 站在国际舞台受万众瞩目 他也有过心理准备 这一天迟早会来 区别就是三年六年乃至九年之后 以及 现在 李聘和众人打着招呼 不过他进入藏龙市舞蹈圈 才不到半年 平日里又以修炼为主 除了江青月 齐东元等寥寥几人外 很多人都不认识 虽然不认识 但不影响他为此刻的场面 而心生心味 藏龙市仅仅是太白王国一个市而已 一个市 报名参加江州舞蹈大赛的 就有三四百人 从这一点就可以推算出 藏龙市中修行舞蹈 乃至舞蹈有成者的具体数量 进一步也能推算出 江州舞蹈大赛 该有多少人参赛 仅仅礼聘的青年组 估计都不止千人了 千人中 哪怕十分之一的人练就单进 也有上百人之多 难怪 哪怕气血报单的方林 绝都不敢说 自己有百分百的把握 能够斩获江州前十 至于第一 更是从来没提及过 不知道青年组中 一周第一得什么实力 报单巅峰 亦或者刚进 礼聘心中猜测 来 礼武师 来坐 江青月笑着打招呼 直接将礼聘叫到了他那一桌 这一桌 此时坐了六人 六人中 其中两个 身上的气息 隐隐给人一种 炽烈如火之感 等礼聘来到他们身旁时 已然分辨出来 这两人 无一例外 都是炼钢宗师 整个藏龙市刚进人物 加起来不到双掌之数 真真正正炼钢宗师 更是只有寥寥三五人 排除江青月 曹天游这种不能打了的炼钢宗师 眼前两人 估计已经是藏龙市的舞蹈天花板了 李武师 我来给你介绍 江青月笑着道 这一位是方议长的恩师 康别炎康宗师 这一次成年组前十人的有力角逐者 别捧我 康别炎摆了摆手 我今年都四十有六了 哪还比得上那些正直壮年的宗师 反倒是李武师 我听说过你的事迹 前途无量啊 藏龙市舞蹈界的未来 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过奖了 礼聘到了一生 四十六岁的宗师 维持住自身实力不在话下 江青月紧接着再指向另一人 洛白河宗师 他出身于我们藏龙市 原本一直在王都练武 如果不是我花重金 未必能将他从王都请来 江会长说笑了 我当年承蒙您老推荐 才能前往王都深造 眼下您老有令 我岂敢不来 洛白河说着 也冲着礼聘友好的点了点头 礼聘的事他也听说过 二十二拥有这等成就 媲美五圣弟子 确实称得上前途无量 大家同样出身藏龙市 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合作 我们藏龙市成年组 想要出成绩 全赖康宗师和洛宗师 江青月说着 再转向礼聘几人 而青年组 就看你和你们方管主 王左才 张楚歌几人 我等必然竭力 一位藏龙市争光 桌子上的其他几人 纷纷起身 其中 那位叫王左才的男子 似乎还看了礼聘一眼 眼中金光溢溢 带得众人坐下 他开口道 李武师 这段时间 我不止一次听过你的大名 不知道你此番 江州大赛的心理预期是什么 觉得自己可以夺得什么名次 名次不名次的不重要 我此番参赛 主要是为了积累交战经验 李聘摆了摆手道 李武师谦虚了 以李武师的辉煌战绩 此番江州大赛 哪怕不夺得第一 也必然能斩获前三把 张楚歌也跟着笑道 李聘看了两人一眼 这是觉得自己这段时间名声太大 想要捧杀他 我说过 名次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交手积累下来的经验 李聘道 如果时间条件允许 我希望能和所有报单武师打上一场 我胜了 固然惊喜 可若我败了 我会更加高兴 因为那意味着 我报的血单尚不完善 他的单进能替我指引更完全 完美的道路 王左才 张楚歌 面对李聘这种油盐不尽的姿态 倒不好再说什么了 当着江青月等宗师的面 他们也不好表现太过针对 倒是康别言 听得李聘的回答 目光在他身上一阵打量 仿佛这一刻他才真正地认识了他一番 这场聚会本质上 就是将藏龙市参加江州大赛的舞者召集起来 联络一下关系 进行一次动员 这是每年都有的规矩 待得宴会结束 李聘打算和方灵爵离开时 康别言却跟了上来 听说李武师最近一段时间 对武道意志类的法门感兴趣 确实有意提前接触一下 李聘点了点头 恰好 我三年前外出讨古物时 发现了一侧点击 上面有一门凝练权益的拳法 明凡星云 这门拳法 还推演了五道意志凝练的三种方式 不是什么高明法门 只是指出三条道路 李武师有空闲时 不妨翻一翻 或许会有收获 康别言说着 将一侧点击递了过来 李聘有些意外 不过 看到康别言眼中的善意 联想到他本人关于意志 精神的推测 倒没有拒绝 谢了 哈哈 以李武师的天赋 才能 炼器成钢 将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 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李武师未来 还能更进一步 我们藏龙室 摄氏 至今三十六年 一共就诞生过两位五圣 上一位五圣诞生 还得追溯到十二年前的燃五圣 希望李武师 会是藏龙室 积木五圣 燃五圣之后的第三位五圣 康别言笑着道 五圣吗 李平微微一汗手 我会尽力而为朝这个方向努力 一旁的方林爵看着李平 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再像先前那般为之震惊了 此时的他 只希望能够近距离看着李平 看他未来的五道之路 究竟能走向何方 四日 李平乘车 前往江州 相较于上一次来江州买房时的场景 由于五道大赛开启在即 整个江州市变得更加热闹 恋心者们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 展现自己的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恋心者力量补充的舞者 以及围绕舞者举办的五道大赛 已然是全国 以及整个天元联邦最大赛事 眼下上市初选期还好一些 到了前十循环赛时 几乎是万人空向 整个州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会被本周的赛事吸引 无论关注度还是热度 没有任何运动能够媲美 作为种子选手 衣食住行舞蹈协会 都有统一安排 不过李拼并没有选择 前去藏龙市舞蹈协会订的酒店 而是来到自己的房屋中检查 新装修的房屋气味不小 但得益于使用的 都是最高档材料 再加上眼下特意让人 时时刻刻开窗 开门 维持气流通风 又有专业人士对异味进行清洗 现在已经具备人员入住标准 方灵爵第一时间来到李拼的修炼室 他抚摸着修炼室的种种材料 由衷地感慨了一声 真土豪啊 我们长风舞馆江州风馆 可不敢像你这样折腾 不然门都开不了 他看了李拼一眼 打算什么时候搬家 我可以帮你请一只厨师团队 来负责饮食方面 不必那么麻烦 直接住进来即可 李拼看向方灵爵 你选个房间 不必 我在武馆里给自己留了个房间 到时候我住那边即可 方灵爵道 李拼点了点头 并未抢球 他意识在别墅中不断打量 不出意外 这次江州大赛结束 他很少会再回藏龙市 流川县了 以后应该就会定居在江州 大后天舞蹈大赛就正式开启了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 方灵爵参观了一遍 笑着问道 这不是一个问题 李拼笑着道 任何一个舞者 都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内心 方灵爵正了正 紧接着点了点头 那好 我就等着你在武道大赛上 大显风采 不 李拼摇头 应该是我们在武道大赛上 大显风采 对 是我们 方灵爵重重道 时间一晃 三天很快过去 5月1日 江州武道大赛正式开启 三年一度的武道盛世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因为这场武道盛世而崛起 名动天下 赚得盆一波满 又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在这场武道盛世中 黯然退场 连累他背后的宗门势力 销声匿迹 武道协会总部的高楼上 一位身着长袍 看上去有些瘦小的中年男子 站在窗户前 望着下方自泉州各地汇聚而来的 武道高手 经不住出声感慨 好了 柳天刀 别在那里感慨了 继续讨论名额分配之事吧 在他身后 是一间敞亮的会议室装修 眼下正有六人坐在里面 似乎在讨论什么 此刻说话的 赫然是李火宗老宗主 平上武圣的秋处风 成年组排行 我们李火宗可以不争 但青年组第一 必须是我们李火宗的江振海 秋处风道 可房屋中的几人显然却没有将他武圣的身份放在心上 作为都站在江州武道界顶尖的人物 这年头 谁还不是个武圣 江振海要拿第一 问过我归云武馆了吗 书少言淡淡道 江振海号称龙拳 我归云武馆周远飞则修屠龙剑术 你是想拿他的拳和我归云武馆碰一碰 这一届 青年组我们玄机门不争 但成年组第一 我赵神眼要了 又一位男子开口了 相较于其他几人 他明显正处于壮年 年龄看上去似乎不足四十 成年组第一卢云周伯爵发话了 必须给聂无极 赵门主难道连卢伯爵的面子都不给 场中唯一一位女性妇人不满开口道 哈哈 我赵神眼为了这一次平武圣 准备了整整六年 六年间不敢有片刻停歇 松懈 若不能以第一之身参加全国大赛 在全国大赛赛场上展露锋芒 我这六年岂不是白熬了 呵 赵掌门为了龙门阁的名额直说便是 何必拐弯抹角 最后一人冷笑着 你这个第一 我师弟萧定君 还真就要争一争了 几人的交流称不上友善 甚至有些剑拔弩张 而从他们几人的交流 亦是不难猜出他们的身份 柳天刀镇守府中一位高阶炼心者的家教导师 通过这位炼心者运作在四年前霍平武圣 舒少妍 江州第一大派归云武馆馆长 霍平武圣已有八年之久 而李火宗宗主邱处风 这些年虽然一直在王兜发展 但霍平武圣的时间比舒少妍都早两年 真正的资深武圣 赵神眼 江州顶尖大派玄机门门主 虽然不是武圣 可靠着炼钢巅峰 且曾打出过神器合一一击的强大修为 哪怕和邱处风这等老年武圣生死搏杀 都不逊半分 剩下的妇人聂斯贤修为差了一些 只有报单 但被称之为卢夫人 乃卢云洲伯爵妾室 他弟弟聂无极 更是像赵神眼一样的炼钢强者 只是未曾神器合一打出过神境罢了 至于最后一人萧云峰 亦是江州境内威名赫赫的武圣 虽然门派规模逊色于龟云武馆 但不止有他这位武圣在 他师弟萧定军同样是炼钢巅峰强者 一旦这一次在全国大赛上展露头角 获平武圣就是一门双武圣格局 到时候连龟云武馆都要被压上一头 就在六位在江州武道界跺一跺脚 都能让整个江州武道界 抖上一抖的大人物争执不休时 会议室大门被打开 紧接着江州武道协会会长林玉芷走了进来 在他身后 还有一个十来岁少女 一个三十左右的青年 和一位四十出头 身材壮硕的中年男子 神色平静地跟随 诸位对少年组 青年组 成年组的名额 划分得怎么样了 林玉芷笑着问了一句 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对了 第一我要了 诸位分一下三甲位置即可 至于三甲之外 并不能确保会被全国大赛邀请 意义不大 可他话一说完 刚刚还在争青年组 成年组第一书少颜 邱处峰 赵神炎等人 豁然站了起来 聂思贤 萧云峰脸上也极其不满 林会长 过了 书少颜重重道 诸位稍安勿躁 容我来替你们介绍 林玉芷笑着说道 先指了指 那位看上去颇为年轻 估计上不到十八的少女 念如就不用我说了 我孙女 占的名额没问题吧 其他人点了点头 他们没有人讨论少年组第一 就是因为知道 第一轮不到他们 必然会落到 林会长孙女林念如身上 这个面子 他们必须给 林玉芷再度指着 那位三十左右的青年 这一位 寒山顾家的顾浩然 顾浩然 众人脸色一变 寒山顾家 那个年仅二十九 炼气成钢的怪物 其中 秋处风更是有些不差 你不是 报名了王都青年组吗 我们都已经退到江州了 何必再多多相逼 六殿下半个月前 打出神器 合一一击 顾浩然平静道 此话一出 别说其他人了 就连赵神眼这等有望五圣 以及柳天刀 秋处风这等真正的五圣 都经不住倒吸 一口冷气 神器合一 五圣属于炼神境界 须寻得属于自己的五道意志 以五道意志 承载心神力量 在用心神推动气血净力 发挥出超越自身极限的一击 这种攻击 便被称之为 神器合一 不过 就和抱丹前的华静高手 可以打出丹静一样 一些宗师尚未寻得自己的五道意志 在一些特殊心境下 同样可以打出神器合一的一击 也就是神境 这种人和丹静舞者 刚静舞师一样 被称之为神境五圣 不过相较于丹静 刚静 神器合一的稳定性更差 只有在特殊心境 如极度愤怒 极度冷静 极度疯狂下才能打出 十灵十不灵 因此 这种人物又被称之为半步五圣 接下来 他们还要 寻得自己的五道意志 承载心神之力 将神器合一状态稳固下来 就将彻底踏入五圣之境 可即便十灵十不灵 一旦打出来 神器合一的一击 仍然足以将任何炼钢舞者击垮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选择碧气锋芒 一属情理之中 那青年组的第一 就给顾舞师了 邱处风吐出一口气道 舒少妍也没有再说话 不是第一 第二第三 也没什么区别 那这一位 又是何方神圣 肖云风将目光望向中年男子 我知道 这一次诸位的目标都是为了平五圣 但诸位即便能够打入全国大赛 如果不表现出足够的实力 也未必平得上 而要是全力搏杀 中年男子笑了笑 成年组的死亡率 和比青年组高得多 你想说什么 平五圣 全国大赛是最危险的选择 中年男子笑着看了一眼 邱处风 舒少妍 柳天刀几人 诸位都不是走全国大赛 陆子平的五圣吧 几人脸色稍稍有些异样 倒是消息灵通的柳天刀 这一刻仿佛想到了什么 突然道 评审委员会王元静王五圣 是你什么人 正是家父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 此话一出 肖云风 赵神眼 包括几位五圣 同时变了脸色 王鹏举王宗师 前些年来一直流落在外 去年才刚和王委员相认 林玉指笑着介绍了一句 就是私生子 众人倒是很理解 他们也基本上 都会在外面藏一两位继承人 免得自己遭遇不测 断了香火 如果王鹏举的父亲 真是王元静 五道协会总会 专门评选五圣的委员会 一般维持在七到九人 仅一个 看上去不多 可这种人物 往往都会有自己的关系往 只要入了他们的圈子 事情几乎就成一半了 赵宗师 还有萧宗师的师弟 此番两位若是让出第一 并替我阻拦一下对手 其他委员我不敢说 我父亲那一票 绝对会为你们通过 王鹏举道 赵审眼 萧云峰两人一阵心动 就和林玉指说的 江州三甲和第一 并没有太大区别 除了名声好听 可以额外给他们背后的势力 获得更多利益以外 并无太大的意义 我可以带我师弟答应 萧云峰道 可以循环赛时 我会替王宗师出手 赵审眼说着 转向林玉指 这一届报名者中 宗师有哪些 林玉指当下爆出了13个名字 藏龙氏占了两个 来世汹汹啊 萧云峰有些诧异 据说藏龙氏青年组中 也有四个报单参赛 邱处峰突然道 对 李片 王佐才 方灵爵 张楚歌 林玉指微微汗手 紧接着道 这一届报名的报单 一共有24人 有记录打出过单禁的 有86人 在网界中 也是强者如云 再加上理论上 还有几匹黑马 隐藏在暗中等着一鸣惊人 这一件难度堪称网界之罪了 需要我们李火宗帮着来一下吗 邱处峰对顾浩然道了一声 既然不打算争第一了 他自然愿意卖顾浩然一个人情 29岁练就刚进 再加上顾家的人脉关系 未来凭上五胜不在话下 哼 虽然我从王都来到了江州 但并不意味着 我的实力不济 若非未保忘无一失 江振海也好 周远飞也罢 我和巨之友 顾浩然道 邱处峰 书少言皱了皱眉头 倒也没说什么 顾浩然终究没有坏了规矩 提前让淋浴纸来和他们通了气 再加上顾家势力雄厚 李火宗 归云无管 都得让他一分 否则 换成其他外来势力 练出刚进又如何 选拔赛时 安排三五个报单轮番上阵 打完这三五个报单后 再让江振海 周远飞这等巅峰报单出手 你一身修为 还能剩下几成 弄不好决赛都打不进去 更别说第一了 好了 接下来就是第四到第十的安排 诸位还有什么要说的 林玉指道 少年组给我一个名额吧 我离火宗 要一个少年组名额 三个青年组名额 归云无管 作为江州第一势力 要两个少年组名额 三个青年组名额 不过分吧 一位为武圣纷纷开口 很快 除了成年组外 少年组 青年组 已经被瓜分得差不多了 而成年组 变数太大 哪怕他们 都只能大致地把握一下 这可不行 七个名额 各位都要占十一个了 怎么也得云出几个 来让其他几个城市争夺 林玉指道 这一次 我们离火宗早早开始造势 将称霸江州的口号 喊得人尽皆知 他们不是 已经有了一无所获的心理准备了吗 秋处风寸步不让 吃相不能太难看 你们再看着减少几个 无论如何 少年组 青年组 得控出两个名额来 林玉指道 见状 其他几人不得不再度商议起来 少年组还好一些 一方面变数大 另一方面 运作成功所获得的收益也不大 两个名额很快让出来了 但青年组 好说歹说 都只控出了一个 三大势力 镇首府 地方议会 武道协会 人人都想奋一杯羹 毕竟能够斩获前十 好好宣传一下 运作一下 对他们势力的名声增幅 转化成的利益 绝对数以一计 如此庞大的收益 谁肯轻易退让 看着众人争论不休 林玉指也有些不愿 那就安排你们的人守门吧 他直接将报名的24位报单 一一分组和江振海 周远飞这些人 一路上不会遇到任何一位报单不同 他们每一个 至少得和五位以上的单进 报单交手 才能打到前十门砍前 而要进入前十 必然会再度和归云五管 玄机门 离火中的报单碰上 那就安排人守门吧 邱处峰没有反对 虽然每打一场 可以得到半天时间休息 但他并不认为 数天内连续和三五位报单 单进高手交手后 那些人还能胜多少战力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 这一届青年组的报单高手中 威胁大的共有六人 排名依次为徐子龙 李聘 林玉指将六人的资料一一展开 其中李聘的资料中 不只有他击杀磨杀 王道义的信息 就连他斩杀猫腰的记录都有 柳天刀在看到他年龄一轮时 还有些诧异 这是谁的弟子 二十二便有了这种成就 哪怕他从十二岁 身体刚长成诚练武 也才十年吧 我们调查了 是个人才 不过已经被武行门截足先登了 林玉指道 五行门 五行门在藏龙市 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武道势力 可放眼整个江州 能不能排入前十都很成问题 不去招揽一下 柳天刀道 这个礼聘 我们李伙宗留意了 不过 我们打算先敲打一番 再招揽不迟 邱处风说着 看了柳天刀一眼 柳武圣不会打算和我们竞争吧 啊 文明不如见面 先看他的表现吧 柳天刀道 身为武圣的他们 见到过太多孤民钓鱼之辈 哪怕他们这批武圣 放到天元联邦 别人也不会认 明切 战绩这种东西 水分太多了 你们安排守门人吧 林玉指挥了挥手 将众人拉回正题 守门人都拦不住的话 被夺了前十名额 就怪不得他人了 邱处风 舒少颜 萧云峰等人 点了点头 武道大赛 乃是太白王国 乃至天元联邦都很重视的赛事 他们可以在赛程安排上 搞点小动作 可却没有一人 敢光明正大破坏秩序 否则别说他们这些武圣 武道协会会长了 丑闻闹大后 太白总会会长都压不住 天元联邦会直接派人下来调查 归云武馆让高流水来 我们离火宗让韩丽出手 我玄机门会让江区山出面 几人纷纷开口 很快 众人已经商议妥当 林玉只见共识达成 点了点头 很快 少年组 青年组 包括半数成年组 已经被几大势力安排得 妥妥当当 而作为江州境内最顶尖的武道势力 武圣传承 他们的安排 基本上代表了这一届江州武道大赛的结果 对此 实际上很多势力都有所听闻 可一方面 这些势力培养出来的弟子 确实强大 另一方面 他们联合起来的影响力 也非任何单独一方所能撼动 知道也无力改变什么 久而久之 强者横强 其他势力只能默认下来 心甘情愿舍弃对前三的幻想 转为竞争前十 这也是江青月 曹天游和李聘等人交流时 从来都只说崭露头角 获得名次 而绝口不提江州第一的原因 武道大事 李聘看着周边人山人海的场景 由衷发出感慨 少年组球名 青年组球力 成年组追求阶级跨越 每一届舞蹈大赛 就是舞者们的狂欢盛宴 每一个在舞蹈大赛成名的人 都将成为接下来半年 一年 乃至三年里最热门的明星 自带流量 正因如此 哪怕每届 都有舞者会为此拼的伤残 乃至殒命 仍然有更多的舞者前赴后继 方林决说着 和李聘二人 来到一个办事窗口前 将两人的身份证递过去后 很快各自领到了一个号码 471号和498号 方林决对李聘到了一声 留一大屏幕 看自己在几号比武场 当然 我们留了手机号码 轮到我们上场前一个小时 主办方也会发信息 给我们进行提醒 我们两个的号码 估计要到下午了 李聘点了点头 晚上上场也好 基本上到明天时 我们地方舞蹈协会 就会根据参赛者 表现出来的实力 将第一批有实力的人 罗列出来 方林决说着 似乎想到了什么 道 当然 你也可以去外面的庄家 看赔率 赔率高低 基本上 可以看出一个人 实力的强弱 可以赌 李聘有些意外 当然 有几个庄家还是合法的 不过参赛者 只能选择压自己 方林决说着 看了他一眼 你虽然没有考复高级职称 但打沙漠沙仪式 闹出了不小动静 肯定也榜上有名 李聘笑了笑 那还等什么 我们这就过去 哪家规模最大 自然是江州博彩中心了 有官方背景 方林决很快带着李聘 朝舞到大会现场外 一处站了三个门面的大厅走去 大厅显得十分热闹 一位位舞者 平民挥舞着钞票 给自己看好的舞者下注 俨然一副赌权的模样 李聘看了 倒也没有被人给当侯看了的耻辱 反而觉得 这种全民参与 更能奠定五道盛世的基础 大厅三块大屏幕 播放着少年 青年 成年组 各大选手的赔率 李聘等了片刻 很快看到了自己 前十开外的赔率1.6 看样子 庄家很看好你的实力啊 接下来具体排名 你第四的排名赔率到五了 这要投一千万进去 不马上半个亿出来 方林爵在旁边笑着道 半个亿 哪比得上两个亿 李聘笑着上前 来到窗口处 压一千万 李聘 江州第一 不是他不肯压更多 而是压住上线 只有一千万 工作人员一愣 其他人意识将目光 朝他看了过来 其中一些人 还认出了他 江州第一 这李聘居然敢压自己江州第一 疯了吧 这一届江州舞蹈大赛 可谓诸神之战 王东那边来了好几位高手 这李聘 该不会以为自己 比王东那些五胜调教出来的高手更强吧 简直送钱 一千万 这是打算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阵阵议论声 从一旁人群中传了出来 江州第一 李聘 你别乱来 方林爵连忙道 好歹是一千万 舞者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有信心 李聘平静道 我也是用这种方式 鞭策我自己 方林爵联想到 李聘打杀猫妖 对决王道义等人的场景 顿感头痛 李聘 这是喜欢上了这种 豁出一切的感觉 不能接受 李聘目光转向工作人员 这位工作人员有些犹豫 可这个时候 楼上却传来一个声音 当然接受 紧接着 便见一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子走了下来 工作人员连忙口称 孙经理 李武师对自己有如此信心 我们江州博彩中心自然奉陪到底 孙经理道 好 李聘将银行卡拿了出来 孙经理亲自上前 帮李聘完成刷卡 事后将银行卡和押注单递给他 我们在这里助李武师 齐开得胜 我若胜 你们可是要赔两个亿 李聘道 哈哈 能够见证李武师这等人物 以传奇一战登顶 两个亿算什么 孙经理大笑道 博彩中心不只有官方背景 暗中更有五道协会会长林玉芷的股份 只是这些股份 掌握在林家白手套手上罢了 这份赔率就是经过他这位会长过目后发放出来的 了解内幕的他对李聘究竟能不能得第一 很有信心 一千万 江州第一 出了博彩中心 方灵爵看着李聘 第二次重复询问 李聘笑了笑 如果不是因为他现在只拿得出一千万 其他几家 他也得压一轮 一进一出 就是两个亿 他这表情 方灵爵终于意识到 他不是在开玩笑 在联想到李聘星临结时 只能打杀猫妖 半个月前 就连摩沙纳等顶尖抱丹 都死在他手上了 这种惊人的成长速度 谁敢保证 江州大赛打完后 他不会练就刚进 问顶江州第一 那你等等 方灵爵道了一声 很快反身回博彩中心去了 不多时 他从里面出来 手上也多了一张压住丹 他用方玉白的名义 压了六百万 这笔钱对他来说 已经相当于他 所能拿出的所有现金了 走吧 去看看这一届青年组中 有什么高手 还有那些王都来的人 究竟有何能耐 方灵爵道 李聘点了点头 尽管李火宗那一批高手 是自敢难以在王都 杀入前十 不得不退球其次 参加江州舞蹈大赛的失败者 但有在王都 角逐前十的野心 本身就意味着 他们实力不俗 观摩他们动手 也能让他对太白王国青年组实力 有足够的了解 你在年龄上太吃亏了 方灵爵道 太白王国青年组 往界前十 平均年龄就没有低于三十的 你二十二岁 无妨 李聘道了一声 青年组 成年组 往界全国冠军 基本上什么实力 有刚进 也有已经炼刚 曾有两届 更是炼就内刚者 夺得第一 方灵爵道 至于成年组 基本上是炼刚宗师之战 更曾有过凝聚出 五道意志的五圣 横扫四方 李聘点了点头 和他猜测倒是差不多 刚进 炼刚 其中刚进 只是意味着攻击达到这一标准 李聘现在就处于这个标准 他振动五脏 凝聚武器 打出五行合一 就是刚进 有关系 有人脉的武者 这个时候 就能考到正高级之称 被敬为宗师 下一步就是修行武器朝元法 三昧炼心法等炼脏法门 不断强壮五脏六腑 等到不需要借助五行合一等杀招 仍能打爆空气 突破阴障时 就相当于外刚 也就是标准的炼刚境界 不需要找关系 都能得到正高级之称 当然了 这是理论上 太白王国属于人情社会 想凭正高级之称 真正的炼刚宗师来了 都得先给委员会的各位领导敬杯酒 否则 人家在实战那一关 直接让内刚宗师守关 你照样过步了 当然了 如果自己再进一步 刚进炼透肺腑 推动炼脏换血 真真正正达到人体极限的内刚境界 评审委员会也压不住 这个时候的宗师 完全可以去打全国大赛 将所有对手横扫 成了全国第一后 谁敢不给他颁发正高级 职称正输 理聘稍稍宁神 梳理了一番自己此刻的状态 气血33.72 元气30.45 精神11.27 炼钢564 先天氧气数 氧气篇81101 燃血密数36.41% 大日星神观想法41024 樊心云11081 他主修的五行炼体数 武器朝元法 三昧炼心法 玄聘之门 八胸真火镜 都是只抱单到炼钢阶段的修行法 可以用一个炼钢属性统筹 他并未详细记录 这段时间 先天氧气数和燃血密数 进步都很大 先天氧气数离筑基越来越近 燃血密数 一阴和磨砂一战 全力施展有了新的领悟 从而威力大增 比之服用燃血粉来效果仍然好上一截 36%的增幅 相当于气血体魄从34增长到46 这是很多五胜都达不到的数字 尽管借助秘数达到的46十分虚幅 时间短暂不说 自身掌控力也会显著下降 说不定连单径都打不出来 可在特殊情况下 仍然能成为扭转乾坤的关键 他了解过秘数 除非是玉石俱焚的那种 否则增幅基本在20%上下 他将燃血密数 优化到这种层次 还不会危及生命 在密数中 已然堪称顶尖 剩下的大日新神观想法 凡心允 都是为精神 五道意志服务 礼聘修行时日短暂 虽有成效 但尚不明显 这些功法的作用 实际上就是为他指明五胜的道路 五胜 又称炼神 因为打出来的尽力 以新神之力推动 又称神境 而打出神境的过程 学术性说法 叫神与气和 神气合一 礼聘根据自己的理解 大概推测出 这是相当于将 精神 属性 附加到 气血 属性上 像他 如果现在领悟神境 打出来的攻击 大概相当于 34加11 即45 气血 的一击 如果将单静 刚静 当作技能的话 气血 就相当于个人基础属性 基础属性越高 通过技能 造成的伤害越大 而爆单 炼钢 则属于专门增加基础属性的被动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五胜 神气合一 一下子增长十几点属性 再通过刚静两倍 三倍性放大 自视对炼钢宗师 造成碾压性打击 何况 能凝聚出五到一支的五胜 精神属性 怕是不止十一点这么简单 从繁星允一点进度 增长了大概0.01精神值推算 凝聚出五到一支的五胜 精神属性 怕是得二十上下 礼聘私存着 当然 其中可能会涉及到转化率的问题 比如 二十点精神属性 未必能全部增幅到气血属性上等等 但这种领域 以非现在的礼聘所能接触 基础属性才是根本 不过 我现在气血体魄的增长越来越慢 哪怕我武器朝圆法已经小成 三昧练心法也开始推进 再加上我对自身的精准掌控 论及练脏效果 笔质曹天尤 江青月之流 也不见得差上多少 可半个月下来 气血值仍然只增长了0.31 报单一个半月 气血值增加三四点 眼下开始练脏 半个月增加0.31气血 还是经历过一场生死搏杀的情况下 照这个趋势 想要达到人体极限 也就是气血39 少说得8到10年 虽然随着我对武器朝圆法 三昧练心法的领悟深入 效率会有所提高 但 人体极限摆在那里 再快也无法像爆单一样 一两个月增加好几点 想要改变这种局面 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重塑自己的根基 让我变得天生神力者一般 李聘看了一眼先天氧气数 这个方法就落在先天氧气数的筑基片上了 而另一个方法 借助外力 密法 超越自身极限 他再度将目光转向燃血密数 这就是他超越自身极限的契机 一如半个月前对决磨砂 靠着燃烧密数带来的气血增幅 在明明尚未雾透刚净的情况下 生生将单净打出威力媲美刚净的一击 进而为他这半个月里 掌握刚净奠定基础 有时间得多用一下燃血密数 最好 将燃血密数常态化 当我在燃血密数状态下 仍能精准把握自身每一份尽力运转 乃至于打出刚净 李聘眼中有些期待 而且 他相信 这一点对能时刻掌握自身每一份细微变化 又能以先天氧气数滋补自身消耗的他来说 并不困难 时间 在李聘总结自身状态 和观摩一位为舞者交手中流逝 可惜 半天时间 他并没有看到什么精彩的比赛 下午十分 李聘 方灵爵再度来到会场 并根据短信提示 来到第四队练区 等待几十分钟 大屏幕上浮现出了李聘的号码 李聘顿时精神一震 快步向前 来到队练区中央 而在他踏入队练区的同时 一个看上去气度沉稳 气息浑渊如意的男子紧跟着上前 爆单 李聘的第一场 就是爆单之战 李聘 对面男子显然认出了他 他眉头一皱 有些厌烦 这就开始了 紧接着 他冷笑一声 不过无妨 只要我足够强大 一些鬼欲伎俩根本不值一审 这个时候 亦有人察觉到了 新上台的两人不对劲 那是 藏龙市的李聘 这个人我知道 在藏龙市很有名气 据说有两个爆单高手死在他手上 其本身亦是一尊爆单高手 只不过尚未前去考复高级之称 他的对手 是我们龙川市的 长岳明长管主 长管主可是我们龙川市青年阶段第一高手 他早在十年前就拿到副高级之称了 爆单对决 一来就这么火爆的吗 这是让我们提前感受决赛的氛围 各种各样的议论声不断响起 伴随着的 还有长岳明支持者的呼喊 方灵觉看着李聘遇上的对手 亦是想到了一些传闻 心中不禁叹息了一声 这一届青年组报名者上千人 决出前十进入循环赛得六七轮 第一场就对上爆单 那些人对李聘还真是重视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一位舞蹈协会负责仲裁的爆单高手上了台 他看了一眼李聘和男子 神色有些诧异 不过他还是很快进入程序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希望两位能心怀武德 误造杀戮 一番官方性发言后 他快速退到了一旁 神色看上去 似乎比两位参赛选手都紧张 毕竟 他也只是个爆单而已 还是已经在舞蹈协会 混了好几年 没有实战过的爆单 请指教 李聘微微一礼 指教 那就不必了 李聘 我知道你 不得不说 你二十二岁能练成爆单 前途不可谓不广大 可你偏偏遇上了我常月明 我 常月明冷笑着 他话尚未说完 迫不及待的李聘 已经豁然向前 他身上原本沉寂的气血 在他身形动弹的刹那 仿佛沸腾的岩浆 赤裂滚滚 大不留心 一个纵月 李聘不止跨越了两者间十米距离 自身气势 亦是攀升到极致 在长月明眼中 就好像有一轮大日 冉冉生腾 无尽的光辉 伴随着他身上 赤裂的气血挥洒开来 摄人的威势纵然他这位十年前已修成单静的舞蹈高手 都被激得浑身寒毛炸力 气血翻涌 顿时 本就没有半分小觑他 只是伪装自大的常月明 眼瞳俱缩 这真的只是一个才22岁青年舞者 所能拥有的精气神 脑海中念头闪烁 可他手上动作却丝毫不慢 翻涌的气血被他迅速调动凝聚 面对李聘观想大日新神 斜斥裂气血的一拳 他右手上前猛然直刺 以诡异 扭曲的角度搭在了李聘手上 没等李聘的拳劲来得及发出 他手中力量狠狠一摆 一代 生生将李聘打出的拳劲引至一侧 同时左手拍出 如同一条巨蟒 悍然是向他的腰间 这一击要是落实 足以将他的背脊骨统统打断 蛇拳 常明月一出手 就是蛇拳中的诡异杀招双头蛇式 仅从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他看似巨傲的外表下 内心对李聘何等重视 碰 在这一击即将拍中李聘之际 李聘左手成长 轻易挡住了常明月势制的一击 可在两者接触之际 这位抱丹武士画镜为推 瞬间将李聘挡住的一掌 推至他腰间 然后尽力勃发 威势居然不减半分 这种尽力的变化之快 之诡异 哪怕李聘都有种眼界大开之感 精细间的缠斗 变静 他明显不及常怨鸣 好拳法 李聘由衷地赞叹一声 紧接着脚尖蹬地 进到自大腿上涌 灌入腰间 令腰部强行扭转 在这一掌拍至他腰间时 他借力一转 身形360度变相 扭转之际 左手紧跟着旋转轰出 哪怕不是单静 可旋转时带动的力量 仍然透过手肘 狠狠砸向常怨鸣头颅 此刻 两人身形极静 这季肘肌近在咫尺 常怨鸣纵然已经近身 并能发挥出自己拳法的最大优势 仍然不得不被迫身形后仰 抽身暴退 就在他让开身形之际 李聘转身完毕的右手一击 已然携带着旋转惯性再度砸下 体内单静薄发 狂暴的气血化为全静卷动气流 形成震荡耳膜的呼啸 这是气流压强剧烈变化 带来的耳鸣 疗牙 常怨鸣一声低吼 血痰俱阵 气血之力犹如奔涌的海啸 正面迎上李聘风雷一击 碰 两道全静在虚空中悍然碰撞 全静碰撞的刹那 一阵钻鼓的静力 洞穿李聘的全静 震荡她的小臂 使得小臂骨骼刹那间出现裂痕 这是 双重静 常怨月的单静中 居然隐藏着另一重静里 就像蛇雷一击 尖牙的伤害不是关键 真正可怕的是 隐藏在尖牙下的毒素 李聘的手臂 被常怨月獠牙一击所伤 但面对她携大日之势 浩荡而下的一击 常怨月同样身形矩阵 遏制不住地连退三步 趁此机会 李聘弃手不用 伴随着右脚大步向前 整个人借助这股冲锋之势 犹如化身一头恐怖凶兽 狠狠撞向常怨月的胸膛 不好 那种势不可挡的冲击 让常怨月脸色一变 以最快的速度横避身前 纵然常怨月明身躯体魄 相较于李聘来都要略强一分 纵然他以最快的速度 横避身前进行抵挡 仍然被这股狂暴的冲击尽到 撞击得双脚离地 腾空而起 平衡进尸 与此同时 李聘已然再度大步直跨 右脚狠狠践踏地面 借助大地支撑 凭借脊椎承载 浑身上下的力量 犹如一把拉开的长弓 而他的拳 则是引动全身尽力的利剑 对准着被击飞出去 尚无法稳住身形的常怨月明 轰然射出 赤龙 单近爆发 虚空中仿佛传出一阵乍响 回荡训练区 常怨月明竭尽全力 想要重新夺回身躯平衡 可这一拳来得太快 快到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李聘一拳轰制 那种死亡铃声的恐怖 只让他忍不住 发出了一阵惊惧的吼叫 啊 呼 就在常怨月明以为自己 今天要死在这一拳下时 强烈的进风扑面而下 刮得他脸皮生痛 带得拳风散去 这位龙川式的爆单高手 却没有感到 头颅被轰碎的痛苦 只见那炽烈狂暴 犹如能劈开空气的一拳 稳稳停在他的面前 离他脑门 只剩不足三厘米 他额头处的寒毛 甚至可以感觉到 这一拳中那种 炽热狂暴的温度 那是沸腾到极致的 气血之力 住手 这个时候 负责仲裁 以及防止死伤的裁判 才反应过来班的 发出了一声大叫 不愧为龙川式青年中的 第一高手 很精妙的拳法 居然让我受伤了 李聘由衷地赞叹了一声 同时收回拳 期待和你下一次再战 李聘上 这个时候 后知后觉的裁判 才大喊一声 宣布了这场战斗的结果 常月明站在原地 好一会儿才看看回神 他看了一眼 已经收了拳 往训练区外走去的李聘 张了张口 想说什么 最后一句话 都没有说出来 转身离去 而原本那些 为常明月鼓舞加油的弟子们 龙川式舞者 这个时候 亦是神色沮丧的闭口不言 龙川式 也是一座人口百万的城市 常明月更是青年组中 唯一一位报单 虽然就她一人 可常明月战绩赫赫赫 有过正面击败其他报单的记录 自然被龙川式 其他人寄予厚望 结果没想到 直接来了个一轮游 出师位 结身先死 李聘一出来 方灵爵迅速赢了上去 你的手 无妨 李聘到了一声 手已经肉眼可见的红肿起来 但她今天已经没有了比赛 一个晚上的时间 这点损伤 怎么也该被养好了 你怕是被针对了 方灵爵看了一眼 常明月离开的身影 深吸了一口气 我听说过一个传闻 江州舞蹈大赛前三甲 基本上都被内定了 其他舞者 除非实力足够强大 否则很难夺得前三 充其量只能在四到十之间 博一个排名 但你 估计是你打死磨砂 表现得太过耀眼 所以他们 连前十都不打算让你进 免得出什么变故 你的意思是 他们会用车轮战的方式 接下来再五场 乃至六场 都给你安排单进 乃至爆单级高手 方灵爵神色凝重道 李聘一听 人都精神了不少 竟有这种事 刚才和长明月的交锋 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 精细薄杀上比不得长明月 换句话说 小巧挪移 方寸之争 小幅度爆发上 他还有缺陷 而且 长明月的双重叠加劲 也给了他启发 这都是靠自己埋头苦修 接触不到的宝贵经验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闭关百年 不如血战百次 他前世能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 修成化尽 靠的就是这种 极百家之长的精神 总之 我们接下来小心一些 方灵爵慎重道 我知道你强 但人类是有极限的 五道大赛的赛事安排很密集 有时候一天两场 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哪怕你爆丹成功 连续几天 平均每天发三五道丹静 对体力也是巨大损耗 我心中有数 礼聘到了一生 人体当然有极限 尤其是激发血丹打出丹静 又或者震荡肺腑打出刚径 对体能消耗极大 三五个爆丹五师 将炼钢宗师 围在绝地耗死的例子 屡见不鲜 但 这不是有半天时间给他喘息吗 马上到你了 走 去第五训练场 李聘道 方灵爵知道 李聘未必将他的话听进去了 可他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来到了他所在的比赛区域 相较于李聘 他的对手也不是弱者 乃是一尊练就丹静的存在 方灵爵虽然胜了 却连发四道丹静 战斗结束后 气喘吁吁 好在他们今天的战斗已经结束 接下来有十几个小时休息 方灵爵扛不住 直接回去了 李聘则兴致勃勃地打听了一番 朝夺冠呼声最高的几人 所在场地而去 顾浩然 对手是个二级舞者 显然是来积累经验的 被轻松击溃 周远飞 对手是江州市本土三级舞者 设于他的威名 双方未曾动手 直接认输 江振海就更夸张了 恰好轮到李火宗弟子 还是一个同样来积累经验的弟子 双方直接由鄙视 变成了师兄对师弟的指点战 不过由于 他指点的过程中 也算拿出了不少干货 事后反而有不少 围观的舞者赞其仁义 使他平白积累了不少好名声 就是想了解对手实力的礼品 看得很无趣 夜幕降临 第一天的江州舞蹈大赛结束 各大本地频道纷纷播放起江州大赛上的精彩紧集 其中最多的就是周远飞不诈屈人之兵 以及江振海这位报单现场教学 至于顾浩然 终究不是本土舞者 尽管也有不少报道声称 其来自王都 实力强横至极 但名气显然比不得周远飞和江振海 连带着他们两人背后的龟云舞馆 李火宗亦是名声大噪 在众人的交流 议论中 曹天游以藏龙氏出身武馆的身份 邀请了江青月 以及一甘有潜力夺得前十的参赛者赴宴 宴会现场 王左才 张楚歌也在 其中 王左才还好一些 张楚歌的神色显得有些难看 看到李聘 方林爵两人气色不像有影响 江青月 曹天游两位宗师 微微松了一口气 我早猜到了 这一次前十竞争会很激烈 没想到会激烈到这种程度 江青月感慨了一声 江会长口中的激烈 和我们了解到的激烈 似乎有些不一样 张楚歌道 江青月知道他 这番话的意思 指得道 每一届大赛 往往都会挑选三四个种子选手名额 这三四位种子选手 在交战初期 几乎都不会遭遇 这一届 种子选手也早早定下了 就是顾浩然 江振海 和周远飞 我本以为除了他们以外 其他七个名额 我们可以尽情竞争 没想到 那七个名额也被暗中瓜分了 只是没有摆在名面上 这吃相也太难看了 方灵爵皱着眉头道 江州最顶尖的几家势力 联合到了一起 主持五道大会的五道协会 负责监察的监督机构 地方议会 都是他们的自己人 没有办法 曹天尤说着 转向礼聘 我听人说 你在博彩中心压住 压自己江州第一 说着 他叹息了一声 你太高调了 这一下 哪怕你原本有希望 竞争一下前五 前三 怕也会因沿途狙击而功败垂成 弄不好 还会止步于前十门槛 无妨 让他们来便是 礼聘微笑着说道 神色显得十分轻松 你呀 曹天尤虽然有些惋惜 但礼聘夺不到前五 就没希望参加全国大赛 对他们来说 不是一件坏事 他终究 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接下来和你们分析一下 青年组这一届的主要高手吧 江青月接过了话题 在藏龙市 乃至于其他城市地方五道协会 纷纷思索着破局之法时 那些有威胁的对手 第一轮的表现 亦是集中到了会长林玉芷办公桌前 他一一翻看 不多时 目光便落到了礼聘的资料上 江周第一 他再将礼聘第一个对手 长明月的资料翻看了一下 神色中露出一丝诧异 果然实力了得 怕是不比江振海 周远非差多少了 林玉芷说着 很快将几个原本用于狙击其他有威胁选手的报单移了出来 可惜 在我江周 是湖 你得握着 是龙 你得盘着 说话间 礼聘尚需对付的四的单进 尽数被报单替换 顾浩然 江振海 周远非为第一梯队 柳如风 朱贺 高流水 寒丽 江曲山为第二梯队 剩下的报单 都可以纳入第三梯队 礼聘坐在方灵爵驾驶的轿车上 却一直翻看着手上 这份江青月收集来的情报 尤其是有关于顾浩然 江振海两人的情报 王都来的高手啊 作为王国首都 那座城市 才是真正的强者汇聚 别说单进了 就算报单高手去王都开武馆 都会被挤压得生存不下去 那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高手 真不知会强大到何等程度 礼聘满怀期待 你是回家 还是去武馆 方灵爵道 还早 去武馆吧 礼聘道 和常月明交手我有些收获 打算修炼一下 家练 方灵爵看了一眼车载屏幕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注意休息 明天还要比赛呢 无妨 我会控制时间 礼聘道 那好 方灵爵也没有多说什么 紧接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了 你买的宁神香到了 哦 好 礼聘点了点头 说起来 你买宁神香干什么 难道还打算观想心神 看自己是不是被练武耽误了的练心者天才 方灵爵笑着道 只是为了有更好的观想效果 礼聘道 方灵爵也只是随意问了一声 宁神香这种东西 运用很广泛 下至普通人 上至顶尖练心者 都可以借宁神香 快速进入观想状态 当然了 价格也不便宜 一根十几万 使用最佳效果 只持续一个小时 当然了 接下来三五个小时继续观想 效果比平常时候 也会好上许多 只是不如宁神香燃烧的 那段时间罢了 富人一天用一根 顶尖练心者 几乎时刻点着 很快 车辆来到了长丰武馆 江州风馆 由于使用的材料缘故 江州风馆 还有一些装修残留的气味 不过对于暴气承担的两人来 自然不会有什么影响 礼聘也没有见外 直接来到了专为他这位 作馆武师准备的修炼室 静静地体悟 和常月明交手的点点滴滴 双重镜 他集中精神 仔细回忆 当时手臂被常月明 静力轰击时的颤震撕裂感 以及静力和肌肉 骨骼共鸣的轻盈声 数分钟后 他突然出手 一掌拍在一个沙袋上 汪汪 沙袋微微震荡 不对 应该是这样 他进一步体悟 修改 数分钟后 他再度一掌拍出 沙袋的震荡幅度小了一节 他仍不灰心 观摩自身变化 再总结经验 打出第三次 第四次 第六次 第十次的经历 终于 在一个多小时后 被一击击中的沙袋震荡 持续了不到半秒之际 二度震动 仿佛有什么力量 在其内部炸散开来 造成二次伤害 顿时 原来是这样 李聘微微一笑 双重镜的奥秘 已然在他眼前展开 他稍稍集中了 一下自己的各项属性 由于没有爆发血丹 他气血值没有太大增长 倒是刚进进度 提升到了二十 换算成数值就是炼钢加四 这还是他没有引动五脏齐鸣 打出五行合一 这等刚进一击的原因 没办法 长岳鸣虽强 可充其量 也就和方灵爵半斤八两 估计比磨砂都差一点 还没法将他逼到这种程度 还是得再强一些 和这些人交手 我才能更好地积累经验 李聘星道 如果能和向一那等 练就刚进的人交手就最好了 估计打上三五场 踏入练钢 对他而言将会是水到渠成的事 毕竟 以前的他 连爆单高手都没资格见 化镜也好 单镜也罢 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揣摩出来 就像一个没读过书的人 无师自通地完成初中毕业一样 来到这个世界 从黑市买的典籍 五行门的各种功法 终于让他得到了课本 有了学习参照物 而眼下三番两次和爆单武师交手 实打实体验单镜碰撞 振动自身的种种玄妙感 无疑相当于让他自书本上学来的知识 有了实际操作机会 再加上自带洞察天赋的一点点增幅 进步起来 自然一日千里 这个时候 他想到刚才对双重镜的修行 双重镜只是剩在诡异 防不胜防上 单独一道的威力 不止没有提升 还有所降低 李聘道 就像一次攻击 造成两次伤害的技能 第一次伤害70% 第二次50% 看上去多了20% 可如果对上那些 有刚进护体的宗师 哪怕他将第二道镜力打入对方体内 也无法对对方造成太大伤害 从这一点来看 这种镜力 只是在对付同级 乃至镜力不如自己的对手时 才能占到便宜 长月明败在我手上 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 李聘私存着 很快有了新的想法 双重镜本来就属于小镜 巧镜 在搏杀时 只能对付同级 低级对手 那么 何不将它化为辅助技能 借助双重镜的重重叠加 一次次推动体内的气血 从而让体内的气血 在下一次 爆发出更高伤害 就像叠浪镜一样 一浪又一浪 倒是个不错的思路 通过叠浪 使下一次攻击 打出暴击效果 具体要如何操作 并且在操作过程中 如何做到不损伤自身 他得靠自己的天赋 好好尝试 在长峰舞馆 练到近十一点 李聘不行回到家中 偌大的别墅 显得十分冷清 他计算了一下时间 后天就是双休日了 到时候 让一家人都过来认认地方 带着这个想法 他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然后 并未急着睡觉 他还有一个新的想法 需要验证 当下 他来到修炼室 将凝神香点了起来 很快 他便感觉到 自己的大脑 变得一片清明 众所周知 人类思维传递 实际上就是 无数个神经元间 电子信号的传递 凝神香可以加强观想效果 那么 如果我能从根本上解析凝神香 加强观想效果的原理 再进一步放大这种效果 能不能洞悉精神的真谛 理聘 集中精神 刹那间 他的思维感知 仿佛沉浸在一片 完全由电子信号组成的浩瀚宇宙中 这是人类这种生命体 最核心的器官所在 大脑 神经元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视为一种细胞 只是相较于其他细胞 其结构稍微有些不同 当理聘集中精神 深入感应大脑中 神经元间 无数电子信号的传递时 一张巨大到宛如宇宙般的网络 呈现于感知中 不 这一刻 他脑海中想到的 就是那片浩瀚无垠的宇宙 信号和信号的传递 演绎出来的璀璨 繁华和绚烂 让第一次深入观察大脑结构的 他有种无法言语的震撼 一如人们第一次仰望星空 畅想宇宙 人类大脑拥有数以百亿计神经元 可观测的宇宙网络中 包含了千亿计的星系 二者某种程度上 属于同一个数量级 人脑也好 宇宙也罢 真正发挥主动作用的物质 都只占了一小部分 人脑中有八成部分是水 它能起到决定性的支撑作用 却不是信号来源 宇宙星空中 有八成是暗物质 它们不可见 却提供了引力 能量将宇宙物质约束在一起 两种结构排布形式高度雷同 无一例外呈网络状 人脑中的节点是神经元 宇宙结构的节点是星系 节点之间都是通过丝状结构进行连接 和丝状结构相比 二者的节点尺度都显得非常小 节点之间的能量和信息交换 都只占了整个系统能量 质量的五分之一 诸如此类的相似之处 还有更多 此外 李聘曾观想过星神 尽管观想失败 但也从很多文字中了解到 星神这种生命的伟大 它于高维展开 其光芒充斥整个核系 这 很难不让人猜测 它会不会是宇宙结构的一部分 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能被人类观测到 就像人类的大脑下达命令时 电子信号透过神经元时 如果用特殊的仪器进行观察 就会发现它亮了起来 而那尊伟大的星神被观测 就相当于一个电子信号正通过这个节点 使得它自人们的感知中呈现出来 这种猜测如同天方夜谭 但却震荡着李聘的心灵 让它久久无法回神 尤其是 如果它的猜测是真的 大脑有百亿计神经元 难道星神这种伟大的生命体 也有上百亿 呼呼呼 李聘无意识喘息 他感觉到一种无法言语的疲惫 可为了触及近在咫尺的真相 他仍然坚持着去观摩 去比较 星辰 大日 飞动 星系 人 超凡 传奇 星神 两种概念在李聘脑海中不断交织 碰撞 一息中 它似乎捕捉到了什么 人 对应星辰 恋星者 对应大日 那种在恋星者中堪称传奇 或许现在尚未出现过的存在 对应黑洞 在网上便是星神 如若星系般繁华璀璨 星神 星系之后便是宇宙 宇宙对应什么 大脑 又或者 一种自身就能媲美宇宙 比星神更伟大的生命 李聘想到这 有一种无法言语的窒息 那是将渺小到将人类 和宇宙对比的窒息 那是巨大物体 伟大生命对于渺小者 卑微者的窒息 这种任何言语 都无法形容其万一的压迫 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他的心灵 震撼着他的意志 似乎想要将他思维彻底压垮 迟滞 被宇宙吞噬 呜呜 李聘思维意志剧烈震荡 他就像陷入梦魇一般 明明保持着清醒 可思维意识 却仿佛被抛到了宇宙深处 投入了最幽暗的虚无 并且在那阵虚无中不断坠落 坠落 再坠落 直至坠向永恒的虚无 永恒的深渊 再不在世界留下任何痕迹 叮铃铃 这个时候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在这极其安静的环境中 仿佛九天之外传来的轰鸣 瞬间打破了这种梦魇般的吞噬和坠落 震荡李聘不断沉沦下去的精神和意识 我 李聘的精神意志 猛然凝聚一线 剧烈燃烧 我是 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感 瞬间充斥他四肢百海每一个学窍 让被梦魇镇住般的他 迅速感应到了自己的身躯 李聘 伴随着他精神世界无法言语的存在概念 坚固如铁 并犹如一柄利剑般展向星空 似乎像整个星空呼唤出了他的名字时 所有的一切烟消云散 星辰被粉碎 恒星被熄灭 黑洞化为虚无 星系一分为二 他的心灵 悍然冲出了这片宇宙 冲破了这场梦魇 彻彻底底回归到了自己身上 呼 呼 呼 意识回归身体的刹那 李聘清晰感觉到 自己仿佛一个溺水的人一般 不断搏动肺部 吸收空气 就好像刚才 他的身体停止了运转 真真正正变成了一具 连空气都不会呼吸的尸体 而不是像睡眠 昏迷 失去意识那般 还保留着身体呼吸的本能 这个时候 手机铃声已经停了 李聘喘息了好一会儿 体内的血液 重新将温度输送到每一个角落 他终于堪堪活了过来 我触及到了一个禁忌领域 他以一种无比确信的语气道 借助天赋洞察大脑 并用大脑类比宇宙 这显然是某个现在的他 远远无法接触的领域 两者间相比 似乎真的就如同宇宙和星球内生命一样 可强大的天赋 却让他生生洞察到了这一点 尽管险些将自己的命送了进去 但 高维事件 哪怕仅仅冰山一角 甚至连冰山一角 都不足以形容其万一的信息 却给李聘指出了一个上代补权方向 星辰 大日 黑洞 星系 个人 超凡 传奇 星神 或许这个对比方式并不准确 可能在星辰对应的就是星神 只是不同星神间存在着不同的概念维度 比如星辰星神 大日星神 黑洞星神 星系星神等等 但 李聘平复心绪 将心力集中在精神属性上 稍稍一感悟 已然得出了合情合理的数字 精神 14.41 直接增长了3.14 这直观的数据的反馈 无疑清晰告诉了他 他接下来观想恋神的前进方向 大日星神观想法的本质 是将星神当作一轮大日来崇拜 来观想 将大日光辉和星神光辉混为一谈 从而借助沐浴大日时的感知 蒙蔽自己 调整自己的思维频率 以期和心力产生共鸣 但这不是我的路 李聘先前做过尝试 他和很多普通人一样 身上似乎少了那种名为资质的关键 哪怕他借助天赋 都始终无法踏上恋心者的道路 所以 他不奢求自己能和星神共鸣 沐浴星光 他需要做的 是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 顺着这条路 观想星辰 以星辰磁场来磨砺自己的精神 观想大日 用黄黄烈阳断烧自己的意志 或者 观想黑洞粉碎一切 观想银河照耀星空 乃至直面宇宙的浩瀚 深邃 广阔 无尽 不对 礼聘一顿 现在的他 还远远达不到 观想宇宙的地步 仅仅是亏去到一丝宇宙真谛 就险些 让他被浩瀚的宇宙吞噬 堕入无尽的虚无 一步一步来 先前的我曾体验过 我可以观摩到细胞 但却看不到分子 原子层面的物质 更别说原子内部的其他结构了 就像我现在 可以勉强看到宇宙 可如果想清晰地看清宇宙中 星系的分布 显然还差得远 礼聘脑海中 无数灵感涌现 塑造着一门 全新观想炼神法的雏形 观想星神的观想法 只能作为参考 并不完全适用它 它需借助自己的天赋优势 构建一个宇宙 一个以脑海为根基 却能和外界宇宙完全一致的宇宙 有了刚才险些坠入无尽虚无的经验在 礼聘知道 它新构建出来的宇宙 现在必须还得是混沌形态 连星系都不能有 它根本观摩不了 如此浩瀚的星空 或者说 哪怕它有天赋 可以观摩到这片星空 它的大脑也承受不了 相当于整个宇宙 上千亿星系的庞大数据 混沌 宇宙 星系 飞动 恒星 星辰 一步一步 直至 生存在星辰上的人 也就是 礼聘微微停顿 我 叮铃铃 手机再度响起 礼聘看了一眼 上面刚才那个未接电话 是李云瑶打过来的 这个电话也是他 礼聘接通了电话 里面很快传来了 李云瑶恭喜的声音 他静静地听着 明明是他打赢了第一场比赛 他却显得比他还要高兴一般 在电话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他一边听 时不时回复一声 而星神 却联想到了 刚才碰触某种竞技领域的 那种不断下坠 似乎要坠入永恒虚无 却偏偏动弹 不得半分的恐怖 在对比他刚够撕出来的 观想恋神路线 李平微微一笑 心中自语 倒是有趣 这一次 你没有征服我 那就等待着被我征服吧 李云瑶的电话 持续了十几分钟 告一段落 待在手机里传来盲音时 他平静地将手机放下 他并没有急着 重新洞悉自己的大脑 将观想混沌形态宇宙 以壮大精神的想法 付诸行动 而是闭上眼睛 让自己变得无比平静 直至怀着这种平静 进入睡眠 次日 李平睁开眼睛 明明昨天晚上 并未再进行观想 可精神属性 居然再度提升了0.1 就连思维 似乎也清明了不少 连带着驾驭其武器 朝圆法 三昧炼心法来 都轻松了不少 是精神属性增长 带来的变化 李平明白 五圣 这个阶段被称之为炼神 炼气化神 暴丹 炼钢两大境界 是被动增加气血属性 五圣炼神 则是增加精神属性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现在已经开始炼神了 当然了 实际上暴丹以后 修炼者基本上 都相当于踏入了炼神领域 精气神三者 本是一个整体 不分彼此 五者暴丹以后 哪怕不刻意观想 炼神 当身体变好后 精神属性也会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 身体健康的人 看上去精神异议的原因 只不过 暴丹 炼钢阶段 精神属性增长很慢 十年八年下来 能增长个一两点 就是极限了 只有到了炼钢巅峰 完成换血修行 达到人体极限 气血增无可增时 再用极端情绪的方式 引导炼神 使精神属性快速增长 李聘现在虽然完成了 暴丹阶段 无漏真身的修炼 但炼脏换血过程中 才刚刚开始炼脏 却能提前淬炼精神 俨然已经比很多宗师 都快了一大步 完成清洗 李聘看了一眼手机 方灵爵已经快到他楼下了 当下 他出了门 很快找到了 开到别墅前 属于方灵爵的轿车 李聘 收到短信了没有 你今天早上有一场 下午还有一场 说着 方灵爵眉头紧锁道 早知道 我就不该带你去博彩中心 不去博彩中心 你也不会压自己江州第一了 两场吗 李聘点了点头 正好 他的精神属性 一夜之间暴涨3.24 他正需要好好体会一下 精神属性大涨带来的变化 而有什么是比两场实战更好的体会方式 希望两位对手不会太弱 弱不了 他们一天都给你安排两场比赛了 至少是单进 弄不好会让你遇到其他城市的爆单 方灵爵道 是吗 李聘笑了笑 常月明的双重镜让他悟到了叠浪之法的雏形 不知道这两位爆单又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车辆前行很快来到了江州舞蹈协会 停好车 李聘的比赛已经只剩不到半个小时 不过李聘仍是不急不缓地朝赛程安排的第一训练场走去 第一训练区门口 有不少记者正采访着前来参赛的舞者 其中一人似乎认出了李聘 第一时间凑了上来 李武师 你好 我们是江州都市频道的记者 我们听闻你在博彩中心压 自己能夺得江州第一 那您认为您能够一路过关斩将 夺得最终的胜利吗 舞者 自然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过相较于夺得第一 更多 更强的对手 才能让我觉得这场大赛更有意义 李聘道 信心 你的意思是 这一届江州第一 你夺定了 记者连忙追问 方灵爵听的他这番明显引战薄流量的提问 连忙道 好了 马上就到李武师上场的时间了 请不要影响到他接下来的发挥 说话间 拉着李聘 直往训练区走去 训练区 此时正有两位舞者在比武 不过李聘和方灵爵到来 仍然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其中 李聘还看到了一个熟人 龙泉 江振海 李火宗 江振海 不止江振海 围观者中 竟还有数十位李火宗弟子 每一个龙金虎猛 身材壮硕 充满力量感 在李聘和方灵爵 踏入训练区时 所有人的目光 第一时间落到他身上 蕴含强大的逼迫性 一些心性较差的舞者 这个时候 怕以慧心生紧张 进而影响到实力发挥 不过李聘却是神色平静 他的目光 很快落到了李火宗 其中一人身上 你这一次的对手 是张赤岩 李火宗江州本土报单高手 这一届 如果没有江振海 韩力几人从王斗返回 他就是李火宗 角逐前十的种子选手 方灵爵在李聘身边小声道 李火宗报单 李聘很快想到了什么 我记得李火宗宗主 邱处峰是五胜 对 早在十二年前 他就能打出神器合一的一击 经过两年的运作 于十年前获平五胜 曾靠着一手李火镜 几乎打遍江州无敌手 方灵爵回应着 不过现在 他已经过了巅峰期 甚少再和人动手 转为精心教导弟子 弟子中意识出了 好几位顶尖高手 王斗的扛齐人 更是踏入炼钢 据说换血在即 换血 那是内钢阶段 才能做到的事 开始炼脏时 五脏六腑得到强化 就能不靠秘术 爆发钢劲攻击 等五脏六腑 强化完毕 钢劲 承受得了油腕内 便能推动换血 换血完成 就意味着内钢圆满 人类的体魄 亦会在这一刻达到极致 这个阶段的宗师 又被称之为大宗师 再往上 就是经言心神之力 尝试神与气和 打出神气合一的一击 然后获平五胜了 这些五行链体术 以及曹天游给他的典籍中 讲述得十分清楚 即将换血 那就是尚未换血 通俗点说法 就是外钢巅峰 李聘不禁拿自己和对方进行对比 现在的他 如果爆发燃血秘数 不知道打不打得赢 外钢啊 他心中道了一声 或许 我应该表现得强势一点 让他们派遣更多的强者来狙击我 最好是那些练出刚进的高手 就这么办 时间流转 很快 轮到李聘上场 仲裁人员一宣布 李聘第一时间踏上训练区中央 顿时 种种议论声纷纷响起 江州第一的发酵 再加上他正面击败一尊鲍丹 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让他有成为夺冠热门的趋势 针对他的议论声并不少 尤其是李火宗当中诸多舞者 弟子 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打量 其中有几位单进武师 更是目光如见 夹杂着威慑 在他身上不断来回 似乎想要刺激他的危机状态 干扰他的感知 可惜 他们一个个连权益都没有练出来 单纯想用目光干扰他的状态 无疑是痴人说梦 甚至 李聘扫过一位最肆无忌惮的年轻男子时 稍稍观想大日心神 下一刻 精神世界中似乎有大日崩塌 无尽的火焰伴随着纯粹的毁灭 自他眼瞳中迸射而出 透过樊心允这门拳法的发力技巧 犹如一柄精神利剑 狠狠轰入这个年轻人眼瞳 啊 目击之下 一种大日毁灭焚天主海般的权益 让年轻男子 只有一种陷入烈焰灼烧的剧痛之感 让他忍不住发出一阵痛苦的大叫 这一幕 自是引得不少人侧目 不知道他在鬼叫什么 但站在男子身旁的李火宗众人 却是脸色一变 意志 江振海身旁 一位单近武师身上 宛如生起一种鸡皮疙瘩之感 他居然也掌握了武圣传承 22岁修炼到这种程度 眼下更是触及意志之妙 这李聘真是个天才 江振海由衷道 天才 我打的就是天才 一道身影越过江振海几人 往训练场中央走去 正是李聘的对手张赤岩 你能击败他最好 若是无法击败 就依仗自己的灵敏优势和他缠斗 逼出他更多的底牌 并消耗他更多的体力 若是感觉势不可为 江振海小声提醒着 马上认输 武道大赛生死勿论 尽管有点到为止的说法 但每一届死掉的舞者 仍有好几个 多得甚至十几个 他可不想让自家报单高手 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明白 张赤岩点了点头 大步向前 来到训练场中央 仲裁人员将目光 看了一眼江振海 带得江振海微微点头后 他才开始宣布规则 同时一丝一丝地补了几句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秀 比试开始的那一刻 张赤岩身形厚纵 拉开了两者距离 他铭记着自己的目标 李聘看着眼前的张赤岩 眼神一片清明 希望你能比常阅明更强 不过 对方一来就后撤的方式 说得好听点是谨慎 说得不好听点 不自信 于是 他又补了一句 当然 即便你不如他 出于对对手的尊重 我也会全力以赴 请小心 张赤岩冷烈盯着李聘 神色没有半分变化 他心中 却已有杀意生疼 他张赤岩 好歹也是江州市 数一数二的爆单天才 原本有望成为这一届 江州大赛种子选手的人物 而现在 却是要来狙击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矛头小子 而这个矛头小子还敢这般小觑于他 如果没机会也就罢了 有机会 他会让这小子知道什么叫江湖险恶 张赤岩思绪间 李聘动了 一步踏出 浑身上下的骨骼同时清响 筋骨齐鸣 他的身形就仿佛一张展开的大弓 伴随浑身上下所有的气血激活 再在他意识的牵引下 猛然紧绷 一步踏出 脚掌着地 静力衍生 灌入手臂 化为全静 全静轰出 犹如打破一堵气墙 带着狂暴的风压 悍然轰出 全位置 静风先制 这种威力 让张赤岩眼瞳一锁 他昨天晚上研究了一晚上礼聘的资料 心知对方在爆发上 更胜他一筹 面对这一拳 他脚下劲道爆发 身形迅速侧移 靠着灵敏的优势 轻而易举 令他一拳落入空处 可惜 为了让主办方 派些有分量的高手来狙击他 李聘已经打定主意 暴露点实力 在张赤岩身形 从侧面避开之际 李聘冲杀向前的身形猛然一顿 右脚踏出 形成重心稳在地面 而后脚尖一扭 腰间发力 身形扭转之际 旋转拍击 180度轰然打出 混沌 伴随着脑海中 完全不受规则束缚的凶兽 混沌观想 显化 在他身后 仿佛有一尊恐怖凶兽的虚影 犹如一片死亡阴云 覆盖虚空 带着令人窒息的咆哮 对准张赤岩吞噬而下 这是 张赤岩被混沌虚影盯上 只感觉一种毛骨悚然 犹如电流 瞬间传遍全身 连带着他的动作 似乎都慢了一分 破 关键时刻 他毫不犹豫激发气血 一声咆哮 靠着血丹中爆发出来的力量 悍然反击 以这种决然 冲破凶兽混沌带来的气势压制 碰 全境轰胶 李聘的拳直接以催枯拉朽之势 将张赤岩一击瓦解 击溃 不 那种感觉 似乎对方在虚张声势 以伤换伤 而几乎同时 张赤岩眼眼中金光迸射 他的左手在右拳被击溃之际 借助李聘的全境 身形急转 几乎贴着他的身躯掠过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现在他身侧 甚至靠近身后的位置 岩蛇是 伴随着血丹爆发 他手中的丹镜如同一条毒蛇 夹杂着烈焰焚烧般的气血 狠狠地轰向李聘头颅上的太阳穴 杀招 这一刻 这位李火宗爆丹高手 眼神残酷 神情猙獰 不惜血丹爆发 用出了致命的绝杀一击 死 以伤换伤 张赤岩想的从来就只有一点 制造一个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以伤换命 终结这位天才 让他们李火宗宗主秋处风知道 修为代表不了什么 衡量武者强弱的从来不止是境界 爆丹可以杀炼钢 炼钢可以斩武胜 星星 发挥 智谋 以及 很辣 这些才是决定一场生死搏杀中 谁生 谁死的关键 杀招 李聘第一时间洞察了张赤岩的意图 杀 这位李火宗爆丹 是奔着杀他的目的来的 为此 不惜以伤换命 爆发血丹 何等狠力 此时 张赤岩甩出来的拳 在血丹爆发 静力加持下 已然静在咫尺 单静和空气剧烈碰撞 摩擦 挤压气流 发出一阵震荡耳膜的低频声波 直入脑炉 只需要下一秒 他就将被这一拳轰重要害 横死当场 在这关键时刻 李聘心神冷静到极致 他的上半身仿佛柔弱无骨 被张赤岩的全境吹拂 直接朝侧后方倒下 但身形却在上半身侧倒时 朝张赤岩身形侧滑而去 整个人仿佛形成一个斜三角切面 呼 全境爆发 张赤岩以杀招岩蛇事 打出的静风 狠狠拍击在李聘侧脸 让他的头发一阵乱舞 这一刻 他的拳离他的太阳穴 只剩不足两厘米 拳头上蕴含的静力 甚至让他太阳穴位置上的皮肤 一圈圈荡漾开来 可就是这两厘米 却犹如一道 这一生都无法迈过去的天前 侧滑切入的李聘 这个时候 已经和张赤岩近身碰撞 矮下去的肩膀 狠狠撞在张赤岩因挥拳 而暴露出来的腋下 使得他打出去的岩蛇事 再无法向前推进半分 然后 劲道爆发 哪怕李聘此刻的动作 无法将静力发挥到极致 可爆单舞者强大的体魄 再加上腿部作为支撑的力量 仍然让他爆发静力 将张赤岩八十余公斤的身躯 撞得倒飞出去 他那腋下位置 更是犹如被铁锤击中 一阵赤马 整个手臂仿佛失去了知觉 紧接着 侧滑半吨的李聘 以极快速度站直 或者说崩直 他直接爆发血丹 狂暴的静力灌注全身 用近乎崩的方式 瞬间夺回自身平衡 后侧便前冲 大不留心 刹那间 追上被撞飞出去 才堪堪飞出一米的张赤岩 是 爆发血丹 灵力 果觉 邪血丹爆发之力 做到了这些常人看来 根本做不到的事 这一系列的变化之快 简直让人应接不暇 等到张赤岩 包括江振海 以及那位仲裁者 反应过来时 李聘的身形 已经犹如一条飞舞的藤蛇 抵掠大地 全境对准张赤岩头颅右侧 悍然轰去 不好 张赤岩眼瞳俱缩 他第一时间 就要横臂抵挡 可当他打算抵挡时 他才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的左手 因被李聘撞击腋下 目前几乎失去知觉 短时间里难以动弹 右手 为了制造一个 绝杀李聘这尊天才的机会 他已伤唤命 受伤的正是此刻能够作为最佳格挡招式的右手 偏偏李聘 还是刻意从右边进攻 换句话说 他现在 挡不住 张赤岩脸色巨变 眼中猛然无比惊恐 张口就要大叫 我认 胆镜破空 李聘轰击而下的全境 这一刻仿佛打碎了空气 超越了阴障 以一种无比决绝的信念和灵力 狠狠轰在了张赤岩头颅右侧太阳穴上 住手 李聘 你敢 两阵惊怒的呼喊 同时自台下传来 却未影响到李聘半分 碰 纯粹狂暴的劲道轰击 当场将他大脑颅骨粉碎 无数脑血管 受劲道震荡纷纷爆裂 头颅内血液在距离压迫下 从右脑偏向左脑 外表看去一片血红 他认输两个字终究来不及说出 整个人在这一击当中 蕴含的劲道下 狠狠向下坠去 直挺挺地砸在地上 头颅竟比身躯先一步着地 鲜血迸射 没有任何悬念 当场死亡 呼 李火宗一位位弟子 哗啦啦地站起身来 疯狂地朝训练区中心冲去 其中江振海更是尽力爆发 大不留心 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干涉舞蹈大赛吗 方林绝紧跟着横跨而出 拦在了江振海等人身前 江振海的目光 狠狠落在方林绝身上 眼中迸射出骇人的杀鸡 而这个时候 那位舞蹈协会的仲裁人员 亦是心惊肉跳地回过神来 他看了一眼江振海一干人等 又迅速将目光转向张赤岩 快 快请心切 快去江心切请来 来不及了 江振海看着张赤岩 他的右半边脸有些苍白 左半边脸一阵血红 这是因为全境轰击下 大脑中的所有血液都被压迫得朝大脑左边沉淀 这幅场景 使得这位暴丹舞者的尸体 看上去无比骇人 舞蹈大赛的兴器可以将哪怕受了致命伤势的人都就回来 不包括当场死了的人 江振海抬头 看向站在训练场中央的李聘 好狠毒的手段 你明明可以手下留情不进行追击 可仍然冲上去 将他一拳击毙 还是直击要害 这是在故意杀人 李聘 你敢杀我们李火宗的人 我们要你血债血偿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李聘你如此残忍 简直不讲一点武德 周边李火宗弟子 也纷纷附和起来 你们瞎了 李聘心平气和道 没看到是他先下的杀手吗 言霸 也懒得再和他们浪费唇舌 转身离去 你 一位弟子还要再说什么 方林爵这个时候上前一步 以自身势力威胁参赛选手 看样子李火宗觉得自己 能够凌驾于武道大赛之上了 每一场比赛可是都有监控 如果我们将这份监控 送到武道协会总会 李火宗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此话一出 李火宗弟子的叫喊声同时一致 武道大赛 生死恩怨不可波及到大赛以外 他们这种恐吓参赛选手的行径 一旦抱上去并被定性 别说李火宗了 就算是王都顶尖大宗 都承受不了这种后果 刚才那位弟子 只是一时失态罢了 我们李火宗内部会将他开除 江振海连忙伸手 让李火宗弟子们冷静下来 紧接着道 至于我们战斗已经结束了 我们上前想要收敛我李火宗武师的尸首 这不违规吧 那位仲裁者这个时候 一时连忙宣布 胜利者 李聘 方灵觉见状 心中叹了一声 事情闹大了 李火宗居然死了个暴丹 尽管他知道 当时那种情况下 李聘下杀手是对的 可到这种地步 怕是会将李火宗彻底得罪 当下 他迅速朝训练场门口的李聘追了出去 江振海看着李聘离开 神色冷冽 不知在想些什么 没事吧 方灵觉上前询问道 无妨 李聘道了一声 张赤言虽强 可实际上也就和常月明半斤八两 他相较于常月明 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有狠径 奔着直接将他打死而去 李聘看了一眼神色担忧的方灵觉 知道他在想什么 怕我遭受李火宗报复 他倒是很平静 五道大赛上有着明确规矩 一旦上台 生死误论 若因五道大赛期间导致参赛者生死 其背后势力对参赛者进行报复 将从众从严顶格处罚 而这 也是五道大赛能一届一届办下去的原因 李火宗报复他 一旦被抓住证据 处置的可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整个李火宗 话是如此 我们太白王国国情不同于天元联邦其他势力 方灵觉到 天元联邦大多数国家从动荡三十年走过来 要么有外部威胁 要么境内存在险地 不得不以严苛的法律 确保国家秩序的正常运转 对于这种挑战五道大赛秩序的事件 有人敢犯 确实是顶格处罚 但太白王国成平已久 竟想安逸 已然从法治社会走向人情社会 他叹息了一声 亲亲相隐 官官相护 哪怕法律写得再好看 可执行法律的世人 他们面对法律条款不予执行 你有什么办法 自己动手 动手那就是阅祖带袍 目无法记 有礼也变成无礼 更何况 有些时候 法律本身就是为了保障 他们权利而制定 李聘看了方林爵一眼 并未说话 方林爵被他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他自我打量了好一会儿 这才不解问 怎么了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方管主时 方管主还是锋芒毕露 连对长风武馆之事也不在意 一心想看武道路上更精彩的风景 李聘道 方林爵愣了愣 他很快明白了 李聘想说什么 一时间不禁沉默下来 从白鹤流出来到藏龙市 不足一年时间 他 确实变化极大 在白鹤流那种人人练舞 想着攀登武道之巅的大环境下 他锐意进取 纵然天赋 不及那些顶尖天才 仍然心比天高 不甘放弃 可来到藏龙市后 在金钱的腐蚀下 却一点一点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时至今日 静会对李聘说出这种 一年前他根本想都不会去想的言语 好一会儿 方林爵才重新道了一生 大量人类联合起来 形成一个个势力 国家 为了维护这些势力 国家 为了维持这种强大 不得不行成一套特殊的规章 制度好让势力 国家运转 而个体的力量 在这种庞大集体面前 其实很渺小 势力 国家 乃至整个人族 相较于浩瀚无垠的宇宙星空 同样渺小的 如同沧海一宿 为此形成的规则 制度 同样是那么的不值一提 李聘道 你现在说这番话太早了 方林爵看着李聘 不要被你的天赋蒙蔽了眼睛而小觑天下人 我知道 李聘看着他 但李火宗也不是国家 更代表不了人族 他们 只是一个宗门而已 一个哪怕要报复我 只敢偷偷摸摸 不敢动用任何外在影响力的宗门 即便偷偷摸摸 李火宗能够动用的力量 仍然不容小觑 哪怕派出刚进宗师 亦不是没有可能 方林爵道 刚进 李聘朝身后刚刚比武的训练场看了一眼 笑了笑 并未说话 而方林爵看着他这副表情 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猛然睁大眼睛 你 你 他的呼吸 在这一刻宛如凝滞 请相信我 我没有任何惹麻烦的意思 李聘知道他在想什么 认真解释 但如果麻烦 自己找上门 那也别怪我伸手将其饿死 太理想的爱情总不可接触 太安逸的生活 也未免会枯燥 你 真是 方林爵常常吐出一口气 呼 直到此刻 他这口气才重新传了过来 你在试图打破 整个太白武道界默认的规矩 方林爵道 这会让你未来的路变得无比崎岖 更会让你的人生充满危险 是吗 就看吧 李聘笑了笑 挥了挥手 看看我这条路究竟能走多远 言罢 他转身 从容而去 方林爵看着他的背影 久久无言 这一刻 他分不清今日击杀张赤岩 究竟是李聘故意为之 还是迫不得已 他也已经看不懂 李聘心中真正的想法 他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只知道 他在他身上看到了光 死人了 江州武道大赛开启才第二天 就死人了 死的还是一尊报单高手 这个消息传出 一片哗然 无数记者纷纷赶至事发地点 争相报道 报单 放眼任何一座城市中 都是不折不扣的高手 如果有点人脉关系 开家无管 一年下来的营收 足以破亿 哪怕他们安逸地 去某些单位任职 也能年入数百万 上千万 很多县城的武道协会会长 就是由报单武师担任 可眼下这样一尊强者 在武道大赛第二天就被打死 无数人得知这个消息的同时 亦是感慨 这一届武道大赛的竞争之激烈 在外界闹得沸沸扬扬之际 张赤岩的尸体 亦是很快被运送到了李火宗 张赤岩尽管并非李火宗 在江州市的扛齐人 但也是李火宗 在江州的二号人物 相当于藏龙市五行门的齐东远 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死亡 自是引得周边势力 纷纷派人来探望 同时了解他对此事的态度 但李火宗宗主邱处峰 却让人传出话 擂台比斗 生死有命 张赤岩既不如人 怨不得李聘 并公开许诺 绝对会遵守武道大赛规章制度 不将擂台上的仇怨 拿到台下追究 但一些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却知道 在张赤岩的尸体 被送回来后不到一个小时 邱处峰亲自往王兜打了个电话 很快 王兜中 一位和邱处峰私交不菲的强者 买了车票启程 只往江州市而来 李聘并未再在武道协会待下去 而是直接回到家中 昨天观战了一天 他发现 真正会出现激烈对抗的 只有在华静 单静层面 报单和报单间的交锋 反而被隔开了 其中 他想留意的王兜高手 顾浩然 江振海 以及原本江州市青年组 第一人周远飞 更是没一个像样的对手 华静都少 何况单静 报单 尽管这是为了保护那些 有资格角逐前十的报单 单静 让他们避开和种子选手 对上导致提前淘汰 可不是势均力敌的战斗 看上去也没有太大意义 少年组 青年组同期举行 为期十天 十天后成年组开战 同样是为期十天 然后是少年组 青年组 为期五天的循环战 以及成年组 为期五天的循环战 这就是赛事安排 从赛事安排上可以看出 分量最重的是成年组 可惜 当初礼聘就一个二级舞者资格证 没有报名成年组的资格 否则 在成年组和那些顶尖强者交锋 岂不是更为畅快 成年组往往是宗师之争 这一届江州市成年组 名声极大的选手 有赵神眼 聂无极 萧定军三人 每一个都是内敛换血的人物 他们叙事待发 目标直接放在了全国大赛 礼聘有些惋惜 曹天游 江青月也是宗师 但他们老了 如何比得上赵神眼 聂无极 萧定军这等正值壮年的巅峰宗师 这些壮年巅峰宗师 和一些年老五圣生死搏杀 胜负怕都在五五之数 在我们蓝星 报丹就被称之为宗师 炼钢更是如同陆地神仙般的人物 真不知道这些人究竟能有何种手段 礼聘这段时间里 也刷了不少炼钢宗师的视频 算是对炼钢有了个底 除非他再进一步 否则 哪怕激发燃血秘书队上 赵神眼这些巅峰宗师 也没有多少胜算 毕竟 视频是一回事 实战又是另一回事 炼钢宗师的斗志 信念 何其强横 坚韧如铁 百炼如钢 真打起来 绝对比视频中表现得更为恐怖 就像人类从视频中看到 凶兽和实际面对凶兽一样 根本是两个概念 不急 打完江州大赛 还有全国大赛 全国大赛青年组 应该都有不少炼钢强者 李聘静下心来 一个月 他等得起 他稍稍集中精神 感应了一番自己的状态 其他属性没有太大变化 倒是精神属性在生死刺激下 有了小幅度增长 精神加零点十五 还行 李聘点了点头 当即运转武器朝圆法 淬炼其五脏六腑 至于效果更好的三昧炼心法 他把握得尚不那么透彻 片刻 他想到了什么 炎蛇式是离火镜中的杀招 心属火 所谓离火镜 就是心力 心乃五脏之手 打出离火镜某种程度上是刺激心脏 迸发心力 强行引动其他内脏共鸣 对自身负荷 伤害更大 但却能让舞者更好地打出刚进 李聘顺着这个思路 很快意识到了什么 精气神亦是一个整体 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不分彼此 原本他的三昧炼心法中的三昧之火 缺了精神之火 为此他不惜打算 修行大日心神观想法 借大日心神的炽烈黄黄点燃精神之火 可离火镜 却给了他一个思路 刺激心脏心力迸发 可以强行引动其他内脏共鸣 他将精气之火燃烧到极致 何尝不能借此点燃精神之火 进而以三昧炼心 快速推动炼脏大成 而要将精气之火燃烧到极致 燃血 下一刻 礼品体内那些被刻露下的细胞 仿佛被燃血粉药力刺激一般 剧烈震荡 大量气血自骨髓中涌出 并被迅速激活 沸腾 顷刻间 他的精气状态攀升到极致 浑身上下 仿佛浴血燃烧 在这种状态下 他毫不犹豫运转三昧炼心法 顿时 精火 气火熊熊焚烧 并在燃烧过程中 炼气化神 演化出来的神犹如火种 点燃神火 使得三火断烧 淬炼他的五脏六腑 那种炽烈狂暴的效果 比之武器朝圆法来 快了何止一丁半点 如果将炼脏 比喻成游泳 武器朝圆法 是将一个人放在游泳池中 让他游浅入身 一步一步练习 那么三昧炼心法 就是直接将人丢入水流湍急的江河中 学会了生 学不会死 哈哈 够近 李聘感受着五内聚焚的畅快 大笑一声 竟是直接打起了拳法 燃血秘术状态下 他的气血之力被激发到极致 威势暴涨三成不止 与之相对应的是 掌控性大幅降低 众所周知 在疼痛状态下 人们做事更容易集中精力 再加上李聘本身精神属性的增长 靠着五行合一 他竟是接连打出三道单进 三道单进下 本就不堪重负的五脏六腑 终于开始罢工 若他此刻集中精神观察 已经可以看到大量毛细血管崩断 再练下去 俨然会有鲜血渗出 考虑下午还要打比赛 李聘不得不将燃血秘术 三昧炼心法 包括五行炼体术停了下来 这一停 一阵无法言语的虚弱 顿时涌上心头 好家伙 和一尊暴丹高手生死搏杀 都没把自己折腾成这种程度 这种伤 怕是得打得刚进才行 李聘到了一生 不过他心中有数 很快运转起先天氧气术 滋养起自身状态 数个小时后 感觉到生命元气消耗殆尽 他在一旁的储物架上 翻出一个小瓷瓶 从里面倒出一枚丹药 这并不是什么先丹 只是他委托柳平生 将那些滋补药膳炼成的丹丸 成本上升不少 用途仅仅是方便携带 好在 现在的李聘 也不在乎一个月多几万的花销 燃血秘术下 连续打出三次丹静 尽管是借助了五行合一 这等炼钢层次杀招 却也能证明 我对燃烧秘术增幅后 力量的掌控提升 等什么时候 能在不用五行合一 不用八胸针火镜的情况下 仍然打出丹静一击后 就相当于彻底掌握燃血秘术了 李聘心道 不过 这估计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因为 燃血秘术他无时无刻都在改进 等他完全掌握燃血秘术增幅的力量后 燃血秘术的增幅效果 说不定已经从现在的36% 提升到38% 40% 收敛心神 李聘继续运转 先天氧气术调理自身 下午4点 李聘根据短信来到第六训练场 当他抵达训练场时 已经有不少人在这里等候 围观了 他一到 不少人纷纷窃窃窃私语 李聘神色从容 静静等候 等到他时 他踏上训练场中央 只是 踏上训练场中央后 他的对手却迟迟没有现身 足足十几分钟后 仲裁员才上台 李武师 你的对手因身体不适 遗憾地无法参加这场比赛 说完 他直接宣布 胜利者 李聘 李聘偏着头 不打了 对方身体不好 放弃了战斗 也是合情合理 仲裁员说着 道了一声 好了李武师 我们要准备开始下一场比赛了 李聘听了 有些惋惜 报当武师 周身气息无漏 平日里很难生病 眼下居然病到无法参赛 一定很严重吧 他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人 本身就是十分脆弱的生物 一点点意外 就可能送命 而这 也是他修行的意义所在 当下 他离开训练区中央 没能看到 李聘和另一位 报当高手交手 场中不少人 也是一阵唏嘘 不过每一位 报当武师 在社会上 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而没有到决赛就敢来观战的 基本上都是圈内人 或者说和武道界有些关系 也不敢出言不逊 李聘很轻松地走出了训练区 期间几位记者上前想要采访他 被他挥手拒绝了 他直接来到了方灵爵所在的区域 看到李聘 方灵爵冲他点了点头 不过下一个就是他的对手 正在调整状态的他 倒没有说什么 很快 台上两位化镜舞者 愤出了高下 方灵爵大步上台 他的对手是一位单镜舞者 显得十分谦虚 一副晚辈向前辈请教的姿态 两人的言语 交流 稍稍体现出了一丝 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的气氛 这位单镜舞者 各方面不差 但战斗经验有所奉缺 两人交手不到一分钟 方灵爵已然抓住机会 连发两道单镜 将其击败 取得胜利 恭喜 李聘道 谢了 你打完了 我记得你的对手 是乌锡市的州管主 这可也是一位报单 方灵爵说着 补充了一句 不过这位州管主 一个月前 和你昨天的对手 长管主交过手 还败了一招 对你而言 应该只需要费点力气 就能将其击败 是吗 我不清楚 李聘道 他根本没来 没来 方灵爵一正 很快又觉得是情理之中 你击败了常月明 再加上连续被安排 三个报单针对 俨然是能威胁到 三大种子选手级的存在 这位州管主意识到 自己被荡成了 用于狙击你的棋子 自然不乐意了 说着 他再度道 和你杀了张赤岩也有关系 杀性大 能开武馆的报单武师 哪个不是年入千万级的存在 身家往往上亿 力所能及下 他们不介意拼一下 在江州大赛斩获荣誉 可如果要让他们冒生命危险 他们迟疑不前 这样 未免少了一些血性 李聘道 血性 成平时代 大家追求的 自然是安居乐业 哪能再像动荡时期一般 为了一点点利益之争 寒打海杀 方灵觉道 李聘听到这已然明白 为什么江州五道大赛的黑幕 如此肆无忌惮 并且像曹天游 江青月等人 还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 有血性的人太少 尤其是 想身居高位 想出人头地 首先就得磨平棱角 学会事故圆滑 耶 江州一家 颇有名气的高档私家菜 江青月 曹天游 方灵觉 王左财几人汇聚一堂 赵渊 以及江青月的二子 也坐陪一旁 至于张楚歌 他在来时 已经从方灵觉口中得知 他败在一个报单高手手上 伤势不清 左财 你的手怎么样 江青月询问 还能怎么样 动不得了 下一个对手是华静 暗静还好 如果是报单 甚至单静 基本上打不了 王左财有些自嘲 他来时自信满满 想不到 两天三轮 遇上两个单静 一个报单 尽管将那位报单击败 可同样手臂受伤 三五天里 休想再和人动手 你们的对手 虽然是从圣者组重新匹配 我基本上打听出来了 江青月说着 看了王左财一眼 叹息了一声 你的下一个对手 是顾浩然 王左财顿时变了脸色 王都那个已经练就刚进的天才 江青月点了点头 一旁的曹天游道 周远飞在江州市年轻一辈中 威名赫赫 他被列为种子选择毋庸置疑 没人怀疑 江振海同样有着龙泉名号 再加上李火宗帮忙造势 大家同样没觉得 他作为种子选手 有什么不对 只有顾浩然 虽然来自王都 但名声不显 所以他需要一个强大的对手 来证明自己 显然 那个对手就是连败两位单进 一位豹丹 已然证明自己实力的王左财 明白自己被当作踏脚时的王左财 脸色难看 他顾浩然 好歹是练就刚进的高手 正面搏杀 我都逊色于他 他们何必事先安排这么多高手 将我打伤 顾浩然确实练气成刚 能打出刚进 但他们要的是万无一失 江青月道 豹丹和刚进间差距不小 可并不意味着鲍丹武师 毫无希望翻盘 别说鲍丹武师了 历史上单进 打死刚进的例子 都有 行性 状态 运浅 就像白米跑省级运动员 和世界级运动员 如果两者比试时 那位世界级运动员 突然不小心摔了一跤 胜利必然被省级运动员斩获 除非是绝对性碾压 否则 一个境界的优势 仍然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变数 王左才脸色一阵变幻 时怒时悲 最终 他常常叹息了一声 我本以为 这一届江州前十 必然有我一席之地 没想到 你还年轻 可以等下一届 江青月说着 目光转向方灵爵 我状态还行 抱丹也能打一打 你的对手 应该是个丹静 江青月道 方灵爵听了 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 这位藏龙事武道协会会长 在朝礼拼望去 你 我来说吧 曹天游神色有些凝重 你明天又是两场 且你的两个对手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一个是罗宗师的弟子 罗胜乐 另一个 是四项武馆馆主之子 黑刀云翼 两场 还有是两位抱丹 云翼 那可是四项武馆主推的 抱丹高手 未来的四项武馆馆主 这一届前十的有力角逐者 礼拼尚未开口 方灵爵已经忍不住道 而且 一般杀入前十 需要六到七场比赛 多的也就八场 可这八场要持续十天 稍稍有让人喘息的时间 他们这算什么 三天五场 场场都是爆单 这要让礼拼一人 打穿江州大赛 所有爆单参赛者 我去找林会长谈谈吧 江青月说着 看了礼拼一眼 为了表示诚意 李武师和我同去 我们来江州市这么多天了 也没去拜访一下林会长 无论林会长见或是不见 我们态度必须表达 不然的话 确实有些失礼 确实该谈谈了 礼拼已经展现出了足够的实力 前三甲我们不争 第四 第五 必须得有他一个名次 曹天游道 王左才听着两位宗师所言 心中有些羡慕 两人愿意 为了礼拼奔走 是因为看到了礼拼身上的潜力 为此 哪怕搏了林玉指 这位江州舞蹈协会会长面子 也要让他掌获前五 以获得进一步参加全国大赛的资格 可他 却明显没有这种待遇 什么时候 舞蹈大赛的排名是弹出来 而不是打出来的了 礼拼笑着道 在我心目中 舞蹈 很简单 打一场 要么站着 要么躺下 打 曹天游摇了摇头 你打得赢几人 今天两场报单对决 明天又是两场 后天再来两场呢 哪怕你不爆发血单 一次次打出单进 对体能气血消耗 何其巨大 一个不好 甚至会影响前途 留下隐患 我得到消息 归云武馆 李火宗 玄机门等几大顶尖势力 安排了人在前十名守门 那些人估计每一个 都是报单巅峰的人物 如果你处于全胜时期 或许未必不能压他们一筹 可等你打了七八场 气血耗尽 心力交瘁时 拿什么和那些巅峰报单打 江青月道 听我一句劝 舞蹈界的水太深 不是你靠着横冲蛮干 就能有所成就的 我想试试 李聘平静道 我来参加江州大赛 从来就不是为了夺得什么名次 能成江州第一固然很好 可如果打不上第一 他说到这 突然顿了顿 他一千万还压在里面呢 如果没了那一千万 他岂不是一招回到解放前 哪怕新店娱乐的分红 这才五月 离年底还早着呢 所以 江州第一 我想试试 李聘道 曹天游看着李聘 没有在说话 毕竟对五星门来说 李聘打不上江州第一 也不是坏事 他为李聘说话 也是故意示好的举动 不放弃 江青月听了 则是沉声道 哪怕一路上 可能还会面临四五位 抱单高手的狙击 也在所不惜 舞者若是位战 还练什么舞 不如回家卖红薯 李聘笑着道 江青月深深看了李聘一眼 他联想到 他毫不犹豫 打死李火宗 抱单高手张赤岩一事 隐隐意识到 李聘和他们可能 不是一路人 只是 他所选择的路他 显然不赞同 出声牛 独不怕虎 年轻人没有经历过 社会的独打 不懂得什么天高地厚 不过事已至此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找林玉指 本身就可能会 搏逆了这位 顶头上司的决策 若还不能迈到 李聘这位 潜力无限舞者的人情 那还有什么必要 难不成还是为了伸张正义 如此 我只能在这里 祝你接下来的比赛 一帆风顺了 江青月道 李聘微微一汗手 这个时候 江青月的弟子 从外面走来 小声说了一句什么 江青月不禁重新 将目光转向李聘 四项武馆馆主来了 希望和你单独谈谈 四项武馆 江州境内 威名赫赫的武道势力 尤其是在江州市本土 足以排入前五 李聘似乎猜到了什么 到了声 这个时候就不必了 集中精力 备战明天的比赛吧 曹天游正了正 道 云馆主和我有些交情 眼下人既然来了 李武师 就听听他打算说些什么吧 或许并不是坏事 李聘看了曹天游一眼 掌门开口了 我自然要见上一见 不过 曹掌门真的不知道 他们会想说什么吗 曹天游不禁叹息了一声 人情啊 李聘没有再说什么 这也是他先前不愿听方灵爵推荐 拜师白鹤流的原因 去请云馆主来吧 江青月对弟子吩咐道 弟子离开 不到数分钟 一行三人从外面进入包厢 为首之人 是一个年龄和曹天游相仿的老者 另两人 一个三十上下 身上带着一种浑渊如意的气息 另一人则一身西装 提着公文包 看上去丝丝纹纹 江青月 曹天游和为首的老者云开泰 寒暄了一番 双方倒没有浪费太多时间 很快 云开泰已经将目光转向礼聘 笑着道 这位就是这一届五道大赛青年组中 最出色的礼聘礼武师了吧 二十二岁便已取得这种成就 真是前途无量啊 云馆主过奖了 礼聘微微汗手 此番寻礼武师 想来礼武师也猜到我的目的了 不知礼武师一下如何 有什么难处可以直说 云开泰道 我很意外 礼聘的目光越过云开泰 直接落到那位三十上下的男子身上 这一位便是他明天的对手 云翼 你如何会允许自己 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胜利 用这种方式 你即便斩获第一 未来 你将如何凝聚五刀意志 成就五胜 礼聘道 云翼莫名其妙地看着礼聘 成就五胜 五胜不是评选出来的吗 要什么五刀意志 再说了 太白几百个五胜 真正凝聚出五刀意志的有几个 充其量一两成罢了 两个报单 正高级职称都没拿到 就想凝聚五刀意志 简直天方夜谈 云翼和李武士不同 他今年三十有四 下一届五刀大赛 赶不上了 他在上一届大赛 尽管夺得前十 但却未能杀入前五 没能拿到全国大赛入场券 这一次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 云开态道 青年时期是否参加过全国大赛 是未来评选五胜的重要指标 他转身 从那位眼镜男子手上 接过一张支票 我知道李武士在博彩中心 压了自己一千万 我会和孙经理交涉 让他退款 另外 我们四项五管 愿意再出一千万 希望李武士能行个方便 一千万 在明知道前面有层层狙击 第一无望的情况下 只要现在退出 不止可以挽回先前压住的损失 还能得到一千万 这 和捡钱有什么区别 尤其是李聘才22岁 他还能参加四届五刀大赛 这一届没能杀入前十 下一届继续打便士 换句话说 此时退出 对他不会有任何影响 一时间 江青月 曹天游 包括方灵爵 王佐才 都看着李聘 等待他的选择 一千万 李聘看着这张支票 他站起来 挺直身躯 看了一眼云意 又看了看 这位四项五管馆长 最终 缓缓道 你们让我很失望 此话一出 云开太脸色 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但他并未发作 仍然沉着道 李武师 你应该知道 自你打死张赤岩那一刻开始 你接下来五刀大赛的路 就绝不会顺畅 李火宗 这一次 可是有五位报单参赛 江振海部说 即便韩丽 都有靠自己打入前十 前五 乃至前三的实力 哪怕你不选择退 李聘却是没等他说完 直接对方灵爵 招呼了一声 酒足饭饱 走吧 说完 头也不回 只往包厢外而去 李武师年少气盛 云宗师不要往心里去 方灵爵 冲云开太拱了拱手 很快追上他离开 而看到两人消失在包厢的身影 别说云开太了 就连和他有些关系的曹天游 都有些尴尬 为免这位四项武馆管主下不来台 曹天游连忙到 少年轻狂 云宗师不必理他 没看到 他连李火宗的武师 也毫不相让吗 既然来了 坐下我们喝两杯再走 不用了 云开太摇了摇头 只希望明天我上台比武 不会影响到我们四项武馆 和五行门间的交情 哈哈 云宗师有所不知 我与李武师有约 若他能打入全国大赛 并在全国大赛斩获名次 便会脱离我五行门而去 若是做不到 便得回我们五行门 替我们扛起藏龙室的旗帜 若云武师能将他击败 我们只会高兴 曹天游笑着道 江青月亦是笑着道了声 刚急一舌 李聘这性子 此番被狙击在前世开外 品尝一番失败 也不是件坏事 正好魔力魔力 云开太听了点了点头 如此 我就放心了 他在和曹天游 寒暄了几句 并未久留 很快和儿子云翼 以及特意请来的 四项无管法务 离开了这处餐馆 上了一辆 停在外面的豪华轿车 一上车 云翼眼中 已然闪过一丝遗憾 他没有上当 那就靠实力吧 云开太淡淡道 李聘不是弱者 我最终即便能胜他 怕也两败俱伤 到时候 怕是无力角逐前世排名了 云翼迟疑了片刻道 无妨 林会长让我们做的事 我们已经做了 我一会再去见他 笔事名单尚未公布 就有操作空间 我会让林会长调整一下你的对手 云开太道 云翼听了 点了点头 如此甚好 片刻 他还补充了一句 道非是我怕了他 而是为了个 李聘不值得 我的目标是前五 乃至前三 早早对上他 不利于循环赛的排名竞争 云开太没有说话 自己儿子的具体水准 是什么程度 他还是知道 或许比常阅明 张赤岩这些人强 但也强得有限 对上一路强势打上来的李聘 胜算确实不大 我们当时应该开价三千万 一千万 太少了 如果开三千万 他必然心动 而只要他收了钱打假赛 林会长那边 就能将他终生竞赛 到时候 我这一轮将不战胜 云翼语气中 残存着惋惜 白俭的胜利 就这么失之交臂了 李聘不是傻子 又不是选拔赛最后一两轮 我们若开价三千万 他必然怀疑 云开太说着 闭上眼睛 好了 你尽心备战吧 另一边 方林爵开着车 行驶在车流中 他脸上还有些纠结 我们这么一走 怕是连曹宗师 将宗师的面子也落了 他们的面子那么容易落 那就落吧 李聘平静道 方林爵看了他一眼 老李 我知道 你想走的路会与众不同 但人生在世 一些事根本无可避免 如果你维持我行我素 真的很容易得罪人 我练武就是为了不怕得罪人 李聘笑了笑 同时 他看了一眼前方的车流 而且 他们就不怕得罪我 方林爵哑然 天才 自该有天才的想法 但 成长起来的天才才有价值 如果半岛夭折 方林决心想着 不知道如何提醒他这一点 这个时候 李聘看着方向一拐 驶入江山一品的车前 突然道 时间不早了 我就不请你进去坐了 方管主 去年初见 尚历历在目 我想到一句话 或可赠送于你 话 方林爵转着方向盘 来到李聘别墅前的停车位 什么话 李聘解开安全带 推开车门 身形一顿 须记少时凌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严霸 李聘下车 关车门 摆了摆手 入院而去 方林爵看着李聘入院的背影 他明白他的意思 但 方林爵坐在车上 好一会儿都未曾重新将车辆启动 一时间 他不禁联想到 当年他拜师白鹤流石的意气风发 我名 方林爵 会当林爵顶 一览众山小 终有一天 我将以五圣之身 屹立于五道之巅 看天高海阔 云卷云梳 无数少年习武记忆 涌上心头 那个时候的自解 现在的自解 方林爵神情恍惚 他再度转头 望向李聘 当着曹天游 云开泰 江青月三大宗师的面 一句九宝贩族 起身而走 他几乎能够猜到 这些宗师对他会有何种评价 旁观拍手笑书狂 书又何妨 狂又何妨 哈哈 方林爵突然大笑了起来 这一刻 他只感觉一路而来的纠结 豁然消散 滚滚红尘三千丈 无人可渡万古尘 且把一身行义气 不负少年不负心 一念畅达 百脉俱开 他竟就这么下了车 于月色之下 打起拳来 如白鹿降空 如鲜鹤起舞 戴德全智兴盛 丹静薄发 突兀陆鹤合击 虚空中仿佛有白光闪烁 紧接着 如闷雷乍响 这一刻 已在抱丹静中沉静多年的 他竟直接打出钢静 一套拳法打出 兼之静力成钢 方林爵不禁气喘吁吁 不知何时 原本已经入了院子的礼聘 重新出现在了院门口 戴德方林爵停下练拳 他嘴角含笑 抱拳拱起 忠心道贺 恭喜 方林爵稍稍喘了几口气 恢复打出钢静 倾注的大量心力 然后 满是慎重地对着礼聘行了一礼 多谢 进来休息一下 礼聘微笑邀请 方林爵意不含蓄 点了点头 他迫切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好好消化 此刻打出钢静的种种体物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礼聘这般 打出一记钢静后 很快就能记住这种状态 进而领悟钢静 一些十几年前打出过钢静 十几年后仍然靠运气 才能爆发钢静一击的爆单 也不在少数 我曾以为 随着时间流逝 我们二人会渐行渐远 现在看来 或许 我们仍能继续并行 李聘直言不会道 方林爵心中有些感慨 他知道 李聘所谓的并行是什么 道 他和太白其他舞者最大的区别 道不同 他险些同样沦为 太白大多数舞者一样 幸亏 李聘刚才一番话语的点醒 多谢 方林爵再度道 前路已明 炼钢再望 自此 人生不同 武道突破 为了尽快掌握 没有比和势均力敌的对手 打一场最合适 次日 李聘 方林爵二人早早来到江州武道协会 这里仍然是一幅人山人海的景象 普通人将江州大赛视为整个江州的盛世 根本想不到这场盛世背后隐藏着多少暗流汹涌 隐隐狗狗 十点 李聘准时抵达第二训练场 等待不到半个小时 他已来到训练区中央 随着他上场 一位中年男子一时跃众而出 缓缓上前 此时的李聘金张赤岩一事 已经有了不小名声 看到他再度上场 场中很快掀起哗然 一些人更是发出疑问 我记得李武师这几天里 打了好几场了 根据报名人数不同 每一位舞者打到循环赛 往往需要进行六到八轮比赛 可这六到八轮比赛 是在十天内打完吧 眼下第三天 李武师就打第四场了 赛城安排也太频繁了吧 我也发现了 而且 你们留意到了没有 李武师的对手 好像无一例外 都是报单武师啊 他这运气的多不好 才能连着四次遇到武师 可一不可再 可再不可三 四次接对上报单 这恐怕不是运气所能解释 众人纷纷议论 不过由于 现在事情尚未发酵 意识到这一点的只是少数 尚未形成舆论 一些记者倒是将这种特殊情况记了下来 他们隐隐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个爆点 当然了 这种爆点最终能不能公布出去 他们心里也没底 毕竟 如果他们猜测是真的 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大了 现在这个年代 记者无写之王的头衔 早已不复往昔 敢勇于曝光的记者 基本上翘无声息消失了 反而是被他们曝光的那些企业 还活得好好 能换张皮 一丝一丝一下 都已经算是舆论的胜利了 所以 他们只是将 这些异常记录下来 最终公布公布 还得看上面的意思 藏龙 李聘 李聘到了一声 洛川 景峰 男子拱了拱手 同时道 李武师 我本身一别无选择 只得和李武师打上一场 还请手下留情 当你站在这里 你的选择就只有一个 那就倾尽全力 展现 你毕生所学与我一战 这 也是对武道的尊重 李聘到 景峰脸色一沉 眼中含光泵射 我只是客气一番 李聘 你当真以为我怕了你 别人惧你凶威 我景峰不惧 今日 我就让你看看 我落穿景峰的真正实力 半分钟后 认输 被一拳击溃 尽力到飞出去的景峰 尚未来得及落地 已经惊恐大声叫喊 我认输了 正大步追击的李聘 身形微微一致 他偏了偏头 看着景峰 这位暴丹武师 明明还能激发血丹 以血丹爆发之力 舍命一搏 结果 这就放弃了 倒飞出去 重重砸在地上的景峰 只感觉一口气 都险些没有喘上来 浑身上下 因李聘 单进爆发 尽力透体 一阵酸痛 可这并不影响 他继续叫喊 李武师修为了得 我甘拜下风 认输了 说完 他连忙给仲裁员打眼色 武道大赛的规矩 是任何一方认输 比赛都必须结束 这位仲裁员 也指得高声宣布 胜利者 李聘 李聘看了景峰一眼 倒没有再行追击 武者的强弱 确实不止体现在修为 体魄上 战斗经验 身体状态 作战意志 心灵韧性 都至关重要 眼前这位洛川景峰 战斗经验和身体状态都不差 但在作战意志和心灵韧性上 差太多了 纵观他遇到且交过手的 爆单武者中 他怕是最弱的一个 他本以为 打杀王道义 磨杀两人后 将会开启 他迎战一位为爆单高手的帷幕 结果现在看来 出道即巅峰 至少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感应到过 任何一位爆单 能像磨杀那样 不止将体魄打磨到爆单极限 更是掌握能激发权益的 武胜拳法 结束战斗 李聘去了四号训练区 这里有方灵爵的战斗 他的对手 又是一个单进武师 恰好适合他 魔力刚领悟 尚不能百分百打出来的刚进 两人战斗了数分钟 最终那位单进武师 连发两道单进 仍然未曾看到 半点击败方灵爵的希望后 甘愿认输 或许他激发气血 仍能再发一两道单进 可代价 必是气血亏空 损伤根基 又不是角逐前十排名 仅仅是第三轮 就达到这种程度 不值得 方灵爵胜出后 两人一起去了五号训练区 这里 王左才将迎战种子选手顾浩然 战斗并没有什么悬念 顾浩然 乃是炼气成刚的人物 而且和方灵爵 才打出过一次刚进不同 他已经掌握刚进 尽管 不像真正的外刚宗师一般 一举一动 皆能打出刚进 必须服以杀招 秘术才行 但相较于上财报单 并身上有伤的王左才 无疑强出一大截 他直接利用王左才 受伤这一点 完成叙事 而后抓住战机 打出刚进 一击定乾坤 刚进乍响 如若惊雷 引得观战者一片哗然 早就等在训练场周边的记者们 疯狂拍照 将顾浩然打出刚进击溃 王左才的画面记录下来 不用猜就知道 顾浩然以刚进 大败王左才的新闻 必然是今日的江州头条 他在表演 礼聘道 拿王左才为靶子展示自己 哗啦啦 聚光灯下 顾浩然万众瞩目 王左才则在亲友的带领下 黯然退场 往一旁专门负责紧急救治的医务处而去 方灵觉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道了一声 王左才伤势不清 希望不会留下什么隐患 李聘点了点头 认可他这一说法 这个时候 万众瞩目的顾浩然 似乎察觉到了李聘所在 瞥了他一眼 有些骄傲地扬了扬眉 刚进 都能考证高级之称 被尊为宗师了 方灵觉察觉到了顾浩然的目光 看了李聘一眼 你要夺江州第一 他是你最大的对手 不错 李聘道了一声 希望他能保持好这种状态 不要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严霸 两人出了五道大赛用餐 下午十分 一号训练区 李聘再度登台 黑刀云翼 闯出了名号的人物 四项武馆馆主之子 未来的四项武馆馆主 希望不会太差 李聘平静地站着场地中央 周边一些看过早上 报丹之战的人 一阵哗然 议论声更大了 不过李聘并未回应 静静等待自己的对手到来 结果 黑刀云翼没等来 反倒是一个单进舞者 有些猛逼地踏上比武场 挡不住了 五道协会 一栋高楼会议室 林玉职站在透明玻璃前 朝下方如火如荼的 五道大赛举办场地方向望去 在这个位置 他能看到大量舞者来来往往 赶着前去参加比赛 他身后 邱处峰 书少颜 肖云峰 几人都在 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其中 书少颜 肖云峰还好一些 但秋处峰脸上 却写满音域 普通手段 我们拦不住 这个小家伙了 你们商量商量 谁让的位置出来吧 林玉职转过身 望向挂在墙壁上的 大屏幕 大屏幕中转播的 正是一号训练区 李聘的对手 直接认输的画面 三天 无场比赛 其中四场安排的 皆是报单 很多人只要一想 就会猜到有问题 尽管我们可以 压下媒体舆论 但如果事情闹大 我们也会承担风险 林玉指导 他关心的 不是自己做的是 是否错了 而是做这件事 会不会给自己 带来风险 没有风险 无论对错 皆可放手失为 林会长打算 力保顾浩然 但让李聘进了前十 他就得打循环赛 循环赛上 哪怕顾浩然 对上李聘 也没有绝对把握吧 秋处风道 林玉指没有回应 而是询问 你的意思呢 再试一次 秋处风道 原本我打算 再让两位 报单好他一番 现在看来 除非我们自己人出手 否则其他报单 未必愿意 再没有碰触到 循环赛门槛前 和他死磕 那么 就只能我们亲自下场了 林玉指 听出了他的意思 摇了摇头 韩力对上 李聘 也未必有多少把握 没有多少把握 但想来也差不了多少 秋处风道 而且 诸位应该知道 我从王都 请来了一个人 雷拳 周朝光 林玉指几人 自然知道 昨天刚从王都 赶来的那位 炼钢宗师 不是钢界 而是真正的炼钢宗师 尽管未曾 踏入内钢之境 但却从小精修雷光拳 雷光拳 雷光拳名字听上去 平平无奇 却是不折不扣的 五胜传承 周朝光 报单禁时 接触这门拳法 经二十年苦练 虽尚未内钢圆满 达人体极限 但拳意却魔力得 无比强大 可惜 他魔力拳意 浪费了太多时间 现今五十有二 身体技能开始 走下坡路 否则 未来必能问顶五胜 不错 邱处峰点了点头 是他 你打算让周朝光 出手袭杀礼拼 一旁的舒少妍有些诧异 紧接着道 不对 你们李火宗 冒不起这个险 袭杀五道大赛的参赛选手 上面必然会派人前来调查 尤其是像礼拼这种展现实力 闯出名气的选手 调查组 甚至会携带兴器 一个不慎 整个李火宗 都要给他陪葬 你们不会如此大胆 周朝光不可能答应 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良好市民 自然不会做这种 暗中袭杀参赛选手的事 邱处峰说着 转向林玉指 我希望林会长帮我安排一下 明天 韩力对礼聘 让周朝光成为仲裁者 林玉指一听 很快猜到了什么 舒少妍 孝云峰两人意识有些讶异 紧接着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此法可行 小事 交给我吧 林玉指笑了笑 你让你的弟子韩力 好好准备吧 不要出什么篓子 他和顾家交易 宝顾浩然夺冠 自然要言而有信 我明白 邱处峰笑着道 最近一段时间 韩力修炼得十分勤快 他为了能在决赛前更进一步 不惜服用了大量顶尖药材 特殊药物 想来明天他的表现 绝对能让诸位大吃一惊 是吗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林玉指笑着道 今天很轻松啊 难道那些人意识到挡不住你 干脆让你杀入前十 方林爵笑着和李聘打招呼 谁知道呢 李聘道 也有可能 是他们安排着更强大的对手 在前面等我 说起来 你已经打完五场了 我看了一下 这一届参赛者数量虽然多 但七轮也差不多了 留给他们的机会 确实不多了 不出意外 明天对你而言 应该是最关键的一天 方林爵道 我等着 李聘道 方林爵笑了笑 他同样遭到了狙击 虽然力度不如李聘 但想来 接下来必然会遇上爆单级对手 不过 不重要 只要不遇上顾浩然 江振海 周远飞 他不惧任何一位爆单 即便对上了这三人 胜负如何 也得打过才知道 只是 他方林爵也不是什么 积极无名之辈 为了确保种子选手 顺利进入前十循环赛 武道协会不会安排 强大的爆单和他们对打 要安排 也是类似于 王佐财这种 在先前的比赛中 受伤了的爆单 李聘 方林爵 你们在这里啊 这个时候 一阵招呼声传来 却见赵渊快步走了过来 他作为江州本土爆单 年龄已经过了三十六 参加不了青年组大赛 至于成年组 他心里有数 所以并未参加这一届 武道盛事 我师父正打算找你 赵渊对李聘道 有事 李聘问了一声 昨天晚上 江会长打算带你 见见林会长的事 和你说了吧 嗯 李聘应了一声 并没有下文 这 就是他的回答 见状 赵渊稍稍收敛了一下表情 沉吟了片刻 道 有一件事 你还不知道 王佐财 伤得很重 很重 一旁的方灵爵 一正 询问道 不是有心气吗 怎么 心气的作用 是迅速激发人体自愈能力 这是指你所受伤害 能够自愈的情况下 心气加速了这一能力 面对一些身体 无法自愈的伤势 加速自愈效果 只会适得其反 否则 网界就不会有那么多死伤 伤残了 赵渊说着 语气一顿 而王佐财 他用于党固浩然 刚进一击的手臂 粉碎性骨折 很彻底的那种 粉碎性骨折 方灵爵 联想到赵渊提及的 伤残二字 顿时脸色一变 你是说 赵渊点了点头 他的手哪怕以后治好 也会留下残疾 换句话说 他看了一眼礼拼 王佐财 废了 他 方灵爵听得赵渊所言 神色有些震动 王佐财论及实力 并不逊色于未突破前的他 眼下连前十都没打尽 还废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 对抗下去 对我们来说没有好处 顺势合作方能双赢 赵渊道 嗯 李平应了一声 仍然没有给出具体回应 或者说 他根本不想在这个话题 谈论下去 见状 赵渊叹息了一声 斟酌了一番 这才道 如果李武师坚持 我们五行门 怕是无法给你太多的帮助 李平有些意外 但又意料之中地看了他一眼 笑着道 五行门这是 想要和我划清界限 并非如此 只是我们五行门上下认为 完全没必要将局面闹得这么僵 赵渊道 我懂了 李平点了点头 对方灵爵道 走吧 方灵爵看了赵渊一眼 道了一句 你这番建议 适应于任何一个年龄三十以上的 报单武师 但你考虑过没有 面对一位年仅二十二 致力于问鼎五圣的天才 你让他退让 搏你心中的信念 这是在断他的道 言罢 他转身跟着离开 而原本看着李平毫不客气 离开心有不满的赵渊 听得方灵爵此言顿时心头一震 断他的道徒 他猛然惊醒过来 是啊 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和李伙宗乃至江州武道界 潜规则对抗实属不至 因为他们年龄不小 未来即便有机缘 能迈入炼钢境界 就是极限了 但李平 他才二十二啊 他将来是有希望能成五圣的人物 不是那种评出来的五圣 而是凝聚出五道意志 能举手投足间 打出神境的真正五圣 要成这种五圣 纯粹的心灵 信念至关重要 眼下他们要李平退让 做他唯心之事 这不是断他道徒是什么 相较于凝聚五道意志 成就真正的五圣 别说一个李火宗 和整个江州武道界 为敌又如何 赵渊喃喃自语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为何无论他们怎么劝说 李平的想法 始终不被撼动 因为两者间的眼界 格局 从来都不在一个层次 真正的五圣 赵渊深吸了一口气 不行 我得将这个消息 告知师傅 五行们 必须得重做选择 晚饭李平是圆开太勤的 这位红日服饰的老板 显然相信了 李平有打入江州大赛 前十的实力 显得十分热情 吃完饭后 李平回到家中 修炼室 他点燃一根凝神香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修炼自创观想法的第一篇 混沌 至于王左财的事 没能给他带来任何影响 说王左财机不如人也好 说他被顾浩然背后的势力 针对也罢 都没有意义 弱者奢求和平公正 强者践踏规则 带来混乱 可本质上都一样 区别就是 混乱环境 强者对弱者的压榨 肆无忌惮 和平时期 他们横行无忌 至少需要加一层公正的伪装 很多人知道他们在伪装 他们也知道他们在伪装 他们知道 人们知道他们在伪装 但他们依然在伪装 因为 人们认可这种伪装 奢求他们 在意这种伪装 并沉浸在这种 以和平公正为名 伪装出来的假象中 不敢去看世界的真相 甚至于 就连一些人自以为看到的真相 也是他们伪装而成 因为 一切的规则 都是由强者制定 为强者服务 包括自以为看到的真实世界 如以文乱法 狭以武犯禁 本质上 就是有能力者 对能力缺乏者的压榨 又或者说 强者对弱者的压榨 世界自古如此 它闭着眼睛 静静沉浸在混沌之中 哪怕并未观摩宇宙 只是置身混沌 那种无穷 无序的变化 仍然有种源于心灵的震撼 任何文明璀璨 都不及浩瀚星空之万一 这种震撼 震荡着李聘的精神 充斥着他的心灵 许久 直到李聘 有种源于内心深处的疲惫后 他才结束修行 混沌观想法 不像观想宇宙那么夸张 但等他恢复过来后 精神数值的增长 必然达0.1以上 十天一点的进度 非任何一种观想法 所能媲美 休息一个来小时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叮铃铃 李聘接通 里面很快传来 李云瑶欢快的声音 哥 我们明天就来了 想不想我们 高兴吗 高兴 那就抓紧时间 再高兴一会儿 因为 下次再笑得到 三四天后了 啊 我联系了一个搬家公司 三天后会到阳光小区 你们这两天 将要准备的东西准备一下 这一趟 我们直接搬家 李聘道 搬家 李云瑶有些惊议 我们以后真住江州市了 从县城搬到首府 当然 太棒了 我喜欢江州 好吃的 好玩的 太多了 比流川县多得多 等住到江州来了 你想怎么吃 就怎么吃 李聘道 我这就将这个消息告诉妈 让她准备 李云瑶说着 欢快地跑开了 从手机里 她还能听到一阵 登登登的下楼声 不多时 接电话的人 换成了李母 一番交流后 李母答应三天后 搬到江州市 既是因为 江州有更安全的环境 更优秀的教育 也是因为 李聘 李云烟都在这里 打完电话 她再度集中精神 沉浸性地感受 自身每一分变化 精准地把控 每一丝气血运转 下一刻 燃烧秘书激活 然后 八胸针火尽其出 或许外人看了 还以为 她要和谁 进行生死搏杀 可实际上 这些都只是 李聘的日常修炼 次日一早 李聘来到了 舞蹈大赛会场 似乎是为了 不给她任何休息 恢复的时间 这一次第一场就是她 不知是舞蹈协会 保密叫好 还是其他缘故 江青月那边 并没有提前 发来她的对手 对战表 因此 直到李聘 踏上训练场时 她才发现 她这一次的对手 赫然也来自李火宗 并且还是来自王都 有凭自身实力 打入任何一周 舞蹈大赛 前十的巅峰爆单 韩力 不过 她的目光 在韩力身上 停顿了片刻 便已转向了 随后踏入比赛圈的一个 穿着仲裁员服装的 中年男子 这个男子 给她的威胁感 远比韩力大得多 练刚 好了 人既然到了 那就别浪费时间了 开始吧 中年男子淡淡道 每一个训练区 都如同篮球场 除了最中心的比试区外 周边有一圈堆放器材的空地 然后则是阶梯向上 可容纳两三千人 同时观战的观赛台 观赛台最上方 还有不少装着玻璃的房间 这些房间平日里不对外开放 但现在 其中一间房屋中 曹天尤 江青月 赵渊等人都在这里 和他们同行的 还有来自王都的炼钢宗师 洛白河 以及 江州武道协会副会长炼红尘 整个江州总会副会长 有六人 其中两个只相当于挂了个名 另三个 一个坐冷板凳 两个早已投校淋浴纸 以他马首是瞻 至于炼红尘 也属于边缘化的副会长 整个江州武道协会 几乎是淋浴纸一手遮天 昨天晚上 赵渊将礼聘的话带回去后 曹天尤沉吟良酒 甚至大晚上的找上了江青月 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最终 江青月带着曹天尤 找到副会长炼红尘 一番交流后 这位副会长 包括江青月 曹天尤 都觉得 根据礼聘这场战斗的表现 在做出最终决定 也因此 有了几人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韩丽 还真是他出手了 看样子 如果做得太过 林会长也担心 压不住舆论 江青月道 这则消息 他们昨天晚上就收到了 韩丽应该比不过礼聘 不知道他们打算 靠什么手段翻盘 曹天尤道 关键点 怕是在周朝光身上 骆白河网穿着 仲裁员服装的 那个中年男子看了一眼 邱处风兴师 动众将这位炼钢宗师 从王都请来 我不幸只是让他 做个仲裁者 他难道吹黑哨 偏袒 五道大赛每一场 都必须有录像存底 他们敢做得太过 一旦礼聘向上申诉 不止周朝光前途近回 将他安排到 这个位置的淋浴值 也会受到影响 江青月道 关键是抓住证据 没有证据 颁不倒淋浴值 甚至就算有证据 一些无关大雅的小事 同样难以让他伤筋动骨 炼红尘淡淡道 他虽然来此 但除非有绝对把握 否则不会轻易出面 为了礼聘 五行门去和淋浴值为敌 韩力都派出来了 这是他们狙击礼聘的 唯一机会 我相信 他们必然会有动作 曹天游沉声道 韩力在王兜兜极有名气 以敢打敢杀出名 他的修为 或许略逊江振海一筹 但论及战斗经验 凶狠程度 绝对更在江振海之上 而且 他精通炼体之术 将自身炼制成一尊强大兵器 切磋交手 他和江振海的胜负 在三七之间 若两者生死搏杀 这一比率将达到四六 甚至五五 落白河道 他来自王都 对这位报当武师 也有所了解 炼红尘 江青月 没有在说什么 目光朝下方头去 你的眼睛在看哪里 闷尘的声音 从前方传来 韩力身高超过一米九 长相 看上去有些憨厚 乍看之下 很像电视里演的那种 人畜无害的傻大哥 可眼下他一开口 身上的气质 很快发生了变化 由人畜无害 迅速转变成了压抑 凶煞 那种变化之快 即便李聘都有些意外 他看着眼前 这个壮硕的男子 感受着他身上那种 似乎随着气血运转 渐渐增强的压迫感 眼睛渐渐有深 这种神光不是畏惧 而是惊喜 为终于看到一个 或许称的上强者的对手 而惊喜 你杀过人 李聘看着韩力 紧接着补充一句 不止一个 江振海能不能夺得前三 我不感兴趣 能不能杀入江州大赛前十 我也无所谓 但 你不该杀张赤岩 韩力沉声道 张赤岩是我李火宗的人 杀他 就是和我李火宗为敌 和李火宗为敌 就是与我为敌 对待我的敌人 死了的敌人 才是好敌人 李聘接过了他的话 他看着这位 似乎终于给他 带来了一丝惊喜的男子 慎重道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韩力冷冽地盯着李聘 没有再说一句话 这个时候 周朝光 意识来了一番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的招牌话语 言罢 手一挥 比武开始 下一刻 韩力身上那俨然已经沸腾 并充斥全身 使得似乎更壮瘦一分的身躯 率先动了 他并止成刀 一刀斩去 仿佛要斩破天地般的杀意 在他身上汹涌而来 韩力身高超过一米九 尤其眼下激发气血 肌肉隆起 看上去更是达到一米九五以上 和他相比 李聘生生矮了一个头 身高必长 再加上他出手间五指成刀 刺杀之下 快到不可思议 而刀锋所指 赫然是他的眉心 以这等报单强者 爆发单进的一击 这一下若被斩中 绝对难逃眉心开裂 颅骨粉碎的下场 好精烈 面对韩力娜仿佛能够撕裂虚空 让空气崩碎的一击 李聘没有半分退缩 他大步向前 精神世界中凶兽虚影眼生 这一刻 他仿佛来到上古蛮荒时代 无数凶情巨兽咆哮天空 奔跑大地 八凶真火 穷奇 秉承着这股凶兽意志 他大步向前右脚落地时 静力已然自脚跟衍生 透过脚尖 贯穿上 透过腰间扭动 注入拳镜 如凶兽扑杀般的一拳 和韩力娜仿佛能撕裂天地 将万物粉碎的一刀 狠狠撞在一起 就在拳 刀相撞 即将静力爆发之际 李聘猛感觉头皮发炸 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 猛然自左侧传来 就像有一尊绝世凶兽鞋 血腥毁灭扑杀而至 无孔不入斑刺激着他的危机感应 使得他骤惊而起 毫不犹豫抽身暴退 抽身暴退之际 他猛然以眼角余光 朝左侧望去 那里 他 那位仲裁者 那位炼钢境界的仲裁者 他身形未动 但却激发了类似于 权益般的攻击 轰向他的心神 刺激他的危机感应 以至于 不好 李聘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但 时了 啪 拳 刀香蕉尽力未曾爆发的含力 抓住机会 悍然向前 划刀为擒 以擒拿之术 悍然抓住李聘的拳 他身材高大 手掌更是胜过李聘的拳头 伴随此刻五指大张 犹如化为金刚紧箍 距离自他五指迸发 疯狂收缩 竟是要以指尖之力 将他整个拳头 指骨统统捏碎 血痰爆发 就在他整个拳头 落入含力手中 似要被他以五指之力 捏碎指骨时 李聘没有半分迟疑地 选择了爆发血痰 炙烈狂暴的气血 自体内蔓延而出 而在血痰爆发的同时 他身上的经脉 骨骼 包括内脏 同时开始震荡 这种震荡之力 层层叠加 犹如一片片海浪 一叠一叠 最终 在血痰爆发力量的增幅下 竟是化为一股 相较于单进 一步逊色多少的 劲道轰击而出 生生透过含力 紧握住他拳头的手掌 贯穿而入 渗透 侵蚀到了他手腕 进一步震荡 他的周骨 月骨 尺骨 扰骨 双重劲 这正是他长月明 薄杀领悟的双重劲 剧烈的疼痛 让含力手掌 近乎失去知觉 趁此机会 李聘右手一挽 一抖 将原本朝他扑杀而来 含力进一步卷进 同时左手拍击 携血痰爆发之力 散拳成长 迅如奔雷 狠狠拍向含力胸口 含力眼神冷冽 李聘第一时间血痰爆发 而他 一步缺乏死战的勇气 伴随着血痰之力汹涌 他瞬间一横 将李聘拍击而下的一掌 尽力挡住 甚至做好了李聘掌中 单进爆发的准备 但 李聘拍击出来的一掌 却根本没有 蕴含什么爆炸性的单进 有着的只是纯粹性的推力 这股推力 无论是作用在他胸口上 还是他手臂上 并没有太大区别 反倒是做好尽力碰撞的他 错不及防 被这股力量一推 身形不由自主连连后退 他后退的刹那 李聘身如油龙 以不可思议地迅速游窜向前 强行迈出去的右脚 居然先一步拦在了他后退脚步的脚跟上 一时间 他那整个人就仿佛被李聘一推 一半下 重心全失 不由自主地离地飞起 这还不是结束 在韩力失去平衡 往后倒下之际 李聘的左脚颈跟着再度跨出 八胸针火镜中 偏向于身法 游走的赤龙镜 被他发挥到极致 他那刚才以双重镜 将韩力手腕击伤的右手 猛然高举 拳头紧握 以最快速度完成静力运转 仿佛一道从天而降的雷霆 对准身形厚倒 平衡近失的韩力 轰然落下 生死时刻 韩力反应快到极致 猛然横臂身前 再度抵挡 碰 静力轰击下 就仿佛砸在一面 抗震级别打九级的墙壁上 在韩力那仿佛千锤百炼的肌肉 以及高频震荡的静力化解下 这匆匆一击 静生生被韩力 靠着强横的身躯 给挡了下来 不过他虽挡住了 李聘一击中的静力 却挡不住静力 砸落蕴含的惯性 他那尚未夺回重心的 壮硕身躯 在这如雷霆降落般的一击下 猛然朝着地面砸去 与此同时 他左手猛然一甩 就像一条鞭子 虚空中 甚至甩出了一阵气泡 斜着一甩间 血丹爆发的气血之力 仿佛静数被灌注到了左臂之中 凝聚单静 悍然朝着坠向地面的韩力砸去 这一砸的位置 是头颅 翁翁 恰在此时 那种毛骨悚然般的危机感 再度自他头皮炸响 疯狂地刺激着他精神 他浑身上下 似乎每一个细胞都在提醒他 退 快退 以最快速度避开这一击 否则 会死 哪怕李聘觉得 在这种众目睽睽下的场合 那位练刚径的仲裁员 绝不敢对他下手 否则 上面追究下来等待他的 绝对是死路一条 但 他不敢赌 他不敢拿自己的性命 去赌别人遵守规则 尤其是那位林玉指令会长 已经不止一次玩弄过规则的情况下 一念间 他再度身形急转 目光如电 猛然朝仲裁员周朝光赐去 而周朝光 亦是冷冷地看着李聘 一副紧跟着两人 尽心尽责 似乎要在察觉到 两人中的某一个有危机时 能第一时间出手 将他们分开 以免再造伤亡 可实际上 就是因为 只有靠近李聘 他的权益压迫 才能生效 这种违规干涉比赛的行为 他利用仲裁员的身份 做得光明正大 肆无忌惮 偏偏 如果仅通过视频 还找不出任何证据 就像现在 哪怕李聘的目光望来 哪怕他知道自己的小手段 被发掘了 他不止没有收敛的意思 嘴角边还勾勒出了一丝冷笑 一副吃定他的模样 李聘接下来 要么认说 要么在他的干扰下 被韩力活活打死 也就在李聘再度被周朝光干扰分神时 韩力已然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 伴随着他手臂往身后地面一拍 身躯就像安装了弹簧一样 一把将自己弹起 重新夺回重心平衡 不 不只是夺回平衡 面对仍然维持着前倾 似乎要一拳砸下的他 他的手臂迅速顺势而上 一把将李聘手臂扣住 然后 借助那一弹之力 直接上演了一个托马斯大回旋 身形以李聘的手臂为支点 扣住他的手臂 大回旋下 直接旋转到了李聘身后 看上去 仿佛整个人都骑在他背上 他那水桶般粗壮的大腿 死死地 锁住李聘的腰间 压住他的病骨发力 甚至以自身体重 将李聘整个人朝地面压去 同时 他缠住李聘手臂的手 承反关节 将其往内拉扯 竟是要以李聘自己的手臂为锁扣 紧紧扣住了他的喉咙 将他的脖子 颈椎直接勒断 脚杀戒 这是近身搏杀最为凶险 也最为狠辣的脚杀剂 韩利本身就身材壮硕 且身经百战 将自己的身躯 打造成了最强的兵器 眼下如果真让他顺利发力 勒住脖梗 绝对能够将他当场勒死 豹丹巅峰级的生死搏杀 一个误差 胜负 生死瞬间逆转 就在此时 李聘的另一条手臂 猛然穿插而来 在自身手臂 即将被韩利斜裹着 勒断自己的脖子时 生生地挡住了即将所死的手腕 挤压出了一寸空间 紧接着 他的手臂乃至上半身 仿佛变得柔弱无骨 犹如一条游蛇 生生自韩利的脚杀中 脱身而出 咔嚓 而以此付出的代价 是那被反关节扣住的手臂 在脱身时 被对方的距离 生生扭转 扳断 不对 台下观战的方灵爵 很快察觉到了什么 李聘的状态不对 任何有点严厉的舞者 都看得出来 他似乎出现了两次 险些能奠定圣局的严重失误 一次失误 还能说李聘 对战局把控能力不够 可连续两次 是受到了干扰 有问题 方灵爵大声道 哼 怎么 只准李聘赢 就不准他说 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是江振海 这等关键性的战斗 他自然不愿错过 不止他 实际上顾浩然 周远飞也在 不过并未高调罢了 李聘五战五胜 对手中包括四位抱丹 甚至迫使一位抱丹 不战而退 已然积累了不小名气 观战者足有上千人 这上千人中 李火宗舞者众多 占了百余之数 随着大师兄江振海发话 其他弟子纷纷附和起来 打不赢了就说有问题 输不起啊 杀人者人横杀志 李聘打死我李火宗 武师张赤言 今日 就到他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哈哈 韩丽师兄 乃是我们李火宗弟子中 仅次于江师兄的第二高手 打他一个李聘 还不是轻而易举 这阵喧哗声中 带着吃笑 让方灵觉神色凝重 果然 这一次 李火宗有备而来 李聘 难了 是周朝光 相较于方灵觉 经验老道 眼力狠辣的副会长 炼红尘第一时间看出了原因 周朝光激发权益 干扰李聘的危机感知 迫使他错失两次大好时机 权益还能用这种方式干扰比赛 曹天游有些心惊 站在台下 自然发挥不了作用 可那周朝光作为仲裁员 和李聘相隔不过数米 这种距离激发权益 足以刺激一个暴丹舞者的危机感应 甚至感应越强之人 受到的影响反而越大 炼红尘朝外面观望 李聘 感应力显然远胜寻常暴丹 所以他受到的影响 比其他暴丹舞师更明显 全国大赛青年组和成年组 明明死伤率更高 仍不设仲裁员 就是这个原因 一旁的洛白河 一时叹息了一声 周朝光用这种方式干扰李聘 哪怕我们猜得出来 甚至看得出来 却不能当作确切证据 林玉指若出面 保他这件事只能扯皮 最终就是不了了之 没办法 曹天游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炼红尘 洛白河 两人同时摇了摇头 这秋处风 当真是不动则已 一动杀人 炼红尘叹息了一声 李聘 完了 千军一发 李聘拼的手臂被斑断的代驾 声声自韩丽的绞杀中 脱失而出 韩丽脸色胀红 浑身上下气血汹涌 反应不可畏不快 绞杀失败 但他却因半个身体 压在李聘身上 此刻大腿发力 肌肉骨盪 竟是直接将他压得朝地面砸去 似乎要将他整个人锁住地面 不过李聘的眼神 却冷静到极致 和韩丽的战斗 仍在持续 但他的眼角余光 却在没有离开周朝光半分 在韩丽 即将以腿部之力 将他强行 朝地面压去时 他的背部攻起 八胸旋火镜爆发 整个人仿佛一条油龙 悍然窜了出去 上在半途 他向前窜出的身形 已经360度凌空一番 大有攻守一主 将韩丽为垫背 狠狠砸向地面的驱使 找死 韩丽瞬间洞悉了李聘的意图 在李聘完成空翻 即将将他砸向地面时 口中一声狂吼 紧固住他腰间的 腿部肌肉骨盪 力量狂涌 竟是靠着腿部发力 将李聘七八十公斤的身体 狠狠抛向空中 在空翻途中 没有任何借力 单纯靠着夹住李聘腰间的腿部发力 将一个人156斤重的身体抛飞 可见他浑身上下的劲力 何其巨大 而将李聘身形被抛飞后 他双手反向自刷而两侧伸直 撑住地面 伴随着手臂 顺着坠落 重视微微弯曲 紧接着 猛然崩直 单近爆发 他整个人犹如压缩后 重新崩直的弹簧 双脚并拢 身形犹如一柄撕破云霄的长枪 悍然踢向被抛向空中数米后 顺惯性坠落而下的李聘 身在虚空的李聘 避无可避 在关键时刻 原本渐渐坠下的他 身形不可思议的一阵扭动 下坠速度猛然慢上一截 八胸真火 腾蛇 他靠着腾蛇进御风至空 生生避开了寒历双脚 踹出时的尽力巅峰 左手意识单近薄发 手 足 尽力碰撞 他的身形再度犹如腾蛇 凌空飞起 似乎要腾云驾舞 在寒历因为尽力轰胶 不得不落向地面时 他的身形亦是飞出了七八米 落到地面时 身形仍然沿着惯性 连退四步 杀 在这时刻 落到地面稳住身躯的寒历 已经咆哮着 冲杀而至 就像一头肆虐的暴龙 浑身上下充斥着凶煞狂暴的气息 别说是首当其冲 尚未稳住身躯的李聘 纵然李聘身后 十几里外那些观战的舞者 在看到 韩力这股冲锋而来的恐怖气势 仍被吓得脸色发白 若是换成 他们阻挡在 韩力冲锋的道路上 一个碰撞 怕是就将尸骨无存 呼 李聘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右脚狠狠地朝着身后一踏 将飞退得身形稳住 面对凶虐暴龙般 冲锋而至的韩力 他体内的血液渐渐燃烧 心中无悲无喜 仿佛沉浸在一种特殊状态 一部分心神 死死盯着韩力每一个动作 另一部分心神 死 携狂暴之力的韩力 一个扑击间 杀至李聘身前 全境轰出 虚空中 似乎形成一阵白色气浪 这种攻击 刚进 刹那间 足有数人同时惊呼 韩力居然打出了刚进 但 作为仲裁员的周朝光却知道 这并不是刚进 仅仅是韩力服用的那份药物 大幅增强了他的气血 从而让他的攻击 具备了类似于刚进的声势 就看李聘怎么接了 不出意外 这将是能分胜负的一击 当下 这位炼钢宗师 意志攀升到极致 精神世界似有无数雷霆轰鸣 以雷拳蕴养出来的权益 沸腾跳动 只要他一念之间 就会在最关键的一刻轰击而出 决定李聘的生死 将这个所谓的武道天才 彻底终结 面对暴龙冲锋般的韩力 李聘整个人低了下来 脚下弯曲 腰部半蹲 在这仿佛有刚进声势的 一拳即将轰重时 他的身形动了 秘术 燃血 八胸真火 吃龙 刹那间 他的身形仿佛一条油龙窜出 在秘术燃烧附雨的恐怖爆发下 瞬间避开了他打爆空气的一击 贴着他全径 卷起的进风 卡着他冲杀而至的步伐 切入他的身躯 以肩膀为发力点 悍然撞上了冲锋中 韩力的左半边身躯 碰 闷尘的声响 自两者间碰撞的刹那爆发开来 韩力第一时间调动了自身尽力 挡住李聘一状之际的尽力爆发 但 李聘的撞击点 是他身躯左侧 这个时候 韩力又恰好如暴龙般冲锋 扑杀而至 两股力量的相互撞击 交错 就像一个狂奔者 被人从左边拉了一下手一样 他的身形顿时失衡 没等他来得及重新调整自己 一撞之下 借助撞击相互做用力的李聘 身形猛然急转 在两者交错之际 左手闪电般拍击在韩力的后背上 汪汪 这一次 李聘看清了 哪怕仅仅眼角余光 他仍然洞悉到周朝光眼中 似有雷电轰鸣 在这阵雷电轰鸣下 他整个人就像是在漆黑的雨夜 朝外赏雨时 突然看到一个身着雨衣的人 手提砍刀 站在窗外 那一瞬间的惊骇 冲击着他的心神 让他浑身上下 生腾起植入灵魂的毛骨悚然 不过随着一轮大日 自他精神世界猛然凝聚 炸散 这阵冰冷刺骨的寒意 被大日惶惶之力 尽数驱散 他那拍戟而下的手这一次 亦是再没有半分犹豫 碰 尽力勃发 哪怕这一击匆忙间 未能来得及打出单镜 可燃血密属下 他此刻的劲道 仍然是浩荡奔涌 本就没来得及 调整好自己重心的寒力 直觉地浑身俱震 镜透肺腑 那足足有104公斤的壮硕身躯 更是在这一掌之下 被拍得凌空飞出 李聘急转的身形紧随而上 脚下劲道爆发 鞋子被蹦射的劲道 崩碎成渣 他身形猛然一个扑击 犹如一头狂奔的太古凶兽 追上飞出去的韩力身躯 左手闪电刺出 悍然从他后方 扣住他的脖梗 后脑勺 不好 韩力瞬间意识到了危机 可没等他来得及 有任何动作 近到爆发 李聘浑身上下气血沸腾 扣着韩力的后脑勺 顺着扑杀惯性 将本就被凌空拍飞的他 整个提起 离地半米 大不留心 然后 向下一按 推着他的头颅朝地面 狠狠砸去 住手 本就因权益干扰失效 而有些惊诧的周朝光 看到这一幕 猛然一声大吼 声吼如雷 那恐怖的权益 再没有半分保留 肆无忌惮爆发而出 轰击李聘的心神 他的身形 更是猛然跨出 一袭中 他仿佛一尊恐怖雷神 咆哮着 夹杂着肆虐狂暴的毁灭之威 悍然朝李聘擒拿而去 看上去 似乎是为了阻止李聘 进一步对韩力下杀手 可实际上 他所擒拿的位置 赫然是他的头颅 然而 先前李聘扣住韩力的头颅 大步流星向前 已经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此刻两人相隔足有十米 纵然他爆发出手 也根本来不及 李聘的情绪冷静到极致 任凭这种雷霆般的权益 冲击自己的心神 始终未被撼动半分 他此刻做的 就是以最大的力量 将韩力的头颅朝地面一砸 碰 地面似乎为之一阵 韩力那壮硕高大的身躯 在李聘的双手下 没有半分停滞地 重重砸在地面 以头抢地 剧烈碰撞 颈椎骨折断 神经崩开 颅骨碎裂 鲜血建设 没有半分意外 当场死亡 但 这不是结束 终于出手了 李聘目光一转 没有半分停滞地 将新的目标锁定在周朝光身上 炼钢 一尊真正的炼钢 这等在蓝星上堪称传奇 神话般的存在 抱起出手 带来的威慑 压迫 何其恐怖 尤其是他寒怒而激 哪怕出手时 稍嫌有些匆忙 拳镜轰出 仍然震荡虚空 在其拳风出 炸出一圈白浪 钢镜 这是真正的钢镜 这一拳若是落实 别说一个人 就算是一块石心岩石 都会被一拳打爆 轰成碎血 相较于 现身于韩力的死亡绞杀 此时此刻 李聘才称得上 真正生死危机 炼钢 李聘浑身上下 本就沸腾的血液 顿时变得更为赤裂 住手 这个时候 方灵爵一是猛然惊醒 大吼 干涉比武 你再找死 这声幕吼 让气势汹汹 煞气沸腾的周朝光 脸色一变 韩力怕是已经死了 他和李聘的比武 到这里按理说 已经结束了 他身为仲裁员 这个时候出手 等的就是你出手 李聘一声低吼 竟是迎着周朝光 猛然上前 主动出击 他体内赤裂到极致的气血 被彻底点燃 浑身上下 宛如笼罩在一层血液中 那种赤裂狂暴的威胁 足以让任何敌人 生出一种遏制不住的惊骸 恰在此时 李火宗那边 匆匆将一块象征着 任输的白毛巾抛出 尽管似乎慢了半拍 可电光石火间 谁分得清 而有了形式 眼下又是李聘主动对他出手 哪怕事后追责 在太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 也有的是办法扯皮 一念至此 周朝光眼中 金光迸射 大胆 周朝光 筋骨齐动 原本有所衰减的劲道再度爆发 浑身上下的所有劲力 似乎被电流推动 层层加速 层层重叠 似乎历经九次 竟是在极短的时间里 再度爆发出 足以打破阴障的一击 雷拳 九重奔雷 拳尽所向 白浪炸散 雷霆轰鸣 而几乎同时 谐然雪秘书之威的李聘 亦是将自身的状态 调整到了巅峰极致 强大的精神 调动着浑身上下 每一处神经 每一处细胞中的净力 哪怕在燃烧秘书状态下 他似乎仍然听到了 自己体内的筋骨轰鸣 牵引起了所有气血 暴成一团 就连五脏六腑都跟着同时震荡 心 肺 肝 肾 肾 火 金 木 水 土 武器齐发 五行合一 轰隆 平地惊雷 李聘的拳同样打爆阴障 蹦射白浪 且白浪一散的声势 比之周朝光来 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周朝光是炼钢 或真价实的炼钢宗师 但设于比武大赛的规则 他出手明显带着犹豫 哪怕后来他下定决心 施展杀招 却已经无法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巅峰 心慢了 全自然就慢了 碰 刚进轰击 气压紊乱 一圈肉眼可见的气浪 以两人为中心 席卷爆散而去 令两人的衣衫烈烈飞扬 狂暴的全境之下 李聘只感觉自己 犹如置身一片海啸 连绵不绝地尽力 轰入他的身躯 将他整个左臂神经 血管阵裂 阵断 鲜血甚至自毛孔当中一出 整条手臂变得一片血红 但 他胜了 面对李聘在燃血秘术状态下 打出的五行合一 周朝光浑身上下的肌肉 骨骼犹如波涛冲动 手臂处的衣巾更是化为不屑 狂暴的力量 疯狂地轰击 贯穿着他的手臂 无论饶骨 尸骨 弓骨 肩胛骨 统统扛不住 这股纯粹地毁灭 纷纷崩断 于是不减的力量 进一步轰击他的身躯 撕裂他的五脏六腑 尽管他竭尽全力地震荡自身净力 想要将这股净力化解 可他终究尚未内敛 五脏六腑挡不住这种狂暴的冲击 统统碎裂 这种伤 完全葬送了这位炼钢宗师的生机 钢剑 是钢剑 李聘也能打出钢剑 韩师兄 李聘全力爆发 先搏杀韩力 再对上周朝光 可谓是电光石火 直到此刻 周边围观之人才纷纷反应 一时间 不知道多少人同时起身惊呼 方灵爵 江振海 顾浩然 周远飞 还有位于贵宾看台区 曹天游 洛白河 江青月 炼红尘 不是纯粹的钢剑 借助秘法将权力推升到钢剑层次 且比寻常宗师打出的钢剑更强 两人交手 周朝光同样打出了钢剑 但却被李聘这种类似钢剑的一击 直接击溃 几位宗师相顾亥然 这种强度的钢剑 是五行合一 曹天游由衷惊叹道 我全胜时期打出的五行合一 亦不过如此 江青月看了他一眼 他全胜时期 那可是不折不扣的炼钢宗师 一度在全国大赛上打入前十 李聘能打出这等层次的钢剑 那岂不是说 周朝光 完了 洛白河则有些唏嘘 他的拳犹豫了 他以为自己要对付的 只是一个报丹武师 哪怕全犹豫了 都不会有什么难以承受的后果 只是没想到 李聘的竟会强到这种地步 一位宗师啊 就这么没了 先杀韩丽 再败周朝光 这李聘 还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 恋红尘脸上充满笑容 江青月意识笑着道 连宗师都折了进去 这一下 李火宗师陪了夫人又折兵 训练区中央 嗨嗨 鲜血 从周朝光口中不断刻出 他睁大着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张有些年轻的面孔 败了 他居然 败了 堂堂炼钢 败在一个报丹武师手上 你 李聘 李聘到了一声 片刻 他补了一句 尽管你为人卑鄙 我们两不同路 但爆出名字 是我对你一身修为的尊敬 和你光明正大打一场 谁知道 你趁着我和韩力薄杀时偷袭 我只能先打死他 再打死你 他看着这位炼钢宗师 没给你调整好状态再偷袭 我很抱歉 你 周朝光听的李聘 这番嘲讽之意 猛然睁大眼睛 情绪一动 鲜血 再度自他口中汹涌而出 他再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形 无力地栽倒下去 整个人躺在地上 仿佛搁浅冰死的鱿鱼 嘴巴无意识张开着 鲜血不断自口中涌出 他眼中充满着对生的渴望 可惜 心气只能加速伤口愈合 连气血损耗过去都没办法 更别说这种五脏六腑 被尽力粉碎的伤了 最终 他的生命气息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直至彻底消失 李聘神色平静地抬头 朝周边望去 却见原本还叫个不止 熙熙攘攘喊着 杀人者人横杀之的李火宗众人 这一刻全部安静了下来 甚至 随着他的目光扫过 一位位李火宗弟子 纷纷移开了目光 有些畏惧地不敢和他对视 哪怕作为种子选手的江振海 在李聘的目光下 亦表现得有些慌乱 韩丽被打死也就罢了 李聘一路打上来 展现出的强大 让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准备 可周朝光 那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炼钢宗师啊 不是钢界 是真正的炼钢宗师 只要有点出身 不需要找关系和领导敬酒 就能考到正高级之称的宗师 可现在 却是被眼前这个凶人生生打死 一场比武 死了两个 选手死了 仲裁员也死了 在这种赫赫凶威下 李火宗这些 基本上都只是一二级 连三级舞者都比较少的弟子们 哪还敢叫嚣 李聘见了 神色平静地一开目光 朝几个属于武道协会的职工望去 所以 仲裁员不幸去世 谁来宣布这场战斗的胜利 几位工作人员对视一眼 最终 其中一个副手上前 有些中期不足地喊了一句 李聘 李武师获胜 这个时候 江振海稍稍调整了一下心态 众目睽睽下 李火宗死了个报单 他实在不好 再没有任何表示 最终值得强撑着上前 李聘 你居然敢杀害武道协会的仲裁员 你 哦 李火宗有意义 打算为这位仲裁员申诉吗 李聘道 上前的方林爵冷笑一声 仲裁员敢对参赛选手出手 谁给他的勇气 他死了倒好 没死 必然要接受调查 查清楚这背后 究竟是否有更深层次的阴谋 有没有人指使他 又是是谁在给他胆子 让他出手 说着 他看了一眼沦为尸体的周朝光 挑衅五道大赛规则 最好的结果都是去死亡山谷服死意 江振海联想到 这件事要是牵扯到了李火宗身上问题的严重性 顿时不敢说话了 好一会儿才憋出了一句 我没有申诉 要为我韩师弟收尸 请你们让一让 哦 死者为大 李聘点了点头 在离开时 他看了韩丽一眼 他天赋异禀 能够感觉出 这位抱丹的气血强度 有些异常 寻常抱丹的气血 在33到34之间 而他 少说有37 38 这是媲美炼钢的体魄 不过人都死了 再加上江州武道协会会长林玉芷一手遮天 离火宗和灵玉芷走得极近 他即便动用五行门的力量 也查不出什么 何况 五行门还有和他划清界限的趋势 老脸 你的伤 找心器治疗一下即可 李聘道 心器只是提升你的伤势愈合速度 你的手 方灵爵看了他一眼 无妨 李聘对自身感应入微 常人担心几十倍 几百倍的治愈效果 导致长成畸形 他却能通过细微引导 没这个担忧 那就好 我们这就去治疗 方灵爵松了一口气 很快和李聘离开 留下沉默不语的李火宗众人 包括江振海 顾浩然 周远飞 几位种子选手 尤其是顾浩然 联想到李聘刚才和炼钢宗师周朝光交手时的决然 惨烈 炼钢进的仲裁员都被打死了 他脸上闪过一丝痛苦 这比赛还让不让人打了 李聘击毙韩力 取得胜利 对舞蹈大赛和普通舞者来说 唯一的爆点就是出现了第二人死亡 可他随后击杀周朝光 给整个江州舞蹈界上层带来的冲击 却不亚于一场地震 周朝光是谁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知道 一尊宗师 一尊货真价实的宗师 在宗师已经相当于地方城市舞蹈界天花板的情况下 一位宗师申允 死在舞蹈大赛上 对他们造成的震动可想而知 别说地方性城市的顶尖舞蹈势力了 就连江州市内部 一位为舞蹈强者也勃然色变 哪怕先前为了讨好舞蹈协会会长林玉职 而险些成为对付礼聘一把刀的四项舞馆 也不例外 馆主云开态 脸色一阵轻 一阵白 惊疑不定 云翼更是吓得一个哆嗦 而不惜花人情 将周朝光从王都请来的离火宗宗主邱处风 再听到这个消息 更是愤怒地勃然起身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位宗师盯着匆匆前来汇报的江振海 及一干弟子 眼睛都有些发红 韩丽本身借助那件 可以发挥出近乎刚进武师的实力 周朝光更是名副其实的炼钢宗师 在炼钢阶段 都不算弱者 还闯出了雷拳的名号 李聘算什么东西 他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们两人 他猛然一灰衣袖 你在骗我 是不是 江振海先前已被李聘震杀韩力 周朝光的凶狠震慑了心气 眼下面对本就尊敬 畏惧的师尊 勃然大怒 身形忍不住微微一抖 话都说得不利索了 是 师傅 我没有 我们已经将那场比赛的录像复制过来了 这个时候一个中年男子上前 陈生道 他是秋处云 秋处风的堂弟 一位和周朝光般货真价实的炼钢宗师 尽管是靠着药物 时间熬成的宗师 可在秋处风率领李火宗金锐 前去王都打开局面时 就是他坐镇于江州市李火宗内 将整个宗门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培养出了张赤岩这种报单禁弟子 随着他对一位弟子示意 很快 那位弟子操作者将录像展示出来 上面清晰记载了李聘和韩力搏杀的过程 从李聘两次即将奠定圣局时 被周朝光干扰 再到他有所准备时突然爆起 反杀韩力 又杀周朝光 记录得清清楚楚 碰 看完视频 茶几上好几个悲剧 被秋处风甩手致出 重重砸在地上 碎成一地 废物 他怒声训斥 明明那么好的机会 却没有把握住 将李聘直接打死 韩力 简直就是废物 他看了一眼视频上 倒在血泊中的周朝光 同样心中暗骂 也是废物 既然出手了 犹豫干什么 身为炼钢宗师 这点决断力都没有 平白网送自己性命 还给我留下一堆麻烦 他想到 因为来还他的人情 导致周朝光生死 可能会让周朝光背后势力地追究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东西 估计连他堂弟都奈何不得了 可如果他不处理好 让那老东西闹起来 李火宗也会颜面无光 越想越窃 一时间 秋处风胸前剧烈起伏 眼中更是如同要冒出火来 一个质子小儿 安敢如此欺我李火宗 可不能再以质子小儿视之 秋处云沉声道 他能打死周朝光 哪怕是因为周朝光 忌惮他参赛选手的身份 导致全曼一者 也足以证明他实力了得 即便不如炼钢 也必然是钢进 武士中的佼佼者 这等人物 单对单生死搏杀 我李火宗能胜他者 也不过你我 恒秋三人罢了 这番话 让秋处风很快冷静下来 是啊 无论他再怎么 对李平愤恨 小去 他打死了周朝光 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样一个对手 已然能威胁到李火宗 让李火宗慎重对待了 紧接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伤势不清 是否 他去了治疗室 借助了心气治疗 秋处云知道 他想问什么 他敢让心气治疗 秋处风脸色难看 秋处云点了点头 敢让心气治疗 就证明他有把握 不会留下隐患 畸形 治疗结束后 哪怕他伤势 无法完全恢复 也能好个七七八八 除非他马上安排 江振海这一级别的强者 前去狙击 否则 让报单出手 都没有太大意义 而让江振海 秋处风看了一眼 这位眼中残留畏惧的 得意弟子 先前他还看得挺满意 视为一波传人 现在 却是觉得有些心烦意乱 但凡江振海 能够争气一些 踏入炼钢 他们离火宗 哪会陷入如此被动 掌门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不是狙击礼聘 除非你能说服林会长 书馆主他们 联合狙击礼聘 否则他 怕是已经挡不住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尽快和周朝光 撇开关系 不要留下什么线索 秋处云道 秋处风听了 亦是心中一灵 相较于礼聘 上面可能派来的调查人员 才是关键 一个不好 整个离火宗都要遭殃 我们事先安排时 考虑过李聘生死 会引来上面调查 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不过 你说得对 必须得再小心一点才行 秋处风道 秋处云点了点头 两人很快上一起 扫尾的事来 这个时候 江振海忍不住道 师父 那李聘 李聘 被打扰的秋处风 脸色一阵变幻 好一会儿才到 他现在是参赛选手 还有不少人气 全国大赛有望 但凡有任何闪失 上面必然言查不待 我们动他不得 等比赛结束 他冷笑一声 杀我李火宗两位爆单 这件事 没完 五道势力的竞争 可远不止表面上那般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一些暗中的轻压 动辄致人生死 李火宗能够发展到这种规模 没有侵犯到其他势力的利益吗 没有遭到阻击吗 当然有 正是因为踩着那些势力的尸骨 才能成就李火宗现在的辉煌 不过 江振海此时想的 却不是事后报复 而是 那五道大赛 我们要如何应对礼品 江振海斟酌询问 五道大赛 秋处风听了 沉默不语 好一会儿 他才道 五道大赛 我们争的从来不是江州第一 只是第二 第三这些能受邀参加全国大赛的资格罢了 江振海一听 恍然大悟 是啊 他江振海 压根就不争江州第一 和李聘没有直接冲突 制霸江州 拿江州第一 那是顾浩然 所以 江州第一直面李聘的压力 该他顾浩然去单 和他江振海有什么关系 一念至此 江振海如是重负 心气 用于增强人体治愈能力的心气 并不巨大 相反 十分小巧 仅仅是一枚 适应于常人使用的戒指 而且 他的治愈效果极快 李聘和方灵爵 两人领到号 不多时 便进入一处全封闭 看上去干净整洁 有些类似于手术室的房屋中 这里有一位练心者 操作着这件心气 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看到李聘入内 也没有过多言语 直接将这件心气激活 一道清光自心气激事而出 照耀着他的身躯 刹那间 李聘清晰感觉到 自己整个人活了过来 伤筋动骨 你这伤势 需要治疗两到三次 每次治愈效果 会维持一到两小时 这段时间里多吃东西 补充营养 有什么不懂的 去看外面的注意事项 操作心气的恋心者 交代了一声 已经对外喊道 下一个 整个过程 不到两分钟 李聘出了治疗室 朝一旁的休息间走去 怎么样 方林决道 效果持续一两个小时 不过这段时间的恢复效果 基本上相当于大半个月 李聘说着 静静感应了起来 心气的效果 仅仅是大幅增强 人体治愈能力 这期间 你该需要补上的营养 都得补上 若是不服用配套的药材 运气好 只是虚弱无力 运气不好 会导致元气亏空 方林决道 明白 李聘说着 从身上掏出一个瓷瓶 倒出几枚丹药服用下去 然后静静感应治愈效果 对自身的修复效果 随着他集中精神 很快察觉到了蛛丝马迹 但 也只局限于此 星气的力量 似乎直接作用到了原子层面 远远非堪堪 接触到细胞层面的李聘 所能触及 他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 将星气 治愈自身的过程记下来 以期在没有星气协助的情况下 仍能让自身 获得一定的自愈效果 一个来小时 治愈效果渐弱 李聘对星气治愈自身的原理 已稍稍有所了解 只是由于无法碰触到原子层面 他了解到的治愈之力 及其浅显 如果用气血这一概念来衡量 那位练心者治愈数下来 一天可以恢复他15到20点气血 以他现在的体魄 气血 再重的伤两三天 都能完好如初 而他 充其量就能恢复个2到3点 也就比本身的自愈效果 强个几倍罢了 如果有星气恢复 一次次的极限训练 修行效率岂不是大幅增加 李聘道了一声 哼 不然的话 那些大祖子弟 为何能年纪轻轻修成刚进 乃至练刚 一个声音从一旁传来 这个时候 李聘才发现 江青月 曹天游 骆白河 以及一位有些陌生的男子 已经在他这处休息室外 等候一段时间了 只是 他正集中精神感知自愈心气 对自身的影响 未曾注意 江会长 曹长们 骆宗师 李聘看了几人一眼 有些意外 尤其是曹天游 昨天的话 他说得很清楚了 他不应该和他划清界线吗 哈哈 李武师 我给你介绍 这一位是我们江州舞蹈协会 另一位会长 练红尘练宗师 曹天游笑着道 练红尘同样满脸笑容 李武师 你感觉如何 以心气治疗 一须循序渐进 不可操之过急 多谢关心 我心中有数 李聘应了一声 你以心气疗伤 急损元气 我这里有一瓶真元丹 于滋补元气上 有极大注意 你且用着 不够我再去找 练红尘道 打出刚进层次的五行合一 对五脏六腑影响极大 你如果早点告诉我 你到了这种境界 我便可以多为你 准备一些武器朝元丹了 曹天游也拿出一个盒子 拿着 可加速你的炼赃修行 李聘看着几人 若有所思 曹天游不用说 是想修复和自己的关系 炼红尘 是打算借他之事 对付灵欲职 他没想过 和那位江州武道协会会长为敌 可奈何 他挡在他的路前 李聘点了点头 收了东西 所以 他打算表示一下 李火宗折损了两位抱丹弟子 一个和他们有关系的炼钢 都折进去了 我料他们 绝不会善罢甘休 我建议 以我为诱饵 引他们出手 李聘主动道 毕竟 李火宗还有个宗师 而且 还有个怕是能保持住 内刚站立的武圣啊 更别说其他大大小小的丹静 抱丹 刚进了 这是何等庞大的一股力量 想想就让人 哈哈 曹天游笑着道 周朝光死了就死了 他敢在你和另一位选手比武之时 对你出手 那是旧游自取 我们会启动追责程序 对周朝光 以及安排他的人进行调查 看看能否找到 他们干扰武道大赛的线索 说着 他微微一笑 其他不说 武道协会安排的仲裁员 居然对参赛选手出手 接下来不止李火宗 那位领会长都有的麻烦 根本不会再有精力来对付你 麻烦 李火宗和武道协会 事先既然敢让周朝光 用权益震慑他 绝对已经做好了 东窗事发的应对 且不说 很可能是他们自己查自己 即便真有调查人员下来 没有他们配合 又能查出什么 能有什么麻烦 李武师 你太小觑自己了 练红尘笑着道 以李武师展现出来的战力 不到练纲 怕也相距不远 这种实力 别说江州大赛了 在全国大赛上 都有希望展露头角 夺得前十 有这种潜力在 前途不可限量 调查组的人 岂敢糊弄过关 一旁的洛白河 亦是笑着道 关键是 李武师还这么年轻 只要能在全国大赛 赢一两轮 必成江州武道界明星 万众瞩目 到时候足以震慑 一切痴媚亡良 李聘听了 不禁陷入沉思 年轻 那不应该是 此子绝不可留吗 怎么还能震慑对手了 李武师好好休息 有事给我们打电话 炼红尘 曹天游 将清月等人 关心了一番 离开了 曹天游 还想将赵渊留下来 让李聘拆遣 被他拒绝了 他和方灵爵 两人处着 就挺好 多出一人反而麻烦 谈笑有红如 往来吴白丁啊 一旁的方灵局 有些羡慕道 李聘听了 不禁微微一正 似乎 他不久前 这么形容过曹天游 眼下他回想一下自己 江清月不用说了 藏龙市武道协会会长 只掌整个藏龙市武道界 太白四级官员 炼红尘级别上 比江清月更高 足以和藏龙市市长 平起平坐 只是作为副手 权力无法相提并论罢了 但身份上 亦是极其惊人 剩下的曹天游 骆白和两人 自是不用多说 一个门下 敢打敢拼的弟子上百 兼身家几十亿企业 掌舵人 另一个亦是在王都闯荡 积累下的丰富的人脉关系 未来甚至有望 能获平五胜 这几人 哪一个身份简单 眼下却是 和他有说有笑 甚至赠礼是好 虽然是有所需求 可这本身就是他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方灵爵说一句 往来吴白丁形容他 不为过 人情交往 皆是因为要求诸外物 但对我们舞者来说 自身才是一切的根本 李聘道 方灵爵听了 不禁微微一正 他想到了自己 先前五行门在藏龙市举办宴会 他别说第一桌了 连第二桌都做不上去 可即便如此 他仍然沉浸在生意钻研之中 只想着结交各方 大力开设长风 五管分管 反观李聘 他没有主动进行任何人情交际 面对李火宗的威压 亦是视若无睹 现在呢 李火宗怕是要因他自顾不暇 连带着江青月 曹天游 包括炼红尘这些 在他看来 难以攀附的大人物 都围着他转 当真应了那句话 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任何时候 自身强大 才是一切的根本 很多东西 求是求不来的 方灵爵感慨道 回首往昔 他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 幼稚可笑 好在 他上青年 还有希望 看样子 李火宗对韩丽 周朝光的组合很有信心 下午 明天居然都没有安排我的比赛 李聘完成治疗 逛了一圈舞蹈大赛 得到了关于他的赛事安排 下午时分 他在接受了一次心气治疗后 返回家中 服用了药膳 他静下心来 感悟着这一战的得失 韩丽 比他预料中的要强 不过这种强 有些不对劲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和韩丽搏杀 硬抗周朝光的权益干扰 到后来更是悍然反击 和这位炼钢宗师生死对决 对他自身影响极大 不止精神属性提升了0.21 对刚进 炼钢的理解 亦是水涨船高 李聘静静回想 自己再燃血密术状态下 打出的五行合一 那个时候 五行合一的力量极为凝炼 已经快要超出单进层次 媲美刚进了 换句话说 他险些在燃烧密术的状态下 以五行合一打出刚进 这种刚进不是威力达到刚进 而是振动五脏发出的刚进之力 涉及到了对自身力量的掌控程度 两者性质截然不同 记得书籍上有记载 天元联邦武士王炼成天生神力 暴丹巅峰 气血达 49的五道奇才 连发九道单进 生生打得一尊神进五圣 节节败退 我虽然不是那种天生神力的五道奇才 可靠着燃血密术 气血强度达45 46再加上燃血密术状态下 亦能打出单进 礼聘稍稍一计算 周朝光死在他手上 不冤 当然了 燃血密术获得的气血增幅 和天生神力的气血强度 不是一个概念 一者是临时爆发加成 另一者则是日常常态 他想要达到王炼成那般 以暴丹之身逆法五胜 还差不少 我现在的进度 礼聘稍稍感知了一番自身状态 气血34.42 元气31.95 精神15.24 炼钢3460 先天氧气数 氧气偏89100 燃血密术37.31 繁星允 31081 这些数值中变化较大的有两个 一个是炼钢进度 一个是气血值 不过这两个属性本来就是相辅相成 由此增长并不意外 基本上炼钢宗师的气血数值都在35到39之间 如果要详细划分一下 35到37为外钢 37到39为内钢 礼聘34.42的数值 已然离外钢越来越近 战斗才是压榨自身潜能 实现实力增长的最佳法门 礼聘微笑着道了一声 片刻 他将曹天尤赠予的武器朝元丹拿了出来 吞服下去 这种丹药的大明他听说过 并没有曹天尤所说的那般 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 齐用才无一例外 都堪称顶尖 市面上一枚武器朝元丹的价格 足以炒到百万 礼聘将丹药药力炼化 同时运转武器朝元法和三魅炼心法 静静感受这枚丹药的药力 对自身五脏六腑的滋润 一个小时后 他皱了皱眉 价值百万的丹药 效果就这 他觉得 这种滋润 淬炼效果 还不如他加强三魅炼心法淬炼后 再以生命元气进行滋补来的显著 如果我想要转职当药师 怕是能够轻松配置出 比武器朝元丹更好的丹药 礼聘私存着 不过 武器朝元丹效果上不尽人意 但只是相对于他而言 对于其他位于炼藏阶段的武士来说 仍然堪称顶尖丹药 礼聘认真感应 研究 倒是想出了一些改良之法 通过改良后的武器朝元丹 再配合武器朝元法 三魅炼心法 再服以先天氧气术 三管齐下 效果更好 保持这种趋势 用不了一两个月 就能正式踏入炼钢境界 礼聘得出结论 不过 一两个月 那是全国大赛的时间 想要在全国大赛中脱颖而出 炼钢境 怕是有些不够 据说王都出现了一位绝世天才 年不到三十 已然神器合一 可打出神镜 正因如此 连顾浩然这种练气成钢的武道高手 都避其锋芒 退到江州来打武道大赛 他若想在全国大赛再有所建树 怕是得有力压神镜的实力才行 能对抗神镜的只有神镜 礼聘将目光集中到精神属性上 如果他也能打出神器合一的一击 相当于将十五点精神属性 增幅到气血属性上 威力 彼然血秘书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神镜 极端的情绪 纯粹的信念 空灵的思维 礼聘脑海中闪过樊心允 这门全法中记载的三条路 无论是为了参悟神镜 还是炼钢在即 他都得在这三条道路上 做一个选择了 礼聘仔细地回想着自己的性格 这条路 这些选择对他来说 怕是很难 他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冷静的人 无法随随便便 陷入某种极端情绪 同时 他懂得变通 虽然有时候会坚定自己的立场 但却不算纯粹 空灵 据说涉及到佛学 道学之类的东西 有些神神叨叨了 他并未研究过 这一步 怕是会卡一段时间 不过很多宗师 都会在这一步面前蹉跎岁月 止步不前 我想轻松跨越 未免太不把宗师当回事了 摇了摇头后 李聘觉得他 还是在燃血秘术 和先天氧气术 多花功夫 前者可以给他一个强化buff 后者到了筑基篇 更能挖掘他自身的潜力 从而让他变得像王炼成那般 天生神力 将气血体魄强度 锻炼到49 乃至50的地步 等等 这个时候 他仿佛想到了什么 情绪本身源于心灵 意志同样可视为心灵体现 思维空灵 更是一种特殊的心灵状态 本质上都指向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追求灵肉合一 而这种东西的本质 人们很早以前就标记出来了 那就是精神 抱丹 是将浑身力量炼成一股 炼钢 是让自身之力和肺腑之力共振融合 五圣 实际上是精神和肉身的共振 人体力量有限 而精神无限 正因如此 神经实际上是一种超出自我的概念 打破自我的束缚 达到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操控 我先前就明白这种表述 这种表述指引的状态 便是精神为人 肉身为周 以无限的精神 来掌控有限的血肉之力 从而超凡入胜 礼拼一颗心 迅速静了下来 就像 机甲师和机甲 精神是机师 肉身是机甲 好的机师架是机甲 完全可以发挥出 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 而这种特殊状态 就是神境 礼拼恍然大悟 所以 愤怒的情绪 纯粹的意志 空灵的思绪 实际上都是让自己的思维 冲破肉身的束缚 超越自我的概念 以无限来控制有限 只是这种状态 常人很难进入 即便进入了 时间也十分短暂 于是 人们才需要用一种倒标 确保自己能够时刻 进入这种状态中 这种倒标 就是五道意志 无限的精神 掌控有限的气血 礼拼目光 停留在精神属性上 一般人之所以觉得 领悟五道意志很难 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属性 相较于气血属性太弱 以至于除非精神波动 极其剧烈 否则 很难以精神主宰气血 但如果有人的精神数值 能凌驾于气血之上 他们主宰气血的难度 就会直线下降 换句话说 他们领悟五道意志的难度 也会大幅降低 礼拼想到 先前他的一个猜测 凝聚五道意志的最低标准 是精神属性二十 而炼钢巅峰的宗师气血值 往往在三十九上下 也就是说 精神数值 最好超过气血值的一半 换算在他身上 三十四点的气血 需对应十七到十八点精神 等我的精神属性达到十七 或是十八 若再能机缘巧合 体验一次精神主宰气血的力量 也就是神气合一的玄妙 礼拼有九成把握 能一举悟透神境之妙 哪怕和掌握神气合一的强者交手 悟透神境的概率 也会大幅提升 又甚至 他继续苦修 被改良到 用于观想混沌宇宙的 大日心神观想法魔力下去 等他的精神属性超过三十四 也将水到渠成的悟透五道意志 成就五胜 神境 神境 礼拼口中喃喃自语 此时修炼三昧炼心法 将体内元气消耗了个七七八八 他索性转而点燃了一株宁神香 观想起混沌宇宙 以此魔力起心神来 次日 礼拼起床 收拾一下 正打算出去吃个早餐 却发现曹天游已经和一行三人 在这里等候了 这结果让他有些意外 但他还是很快下了楼 出了门招呼 曹长门来了 为何不早早通知我 快进来坐 我此番是陪同云馆主来 曹天游道 云馆主说你昨日比武辛苦 这么早必然尚未起身 不便惊扰你的好梦 所以让我别打扰你 说完 他有些无奈道 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礼拼看了一眼和他同行的四项武馆馆主 云开太一眼 这位也是一尊宗师 和曹天游私交不错 可眼下前来拜访他 居然是连门都不便主动敲 李武师两天前的事实在十分抱歉 云开太一点没有宗师的架子 确切地说 像他这种已然无法保持住巅峰的宗师 面对上处于快速上升期的年轻宗师 根本摆不起宗师架子 尤其是不久前 李聘亲手打死了周朝光的情况下 是我一时被猪油蒙了心智 才会想拿金钱收买李武师 好在李武师心智坚定 否则 云开太满脸愧疚 至于收买李聘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到时候举报他打假赛 好让他终身竞赛 这个秘密 他会一辈子烂在肚子里 说完 他很快从身后一个男子手上 接过一份资料 忠心道 我实在不知道 如何才能让李武师消起 只希望这些繁俗之物 能够稍稍表达一番 我的愧疚之心 李聘看了一眼 很快扫到了资料打头的文字 新店娱乐股权转让协议 李武师 云馆主和我相识 也有近十年了 他这个人 确实有些势力 眼下他如此舍得 拿出新店娱乐 9%的股份赔礼道歉 已经算得上大出血 你看看 如果愿意原谅他 那就接下 如果不愿原谅 我马上打发他离去 曹天游道 新店娱乐 9%的股份 这价值 接近两个亿了 道个歉 居然如此舍得 李聘看了曹天游一眼 曹天游估计也是因为 云开泰给的太多了 再加上 两人确实存在一些交情 才愿意来做这个合适了 私存了片刻 李聘还是给了曹天游一个面子 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 接了过来 见状云开泰如释重负地 松了一口气 多谢李武师宽宏大量 事情就过去吧 李聘到了一声 这个时候 他觉得这些文件 似乎不止一份 随着他翻了翻 很快居然找到了两份合同 一份 是安悠然 另一份 赫然是安婉怡 其中 安婉怡签署的合约颇为苛刻 甚至提到了一些采编的要求 关键是 这份合约签了二十年 违约金高达惊人的三个亿 李武师 在这份协议的规范下 即便让他们去拍 他们也不得违背 否则就得面临三亿违约金赔偿 云开泰笑着道 到底要怎么做 全凭李武师心意 李聘看着合同上苛刻的条款 道了一声 我不是那种仗势欺人之辈 这份协议符合所有法律条款 云开泰马上道 此外 您看 我们掌握了大量安悠然偷税漏税的证据 这种行为 我们太白王国任何一个合法公民 都有义务举报给相关单位 那就按法律来吧 安悠然交到税务机关 安婉怡就以诬陷 诽谤罪起诉 李聘道 或许有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说法 对付两个不算武道界的人 没必要斤斤计较 但 在李聘被害得身败名列跳湖前 他也只是个普通人 李武师的意思是 将他们依法处理 云开泰有些诧异 他们花费心思让安悠然 安婉一两人签下出道协议 在合同里埋下大量陷阱 并动辄数以违约金 结果 他就这么处理 早知如此 他们何必拐那么大一个弯 两个普通人 凭他们的人脉关系 有一百种方法 可以将他们送进去 有问题 李聘问了一声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云开泰马上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嗯 李聘应了一声 曹天游这个时候 亦是想到了什么 笑着道 李武师 实际上这段时间 藏龙式的金鼓风 也在想方设法地托关系 找中人想联系你 希望你能对他网开一面 可以 李聘朝不远处看了一眼 江山一平前方不远 就是江州市赫赫有名的沙江 一条平均净流量800亿立方米的大江 在离江山一平仅一公里 就是沙江一桥 一座长1500米 离水面高度高超过30米的跨江大桥 金云山从桥上跳下去 我就原谅他们 他平静说道 曹天游一正 紧接着一副理所当然的点了点头 李武师当真仁慈 紧让金云山一人跳 会不会太孤单了 要不再加上金鼓风和金正气 如果他们要跳 我也拦不住 李聘道 我明白了 曹天游笑着点了点头 这种小事他很快会安排下去 对了 曹天游很快将一个证件拿了出来 练会长本来要亲自送给你的 不过今天调查组的人就到了 他抽不出时间来 所以让我将这个给你 李聘将证件接过来 五道副高级职业证书 不用去考了 哈哈 副高级职业证书而已 以你此番在江州大赛表现出来的实力 如果还要通过考核 才能拿到这个证书的话 只会让其他州的五道协会看笑话 曹天游说着 笑着道 如果不是因为淋浴纸那边不好通过 练会长都想帮你将正高级职业证书运作下来 无妨 李聘道了一声 等全国大赛后再考不迟 也是 以你的成长速度 踏入练钢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全国大赛上再历经几场激烈比赛 说不定就进入肺腑 踏入练脏了 曹天游道 李聘看了他一眼 进入肺腑 他早就能做到了 只是尚未彻底完成练脏的修行罢了 武道修行从来没有明确的标杆 一些外行人甚至弄不清练钢阶段具体是如何划分 再加上一些人暗中运作 才刚打出钢径就能考到正高级职称 被视为宗师 久而久之 练钢的说法自然更混乱了 可归根结底 打出钢径 只是他的发力技巧达到练钢 开始练脏 才算真正踏入练钢的门槛 直到练脏大成时 才算得上真正的练钢宗师 三者间的关系 大概就相当于拿到录用通知 实习生 正事工的区别 再往上 内纲 就是换血 将人体状态调整到巅峰圆满 为酝氧精神做准备 由于人和人的体质 先天上限并不相同 这个数据跨度极大 低的只有39 38 高的可达48 49 而这些数值和精神数值 就是决定谁才是世纪之王的关键 事情和和睦睦解决 云开泰也不好过多打扰李平 很快告辞离开了 由于今天 李平并没有比赛 他倒是用不着去舞蹈协会 恰好 考虑到李云瑶他们马上就要来了 他拿着通过炼红尘药的电话 和江州大学校长谢熙来约了个时间 出了门 直奔江州大学而去 相较于汉阳私立大学 全国能排前十的江州大学 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 不只是江州第一大学 每届来自全国各地求学的学子 亦是数不胜数 甚至还有天元联邦 其他国家的学生就读 李平踏入江州大学校门 一路来来往往 竟是青春年少的面孔 在这种青春活力的渲染下 李平觉得自己都年轻了不少 不对 严格地说 他才22岁 大三 离23岁生日 都还有一个多月 他应该和这些青葱学子一样 竟想青春年少 风华正茂 可前世终究是30岁的人 真让他像年轻学子一样 活得无忧无虑 他还是难以做到 李武师 李平刚到行政楼下 一个看上去30上下 戴着眼镜 看上去充满书卷气息的女子 已经迎了上来 你好 谢校长让我等你 有劳 李平应了一声 江州大学和武道协会同级 不过由于武道协会某种程度上 蕴含的暴力因素 影响力比大学更大 很快 李平在女子的带领下 来到办公室 敲了敲门 女子道了一声 校长 李武师来了 请进 快请进 正在办公桌前的谢熙来 第一时间站起身来 满脸笑容 李武师 欢迎来我们江州大学考察 不敢当 当得 当得 年纪轻轻力错宗师 照这样发展下去 李武师的前程不可限量啊 江州都不会是你大放光彩的舞台 你的舞台 是整个太白王国 乃至天元联邦 谢熙来笑着道 紧接着 他马上补充道 你想说的事 不是什么问题 我应该说 感谢李武师 信任我们江州大学 那热情的模样 俨然已经将他当作 同等级的人物对待 一位上不到18岁 便练出尽力的舞者 肯加入我们江州大学 本身就是对我们江州大学的认可 又有李武师的悉心调教 未来 他的成就 必然让人大吃一惊 我们到时候就期盼着 他们能代表我们江州大学参加比赛 为学校争取荣誉 谢熙来笑着道 大学和大学间各种各样的竞赛 数不胜数 武道竞赛亦是重要一环 如果李云瑶能在大学期间成为二级舞者 确实能为江州大学争夺不少荣誉 我会尽力培养 李聘点了点头 就是他的文化课成绩可能有点差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谢熙来笑着道 他将时间精力花费在武道修行上 文化课成绩有所欠缺亦是情理之中 那就有劳了 李聘道 哈哈 是我谢谢李武师你才是 谢熙来道 李武师恐怕不知道 你现在在我们校园中 可是有着极高的人气 和其他学子一样的年龄 却能在江州大赛锋芒毕露 照这个趋势下去 别说杀入前十了 哪怕第一夺冠都在飞难事 这些学子们对李武师可是崇拜有加 这一点李聘倒是相信 我有个不情之请 不知可否请李武师担任我们江州大学武道院院长 谢熙来说着 连忙补充 当然 我知道李武师必然没有那么多时间 处理学院中的所谢之事 所以 我可以给李武师荣誉院长头衔 你自己安排时间 有空闲了 能来教导一番武道院的那些学子就行了 李聘听了 倒是明白 为什么谢熙来答应的 会如此爽快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 谢熙来望着李聘也有些期待 江州大学相较于汉阳大学来 分量自然高出一筹不止 远武道院院长乃是一位炼钢宗师 但那位炼钢宗师是真真正正的挂名 一年不见得能来几次 而且年事已高 没有威慑性可言 真正撑门面的反而是几位报单 担进副院长 李聘虽未炼钢 但却实打实地打死过炼钢宗师 被聘请为荣誉院长 必能得到一致认可 而且 他年纪轻轻 便有了这种实力 未来有很大 希望能够更进一步 成就五胜 武道院若能有五胜坐镇 在这方面 已然足以和最顶尖的几家学府争锋 不过 谢熙来的邀请发出去 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一时间 他眼中的期望 变成失望 再加上他在这个时候 提出聘请李聘为荣誉院长 似有要挟之仪 他连忙解释道 我们并没有胁迫李武师的意思 李武师如果实在觉得为难 那就 我答应了 李聘道 答应了 本以为没戏的谢熙来顿时一惊 李武师你 嗯 我接受江州大学的邀请 李聘笑着道 好 好 谢熙来连说了两个好字 请李武师放心 江州大学绝不会给你添加太多麻烦 且该有的待遇 如住宿 助理之类 江州大学绝不会亏待李武师 紧接着 他又想到了什么 笑了笑 当然 这些待遇 或许李武师根本看不上 我觉得挺好 李聘道 江州大学安排的房子他不住 可以给李云瑶 林晓录住 成为自己人后 接下来两人的交流 变得十分融洽 谢熙来召来了几位校领导 陪同李聘 在江州学院转了一圈 当真有点领导视察的风范 毕竟 只要对武道界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 李聘的前程 绝对差不到哪去 在李聘游览江州大学时 位于办公室的林玉址正进行视频电话 电话一投的不是别人 正是顾家顾绍峰 顾绍峰不是顾家家主 但却负责顾家武道界相关事宜 其本人更是一尊内敛换血宗师 虽然为霍平武圣 但林玉址在他面前却没有半分巨欧 反而堆着笑容 这件事是我失误 我没想到居然会冒出这样一匹黑马来 年二十二 炼气成钢 这种人物在群英会萃的王兜都称得上出类拔萃 出现在江州 确实不是林会长的过错 顾绍峰说着 语气一顿 不过 浩然无法拿到江州第一 那关于龙门阁的交易 就做不得数了 这 林玉址本想说他再来想想办法 可怜想到李聘打杀周朝光展现出来的强大 想翘无声息地将他杀死 怕是得出动内敛换血的强者 这种人物放眼江州 哪一个不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 一旦动手 很容易被锁定调查出来 甚至即便炼赃宗师 都未必会冒着暴露后丧命的危险 去对付李聘 一时间 他指得道 我会再想想办法 先就这样吧 顾绍峰说着 挂断电话 看着黑下来的屏幕 林玉址的脸色也跟着一阵阴沉 李聘 要知道顾浩然可是他刻意争取到江州来的 顾家在武道界影响力不是很大 但在政界却极有情面 尤其是顾浩然的爷爷 顾家老家主 那是和当今大殿下都有私交的人物 这是属于通了天的人脉 原本他和顾家交易 他保顾浩然以江州第一的名声入全国大赛 而顾家则交易他一个龙门阁的名额 更能以此和顾家建立交情 现在 因为李聘 都完了 偏偏李聘击杀周朝光后 已经获得了极高人气 在这个时候 如果要动他 一旦引发舆论 再加上炼红尘这个天生反骨之人 暗中发力 哪怕他都有栽下去的风险 如果李聘没有打杀周朝光这位宗师 哪怕小有名气 我仍然有办法对付 可现在 林玉址越想越气 直接拨通了李火宗宗主的电话 电话一通 他直言不讳地训斥道 邱处峰 你怎么做事的 堂堂李火宗宗主 连个抱单禁的小兔崽子都收拾不了 还导致打草惊蛇 让他进入了一些有心人眼中 邱处峰那边显得十分吵闹 但面对林玉址的训斥 他却不敢反驳 指得道 林会长 这是我们李火宗的失误 我们怎么也没想到 那里聘年纪轻轻 居然练就刚进 这才导致周朝光一时不察 被他打杀 然后呢 然后 你们李火宗打算怎么对付李平 林玉址冷声道 显然是想逼李火宗下黑手 可邱处峰也明白 真这么做了 李火宗要付出什么代价 马上变得迟疑起来 这 我们还在商讨之中 什么时候能商讨出结果 请林会长放心 李平 必然为他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邱处峰信誓旦旦的保证 却绝口不给具体许诺 林玉址听了 知道对方没有受机 只得冷哼一声 看样子 李火宗是在王都中遇到太多挫折 失去锐气了 或许我们可以在循环赛上 让江振海 顾浩然 周远飞几人一起狙击他 狙击 怎么狙击 万一其中有人存投机心思 等他们和李平 拼个两败俱伤 岂不白白便宜他人 一个不好 打不进前三 连全国大赛入场券 都别想拿到 林玉址说完 有些不耐 就这样吧 言霸 挂断电话 李火宗 邱处峰听到手机里传来的盲音 知道那位林会长 确实是对他不满了 但不满又如何 他总不能因为林玉址的不满 拿整个李火宗的未来去赌 毕竟得罪了林玉址 大不了他们避其锋芒 在他任期内 重点发展王都分管 可如果敢在这个敏感时刻 对有望在全国大赛上 展露头角的参赛选手李平出手 整个李火宗都会被连根拔起 李平 邱处峰很快将被林玉址训斥的屈辱 怒火转移到李平身上 他好歹也是门下弟子数千 敢打敢杀弟子上百的大势力之主 手中执掌数十亿资产的资本大劳 却是被一个暴丹武师 刚进武师 欺压到这种地步 简直是 耻辱 可哪怕他恨不得对李平杀之而后快 仍然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这种憋屈感 让这位李火宗宗主气得牙痒痒 很快 外面传来一阵吵吵闹闹的声音 本就烦躁愤怒的邱处峰 只感觉焦头烂额 等到外面的吵闹声越来越大 负责处理宗门大小事宜的邱处云 不得不进来寝室 掌门 周家的人闹得越来越过分了 要我们必须就周朝光身死一事 给他们一个说法 连周家那个老家伙 都要赶到江州来 解释 什么满意的解释 无非是想要钱而已 我都已经愿意 拿出王都一栋楼的产业 作为诚意赔偿了 他们还不知足 邱处峰感觉心中的怒火 已经快要压抑不住 王都的房价 何其昂贵 偏僻外还 都要十万一平米起步 他赔出一栋楼 那是足足几个亿 李火宗在王都几年的收益 都赔了出去 可周家人居然仍不满足 仍然闹个不休 大有将事情越闹越大的驱使 不就是死了个周朝光吗 真以为他们李火宗 做慈善的不成 他们显然不愿善罢甘休 而且 根据那个老东西的说法 如果我们不能给他 一个满意的解释 他们会走总会渠道 邱处云说着 语气微微一顿 尽管我们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可在调查组织人 正在江州活跃之际 真让周家人闹下去 我们李火宗付出的代价更大 他们敢 邱处峰眼中凶光蹦射 老东西 他在找死 邱处云没有说话 而邱处峰震怒片刻 亦是不得不强压住心中 杀鸡和怒火 相较于周家人 调查组那些人 才是真正吃人不涂骨头 周家人再怎么闹 身份限制他们 不敢肆无忌惮 可调查组 他们本身就代表这个国家 针对武者的法律 在林玉指对他们明显不满 不会再为他们挡住调查组压力的情况下 以调查组合法抄家的刑事风格 真逮住了李火宗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到时候 李火宗几十亿资产 会被瓜分干净不说 他们这些人 意识会被调查组当作成绩 定上杀鸡儆猴的耻辱柱 李聘欺我 周家人也敢欺我 邱处风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伤筋动骨 也要避过这阵风头 他冷冽下令 筹集资金 先将周家人打发走 这件事 绝不会轻易结束 次日 李聘有些意外 又情理之中的发现 他又没有比赛 轮空 不止他 就连方灵爵都难得的 有休息一天的机会 这让郑处于掌握 刚进关键时刻的他 有些意犹未尽 不过李聘虽然没有比赛 但今天仍然称不上空闲 因为 李母 李云瑶 林小璐等人来了 他们是在流川县武道协会会长 蒙山的陪同下 一道来 李聘借方灵爵的车 接到一行人时 这位武道协会会长 在他面前 再没有了以往的随意 拘谨之余 甚至有些恭敬 作为武道介义员的他 时刻关注着李聘在江州大赛的表现 自然知道 他一路过关斩将 几乎无意敌手 尤其是周朝光这位仲裁者 是炼钢修为 仍然死在李聘手上的消息发酵后 更让他的声望如日中天 无数人都在等着他什么时候 夺得冠军 成为江州第一 在这种情况下 蒙山自是不敢 在用先前的态度带他 我就知道 我儿子是最优秀的 一定会有大出息 李母重新看到李聘 神色中充满着欣喜 哥 你太棒了 李云瑶更是在看到他的第一时间扑了过来 眼眸光芒闪耀 灿烂如若星辰 李聘赶忙抱起他 还被他扑击的力道 顺着惯性转了一圈 这才放下 我知道我很棒 你不必用这种方式夸我 哥 我一定以你为榜样 林小璐红扑扑的小脸上 也充满崇拜 那你可得加油了 李聘笑着道 一旁的蒙山 见得李聘一家人团聚 识趣地告辞离开了 李聘也没有逗留 只是道 我带你们去见见我们的新家 搬家公司的车辆 下午会等 等等 李母道了一声 你姐和你姐夫要过来 说请我们一起吃饭 哦 李聘有些意外 你还在生你姐的气 李母询问着 语气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嗯 李聘有些不解 紧接着 却是想到了什么 早在他刚穿越回来的前几天 他就因为李云烟总是打电话劝他 而将他拉黑 上一次和他通话 都是李云烟借用李母的手机进行 这件事 他压根忘了 没想到 李云烟不主动联系 他是这个原因 没有 李聘回了一声 当着李母的面将李云烟从黑名单放了出来 这一幕顿时让李母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他一个乡野妇人 没什么能力 儿女大了他也管不住 以至于有时候在子女面前说话都不敢太大声 可他内心仍然由衷希望自己儿女能够和睦有爱 融洽共处 这个时候 李母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将电话接通 里面很快传来了李云烟的声音 随着他道明自己所在的位置 不多时 一辆纯黑色的七座商务车驶了过来 坐在副驾驶上 是面容精致 怀孕后更充满温柔气息的李云烟 开车的则是曾经到过他家的姐夫秦光明 除了他们夫妻以外 后座上上有一个看上去十八九岁 比李云瑶略大一些的少女 此时他正透过玻璃 好奇朝一行几人打量 确切地说是打量李聘 而在他打量李聘的同时 李聘的目光亦是猛然集中在了他身上 在这个少女身上 他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那种感觉 他曾在藏龙市一人身上感受到过 恋心者 伤风 妈 秦光明下了车 积极地帮李母去接行李 李母看着这个热情的女婿 心里倒也舒了一口气 他先前对李云烟找秦光明实际上有些担忧 尽管他和秦家人接触的不多 并且对方的家长也通情打理 和他们聊天都能找到共同话题 可他仍然看得出来秦家非富即贵 他怕自己女儿嫁过去受委屈 这一年多时间来 李云烟要往家里拿东西 他一直不肯要 怕他会被夫家人看不起 现在看女儿的气色 以及女婿的态度 两人应该相处得不错 东西不多 我自己提着就行 光明 自家人不要那么见外 妈 您说的是自家人了 那我帮您提东西 那是应该的 另外 我们将行李放好 一来 免得路上有颠簸 二来坐车时 也能更舒服一些 秦光明笑呵呵地回应 紧接着 他将目光转向李平 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 阿平 了不起啊 你的比赛我看了 真是不可思议 想不到你在练武艺道上 居然有这种天赋 22岁 已经练就刚进 看样子用不了多久 我们家就要出个武圣了 李平从原生的记忆中得知 秦家家事不俗 再加上秦光明当初介绍自己时 称自己在星光集团上班 星光集团据传又是传奇人物秦成渊 开创的半家族企业 他的身份已然呼之欲出了 过奖了 李平道 我离武圣还差得远 哈哈 浅虚了 秦光明说着 很快指了指那位少女 我妹妹 秦柔然 她可是对你可是颇为好奇 听说我们来接你 特意跟了过来 你好 李平礼貌性地打了个招呼 你好 秦柔然说着 直言道 你可以教我练武吗 阿平要打江州大赛 打完江州大赛 还要打全国大赛 说不定还要打天下第一武道大赛 哪有那个时间 秦光明制止道 家里会给你请合适的导师 他22岁就这么厉害 在武道方面一定很有经验 肯定比家里请的那些人强 秦柔然说着 直接问李平 怎么样 不一样 好了 先上车 秦光明摇了摇头 一旁的李云烟 本想劝说李平答应下来 可是想到自己弟弟的性子 却不好开口愉悦 而李平 在秦柔然身上 那白皙细腻到 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肤色上 停留片刻 道 你是恋心者 咦 秦柔然有些意外 你怎么知道 除了我家里人 我 紧接着 他看了李云烟一眼 姐姐告诉他的 没有 李云烟摇了摇头 我曾经见过恋心者 李平道 恋武之人感应敏锐 恋心者和非恋心者的区别 还是颇为明显 恋心者经心力改造 他们的体型 外貌不只会渐渐优化 皮肤也会如同霞光凝郁 白皙无瑕 一些高阶恋心者的肤色表层 更是如同有星光流转 如梦如幻 正因如此 才会有恋心者 才是顶尖明星的说法 当然了 恋心者身份尊贵 除了极少数有类似爱好的人以外 根本不会像普通人一样 抛头露面 眼前的秦柔然 在肤色上比李云瑶 林小璐都要水润光泽 是吗 可我观想心神才半年 区别没那么快显现吧 秦柔然虽然谦虚 可眼角边却勾勒出 一丝月牙般的笑意 心中明显有些小骄傲 不过 恋心者 万中无一 有骄傲的资格 半年 半年已经有了如此变化 难怪一些少数派恋心者 根本不将自己和普通人 视作同一类种族 紧接着 他想到了 秦家不到二十年 将星光集团发展到 几十亿规模的传奇历史 秦柏也是恋心者 他问了一声 不是 秦柔然和李聘等人交流 倒不像秦光明一般 真字灼句 随意道 不过我姐 小然 秦光明叫了一声 紧接着 他有些歉意地看了李聘一眼 阿聘 不是我不愿详细介绍 而是 这涉及到保密条例 希望你能谅解 我明白 李聘点了点头 秦光明家庭结构 和李聘很类似 单亲 一个姐姐 一个妹妹 只是 她是父亲尚存 她那位长姐李聘 也只是听说过 从来未曾见过 阿聘 小然也只是随意提一句 你不要往心里去 当然 我们是一家人 如果你能抽出时间 指点她五道修行 我们十分感谢 秦光明解释道 显然是担心秦柔然 这种不尊重人的提议 让李聘心里不舒服 无妨 等五道大赛结束后 如果她想学的话 可以跟着摇摇 小鹿一起学 李聘道 那可说好了 秦柔然眼前一亮 对了 江州大赛上 能撑得上你对手的 就只剩顾浩然了吧 你什么时候江州第一啊 李聘想了想 循环赛的举办时间 半个月后吧 秦家人虽然身家俱富 但无论秦光明 还是那位 星光集团董事长秦柔 都很好说话 当天晚上 特意推掉了所有会议 请李家人吃饭 由于她白手起家 也过过苦日子的缘故 和李家人聊起天来 居然还能找到共同话题 双方交流十分融洽 吃完饭 搬家公司的车辆到了 李母 李云瑶 林小鹿 包括秦光明 李云烟 一起来到了江山一品 帮忙布置 忙忙碌碌 持续到晚上十一点 未免影响到李聘的比赛状态 李母坚决不愿 让她带上自己游玩 甚至她都没有选择 入住江州一品 而是遵循秦光明的安排 住到了她家中 此外 李云烟已经显怀 需要人照顾 秦光明工作忙碌 显然没时间 请保姆 也比不得自家生母细心 对此 李聘并未抢球 接下来的时间 她一边教导李云瑶 林小鹿练舞 一边继续着舞蹈大赛 期间 她再度遇到一位单进对手 而那位对手 直接选择弃拳 就这样 接下来六天 她就这么悠哉悠哉 没有半点难度地 杀入循环赛 进入循环赛 意味着至少能拿到 前十名次 区别就是排在地几 时间流转 随着成年组大赛的举办 青年组 少年组的热度 稍稍降了一些 等到成年组 十天的赛程结束 青年组 少年组循环赛 正式到来 而这为期五天的循环赛中 一将决出谁 才是江州第一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 李火宗 似乎已经持续熬夜 很长一段时间的江振海 突然发出一阵惊喜中 带着癫狂的叫喊 找到了 找到了 我找到李聘的问题所在了 完了 他完了 这半个月 李火宗过得很艰难 为了筹集资金 堵住周家的嘴 已经被逼得变卖资产了 此外 由于林玉址没有帮忙 调查组的人 也将目光落到了李火宗身上 被调查组的人盯上 不死也要脱层皮 作为执法者的他们 李火宗敢反抗 那就是暴力抗法 直接抄家灭门 如果不反抗 他们也有的是办法敲骨吸水 让李火宗元气大伤 要不是因为李火宗本身 也有一定的武力 让调查组稍稍有些忌惮 半个月时间下来 李火宗早就被分十个七七八八了 饶事如此 这半个月里 邱处风也在到处找关系 凑资金 开渠道 设法渡过这次难关 此外 他不止一次拜访林玉址 这种官面上的力量 也只有身为武道协会会长的林玉址 才能应对 可惜 几次拜访 都被林玉址拒之门外 半个月下来 别说邱处风了 连邱处云看上去都苍老了一劫 满是心力交瘁的模样 在这个时候 江振海匆匆忙忙赶了过来 却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只让这两位李火宗掌舵人 全部精神大振 你说的是真的 李聘他 真的有问题 可以让我们 将他直接扳倒的致命问题 邱处风睁圆眼睛 死死地盯着江振海 对 江振海重重道 你们想想 李聘才多大 他才22岁 又不是什么武圣弟子 练心世家传人 享受不了全套兴器辅助修炼的待遇 平民出身的他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要知道 他是两三个月前 才堪堪报单 说着 他言辞凿凿的断言 我始终坚信 礼聘 没那么强大 不是打了针 就是吃了药 吃了药 邱处风一听 原本半个月没有好好休息 而憔悴不堪的面容很快精神焕发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韩力 韩力在武道大赛 表现出了超出报单巅峰的神勇 就是因为服用了特殊药物 他们能服药 礼聘为什么不能服 经过我对视频持续半个月 净乎不眠不休的研究 终于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了 江振海精神振奋地 将礼聘和韩力 周朝光交手的视频拿了出来 着重放大礼聘和周朝光搏杀时的画面 你们看 仔细看礼聘身上 他以一种无比坚决的语气道 我详细地查了资料 他这种情况和服用燃血粉一模一样 再加上我们对他的了解 他报单至今尚不足三个月 可他爆发出来的气血数值 却远超报单两个月的五十所能拥有 这种无法解释的现象 除了服用静耀燃血粉以外 哪还能有其他可能 邱处风很快上前 颤抖着手 查看放大后的画面 紧接着 他很快翻看江振海准备的另外一些视频 那些视频无一例外 都是舞者服用燃血粉的种种特征 这些特征 和礼聘搏杀周朝光时 简直一模一样 服药 礼聘 居然靠着服药 才能有如此强大的势力 而我们所有人 都被他骗了 真将他荡成一尊 有望在全国大赛展露锋芒 打入全国前十的天才舞者 邱处风联想到 因为礼聘 导致李火宗这段时间里的举步维艰 导致他一位堂堂五圣 到处第三下四的囚人 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感 涌上心头 怎么敢 他怎么敢 这位面容枯搞的五圣 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这礼聘必然是从一些特殊渠道 采购了一种全新药物 提炼过后的燃血粉 新的燃血粉 不止更难以检查出来 副作用也会小很多 所以 他才敢用得这么众目睽睽 他才能趁着周朝光一时不查 反杀了周家 这位炼钢宗师 江振海再度兴奋地解释着 他俨然以为自己 碰触到了事情的真相 很有可能 五道大赛前十前 虽然有药物检测项 可并不严格 专业 也只有到循环赛时 才会重视起来 要是他再和负责药检的工作人员有勾结 很可能做到 服用禁药后 不被任何人发掘 邱楚云意识紧跟着道 不 不是很可能做到 这就是事实 邱楚风眼中 蹦射出骇然的金光 礼聘收买药检人员 服用禁药 这就是事实 邱楚云微微一愣 他们现在所说的一切 都建立在推测基础上 可还没有任何证据 可邱楚风却并未理会 原本憔悴 疲惫的他 这一刻呈现一种异样的亢奋 在江州大赛服用禁药 这是比打假赛更严重的事故 这种行为 必须开除他的参赛资格 并将他终身竞赛 不 开除参赛资格和终身竞赛都不够 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将这种胆敢挑衅武道大赛规则之人 绳之以法 他猛然站起身来 对江振海道 马上准备好所有资料 我们去见林会长 是 江振海一个机灵 连忙硬了下来 掌门 现在就去见林会长 我们 我知道 你想说什么 证据 但 我们要的 只是一个能够向上面交代的借口 理由而已 邱楚风重重道 只要林会长还想将顾浩然 推到江州第一的位置上 对我们接下来的做法 必然就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至于证据 等我们到了李聘家中 一定能查出证据 说着 他顿了顿 这是眼下 我们李火宗 能够摆脱这个漩涡的唯一希望 邱楚云听了 一时明悟过来 是了 尽管这次行动 李火宗会承担很大的风险 但 有这个视频在 他们就有资格让李聘配合调查 实处有名 至于李聘到底有没有服用尽养 那根本不重要 只要将他拿下 进入调查步骤 别说他有罪没罪了 就算他是生是死 还不都是他们说的算 关键是 周家人希望李聘死 李火宗希望李聘死 舒少言 其他江州大势力掌门 希望李聘死 林会长 同样希望李聘死 这就够了 走 去武道协会申请调查令 带李聘去武道协会配合调查 他若敢反抗 邱楚风眼中闪过残酷的争鸣 格杀勿论 一大洲武道协会会长意味着什么 意味他一声令下 成千上万的人要围绕他的命令奔波 意味他稍稍抬手 让那些单进通过副高级 正高级职业证书考核 就能创造出一个个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意味他随意在某项采购清单签字 就能养活十几个工厂 盘活一个县级城市经济 这种存在 哪怕邱楚风作为李火宗宗主 太白武圣 数十亿资产掌舵人 也不是想见就能见到 不过在一间会议室中 他还是和这位江州武道协会的林会长 坐在了一起 看着头发都白了一半的邱楚风 林会长有些意外 但脸色并没有太大变化 邱楚风处境落到这种地步 有一半因素是他故意为之 借调查组向李火宗施压 明天就是循环赛 你匆匆前来 希望是这半个月的准备 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林玉指淡默道 林会长放心 我已经抓住李平的把柄 现在 请林会长替我签署一份调查令 五道大赛 李平他没机会参加了 邱楚风说着 没有半点掉胃口 很快将江振海整理出来的资料拿出来 在林玉指面前一一展示 林玉指看了片刻 神色有些诧异 禁药 对 就是服用禁药 邱楚风言辞凿早早道 除此之外 我们解释不了 一个踏入报单 不到三个月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杀得了周朝光这种闯出名号的炼钢宗师 你打算以他涉嫌服用禁药一事 对他竞赛 林玉指道 李平身后有五行门 还有藏龙市地方五道协会会长 他还和炼红尘副会长走得很近 禁药一事 除非我们有明确证据 否则办不了他 邱楚风知道这件事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李平又不是尚未冒头的无名小卒 但 我会找到证据 邱楚风 重重道 林玉指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过这种事他做得多了 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 只是 终身竞赛 林玉指轻笑一声 就这点代价 邱掌门甘心吗 邱楚风听了 顿时心中大定 果然 林会长也厌恶礼聘 坏了他和顾家的好事 但他还是得请示 林会长的意思是 22岁的报单 乃至刚进啊 这等人物 若是给他时间成长起来 别说炼钢了 领悟神境 更进一步 以绝非奢望 林玉指道 邱楚风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此子 绝不可留 我会签署一份调查令 让李平配合调查 是否服用竞要参赛 其他的 我不会承认 有任何瓜葛 我明白 邱楚风马上到 那李平年纪轻轻 修成报单 甚至刚进 桀骜不驯 哪会那么轻易束手就擒 必然负于顽抗 而他有过打杀周朝光的战绩 我缉拿他时 一时收不住力 可怜一代天才 就这么黯然陨落 实在令人惋惜 没什么好惋惜 他为夺江州第一争名获利 不惜服用竞要 打杀一位为竞争对手 干扰武道大赛的正常秩序 这种人死不足惜 林玉指淡淡道 邱楚风精神一震 不错 靠竞要参赛打入前十 这种人哪怕死了 也要被定在耻辱柱上 以谨笑游 以彰显我们江州武道大赛的公平公正 要检部门 我会在留下痕迹的情况下 开出一个临时工 但你那边才是重点 周朝光那一次 我很失望 这一次 不容许再有半分闪失 林玉指道 请林会长放心 邱楚风沉声道 李聘 我亲自出手 哦 林玉指扬了扬眉 邱楚风 李火宗宗主 十年前就平得武圣的人物 尽管这些年来年纪健大 状态有所下滑 但其战礼 怕也不逊色于内纲宗师 他亲自出手 足够了 当下 他拿起手机 给一人打了个电话 不多时 一份调查令 被下面的人送了过来 林玉指在上面 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递给邱楚风 尽快 这种调查手续并不完善 趁恋红尘反应过来前 把事情办妥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明白 邱楚风接过调查令 慎重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而在他离开后 林玉指私存了一番 武圣打钢劲 邱楚风总不至于再失手 想到这 他微微一笑 用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古宗师 龙门阁的名额可还尚在 晚上十点 修炼室中 完成一轮三昧炼心法的李聘 常常吐出一口气 然后再运转先天氧气术 滋补炼脏带来的损伤 随着精神属性增长 炼脏效率水涨船高 现在制约我的 已经不再是先天氧气术 而是药材滋补 礼聘洞察自身状态 先天氧气术 他已快要迈入筑机片 可普通药材 别说帮他筑机 渗入挖掘肉身潜能了 单单补充修炼燃血秘术 三昧炼心法后 消耗的生命元气 都有些利有不歹 除非 他舍得上顶尖药材 百年山生 百年灵芝 百年守屋等等 卡里面资金不到百万 新变娱乐最近又没有分红计划 这些药材一份上百万 用不起 或许 他该在天才地宝的转化率上下功夫 服用药膳 滋补元气 虽然可以提升先天氧气术五六倍 氧气效率 可在摘取药材 制成药膳 胃部消化这几个过程中 药力会流失大半 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 先天氧气术 本质上是将天才地宝 炼入体内 化为生命元气 礼聘抬头 而天地 万物 众生 本质上属于一个整体 将外界天才地宝中的元气炼化 用于滋养自身 相当于将整体中的一部分能量 从一个区域搬运到另一区域 按照这种概念 他完全可以直接从天才地宝中 吸收能量 炼就生命元气 而不必经过制成药膳 胃部消化两个步骤 少了两个步骤 效率自然会大幅提升 这个方法可行 此外 天才地宝 实际上 意识及天地精气生长而成 只不过 它们有良好的那气效果 最终长成天才地宝 未来 如果它也能像天才地宝一样 直接纳天地精气 为滋补自身 先天氧气术的提升 必然一日千里 带着这个想法 礼聘很快从家中 翻出一株灵芝 他手握着株灵芝 静静感受其中的药力流转 然后有意识 引导这股药力 朝自己体内渗透 足有半个小时 礼聘依稀感觉到了什么 在他精准的感知 和先天氧气术的引导下 灵芝中 似乎真有一丝药力 被直接引入了体内 但 效率很差 比他将灵芝配成药膳 服用消化差很多 至少方向正确 礼聘心道 或许 可以等精神数值增长 对外界的感知 更敏锐后再是 他将灵芝放下 重新集中精神 观摩着这半个月 无人打扰 集中精力修炼 带来的成长 气血 36.11 元气 32.96 精神 17.34 炼钢 4560 先天氧气数 氧气偏 94100 燃血密数 38.21% 至于直指五道意志的樊心云 明误了神境玄妙的他 已经停止了练习 将更多精力 投入观想混沌宇宙 壮大精神上 这才让精神属性 冲上17点 此外 他已燃血密数 配合三昧炼心法 锻炼五脏六腑 气血体魄 意识越发强大 估计等炼钢 进度走完 他的气血属性 能达到37 37点 气血属性 往往已经炼钢大成 或者说炼葬大成 下一步 就是内炼换血 太白王国 凭职称不够严谨 正高级职称后 都被尊为宗师 但 刚打出刚进的舞者 可以凭正高级职称 换血大成的内炼舞者 同样是正高级职称 以至于对我都造成误导 他原以为 炼钢 4560 进度调走完 就算迈入外钢阶段 可实际上 在他炼钢 160 时已经算迈入炼钢 如果这个进度调到了60 已然相当外钢大成 也就是雷拳周朝光的层次 用考试分数来比喻 打出过刚进的方林爵分数 在60分上下浮动 他的成绩是70到80分 周朝光 则是90分往上的优等升 成绩有差别 可都算及格 有希望拿到正高级职称 对外自称炼钢宗师 当然了 方林绝能不能及格 完全看神卷老师 愿不愿意网开一面 换算到五道协会考核 就是有没有好好请客 敬酒打通关系 等拿到江州第一 可以从博彩中心赚两个亿 那两个亿的收益 先尽快把先天氧气数提升上去 先天氧气数上去了 炼赃效率也会随之提升 全国大赛决赛前 也就是一个月后 有希望炼钢大成 李聘得出结论 当然 炼钢大成 怕是难以成为他夺得全国冠军的底牌 此外 州级大赛的舞者没有秘书 可全国大赛的参赛选手 却是未必 他若想在全国大赛夺冠 还是得领悟神境 以现在观想 混沌宇宙壮大精神的进度 一个月 他的精神属性 应该可以攀升至20到21 超过了领悟神境的最低标准 只是 能不能领悟神境 还得看具体情况 叮铃铃 就在此时 李聘的手机响起 随着他接通 里面很快传来炼红尘急促的声音 李聘 听我说 我得到消息 邱处风正带人奔你住所而去 你马上离开避一避 越快越好 邱处风 李火宗宗主 他要为张世言 含含含吏复仇 李聘有些意外 这位邱宗主 这么有情有义的吗 不只为张世言 含吏复仇那么简单 这段时间 李火宗办事失利 林玉子对他心怀不满 不再替他拦着调查组 我趁机将调查组的目光 往李火宗身上引 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 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重新获得林玉子的支持 我不知 他用了什么方法 居然说服了林玉子 让他签署了一份 针对你的调查令 炼红尘快速到 但调查令是小 可邱处风师出有名后 必然会搞栽赃陷害 让你再参加不了比武大赛 以便林玉子支持的 顾浩然坐稳江州第一宝座 你什么都别管 避开他再说 我会以最快速度赶来 避开 对 千万不要逞英雄 炼红尘深吸一口气 重重到 秋处风 他可是五胜 纵然年老 也绝非寻常宗师所能对抗 全胜状态的周朝光 都得在他面前伏低作小 何况 你一个刚进 五胜 江州五道大赛 几乎已经没有悬念 李平眼下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全国大赛 全国大赛 强者更多 其中就有练就神境的高手 要在这样一场大赛中夺冠 他必须也领悟神境 才能万无一失 可他最大的弊端 就是 未曾接触过真正的神境 哪怕他刷了很多视频 听了很多有关于神境的描述 查了很多神器合一的资料 但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 远不像单境 刚进那般 给人一种直观性体验 而邱楚风作为五胜 哪怕是靠运作屏上的五胜 想来也是能打出神器合一的一击 如果能让他真正体验一下这种力量 邱楚风马上会道 总之 躲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 我会赶来 恋红尘说着 他那边似乎传来一阵吵闹 迫使他不得不急匆匆挂断电话 一个 活着的五胜 李聘深吸了一口气 大不留心走出修炼室 直奔楼下 然后 迅速将所有门全部打开 哪怕院子的铁门也不例外 他还将所有灯开启 摄像头的灯都不放过 在漆黑的夜里 将别墅周边照得一片亮堂 犹如一颗闪耀的明珠 差不多了 他道了一声 站在院子的门口 不断地朝门口 道路观望 片刻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行 他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才装修好的房子 五胜 宗师的破坏力 非同小可 在自家院子动手 打坏东西了怎么办 顿时 他就要转移作战地 不过他还没走出院子 一个声音 已经从前方传来 走 现在想走 不嫌太迟了 礼聘停下步伐 三道身影 渐渐在夜色中浮现 一个是秋处风 抱丹弟子腾胜 一个面孔陌生 而为首者 正是看上去 似乎老了一劫 但精神状态 却好到出奇的 离火宗宗主 你来了 礼聘到了一声 我来了 所以 你想到要怎么死了吗 秋处风背负双手道 礼聘目光转向秋处风身后 他弟子腾胜手中拿出一个特殊仪器 随着那个仪器上闪过几道红光 然后 什么事都没发生 看不懂高科界 这是一个信号屏蔽器 秋处风以一种言辞凿凿的语气道 今晚谁都救不了你 我不信 李聘道 呵 不信 秋处风似乎在发泄这半个月来的憋屈 字意冷笑 你能靠谁 炼红尘 实话告诉你 林会长会出面拖住他 曹天游 我堂弟今日便在五星门做客 江青月 他不久前被一个电话叫到藏龙市了 哪怕现在想返回至少也是两个小时后 你还漏算了一个人 谁 我 你 来 李聘伸手 直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让我看看 你这位十年前就凭上五圣的李火宗宗主 到底有多强 秋处风看着李聘 腰战 一个才22岁的刚进 面对他 这位十年前获平的五圣 居然还敢主动腰战 狂妄 这是 何等狂妄 他看着李聘 足有三秒 紧接着 突然怒急而笑 他秋处风 堂堂李火宗宗主 获平十年之久的太白五圣 这半个月 居然被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 逼得如此狼狈 早知道他如此狂妄 他只需让人一击 何愁他不自投罗网 送上门来找死 一念至此 秋处风眼中的凶残 越发猙獰 李聘 想杀我 不要光说不练 李聘道 五圣 神器合一 这一击集中了 这等顶尖强者身上 全部精气神 以及血丹爆发的磅礴威能 一击出 如天神下凡 号称神境 我对这种层次的力量神王已久 至于剩下的拳脚交锋 我兼修一门功法 恢复力远胜寻常舞者 好 你好不过我 所以 他抬起自己的右手 握拳 用你最强的一击 以催枯拉朽之势 撕裂我的全部经络肌肉 打断我全身上下所有骨骼 让我的五脏六腑 因尽力贯穿 而发出痛苦哀鸣 相信我 那个时候 你会听到全世界最美妙的声音 那种声音的名字 叫毁灭 邱处峰听着李聘所言 看着他 他本以为此人是狂妄 出生牛 都不怕虎 不知畏惧尽重为何物 现在看来 根本就是有毛病 看着灯火通明 门户大开的别墅 这个时候 他已经猜出来了 李聘并不是来不及逃跑 而是 他不想逃 他已经做好了 等他打杀上门的心理准备 目的 就是为了和他一战 正面迎战他 这位武圣 这种对战斗的制诚和狂热 也难怪他年仅二十二 便以炼气成刚 修成刚进 不过 对于这种人 这种不畏力量 不惧死亡 且天赋横溢的武道天才 他不喜欢 他更喜欢的 是将这种未来 注定会光芒万丈 甚至超越他的天才 统统打死 下一刻 携带坚决杀鸡的 秋处风直接爆发 早早达到人体极限的力量 气血被他顷刻间调动 前一秒的他 还是一个看上去神情憔悴 有些枯瘦的老者 此时直接化身成了一尊恐怖凶兽 气血勃发 煞气冲销 来自生命巅峰层次的威压 自他身上溢散 弥漫 强大的气场扩散 激荡气流 竟是如同要将他脚下的草皮 生生撕碎 神气合一 我成全你 秋处风一声低吼 脚下尽力勃发 猛然向前 就仿佛一尊恐怖魔神 携狂暴力量 撞破两者间十几米内的气流 悍然朝礼聘扑杀而去 每一位五圣之前 都有着内纲圆满的实力 内纲圆满 又称人体极限 被尊为大宗室 这等存在 净力爆发 犹如数吨距离冲击 摔杯烈石 轻而易举 眼下秋处风不止 将这股力量爆发出来 更是极致运转 浑身上下的精气神 宛如攀升到前所未有的巅峰 不论自身的事 还是悍然冲锋形成的威压 都近乎实质 这个时候 即便他不爆发任何攻击 这股恐怖的冲击之势 和空气摩擦形成的震荡 仍然足以将任何一个 普通成年人生生震死 朱雀翱翔 秋处风虽为武胜 但他知道 此刻的他已非巅峰 面对一尊有过打杀周朝光 这等外刚大成战绩的对手 他不曾有半分小觑 狮子薄兔 亦用全力 何况 他答应过灵狱指 这一次绝不失手 以至于本身就存了 趁礼聘不备 照面间爆发出最强一击 以催枯拉朽之势 将其轰杀的心思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 他一出手 便是离火镜大成衍生出来的最强杀招 朱雀翱翱翔 好 滚滚而来的炽热和破人神经的威压 将李平那期待已久的炽烈热血点燃 压力 扑面而来 让人窒息的恐怖压力 这种压力下 李平能清晰感觉到 自己和秋处风间本质性的差距 但 差距又如何 在秋处风爆发气血的同时 他身上的气血宛如共鸣一般 轰然而起 体内的血丹 更是犹如一个沸腾到极致的火山口 水到渠成的爆发 狂暴的力量如岩浆奔涌 斜斥烈狂暴之势 瞬间充斥于他的四肢百骸 使得他浑身上下 充满着一拳能够打死暴龙的恐怖力量 不够 还不够 对上一尊在人体极限基础上成就的五圣 再怎么倾尽全力都不为过 因此 燃血 李平毫不犹豫 激活了燃血秘书 与此同时 五脏共鸣 心 肺 肝 肾 肾 皮 武器迸发 这种力量 牵引着体内 炽烈狂暴的力量 疯狂朝着他手臂汇聚 最终 五种力量伴随着 汹涌崩塌的炽烈之力 合而为一 随着他猛然向前 迎着秋处风轰然打下的最强杀招朱雀翱翔正面打去 在这一拳打出去的刹那 他身上的精 气 神 全部攀升到了巅峰 在最璀璨 最绚烂 最辉煌的一刻 化为五行合一 倾泻轰出 以至于 他这一拳打出去的 根本不是简单的一拳 而是一个人自身精气神的全部 宛如 神气合一 这样一拳 石破天惊